杀戮系统绝世杀神 第四集 书接上文 音乐宫就坐落在天鹰山之上 几乎与世隔绝 来到音乐宫门前 两个一身白衣的女子出现 大声喝道 来者止步 再向前一步 死 音乐圣公上使 我们是荣笛部落的人 是来找圣公有要事相商 荣笛使者中有一人赶紧开口说道 清灵和清双两人互相看一眼 这荣笛部落的人 以往不是很害怕见到他们音乐宫吗 今天怎么主动跑到音乐宫来求见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以往荣笛部落防他们音乐宫 可是当贼一样防备 有什么事就站在那说 清灵冷冷地说道 音乐宫虽然身在北地 但是对于荣笛部落 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 音乐宫曾经也一度想要掌控荣笛部落 就像萨满神教掌控匈奴一样 只是荣笛部落反抗的厉害 音乐宫又不是魔教 以杀戮强行镇压 只能作罢 但是暗中 音乐宫一直在阻止荣笛部落诞生五胜强者 双方之间并不是很和谐 圣公上使 为人入侵我荣笛草原 徒我荣笛同族 无恶不作 手上血债累累 天怒人怨 我们这次来 是想让圣公出手 帮我荣笛 拯救我荣笛万万族人 荣笛使者说得诚恳 且悲凉 让人闻之伤心 听之落泪 然而 清灵与清双两人 神色依旧清冷 他们可不是荣笛人 而是中原人 被音乐宫行走 收作弟子 带到这北地音乐宫来 所以 荣笛部落的死活 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等站在那里等着 等我们进去通报一下 清灵冷冷地开口说道 救与不救 该如何救 这些都需要宫里长老 宫主们决定 不是他们两人能够决定的 是 上使 我们就在这等着 还请两位上使 为我们通报一声 清灵和清双回了宫内 荣笛使者 只敢站在宫门外 看着那冰雕城的宫殿群 如今他们荣笛部落大宗师 被圣怀安斩禁 面对音乐宫看守宫门的弟子 都不敢大声说话 何等的憋屈 可如今不求助音乐宫 就只能被大卫打得灭族 为了荣笛部落 他们只能忍 清灵和清双回到宫里 来到外执使长老那里 兰武长老 兰武长老 清灵 清双啊 今天不是到你们指手宫门吗 怎么跑我这来了 一个兰衣宫庄贵妇走出来 凤眉丹幕 鹅蛋脸 肌肤洁白如玉 风韵绝世 兰武长老 宫门口来了九个 荣笛人说是使者 大卫军队打来了 他们抵挡不了大卫兵风 来我们音乐宫求援 清灵将事情说了出来 荣笛使者来求援 呵呵 有意思了 兰武轻轻一笑 嫣然妩媚 几百年来 这荣笛人 还是第一次向他们音乐宫低头啊 这事 我得去找公主他们商量 先看看这荣笛是怎么回事 兰武说道 他觉得 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以前无法掌控荣笛部落 现在可以借这次机会 拿捏掌控荣笛部落 将荣笛部落 转化成他们控制的傀儡 兰武来找到音乐宫公主兰吟 公主 门下弟子来报 说是荣笛部落来求援 兰吟看着兰武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荣笛人来求援 是 今日指手宫门的两个弟子 来通报说 有荣笛使者前来求见 想让我们音乐宫出手 帮忙对付大卫 兰武点头说道 真是稀奇 兰吟思索了一下 不若将那些荣笛人进来 询问一下具体情况 行 我这就去将人带进来 兰武点点头 兰武出去 很快就将九个荣笛人 给带到大殿上来 此刻 音乐宫公主兰吟坐在守卫上 大殿两侧 坐了六名蓝袍贵妇 身上的气息都不弱 显然都是大宗师境界的强者 看到这种情况 荣笛使者一个个心中一沉 这是在给他们下马威啊 九个先天境界的荣笛使者 此刻大气都不敢出 七尊大宗师 气息如鸳 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使得他们压力巨大 而等前来我音乐宫 所谓和事 细细道来 兰吟开口 声如音灵 清脆好听 兰吟的声音中 带有魅惑之力 那些荣笛使者 修为不够 只觉得这声音倍感亲切 然后就将事情 没有一分隐瞒地说了出来 等说完后 看着音乐宫的这些长老 荣笛使者才感到不对劲 他们似乎着到了 听完这些荣笛使者的话 兰吟 兰武等人 一个个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被这些荣笛使者的话 给震惊住了 荣笛部落十一尊大宗师 统统陨落了 还是被一人所杀 大卫军队 已经打到射勒川了 荣笛六七十万的军队 都被大卫军队给打败了 更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此次大卫 竟然有一尊五圣 打入草原了 难怪荣笛部落大败 连十一尊擎天之助大宗师 都战死了 没有五圣 这荣笛部落 确实是无法对抗大卫大军 也难怪这荣笛部落 会找上他们音乐宫来 感情是快被打灭足了 诸位远道而来 想来也累了 先下去休息吧 援助一室 等我们再商量商量 来人 带九位为贵客下去休息 蓝银开口说道 诸位 请吧 音乐宫一位少女走进大殿来 对荣笛使者说道 荣笛九个使者 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可是却无从开口 他们轻易地 就被音乐宫公主 给魅惑说魅惑了 然后将荣笛部落的情况 一箩筐的都说了出来 将自己家底都翻给音乐宫看完了 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看音乐宫 要如何对待他们荣笛部落了 反正来的时候 部落中的首领们 也都商量过了 大不了就给音乐宫当傀儡 臣服音乐宫 慢慢恢复实力 以图谋以后 九个使者被带下去 蓝银 蓝吴等五个音乐宫主示人 便开始商讨起来 诸位 都说说 此事该当如何 蓝银作为公主 先开口说道 此事就算我们决定 要出手帮助荣笛部落 抵抗大卫军队 也得请神母出手 否则我们就算是出手 只怕未必是那尊 大卫五胜的对手 大长老蓝银开口说道 其他几人也是 同样的点点头 音乐宫音乐宫不出手 他们便不可能出山 去帮助荣笛人 这是一个掌控 荣笛部落很不错的机会 不若公主 你去询问一下神母大人 蓝银开口说道 音乐神母 音乐宫的五胜强者 定海神针 也只有请动神母出手 才能对付大卫五胜 嗯 我去请求一下神母 看看神母怎么决定 蓝银点头说道 蓝银起身 前往宫殿深处 音乐神母的闭关之地 神母 蓝银求见 来到一个冰封的大门前 蓝银开口说道 冰封的大门后 是一个山体内的山洞 过了一会 冰封的大门打 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进来吧 蓝银走进去 冰洞内蓝色的火苗跳动 将里面照得明亮 一张冰玉床上 盘坐着一个一袭白衣的女子 容貌清澄 二八芳华 一头白发 清澈的眼神里 自带一丝寒意 脸上清冷 那冰冷的气 至 巨人于千里之外 凤梅明眸 玲珑溺鼻 肤若白雪 朱唇四那雪中 一点红梅孤傲妖也 相似一尊 不识人间烟火的冰雪仙子 神母大人 蓝银欠身行礼 冰玉床上盘坐的神女 就是他们音乐宫的音乐神母 别看着那张清澄的脸 二八芳华 其实已经是将近三百岁了 何事 那冰冷的声音 似乎要将空气都冻住 这并不是音乐神母的本性如此 而修炼的功法导致的 启禀神母 荣笛部落来向我圣公求援 甘愿臣服于我圣公 蓝银将事情禀报给音乐神母 是否援救荣笛部落 还得让音乐神母定夺 两久 音乐神母才清冷地说道 可 当听到音乐神母同意出手时 蓝银顿时一喜 多谢神母 无需客气 掌控荣笛 壮大音乐宫 是我圣公数百年来的谋划 音乐神母开口 声音依旧冰茫 取得了音乐神母同意 蓝银高兴地退下 前去与音乐宫的诸位长老商议 出手援救荣笛部落 一旦能在他这一带掌控荣笛部落 将音乐宫发展壮大 也许他能有机会突破五胜境界 蓝银回到大殿 公主 神母答应了吗 蓝银先开口询问道 蓝银淡淡一笑 道 神母同意出手 打退大卫掌控荣笛 好 神母同意出手 看来我音乐宫 也将成为下一个萨满神教 一个长老高兴地说道 几千年下来 匈奴部落大残余部族 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萨满神教 却能牢牢掌控匈奴 归根结底 就是每一代 萨满神教 都能诞生五胜级别的强者 而他们音乐宫 则是差上了很多 不是每一代 都能诞生五胜级别的强者 荣笛部落的九个使者 被带到一处偏殿安排居住了下来 等音乐宫的弟子走后 一个使者才开口说道 这音乐宫 你们说会不会出手相助 他们一来 就被音乐宫公主蛊惑 将荣笛部落的情况都说了出来 此刻更是被送到偏殿来 每名其约休息 完全不与他们相伤 别急 现在急也没用 我想音乐宫 是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音乐宫图谋他们荣笛部落已久 完全是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为了对付大卫那尊五圣 他们荣笛部落 甘愿成为这音乐宫的附庸 为的就是音乐神母出手 相比于被大卫灭族 成为音乐宫附庸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不会被灭族 部落能够休养生息 在某以后 次日 荣笛部落的九个使者 才被蓝莹再次召见 荣笛宴乐部使者 参见公主大人 荣笛骑山部使者 参见公主大人 荣笛舍乐部使者 参见公主大人 主委不用多礼 蓝莹坐在上位上 抬了一下手 看起来二十多岁容貌的蓝莹 显得非常年轻 荣资爵士 像是一尊冰青女神 这只是修炼有成 以修为助言而已 这音乐宫公主蓝莹 已然有上百岁的年纪 女子爱美 喜欢以修为助言 面对如此美貌的爵士女子 那些荣笛使者 没有一个敢多看 生怕亵渎了音乐宫公主 被这音乐宫公主当场轰杀 多谢公主大人 蓝莹看着这些荣笛使者 道 诸位是代表荣笛部落前来 那是否能代替 整个荣笛部落 做出决定 一个使者开口回答道 回公主大人 出发之前 部落首领们 就将决定权交给我们 只要圣公能出手 帮我们打退大位 能答应的条件 我们都能答应 蓝莹听后 忍不住暗自点头 看来这荣笛部落的情况 已经非常不容乐观了 要不然也不会这样说 那好 本宫就直说 想要我圣公出手相助 就得成为我音乐宫附庸 我音乐宫拥有设立荣笛部落圣女 册封荣笛大首领的权力 蓝莹当即说道 要掌控荣笛部落 就得掌控荣笛部落的权 选圣女和大首领 这是他与宫里诸位 长老商议的结果 这 九个荣笛使者 互相看了一眼 按照音乐宫公主所言 以后音乐宫 将是荣笛部落的太上皇 怎么 这个条件不答应 蓝莹的声音冰冷 让那九个使者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可以 公主大人 我们答应了 九个使者赶紧说道 实在是卫人大军逼得太狠了 已经打到了舍乐川 龙笛是一尊大宗师定海神针 都死于卫人武圣手上 随时都有灭族的危机 面对如此危机 要么灭族 要么逃走 放弃龙笛祖辈生存的草原 要么成为音乐宫的附庸 找一个强大的靠山 很好 既然如此 你们且回去告诉 你们各部首领 准备大军反攻 我音乐宫神母 会出手对付那卫人武圣 蓝莹满意地点点头 是 公主大人 听到音乐宫神母会出手 九个戎笛 这才满意地点头 答应了音乐宫的条件 请到了音乐神母出手 戎笛使者匆匆返回 将这个消息告诉部落 圣怀安完全没有想到 戎笛部落 已经被他逼迫到了这一步 整个戎笛部落 将士被斩六七十万之巨 加上被俘虏的 被斩杀的牧民 戎笛死在圣怀安部手上的人 已经高达一百多万之巨 无数个小部落被灭 戎笛部落 可谓是伤亡惨重 只能选择 投靠音乐宫 以谋求存亡 回到部落后 如何 音乐宫同意 出手援助 我们了吗 古笛部首领 赶紧询问道 同意了 就是 说吧 音乐宫是不是要我们 戎笛部落 投靠音乐宫 见使者们 有些知无 西枪部首领 开口说道 他们本就早有准备 是的 音乐宫要我们当附庸 然后设立容敌圣女之位 册封大首领 一个使者开口说道 听完后 九大首领沉默 这个结果 他们在做出 向音乐宫求援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了 宫主大人说了 让我们容敌 集结大军 准备出兵 打退卫人大军 音乐神母会出手 对付那卫人武圣 好 集结军队 准备反攻 灭了卫人 替老祖他们报仇 容敌部落 再次集结三十万大军 这是容敌诸部 最后的家底 一旦覆灭 他们容敌部落 可以彻底宣布灭族了 容敌诸部 为了覆灭圣怀安部 可谓是下了血本 扎营舍乐川的圣怀安部 养精蓄锐数日之久 可算是等到了上官朔 临江 萧楚一三人 带领一万五千大军赶来 末将上官朔参见将军 末将临江参见将军 末将萧霸天参见将军 三人纷纷朝圣怀安行军礼 不必多礼 你们可算是赶到了 圣怀安笑道 这下 他布下八万人马 不管是一举踏灭容敌 还是将这么多战利品 都带回去 都不是问题了 三人见到圣怀安激动不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圣怀安带领大军 竟然打到了容敌设乐川 这相当于是带领大军 一路打到了凶谋王庭 这是何等的殊荣 上官兄 你们可算是来了 这下我们可以向容敌发起最后的大战了 一战灭了容敌 攻传万古 周元笑着说道 被周元这么一说 几人更加激动了 将军 何时向容敌发起最后的进攻 上官朔目光灼灼地看着圣怀安 对啊 将军 何时出发灭了容敌 临江内心也澎湃火热 不急 要灭容敌随时都可以 你们长途跋涉 风尘仆仆 先休息一下 圣怀安说道 部下一个个此刻都被覆灭容敌的巨大功勋给冲昏了头脑 恨不得现在就起兵去灭了容敌 看着搅和的百万牛羊 上官朔等人 已经不知道震惊了几次了 这么多牛羊带回去 又是无比丰厚的财富 圣怀安的部下到来 容敌这边 音乐公公主兰营亲自带着几十弟子 两个大宗师长老来到容敌部落 恭迎圣公诸位上 使大驾光临 容敌九大部落首领 弯腰败了下去 这一拜 数百上千年来 容敌部落挺直的腰 一下就弯了下去 容敌部落彻彻底底地沦为音乐公附庸 音乐公毫不费力地就摘取了果实 圣怀安还不知道 他辛苦打残的容敌部落 果实已经被音乐公摘取 军队可集结好 蓝营看着容敌部落的这些首领 询问道 回公主大人 大军已经集结好 只待公主大人一句话 立马可以出发 燕乐部首领恭敬地回答道 好 明月便进军 打退卫人 蓝营满意地点头道 现在容敌部落成为他们圣公附庸 这容敌草原就是他们音乐公的势力地盘 自然是不可能让大卫染指的 是 公主大人 容敌大军开始整军 准备次日就杀向圣怀安部 第二日 圣怀安部刚吃过早饭 事后就飞奔回来禀报 将军 容敌集结了三十万大军 朝我们来了 容敌集结三十万大军 朝我们杀来了 圣怀安诧异 这容敌部落是打算垂死挣扎了吗 现在容敌部落没有了大宗师 不赶紧跑 怎么还敢集结军队主动向他们杀来 这很不符合常理啊 将军 容敌大军杀来了 周元 上官朔等人 一个个神色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看着号战的部下将领 圣怀安一笑 集结军队 准备战斗 本将军倒是要看看 容敌部落有什么底气 敢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 是 将军 部下将军高呼 一个个兴奋地 跑去集结军队去了 很快 除了三千辅军 两千奴仆军 需要照顾战利品 和看管俘虏外 圣怀安部下 加上奴仆军 七万多大军 集结起来 准备迎接容敌大军的到来 七万骑兵列阵 如同一道恐怖的人墙 黑压压一片 等到北方草原上 密密麻麻 奔腾而来的容敌大军接近 圣怀安眉头 皱了一下 他感受到了天地间 有一股绝强的气息 那气息 远远超过了大宗师 他本以为 容敌大军中 那三尊大宗师 是容敌部落的底气 没想到 这容敌部落 竟然请来了一尊武圣 而等暂且勿动 圣怀安说了一句 然后便一下飞上天空 怎么了 看着将军 圣怀安的举动 胡兵周远等人一愣 不明所以 看到圣怀安飞到高空中 容敌大军 也停下了脚步 来了就出来吧 圣怀安的声音响起 淡淡的声音 瞬间传遍天地 下一刻 一道白色的身影 自容敌大军 后方出现 瞬间来到了圣怀安前面 圣怀安目光紧紧地 盯着对面那女子 白衣白发飘媚 仙姿阿娜 四兵学女神 容貌倾城绝世 这是一尊货真价实的武圣 一尊在世女武圣 音乐神母看着圣怀安 声音清冷地道 你不是武圣 不是武圣怎么了 圣怀安淡淡一笑 你走吧 别丢了命 音乐神母清冷地开口说道 哈哈 我得谢谢你吗 圣怀安笑了 这冰冷四仙女的女子 人还怪好嘞 不对 是会死的 音乐神母声音很冷 没有一丝感情 但却又没有一丝的恶意 圣怀安觉得 眼前这个女武圣 好似没有感情的神灵一样 从里到外 都透露着冰冷的气息 正好试试武圣强者 到底有多强 圣怀安战意昂扬 体内血液沸腾起来 似一尊大日 轰炉燃烧 感受到圣怀安身上 爆发出来的致阳之气 音乐神母那 没有一丝表情的脸庞上 终于是出现了一丝变化 接我一拳 圣怀安直接催动大日神拳 轰向音乐神母 体内咆哮的真元血气 爆发出今天的力量 他凝聚恐怖拳翼 打出今天一拳 音乐神母神色恢复了冰冷 洁白如玉的千玉 手臂抬手 手掌间似有无尽冰雪之意凝聚 他一掌打出 宛若漫天飘雪 空气都被凝结冰封 武圣强者出手 已经能够引起天象变化 这种实力 已经达到了普通人 难以揣测的地步了 哼 天空中 那无形的虚空 都在被恐怖的力量撕裂 无数士兵 内心升起无比的惶恐感觉 看着天空中那两道身影 好似神明在大战 圣怀安感受 拳上冰冷刺骨的寒意 这就是五生吗 果然 是与大宗师天差地别 体内斥烈的血液运转 很快拳上那股寒意就消散了 刚才那一掌 即使是大宗师三花圆满的强者来 都要被一掌拍成冰渣子 然而却对圣怀安 没有多大的影响 且不说他那强横无比的体魄 就是单论实力和力量 也无拘于对方 音乐神母看了圣怀安一眼 秀眉微皱 他的手掌上 似炽热的太阳 真火灼烧一般 运转体内真元 才将其压下 眼前这个男子 明明不是五圣 可实力竟然这么强大 接他一掌都毫发无损 大宗师怎么可能 会有如此实力 竟然比肩五圣 难道此人就是戎敌部落 说的那尊大卫五圣 哼 圣怀安没有一丝迟疑 继续以太阳神拳轰来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五圣 如此强大的对手 正好可以让他尽情地战斗 磨砺自己的实力 要不然一路走来 都是碾压敌人对手 圣怀安都没有 好好地尽力战斗过 现在遇到一尊五圣 圣怀安刚好可以全力以赴 看看自己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音乐神母也是 继续出手 他整个人被一层 银白的光芒笼罩 冰冷圣洁 抬手间 就打出了恐怖的力量 空气中出现了一颗颗小冰晶 哄 拳掌相交 致阳与致阴两种力量碰撞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撕裂虚空 圣怀安以大宗师极限 横击一尊五圣 不留余力地出手 大日神拳催动到了极致 像是一轮璀璨的大日 炽热似火的真气滚滚 不断湮灭音乐神母 释放出来的寒冰真意 音乐神母也认真地对待起来 圣怀安的强大 超乎了他的想象 不是五圣 圣似五圣 两人瞬间对战了数十招 高天之上如同打雷 不断爆发出恐怖的响声 两人光芒笼罩 一个似太阳神灵 身上燃烧着熊熊真火 一个白色的光芒 如同冰雪覆盖 高空中的大战 恐怖的力量 让无数人感到惊悚惶恐 那强大无比的力量 足以让山河破碎 让大地军裂 五圣交战 微如神灵 让人惶恐万分 五 五圣 看着高空上如神明般的两人 恐怖的威压 席卷天上地下 不少人眼里满是惊骇之色 五圣轻易都不会见到 都是坐镇一方的无上大人物 而今日 射了川草原上 爆发五圣级别的大战 胡兵 周元 上官朔 萧楚一等人 震惊无比 他们所震惊的是 他们将军圣怀安 此刻竟然在与五圣强者大战 谁能想到啊 不声不响 他们的这位将军大人 竟然比肩五圣啊 不算盗门大宗 整个大卫王朝 也就两尊五圣而已 便可镇压大卫王朝 国运不衰 而现在 圣怀安比肩五圣 成为五圣级别的强者 让他们做梦都不曾想到 家人们 谁造啊 我家将军大人 竟然是五圣级别的无上强者 一众将领 一个个吃惊地 下巴掉在了地上 捡都捡不起来 将 将军 突破五圣了吗 胡兵此刻 说话都有些结巴 将军今年 才十九岁吧 周元此刻 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形容现在的心情了 不到二十岁的五圣 上官说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这是 何等的天资盖世 无上妖孽 才能不到二十岁 修炼到五圣境界 将军瞒得我们好苦啊 王斩愣神 他天天跟在圣怀安身旁 竟然不知道 圣怀安已经修炼到了五圣境界 哈哈 这是好事啊 将军是五圣强者 以后 我们何西军将水涨船高 谁还敢给我们眼色 林江突然大笑起来 他说的确实如此 以后有一尊五圣荡靠山 谁还敢不进他们 此刻周元 上官说 林江三人 内心无比的庆幸 自己当初选择跟圣怀安 跟着圣怀安 说不定他们此生 宗师有望 大宗师也可以想一下 看着高空上 那尊绽放银白色光芒的女五圣 一众将领才知道 为何戎敌部落有勇气 主动集结大军 朝他们杀来 这也不知道是何方强者 戎敌部落 竟然能够找来 如此强大的靠山 看着圣怀安与音乐神母大战 音乐宫的人 一个个眼睛都不眨一下 此战关系到他们音乐宫 是否能掌控戎敌部落 统治这一片草原 哄 高空上 一个智刚智阳 浑身 升腾火焰 四一轮大日 一个冰冷的四一轮脚跃 智阳之力 与智阴智冷之力碰撞 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 不断扩散 崩碎一寸寸虚空 那虚空都像是镜子破碎一样 在两人的力量下 发出咔嚓咔嚓的破碎响声 圣怀安催动大日精神 使用大日神拳 不断进攻 拳如雨落 猛烈而狂暴 而音乐神母 一身实力 达到了五圣初期巅峰 只差一步 就能跨入五圣中期 面对圣怀安那狂风暴雨般的 质扬权益 对他造成的威胁 并不是很大 在他看来 圣怀安空有强大的力量 貌似好像运用的并不熟练 也许是圣怀安 没有真正踏入五圣境界的原因 对于这个境界的力量 掌控的并不是很好 可音乐神母 并没有小看圣怀安 这是一可怕的妖孽 不是五圣 圣似五圣 一旦突破到五圣境界 一身实力 只怕是会飞速蜕变 到时候他遇见 恐怕也要避其锋芒 不过 半炷香的时间 圣怀安就与音乐 神母对战上千招 对于大日神拳的运用 也越来越熟练 两人大战着 偏离了下方的军队 他们之间的力量太过恐怖 他们打出的神威落在地上 便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破坏力很吓人 远离了下方的军队 两人的力量宣泄出来 神光落到地上 便斩出一条巨大的裂缝 或者是将地面打出一个大坑 轰隆 地动山摇 虚空破碎 这便是五圣的力量 一拳一掌 都是山崩地裂 这恐怖的力量 翻山覆海 当时如神灵晨 威势无上 在这个时代 五圣已经站在了 世界的绝颠 如今的圣怀安 已经站到了这个高度 已算是这个世界 最巅峰的人物之一 能与五圣比肩的 也只有道家阳神 那等陆地 真仙之景 看着圣怀安与音乐神母 远离了上空 地面上的人才感受到 那种致命的恐怖感消失 这就是五圣的强大 光是气息 就能压得大宗师喘不过气来 当时说一句再世五圣 如神灵晨都不为过 荣敌部落的那些首领 看着对面的卫人大军 一个个眼里杀鸡盎然 现在正是报仇的好时机 有音乐宫的大宗师在 对方军队 没有了宗师境界以上的强者 他们荣敌部落三十万大军 完全能将对面碾压成肉泥 公主大人 是否发起进攻 灭了对面的卫人大军 祁山部落的首领 看着蓝银开说道 勿要妄动 等神母大人 蓝银声音冰冷地说道 见音乐宫公主不下令进攻 白白放弃如此好的机会 荣敌部落的九个首领 心中满是遗憾 却不敢表现在脸上来 如今沦为附庸 他们只能听命于音乐宫行事 蓝银自然知道 现在是灭了对面大军的好时机 可万一神母大人 不是那位仁武圣的对手 或者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到时候灭了对面军队 被一尊武圣给记恨上了 这可不是音乐宫想要的 只有音乐神母战胜对方 或是将对方击杀 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 灭了对面的大军 否则 对面的军队就不能动 这就是武圣的威慑力 不成武圣 便不能挑衅这个境界的威严 圣怀安体内的血液不断翻涌 似江河般咆哮 滚滚血气如龙 直冲云霄 隔着很远 都能看到一道粗大的血气 贯穿云层 强大无比的力量 不断汹涌而出 一拳接一拳 镇压世间一切 伴随着他对力量的运用 越来越熟练 音乐神母对抗起来 也渐渐吃力 圣怀安一身血气力量 并不弱于他 音乐神母此刻心中很是惊讶 一个大宗师领域的人 竟然能够比肩武圣出气巅峰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音明神掌 音乐神母掌尖 凝聚极致的智音力量 一掌打出 千里冰封 寒气滚滚 镇 圣怀安轻贺 拳上真火缭绕 一拳打出 烈焰神光如浪潮般汹涌而至 将那千里冰封的掌印崩碎 两人之间的战斗力量恐怖 但是一个致阳 一个致阴 谁也奈何不得谁 音乐神母的修为奇高 对寒冰之道的领悟也很深 圣怀安伤不到他 可圣怀安的体魄强大 血气真元致阳 刚好隐隐地克制他 使得他也对对圣怀安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 两人的力量相当 算是势均力敌 就算是打到明天 恐怕也分不出胜负 停手吧 我们谈一谈 你我 谁也奈何不了谁 音乐神母声音清冷地响起 谈什么 圣怀安停权 站立在音乐神母对立面 之所以会停手 圣怀安感受到 对方并未真正地尽全力出手 显然是没有打算与他生死战 阁下天资异禀 踏入五圣境界并无阻碍 我音乐宫并不想得罪阁下这么一尊大敌 音乐神母缓缓地说道 圣怀安眉头一挑 就因为这 不过这音乐宫 没怎么听说过 想来是这某一方强大势力 能拥有五圣的 都不是弱小势力 当然 这个世界也并非只有中原三大王朝 外域地貌也很辽阔 有强大势力 也并不奇怪 见圣怀安并没有继续进攻 音乐神母继续说道 这戎笛草原 距离你们大卫很远 你打下来也没有用 大卫无法治理 到时候 也会被其他民族部落占据 何必出力不讨好 圣怀安看着音乐神母 这个冷得像冰雪女神般的美人 想得怎么会这般简单 就算是他灭了戎笛部落 这片草原无法治理 被其他民族占据 也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慢慢发展起来 再说了 他灭了戎笛部落 可以收获无数的牛羊战马 抓捕无数的奴隶 这些都值得他出手 可对面这个冰雪女神 他怎么有种在骗小孩的感觉 当他是小孩吗 阁下到底想要说什么 圣怀安看着对面这个冰雪美女 我想让你带着部下 退出草原 音乐神母开口说道 啊 阁下觉得肯吗 圣怀冷笑 此女怎么有些傻得单纯 他带着部下 好不容易打到这来 怎么可能说退就退 音乐神母洁白无暇的脸庞上 神色一皱 他无法拿下圣怀安 或者是击败圣怀安 可一旦下死手 对方走脱 得罪了这么一尊大敌 等圣怀安真正突破五胜 只怕到时候他便不是对手了 这样会对音乐宫带来巨大的威胁 这也是音乐神母停手 想要让圣怀安带领部下 退出草原 若是为了戎笛部落 招惹上圣怀安这么一尊大敌 并不划算 可是就此放弃 戎笛部落又不符合音乐宫利益 你要如何才肯带着部下 退出草原 音乐神母开口询问道 圣怀安看着对方那清澈的眼神 分不清这人是真傻还是假傻 但是能看得出来 对方是真的想谈判 他在心中思索一下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只能与此人打成平手 想要打败对方或者击杀对方 只有真正突破到五胜境界 现在看来 戎笛部落是投靠了这什么音乐宫 有这么音 尊武圣作为靠山 倒是不好彻底覆灭戎笛部落 况且子女说得不错 这戎笛草原 就算打下来 大卫还真无法治理 且不说旁边的匈奴部落 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戎笛部落草原 落在大卫手上 而现在停手 只是少收获杀戮职 看着圣怀安思索的模样 音乐神母就这样看着 并没有动作 他相信 圣怀安会选择谈判 圣怀安看着眼前 眼神清澈的冰雪美人 倒是可以谈一下 索取好处 要谈也可以 但是 圣怀安停顿了一下 看着音乐神母 有什么条件请说 能答应的 我可以答应你 音乐神母声音清冷 像是一个久不设时的小姑娘 圣怀安嘴角一笑 好 我要戎笛部落 赔付我大卫战马 五十万匹 牛羊个两百万 这是作为戎笛部落 战败的赔偿 音乐神母没多想 便点点头道 好 左右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还有 圣怀安继续开口 请说 自从以后 单速沙漠以南 那墨兰草原 便是我大卫的领土 宁乐宫 要约束戎笛部落 禁止戎笛部落 南下入侵 否则到时候 我会再起兵 彻底覆灭戎笛部落 圣怀安说道 音乐神母想了想 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 便开口答应了 好 我答应了 行 你且回去 让戎笛部落 陪赴战马牛羊 我便带领部下 退出戎笛草原 圣怀安点点头 音乐神母见圣怀安同意 退出草原 便无意再战 然后收敛身上的神光 转身便朝戎笛大军而去 圣怀安一笑 收敛身上的气势神光 也是飞回军中 见两人霸占了 没能打出输赢 戎笛这边 那些首领 很是遗憾 将军 你没事吧 胡兵等人 看着圣怀安 关心地问道 圣怀安一笑 无事 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那这还打吗 众人看着圣怀安 只要圣怀安一声令下 他们便策马冲锋 杀向荣敌大军 圣怀安摇摇头 对方投靠了 那什么音乐功 有那尊武圣在 我们不好拿下 荣敌部落了 众人惋惜 没能彻底一战 打灭荣敌部落 灭了荣敌部落 这可是无上军功 也怪他们实力低 要是他们 能拥有大宗师的实力 刚才他们也不会干看着 必然杀向荣敌大军 圣怀安一旦被牵制 他们的战斗力 就断崖式下降 对面荣敌部落的宗师强者 他们都对付不了 这也是圣怀安 不想打下去的原因 一旦他被牵制住了 荣敌大军发起冲锋 他部下的士兵 便会全军覆灭 所有的优势 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不想辛苦 培养起来的军队折损在这 要撤退吗 萧楚一开口询问道 没能进行大决战 他也感到非常的惋惜 等一会 要等战争赔款到了 我们再撤退 圣怀安笑着说道 那冰雪美人真好说话 他漫天要价 都不还一下价格就答应了 荣敌部落只怕是要气得吐血 音乐神母来到荣敌部落大军中 将音乐公公主蓝莹叫来 神母 蓝莹欠身行礼 那人我没能拿下 他与我势均力敌 不过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和他谈判过了 他同意带领部下推出草原 音乐神母清冷地开口说道 对方真的同意 退出草原 蓝莹神色一喜 这样的话 就不用继续大战 不费一兵一卒 也不用得罪大卫那尊武圣强者 拿下荣敌草原 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没想到竟然还真成了 他要求荣敌部落 赔付五十万战马 牛羊各两百万 以后宿丹沙漠以南 墨兰草原属于大卫 音乐神母说道 蓝莹愣了一下 五十万匹战马 牛羊各两百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虽然条件不是非常苛刻 但是这也 怎么了 不行 看蓝莹愣神 音乐神母秀眉微皱 行行 必须行 蓝莹赶紧说道 他们音乐宗的老祖宗 都答应了大卫武圣 不行也得行啊 只是苦了荣敌部落 谁让他们音乐宫这尊老祖 只知道修行 基本上没有出过音乐宫 不懂事事 轻易答应了这个条件 嗯 如此就好 下去吧 让荣敌部落 尽快赔赴牛羊战马 好让那些卫军退出草原 音乐神母说道 是 神母 蓝莹退出来后 便来到荣敌大军营帐 蓝巫等音乐宫人都在 荣敌部落九尊首领也在 宫 主大人 神母大人怎么说 燕乐部首领赶紧询问道 眼下卫人大军就在对面 是否要发起大战 灭了大卫士兵 神母说休战了 神母与大卫武圣谈判 让荣敌部落赔赴五十万匹战马 牛羊各两百万 从此以后 苏丹沙漠以南的墨兰草原 属于大卫 蓝莹说道 这一切 只能让荣敌部落来承受了 什么 九大部落首领 一个个大惊失色 脸色无比难看 怎么 你们要违抗神母命令 蓝莹目光冰冷地看着九人 身上的大宗师威压 在营帐内弥漫 不敢 不敢 九个首领赶紧说道 他们心中无比的苦涩 失去了部落大宗师 他们荣敌部落 已经成为了 可以随意拿捏的羔羊 以前殷月宫不愿意动墙 是因为他们荣敌部落 十几尊大宗师 在前面挡着 现在没有大宗师 他们连殷殷月宫大宗师的威压 都挡不住 不敢就好 记住 现在等乃我殷月宫附庸 神母的命令 谁敢违抗 就是死 蓝莹声音冰冷 传入九个首领耳中 是 我等紧急公主大人的话 行了 殷月宫公主蓝莹挥了挥手 荣敌部落九大首领走出营帐 心中无比的苦涩 现在的他们 只能忍耐了 这就是沦为附庸的下场 行了 别沮丧着脸了 总比好过灭族 西枪部落的首领开口说道 显然已经认命 不认命 又能如何呢 现在殷月宫 卫军 都有实力 灭了他们荣敌部落 走吧 去让各部落 筹起牛羊战马 分摊一下 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骑山部落首领说道 语气中满是无奈 诸位 别沮丧 我们荣敌部落 只不过是元气大伤而已 且等待百年 百年后 我荣敌部落 必将能再次繁荣起来 是啊 好过灭族 丢弃草原西桃 舍乐部落首领 落寞地说道 曾几何时 荣敌部落 风光无限好 只要诞生一尊五圣 就能一统荣敌草原 与凶母掰掰手腕 届时 荣敌部落 将无惧凶母和大位 可 一个圣淮安义军突起 打灭了他们 荣敌部落 几百年的积累发展 现在 沦为音乐宫的附庸 还未达到辉煌 就已经走向了落幕 草原三大霸主 荣敌部 自此走向哲戟 九人接受了这个事实 便去通知各个部落 将牛羊绸骑吧 那么多牛羊战马 他们荣敌诸多部落 绸一绸 虽然伤筋动骨 但是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圣淮安是真的很 牛羊战马 本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根本 两百万头羊 两百万头牛 五十万匹战马 这需要多久时间的发展 荣敌部落才能够恢复过来 更别提圣淮安部连番扫荡 负面 抢夺了他们荣敌部落 多少牛羊战马 这一战 直接是打断了 荣敌部落的脊梁 荣敌部落 去筹集战马牛羊 圣淮安部 此刻却是防范起来 主要是怕荣敌部落 狗急跳墙 任何时候 都得保持谨慎 可以骄傲 可以锋芒毕露 但必须时刻保持一颗警惕的心 若是那音乐宫反悔 悍然发起进攻 他固然无惧 可他的这些部下 便会有覆灭之灾 荣敌部落大军中有宗师 更有三道大宗师的气息 将军 你在看什么 胡兵询问道 圣淮安此刻 目光一直在望 向荣敌大军方向 你说 有朝一日 这北方草原 都是我们的牧场 到那时会有多风光 圣淮安与其平淡地说道 胡兵瞬间感觉 直冲天灵 这个目标 也太过伟大感想了 整个草原都收作牧场 那得一举压服戎敌 匈奴 鲜卑三大草原霸主 几千年来 都不曾有人 一举镇压整个草原 非是武力不行 草原是游牧民族 而中原 主农耕 想要镇压草原 就得迁移中原之民入草原 可中原之民不善牧 草原不适合种植 这其中的差异 导致了几千年来 中原王朝 都是打败草原游牧民族 而无法征服草原 见胡兵不说话 盛淮安便知道 这个问题 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想过 而胡兵 则是被盛淮安 这个伟大的目标 给震撼到了 镇压整个草原 当作牧场 真的能够做到吗 盛淮安等人 在等待着 荣敌部落的赔款 荣敌部落 一片愁容惨淡 但最终 还是给酬齐了 两百万只羊 两百万头牛 五十万匹战马 这差点将整个 荣敌部落 最后的底蕴抽干 七天后 战争赔款交接 是蓝武这尊 音乐宫大宗师主持的 当然 你要的牛羊战马 都筹齐了 蓝武如此近距离地 看着盛淮安 给他的第一感觉 太年轻了 这世间 有这么年轻的五胜吗 虽然境界 达到五胜境界 可以做到控制血气 反老还童 但盛淮安身上 完全感受不到 一丝岁月的痕迹 站在盛淮安身后的 胡兵 周元 萧楚一等人 看着那密密麻麻 数不清的战马牛羊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盛淮安说的战争赔款 是这么多牛羊战马 那数量 绝对不会低下 于数百万之巨啊 将军 你跟荣敌 要了这么多牛羊战马 胡兵嘴皮子 都有些颤抖 草原上 看不到头的牛羊群 和战马 目之所及 数都数不过来 黑压压一大片 看不到尽头 有问题吗 盛淮安眉头一挑 这些部下将领 真是没出息 要不是怕戎敌部落 拿不出来 他还想要更多 去接收战利品吧 带着战利品 我们该回去了 盛淮安没有回头 他目光落在兰武身上 好一个风韵美人 真是遇得不行 面对上盛淮安的目光 兰武不敢直视 有些闪躲 这可是一尊武圣级别的强者 是 将军 胡兵 周元等人 欣喜地带着士兵 去接收牛羊 战马 这么多牛羊 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加上他们抢的牛羊战马 此行征战草原的收获 简直是太丰厚了 部下士兵 将战马 牛羊 都接收赶回来 盛淮安笑着对兰武说道 战利品我们已经收到 会马上离开 记得我 与你们音乐宫的约定 管好戎敌部落 若是他们敢南下 下一次我再来 可就不是那么好说好了 是 大人 一定 兰武赶紧说道 大宗师在盛淮安面前 都得放下姿态 不敢有丝毫的造词 去让奴仆军 驱赶牛羊 你们牵好战马 启程回去 盛淮安对部下说道 是 将军 带上五六百万牛羊和战马 俘虏 大军浩浩荡荡地 开始返回 加上之前送回去的一批 战马牛羊 和之前 缴获的先游部战马牛羊 盛淮安部 现在已经拥有战马 和牛羊 近千万之举 这个收获 巨大无比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看着大卫军队走了 龙敌部落九大首领 一个个目光呆滞 内心憋屈 不甘 可谓是五味杂陈 又似解脱般地 输了一口气 魏军可算是走了 悬在戎敌部落 头顶的刀 随着魏军的退走 终于是消失 他们 保全了族人部落 没有被灭族 打到舍勒川 差点将戎敌 打得灭族 然后带着那么多战利品 返回的人 千年来 只有盛淮安一人 这是无上殊荣 盛淮安的名字 注定要名传千古 为后世人所称赞 武城将军 盛将军他们 什么时候回来啊 韩燕燃看着 武城巡问道 过了刚来草原时的 新鲜感后 韩燕燃又觉得有些无聊 这里 只能骑马在草原上逛 欣赏草原抑郁风光 可是没人陪他聊天啊 在宫里 他还能和宫女们聊天 然后侍奉女帝 这草原上 很是荒凉 除了草 就是牛羊战马 远远不如落金繁华 韩上时 这我也不知道 圣将军他们征战戎敌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凯旋归来呢 武城回答道 他确实是不知道啊 现在他就监督俘虏干活 加快修建城池 这个差事 他也不想接 他也想跟着圣淮安 去征战荣敌 驰骋草原 快点 快点 磨磨蹭蹭 找死不成 武城部下 监督着荣敌俘虏 但凡有干活慢的 就是皮鞭上身 战败者 沦为俘虏奴隶 便意味着失去了人权 那些俘虏 一个个眼神麻木 失去了生机 韩燕燃看着一点点 建设的河西郡城 这片土地 失去了百年 如今终于是被收复 这些 都将成为女帝 在位期间的功勋 作为女帝的贴身侍女 他也为女帝感到高兴 这位圣将军 可是真的一高人胆大 带着几万军队 就敢去攻打 整个戎敌部落 韩燕燃现在 是对圣淮安 越来越好奇了 这到底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草原上 芳草樱绿 野花绽放芳香 入木之所及 一片绿荫 充满了生机 在四眼 七月的墨北草原 芳草七美 这广袤的草原上 不见了曾经成群的牛羊 也失去了弹奏 马头琴的牧名 一场战火 让戎敌部落 尝尽了战争的痛苦 曾几何时 他们才是入侵的一方 而现在 被入侵的痛苦 转移到了他们的头上来 驾 战马奔腾思鸣 浩浩荡荡 圣淮安部 带着无数战利品和俘虏 再往南走 带着五六百万之巨的 牛羊战马 行军速度大大的放缓了 回城的路上 所有士兵都带着喜悦 此战后 他们的军功 能领到不少的丹药 银子 丹药可用来修炼 增加修为 银子可以寄回家去 给家里购买几亩粮田 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 牛也能分到一头 送回家去 当作耕种劳力 不少将士 都是说说笑笑的 很是高兴 对未来充满叛头 将军 你说我们收复河西草原 战报送上去那么久了 朝廷给我们的封赏 什么时候到 胡兵现在 是非常的期待 他们收复河西郡 北极戎笛 打到舍乐川 又占据了 苏丹沙漠以南的 墨兰草原 墨兰草原 是比河西草原 大四五倍的一大片草原 如此也算是开疆扩土了 这般颇天功劳 他们在想 朝廷会怎样封赏 回去不就知道了 想来应该也快了吧 盛淮安也有一丝期待 看看朝廷能有什么封赏 大军带着战利品 缓慢难行 嗯 盛淮安眉头一挑 看着远处草原湖边 那如蓝宝石般 镶嵌在草原上的小湖泊 湖边野花绽放 黄花 红花交辉相应 一道白衣茜影 坐在湖边 摘着野花编织花环 怎么了 将军 王斩询问道 他跟在盛淮安身旁 自然是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盛淮安的变化 盛淮安没有说话 王斩顺着 盛淮安的目光望过去 瞬间变了脸色 前方那湖边 那道白衣茜影 不正是 那什么音乐宫的 那位武圣强者吗 此人怎么会在这 很快 盛淮安部下 也发现了音乐神母 上官朔和周元跑过来 将军 那人不会是反悔了 来找茬的吧 盛淮安摇摇头 不知道 过去看看 几个部下将领 跟着盛淮安 策马过去 来到小湖泊边 阁下是在这等我 盛淮安开口道 看着坐在湖边摘取花朵 编织花环的音乐神母 此人是他遇到的这个世界 第一个武圣强者 此人也许奈何不了他 但是若是 对他部下出手 他部下的士兵 能被轻易抹杀 音乐神母抬头 看向盛淮安 威风扶来 吹起他两兵的白发 那绝美无瑕的脸庞 让胡冰 周元等人失神 没 这是他们的第一念头 此人美若冰雪女神 不似凡尘之让 倒向是九天之上的女贤 嗯 我就是在等你 莱茵说 我被你骗了 音乐神母 请冷冷地点头说道 他回去后 兰茵才告诉他 其实不用赔偿 那么多东西 盛淮安等人 自己会退出草原的 怎么 你后悔了 盛淮安暗自戒备起来 要是突然动手 搞不好胡冰等人 会被误伤 被五圣级别的力量抹杀 没有 音乐神母摇摇头道 他将编织好的 花环戴在头上 好看吗 看着音乐神母的这番举动 盛淮安迷糊了 这人是要干嘛 而胡冰等人 直接是被迷住 看傻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貌若惊鸿的女子 嗯 好看 盛淮安点点头 此女 确实很美 但是盛淮安 却不会像胡冰等人那样 被其容貌给迷惑 她的神魂 修炼神魔观 异常地强大 心智无比地坚定 谢谢 我想跟你去中原看看 兰茵的丫头说 我一直闭关修炼 修为不得寸进 也许需要去 外面走走看看 说不定就悟到突破了 音乐神母眼神清澈地说道 她自小被师父收进宫门 除了音乐宫周围 基本上没有出去过 近三百年时间 都是在天鹰山上宫里修炼 因此 她的心性很纯真 这也是兰茵说 为什么被盛淮安骗了的原因 设事不深 不懂人心的复杂 荣敌部落身后出现五圣势力撑腰 大卫军队必然是要退走的 就算是荣敌部落死不赔偿 圣怀安不将修为提升到 真正的五圣境界 还真拿荣敌部落没办法 而为什么要跟圣怀安去呢 她不认识其他人 就与圣怀安交过手 圣怀安率领大军南下返回中原 故而她便在这里等圣怀安 你要跟我去中原 圣怀安眼神古怪至极 此人是什么脑回落啊 他们貌似是敌对势力吧 两人不大打出手就算是好的了 这音乐神母竟然还要跟她去中原 不会是在山上修炼傻了 纯白如纸吧 怎么不可以吗 你不会突然对我出手吧 圣怀安问道 音乐神母不明白圣怀安的意思 为什么要对你出手 我们不是和谈了吗 圣怀安 好吧 是她想多了 真是够单纯 和谈了就不可以反悔吗 就算是签订条约都还可以撕毁呢 嗯 那好吧 圣怀安点头同意了 暂且休整了一回 大军继续启程 可以给我一匹马吗 音乐神母开口说道 可以 圣怀安让部下 牵了一匹白马来 给音乐神母 谢谢 我叫子西 师父给我取的名字 你呢 音乐神母似乎并不会笑 脸上没有任何情绪 轻轻冷冷 我叫圣怀安 圣怀安回答道 圣怀安 然后便沉默了 胡冰等人 目光时不时地 落在音乐神母身上 大军中突然多出一个冰雪女神 还是一尊武圣 他们怎么可能按捺得住 好奇的心 就算是不为别的 看一眼音乐神母 都能让他们感到 心深愉悦 毕竟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身为一个男人 一个绝世美女 在眼前 怎么可能忍住不去看 梁九 音乐神母开口 他们干嘛都看着我 圣怀安额头上浮现一丝黑线 这帮LSP 真是不怕死 这可是一尊武圣 惹恼了对方 一巴掌 就被拍死了 他们啊 崇拜你 这天下 女武圣 貌似还没有听说过 圣怀安胡说八道 哦 然后音乐神母 便不去再议 胡冰等人 这才不敢频频偷看 他们心中冷汗直流 这武圣境界的强者 感知太敏锐了 傍晚 大军又停下来休息 晚上 吃的是烤羊肉 一次烤了十几万头羊 营地里火光灿烂 羊 肉飘香 圣怀安将烤得金黄的烤羊腿 给音乐神母 仔细仙子 吃晚餐了 音乐神母摇摇头 我不需要吃普通食物 只见他拿出一枚丹药来 说道 我吃这个 补充精气 圣怀安默不作声地 将羊腿收回来 好吧 果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是他肤浅了 圣怀安只能感叹 不愧是五圣级别的势力出来的 平日里 都是拿丹药补充精气 那像他 吭哧吭哧地啃起了羊腿 看来 他还是穷啊 都不能将丹药 当糖豆子吃 算什么富有呢 音乐神母看着众人 都吃得很香 他忍不住秀眉微皱 这真的很好吃吗 他以前 都是吃灵药 或者药膳 来补充精气 繁俗普通食物 还真没有怎么吃过 很好吃吗 音乐神母开口询问道 啊 圣怀安抬头看着音乐神母 然后说道 还行吧 调料少 味道上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毕竟少了花椒 胡椒 辣椒 孜然 音乐神母不再说话 静静地坐在草原上 总是抬头看向夜空 夜空中繁星璀璨 你在看什么 圣怀安见音乐神母 看得那么专注 便询问道 看天 圣怀安 好一个看天 这冰冷女神 看来冰冷是有道理的 深夜 回到帐篷里 圣怀安看来一下石海中的金色光幕 姓名 圣怀安 种族 人族 境界 大宗师极限 加 阴神极限 加 功法 大日新京 大城 太史道典 大城 天剑诀 大城 神魔罐 加 焦莽吞西术 可推演 烈焰天道诀 可推演 霸王枪法 大城 可推演 力量 20万4800斤 天赋 神剑手 杀戮值 商城 空间 千年人参 6支 千年灵支 13朵 扫荡荣迪部落 让他的杀戮值 累积增长到了51万 最后若不是音乐宫插手 使得荣迪部落逃过一劫 圣怀安现在的杀戮值 估计得增长到80万网上 暂时不提升修为 修炼的功法和秘书等 也都提升到目前够用的阶段 圣怀安便在天星老牛逼的空间戒指里翻找起来 看看有什么典籍秘书 不得不说 那天星老牛鼻子还是个宋财童子 在空间戒指中 圣怀安找到了几块玄铁矿 三块玄铁赤金 圣怀安打算等突破到五圣境界 便开始打造武器 倒数典籍有不少 圣怀安在一堆的书籍中翻到了一本炼丹手闸 一直没顾得上整理天星老道的空间戒指 里面好东西倒是不少 然后圣怀安拿起炼丹手闸看了起来 他想尝试着炼丹 部下太多人等着嗷嗷待哺 依靠从丹宗购买丹药 完全跟不上消耗 圣怀安本就是到家阴神极限 学会炼丹便可开炉炼制丹药 阅览完炼丹手闸后 圣怀安十海中的金色光幕上 多出了一栏炼丹术 圣怀安一喜 本以为要自己慢慢去参悟 没想到金手指直接收录可加点提升 不愧是T1版本 就是强悍 圣怀安当即加点 消耗杀戮值提升 100点杀戮值 铺灵消耗不见 然后大量的炼丹知识和经验 涌入脑海中 圣怀安像是炼了两年半的丹药 炼丹术直接成就一截炼丹师 难以掩饰的高兴 圣怀安继续加点 1000杀戮值瞬间消耗 现在他身上的杀戮值多得可怕 完全可以将炼丹术提升上来 消耗了1000杀戮值 圣怀安将炼丹术提升到了2阶 1万 2万 3万 将炼丹术提升到了5阶 就无法再继续提升了 那手闸上只记载了1道5阶的炼丹心得与经验 消耗61100点杀戮值 将炼丹术提升到5阶炼丹师 圣怀安欣喜不已 要不是身上没有炼丹炉 灵药也不够 圣怀安都想立马炼一炉丹药来过过手艺 圣怀安部大军带着几百万牛羊 战马和俘虏 走了半个月才回到河西草原 将军凯旋回来了 将军凯旋回来了 在外围警戒的赤后 飞奔回来大喊道 将军回来了 武成一愣丢下手中的马鞭就跑 圣将军凯旋归来了 韩燕燃掀开帐篷 从帐篷中出来 走迎接将军去 池天生带着训练的一千重甲铁骑 浩浩荡荡的前去迎接圣怀安 圣怀安凯旋回来 他部下的将士一个个激动不已 除了看守俘虏 奴隶工作的士兵 其他人都纷纷前去迎接 韩燕燃 武成等人看到草原上自北而来 浩浩荡荡的大军 惊奇招展 长风烈烈 那雄魂的气势扑面而来 让韩燕燃感到一种窒息的压制 这是一支铁蟹强军 恭迎将军凯旋 武成阵臂高呼 恭迎将军凯旋 恭迎将军凯旋归来 留守的将士们高呼着 浩荡的声势传出去很远很远 圣怀安率领部下 策马而来 铁甲寒光 气势无双 圣怀安身上那聘逆天下的气势 令韩燕燃忍不住心神激荡 好鹦鹉的一个少年将军 那鹦鹉的气概 天下谁敌手 遇 圣怀安勒马 他坐下白色战马跃起 前蹄踏空 发出嘶鸣 红袍银甲少年狼 仙衣怒骂 踏敌狂 那英俊帅气的脸庞上 满是刚毅 气质非凡 恭迎将军凯旋归来 武成激动地说道 圣怀安可算是回来了 圣怀安回来 他便又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万圣 圣怀安高举手中银枪 身后部下将士高呼 万圣 万圣 那恢弘的气势 让韩燕燃心神 都跟着激荡起来 自此以后 圣怀安 才是这片草原的霸主 很快 武成 韩燕燃就愣住了 那草原上 密密麻麻 看不到尽头的牛羊 战马 黑压压一片 好多牛羊肉 池天生忍不住流口水 将军 那些都是带回来的战利品 武成忍不住问道 不错 那些都是我们缴获的牛羊和战马 你带领人去帮忙接收一下 圣怀安笑着说道 这得是多少啊 韩燕燃忍不住惊叹 圣怀安看着韩燕燃 很是陌生 便忍不住问道 这是谁啊 回将军 他是陛下派来的使者 说是来犒劳我们和西军的 武成回答道 京城来的人 圣将军 我乃陛下侍女韩燕燃 受陛下所托 前来和西军犒劳和西军 韩燕燃大大方方地说道 原来是韩上使 圣怀安点点头 此战我不打到舍勒川 几乎打灭整个戎敌部落 缴获牛羊 战马数百万之巨 斩杀戎敌将士五十多万 自此以后 苏丹沙漠以南的墨兰草原 也归我大魏 归我和西草原 圣怀安高声说道 既然是女帝的侍女 圣怀安便将此战的战况说出来 好让此女尚输给女帝 听到圣怀安的话 韩燕燃整个人都被镇住了 打到舍勒川 那可是戎敌部落 最北端的草原了 不说大魏 就连前朝 都没有人打到 射了川去 可现在圣怀安 不仅打到射了川去 还差点灭了整个戎敌部落 如此辉煌耀眼的战绩 只怕是千年 都没有人能做得到 看着那数不尽的牛羊战马 还有那么多俘虏 韩燕燃不相信 都不行 从今以后 墨兰草原 也化入大魏的疆土范围 这可是开疆阔土之功 韩燕燃此刻 都不知道战报送到女帝手里 女帝会怎样的震惊 反正 此刻他是被圣怀安 这恐怖的战绩 给震惊到了 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将军攻传千古 名震天下 韩燕燃赞叹道 这种恐怖的战绩 完全足够圣怀安封侯了 大魏王朝 只有五圣 才可封王 否则 圣怀安能封王 他看着圣怀安那年轻的脸庞 太年轻了 大魏若是出了一尊 如此年轻的王侯 必将名扬天下 说笑了 这点军攻 哪里能够名传千古 圣怀安摇摇头 若是当真灭了 戎敌部落倒是差不多 武城 那三十多万俘虏 就交给你了 妇如去牧羊放牛 其他的 都敢去修建城池 要尽快将城池修建好 圣怀安对武城说道 是 将军 我定会 尽快将城池修建好 武城领命 满是残垣断壁的城池遗址 已经清理出来 开山凿石 伐木取材 这么多俘虏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将城池给建立起来 几百万的牛羊 战马 这都是他们 和西军的财富 将牛羊 战马养好 也能带来 非常可观的收益 这么多牛羊 圣怀安心里 自然有着规划 自然是不能全部拿来 当肉食军粮给吃了 晚上举行庆功宴 回到大本营 圣怀安便举行一次庆功宴 如今 这片草原上 除了匈奴 已然没有对手强敌 圣怀安部 也不怕被人来打 庆功 庆功 部下将领 一个个高兴不已 在草原上 征战戎敌 打了胜仗 也无法庆祝 现在回来 终于是可以庆祝了 是不是我们的肖将军吗 近来可好 韩燕燃来到肖楚一身旁 笑着说道 很不错 征战草原 马上杀敌 肆意驰骋 好不痛快 肖楚一笑着说道 他本就出生五 将世家 对于带兵打仗 领军作战 本就很向往 韩燕燃看得出来 肖楚一 是真的很喜欢这种生活 怎么样 陛下近来可好 肖楚一看着韩燕燃道 陛下每日都很忙 处理朝政 应付大臣 韩燕燃说道 两人许久不见 便高兴地聊起来 恍然间 韩燕燃看到一个白衣倩影 那人是谁 韩燕燃这才注意到 音乐神母 如此绝美的女子 跟在大军中 不注意 竟然还发现不了 那是音乐宫的音乐神母 武圣强者 肖楚一谨慎地说道 一尊女武圣 肖楚一面对音乐神母 都感到相形见处 自愧不如 并不是所有的大宗师 都能够突破到武圣境界 一百个大宗师 有一个能够突破到武圣境界 便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很多大宗师 一辈子都指不于大宗师之境界 而天下剑 能突破到大宗师的女武圣 就更少了 音乐宫 那个极北之地的大宗门 他堂堂一尊武圣 怎么会跟着圣将军 韩燕燃皱眉 不管是容貌 还是修为 都堪称绝世 可如此一尊绝世的人物 怎么会跑到大卫军中来 这我哪知道 肖楚一谈也不清楚 为什么这尊大人物 会跑来跟着圣淮安 虽然他知道这音乐神母 必然有所图 这是来自于女生的直觉 可他又怎么会猜得 透一尊武圣的心思 傍晚 韩燕燃写了一封奏折 让人快马加鞭 八百里加急 给送到京城里去 晚上 军营里沙羊宰牛庆祝 当然 俘虏就只能吃一点的食物 保证饿不死 还想吃肉是不可能的了 奴仆君吃的 也是普通食物 圣淮安不可能大鱼大肉的 给奴仆君提供伙食 草原上 牛羊肉飘香 星光灿烂 军营里火光耀耀 嘹亮的歌声在黑夜中回响 举杯庆祝我军大圣 圣淮安高举酒杯大声道 一众将士 纷纷举起酒杯高呼 万圣 万圣 痛饮 今日 等喝个痛快 圣淮安大声道 好 将军万岁 将士们高声 雀跃欢呼着 今日圣淮安放开了让他们喝酒 简直是少见 这还不得喝个高兴 将士们喝的是西风烈 韩燕燃和萧楚一两人 喝的是绿椅 两人坐在一起 看着圣淮安与部下将士同意 士族同乐 这酒很好喝吗 看着圣淮安等人 痛快地畅饮 音乐神母 好奇地问道 他还从未喝过酒 只觉得酒味很香 尝尝 看看你喜不喜欢喝 圣淮安拿起一坛绿椅 递给音乐神母 女生相对于来说 比较喜欢喝绿椅 这些天了解下来 圣淮安确定 这是一个在山上修炼 把自己修傻了的老女孩 近三百来岁了 对凡沉间的事 一点都不了解 单纯的像是一个傻子 音乐神母 没有拒绝 接过酒坛子 打开酒盖 嗅了一下 有点清香 浅尝了一口 他觉得 这酒清香醇厚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是很好喝啊 还不如灵药熬的药膳好喝 音乐神母眼神清澈地说道 那灵动的眼神仿佛再说 这也不是什么穷将欲落啊 你们怎么非常享受的样子 圣淮安心累 这真是 不识人间烟火 一点情调都不懂 修炼把脑袋修修斗了 将军 可有诗词助酒性 胡斌高声说道 对啊 将军 来守诗词助助酒性 部下将领 纷纷起哄 圣淮安诗词一绝 让他们想着 要成淮安做守诗词 此刻气氛正浓厚 圣淮安也来了兴趣 本将军 就高歌一诗 让你们开开眼 圣淮安当即 站了起来 好 部下将领士兵 纷纷欢呼 酒性上来 军营里 此刻热闹不已 韩燕燃看着 成淮安要做诗 眼神瞬间 就亮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 看着圣淮安 他本就极其 喜欢成淮安的诗词 借着酒性 圣淮安思考了一下要抄 呸 是借鉴哪一首诗词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首 葡萄梅酒夜光碑 寓饮琵琶马上催 前一句 众人都还不觉得怎么 他们现在 喝的是西风炼 不是葡萄美酒 也无夜光碑 更没有虎女蛋 奏琵琶上午 因此 重僵士的代入并不深 直到下一句出来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圣淮安洪亮的话语一落 诸将士 瞬间就头皮炸了 好诗 将军好牛逼 粗犷大汉 池天生 只回到一句好牛逼 这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好诗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周元 武成 上官朔等人 只觉得 这首诗 就是为他们量身而做的 再照应前面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碑 欲饮琵琶马上催 此刻他们 是深深地带入境区 他们也想享受生活 饮葡萄美酒 赏琵琶虎舞 怎奈何战马催得急促 战鼓连连响彻天地 那抛头颅 洒热血的战场 等着他们驰骋 当痛饮 来 痛饮 还是将军高材 罪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可谓是作词到我们心砍上了 来来来 今夜大醉 天作备 地围床 周元 武成 上官朔等人 回想着驰骋江场 这十几二十载岁月 此刻眼神迷糊了 似有泪光在闪烁 看着圣怀安娜英姿 潇洒的模样 当真是失财无双 红袍银甲 书生意气 挥斥方求 这谁抵抗得了啊 韩燕燃直接看得迷糊了 眼里似乎都在冒小星星 仿佛化身迷媚 不仅是韩燕燃 就是萧楚衣 此刻看圣怀安的眼神 也是差点能拉丝了 英雄豪迈 书生意气 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这简直就是毒药 亲眼目睹 圣怀安横击武圣 气概无双的英姿模样 此刻又现场看圣怀安失财喷涌 这天下间 在他眼里 已然无人可比拟 京城那些贵幻子弟 皇室皇子 没有一个人 有些不待见他 可抵挡不住他自心里的崇拜 除了他爷爷父亲 他的心里 生起了对圣怀安的崇拜之情 韩燕燃当即起身 你干嘛 看着韩燕燃站了起来 萧楚衣问道 本姑娘要去献武一曲 萧楚衣呆呆地看着韩燕燃 这死妮子是要干嘛 韩燕燃走来了 开口道 圣将军 诸位将军 燕燃不才 愿为诸位将军献武一曲 不知可否 韩燕燃吟一笑 似娇艳的花朵 明艳动人 好 请燕燃姑娘 为大家舞一曲 大家鼓掌欢迎 圣怀安愣了一下 当即笑着鼓掌 好 将士们高呼 一个个兴奋激动不已 饮不了葡萄美酒 看不了琵琶糊舞 那就喝西风烈 赏中原舞曲 韩燕燃唱着歌谣 声音清脆 宛若天籁 舞秀一起 刹那间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月光照耀下 让韩燕燃的舞姿 美轮美奂 让人赏心悦目 如月下摇台 仙子起舞 加上韩燕燃那美貌的容颜 不少将士 都看待了 好美 唐云山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太美了 海大河痴痴地说道 一曲舞弊 众人才缓缓回过神来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大家说 燕燃上使的舞姿 美不美 圣怀安笑着高声道 美 军营里 欢呼声响彻黑夜 谢谢圣将军夸奖 韩燕燃那无暇的 脸颊微红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这是圣怀安 对他的赞美吗 一夜狂欢 将士们放开了 哼 一个个喝醉了 耳畔还一袭传来站 古马名声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战争 活下来的人 都是幸运 此刻他们无比地放松 一个个就这样 躺在地上 睡得正香 圣怀安坐在火堆旁 他并没有喝醉 现在这酒 还喝不醉他 此次北征戎敌 他部下的将士 也有不少 长眠在了草原上 那些将士 再也回不来了 战争 怎么可能会不死人呢 今晚 就让他来给部下 将士们守夜吧 让这些跟着 他征战的将士 好好地睡一觉 音乐神母子西 看着城淮安和部下狂欢 饮酒作乐 他不明白 这就是圣怀安生活的意义吗 这种情感 他很难共鸣 也许是修炼功法的原因 让他的性格 格外地冷淡 音乐宫 冰冷 肃穆 他常年身居音乐宫 似乎失去了某些情感 圣怀安 你追求的是什么 音乐神母出声询问道 营地里 柴火烧的噼啪作响 圣怀安 看向音乐神母 子西仙子 为何如此询问 看你和你的士兵 很开心 故而如此一问 我的追求 修炼道之高 看遍天下 圣怀安说道 修炼道之高 不应该闭关苦修吗 音乐神母侧目 看着圣怀 安娜俊朗的脸庞 修炼并不是一味的 闭关苦修 一味的追求修炼突破 追求更高境界 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 子西仙子 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圣怀安反问道 音乐神母沉默 他自己心中所求 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 自从被师父带到宫里修炼 他就被要求着 不断修炼 一定要修炼到五圣境界 看着音乐神母不说话 圣怀安也没有继续说话 这冰清玉洁的冰雪女神 似乎很少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有点像话本小说中 修炼无情道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 圣怀安忙碌了起来 他将河西郡城的图纸设计出来 让五城照着图纸建设城池 然后又是让俘虏奴隶们 建造牛棚 羊棚 他要弄一个超大型牛羊养殖基地 现在有这么多俘虏奴隶 要好好利用起来 不可能让其闲着 牛可以宰来吃肉 也可以卖到内地郡县去当羹牛 羊绒羊毛 可以制成衣物 卖到整个大卫去 这些都是生财的门道 毕竟那么多俘虏奴隶 养起来也要不少粮食 得弄出生财之道来 多弄些钱回来 在圣怀安忙碌着 建设河西草原的时候 韩嫣然尚书的奏折 被送到女帝韩江雪的手中 当女帝韩江雪拿到奏折后 看到上面的内容 整个都惊呆了 圣怀安以疑似突破五圣 率军北伐 大败戎敌 差点将戎敌灭族 斩敌无数 俘虏无数 一路打到了摄勒川 更是逼得戎敌承认 墨兰草原从今以后 属于大卫的疆土 燕州三帝战士糜烂 使得他烦恼的心情 瞬间就好了起来 好 这才是我大卫将领 横击戎敌 开疆阔土 韩江雪喜悦地说道 魏老太监看着女帝 突然变得喜悦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让人值得高兴的事 魏公公 去让左相副大人 王尚书 左尚书他们 来郑和殿见镇 是 陛下 魏公公领命 退出了郑和殿 看着奏折上的内容 圣大将军 你可是给了朕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收复何西郡的功劳 都还没有奖赏 现在又打下如此大功 韩燕然自语道 与立后比起来 圣淮安才是大卫的忠臣 大卫的将军 二皇子的舅舅立侯 在北地与匈奴大战 故意节节败退 手握二十万大军 就是不与镇北军联合 将匈奴彻地赶出三州之地 还以此为要挟 不断向朝廷索要粮草影响 若不是潘大利侯带兵叛乱 投靠匈奴 他定要剥夺其决 将其抓起来下狱砍头 诛其九族 很快 左相傅相如 兵部尚书王成 和户部尚书左堂等人 纷纷入宫 来到郑和殿 臣等参见陛下 左相等人 指手行礼 诸位爱卿不必多礼 你们看看 韩江雪将燕然送来的奏折 递给左相 左相等人 看起了奏折上的内容 一个个脸上 神色不断变换 好家伙 这盛怀安也太猛了吧 刚打下河西草原 朝廷的风赏都还没下来 又马不停蹄地举兵北伐 打得戎敌差点灭族 好一员猛将 真是凶得一塌糊涂啊 兵部尚书王成 忍不住惊叹道 举兵 打到戎敌舍乐川 大卫八百载来 都没有人做到过 这将成为大卫历史上 浓重的一笔 这是我大卫的福音啊 一旦我大卫多出这么一尊强大的将 君便可镇压周边异族他国 左相傅相如满脸欣喜 大卫若是能多出一尊武圣将领 不管是面对大离 还是大楚 都将比百年前更从容 厉害啊 此子荡真是厉害 威武无双 不仅收复了河西草原 拿回我大卫木马场 更是将整个墨兰草原 都给抢了过来 那么大一片草原 能养多少战马 公布尚书张如 忍不住感叹道 不错 也许可以打通连接西域的商道 这样的话 与西域通商 必然能为国库 带来源源不断的赴水 户部尚书 左堂欣喜地说道 礼部尚书前程 揪了揪花白的胡须说道 这下好了 龙敌狼崽子 最少百年都不敢在南下 草原上 我们只需要一心对付匈奴 几位朝中重臣 一个个都是十分开心的不行 外部安稳 他们才能有更多的精力 治理这个国家 使得这个国家富强强大 诸位都是朝中公古大臣 你们说说 这盛淮安 朕要如何封赏他 韩江雪叫几位重臣来 是想要商议封赏一事 何西军收复何西草原 大败戎敌 将戎敌打得至少百年起不来 一度打到舍乐川 张扬了大魏国威 如此军功 不能不赏 封赏有功将士 也是彰显大魏国威强盛 听到女帝韩江雪的话 诸位大臣一时间沉默了 如何封赏 此事可不敢乱说 他们是朝中重臣 有时候说错一句话 带来的影响很大 不可不慎重 且看女帝韩江雪的意思 颇有要重重封赏之意 陛下 想来这位圣将军 至少应该是一尊绝颠大宗师 或是武圣了吧 何不照其进京 再进行封赏 左相傅相如开口说道 不错 左相此言在理 先召这位圣将军入京 然后再看如何封赏 兵部尚书王城 点头同意道 毕竟 按圣怀案的功劳来说 就是封王都可 可是大魏封王 必须要是武圣 而且 封猴想来是铁板钉钉了 未来大魏 又将多一尊王猴 只是左相等人 并没有率先说出来 封猴 对于大魏来说 也是一件大事 猴爵 又岂是能乱封的 现在一个利猴 就让朝臣有些头疼 也可 你照 赏胜将军入京 女帝韩江雪点点头 封赏是必然要封赏的 只是这个爵位问题 还需要敲定 一封诏书 飞速送往西北河西草原 而此刻的盛怀安 还在带领着士兵 努力进行大建设 建设曾经的河西郡城 建设牛羊场 马场 河西郡城的建设 盛怀安 打算建造一座繁华的城池 这座河西郡城 到时候 可以连通西域 成为西域与大魏商道上的重城 陈县令 也被盛怀安叫来帮忙 粮食 建筑材料等等 不断从河西县中转 运送过来 使得不少商人蜂拥而来 现在的河西县 也非常的繁华忙碌 毕竟 这里是 外出河西草原的要道 出了河西县 完全就可以说是关外了 打败荣敌 扫荡诸多荣敌部落 盛怀安部抢来的金银财富 多不胜数 建造一座繁华的城池 轻松就可拿捏 而且 建造城池的主力 还是俘虏奴隶 只需要提供食物 不需要付工钱 看这一天 一个样的城池建设 相信要不了多久 一座庞大的城池就能建立起来 现在的河西草原上 很是热闹 几十万人 来往的商客 运输材料的商人 工人 有聪明的商人 已经开始打 河西郡城里的商铺主意了 一旦河西郡城建立 打通西域商道 河西郡城里的商铺 将寸土寸金 将军 按照这个速度 想来最多两个月 城池就能建好了 武城开口说道 不错 加快速度 早日建好 我们也不用整天兜住帐篷 盛淮安点点头 陈县令 等城池建好 还得麻烦你 迁移一部分 想来草原上的农民 盛淮安又对陈县令说道 这个只怕是有点难 陈县令摇头 现在河西县的百姓 基本上都已经适应了 耕种生活 再来草原上放牧 已经不适应了 故土难离 只怕是少有人愿意来 无妨 到时候我有办法 只需要陈县令 配合就行 盛淮安笑着说道 人都是逐利的 只要让关内的居民百姓 见到有巨大的利润 不怕有人不来 如此的话 到时候我定会 配合圣将军 陈县令点点头 这片草原 已经丢失了百年之久 要重新发展治理起来 需要不小的人力物力 将军 圣将军 韩燕燃一脸喜悦地跑过来 那束缚不住的大雷 左右晃动 上下摆动 赏心悦目 跑慢一点 盛淮安老远地就喊道 他真生怕一不小心甩出来 盛将军 陛下诏书 让你进京面圣封赏 韩燕燃拿着诏书跑过来 小脸微红地说道 哦 拿给我看看 盛淮安接过诏书 看了起来 上面写着 要他进京 接受朝廷的封赏 武城一喜 朝廷终于要封赏他们 和西军了吗 提前恭喜盛将军了 看来成将军 又要高升了 陈县令笑着恭喜道 收复疆土 打败戎敌 这些军功 在陈县令看来 盛淮安必定会被射封爵位的 成臣大人急言 盛淮安笑着回道 盛将军 何时起身进京 韩燕燃看着 盛淮安问道 不急 等我安排一二 盛淮安收起诏书 上面又没有要他立马入京 盛淮安传书一封 去和西县城 让老兵前来和西草原上 这里离不开强者坐镇 必须要有大宗师级别的人坐镇 否则 保不准匈奴 西域就会举兵而来 两天半后 老兵带着张大牛匆匆而来 说 麻烦你跑来这草原上受罪了 盛淮安看着老兵说道 这有何麻烦的 小事也 老兵一笑 不甚在意 对于他来说 在河西县和河西草原上 都是一个样 老兵到来 盛淮安又将部下将领都叫来 盛淮安看着胡兵 周元 武成 萧楚一 上官朔 临江六人 叫你们过来 想来你们也知道了 陛下召我入京听风 我也知道 你们都想跟我进京 但是这里需要将领镇守 我只能带你们其中两人一起进京 听到盛淮安的话 众人都是沉默了一下 将军 我留守吧 胡兵率先说道 他是盛淮安部下最早的将领 跟随盛淮安从匈奴草原 一直打到戎底草原 自然是要为盛淮安分忧 行 你留下阵守 盛淮安满意地点点头 我也留下吧 武成想了想 建设城池 是他在监督俘虏奴隶 也走不开 将军 我想跟你进京 去看望一下我父母 上官朔神色忐忑地说道 你是京城呢 盛淮安看向上官朔 将军 我是京城上官家族 庞之庶出 上官朔回答道 那行 你跟我进京 你对京城熟 我正好缺一个向导 盛淮安点点头 将军 我也想回家看望我母亲 这时 萧楚一也开口了 好 看在你孝心的份上 你也跟我入京 盛淮安点点头 这次入京 他倒是要好好打探一下 这个小霸天 是京城什么人物 怀着 这样的心思 盛淮安同意了 既然如此 你们四人 就留守河西草原 我让池天生 带领三千种甲铁骑 协助你们 镇守河西草原 盛淮安开口说道 有三千种甲铁骑 又有老兵坐镇 不来上几尊大宗师 几十万大军 抢不走这河西草原 陈县令 麻烦你帮忙照看建设 河西郡城了 很多事情 都需要陈县令去调度处理 政务疏通方面 武城等将领 并不擅长 行 交给我 保证不会出乱 陈县令点头保证道 安排好后 盛淮安带着武士清卫 王斩 上官朔 萧楚一己人 和韩燕燃的队伍 一起启程入京 鲜杯草原上 慕容师部族南征北战 经过几年的大战努力 彻底统一了东部草原 慕容师老祖 突破武圣境界 在他的镇压与扶持下 慕容师建立了北燕王朝 苍天为剑 日月为正 今日我慕容师 一统鲜杯诸布 完成祖宗之遗愿 正式建国国号北燕 北燕王朝一建立 这个消息 瞬间传入大骊 面对慕容师一统东部草原 建立北燕 大骊王朝反应过来后 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 以往北方草原 鲜杯部落各族 并不统一 基本上没有多少实力难下 大骊北境 一片成平 而现在 慕容师一统鲜杯草原 建立北燕 统一个部 将实力凝聚 必然会空前强大 北地必将会不在太平 诸位清家 都说说 这鲜杯慕容师建立北燕 我大骊该如何应对 大骊皇帝赵庆武 看着满朝文武询问道 面对皇帝赵庆武的询问 文官一个个沉默 倒是一众武将 一个个嚷嚷着要开打 打灭北燕 陛下 臣愿意领兵出征 干翻北燕 什么玩意 区区一个异族 也妄想建国 与我大骊为敌 陛下 给我三十万兵马 我去将北燕皇帝的脑袋带回来 陛下 我只要二十万兵马 定将北燕打出尿来 大骊一个个武将叫嚣着 要打灭北燕 实在是在京城上朝 太过无聊 他们都想出去带兵打仗 给你们能的 北燕皇帝的爷爷 是武圣 你有本事对抗武圣吗 一个文臣看不过去了 开口说道 老匹夫 你说什么 有种再说一遍 一个个武将 看着那个文臣 目光凶狠 大有要出手 打人的架势 看着吵吵闹闹的文臣武将 大骊皇帝赵庆武眉头都皱成了一个穿子 够了 赵庆武大喝一声 目光森严地 看向下面那些文臣武将 大骊朝堂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文臣武将的针锋相对 就突然兴起 双方斗得你来我往 蒋楚 张义初恋 蒋楚和张义两人 欣喜地站了出来 没想到 陛下竟然点他们的将 陛下 你二人 各率十万大军北上 协助皇府老将军 镇守北境 防止北燕鲜碑南下 乱我大骊边境 赵庆武当即 命令道 是 陛下 北燕 慕容是建国 成为草原上第二势力 陛下 你赵老臣来有何吩咐 焦祺桓拜见慕容云飞道 焦爱卿 正欲让你带领使臣 出使大魏 与大魏交好 慕容云飞开口说道 出使大魏 焦祺桓看着慕容云飞 能坐上北燕第一任皇帝之人 果然有气独到之处 与大魏交好 就可以无形牵制大骊 不错 正欲与大魏建立友好关系 毕竟大魏和大骊的关系 并不怎么样 这中原两国之间 实有战争爆发 若是能与大魏交好 我们要南下对付大骊 也许会轻松很多 慕容云飞开口说道 慕容是学习中原王朝建国 自然也学了不少的中原文化 慕容云飞也明白一个道理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是陛下 陈这就带领使者出使大魏 争取与大魏建立友好关系 焦祺桓目光坚定地说道 慕容云飞派遣使臣 出使大魏 企图与大魏交好 当北燕使臣到达洛京 大魏朝臣得知鲜卑建国 大魏朝朝臣 有惊讶的 有幸灾乐祸的 大魏常年受匈奴入侵 牵制了大魏的太多精力 现在北燕建立 想来那大理北境的日子 怕是也不太好过了 陛下 北燕使者想与我大魏建立友好关系 此事当如何处理 礼部尚书前程 在朝堂上询问道 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女帝寒江雪 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是询问朝臣 陛下 我以为应当拒绝 那北燕不过是一族 我中原王朝再怎么争斗 那也是我中原王朝的事 何须与一族联合 中书侍郎 谢不气站出来开口说道 不错 陛下 那北燕 不过是鲜卑一族 十股不化 乃野蛮人也 俗话说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督察院给侍 卢科元也是站出来说道 陛下 谢侍郎与卢给是此言诧异 这北燕建国 必然会与大理起争端 然大理与我大卫关系并不好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们应当与北燕建立友好关系 甚至还可以通过北燕 给匈奴找一些麻烦 毕竟北燕先卑族与匈奴的关系 也不是很好 兵部又侍郎实蕾站出来 开口说道 此言简直是荒谬 我堂堂大卫 还需要与草原一族建交 你才荒谬 你这老匹夫 你说 你是不是收大理银钱了 这么帮着大理说话 朝堂上 分成两派吵了起来 左相 六位尚书 太傅 司马等大臣 一个个就像是看戏一样 看着那些朝臣争吵 寒江雪坐在龙椅上 默默地看着下面的臣子 吵得不可开交 很不错 这才是他想要的 要是朝臣都是一边倒 和和气气的 他才是该忧心了 眼看争吵不过瘾 就要上手变成阎舞 寒江雪赶紧叫停 够了 女帝寒江雪一声轻贺 让那些争吵的大臣停了下来 他再不叫停 这朝天殿上 就要成为战斗场了 此事在意 没有结果 女帝寒江雪便叫停 将此事搁置 反正要不要与北宴建交 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可还有要是起奏 寒江雪凤墓 扫过朝臣面旁 现在他可算明白 当初他父亲明皇在位时 是多么劳心劳累了 不仅要与朝臣斗 还要制衡朝臣 使其为自己所用 帝皇权衡之术 他还需要不断地学 启禀陛下 荆州太守上奏 荆州疑似有魔教 白莲教活动的踪迹 一位朝臣站出来禀报说道 魔教白莲教 寒江雪凤眉争大了几分 最近 魔教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 令 玄一卫与斩妖司联合彻查 一旦发现魔教妖人 彻底剿灭 寒江雪当即命令道 是 陛下 玄一卫指挥使左千秋 和斩妖司司正风引列 站出来 报权领命 边关一族不断入侵 大战不断 内又有不臣之人 联合魔教不断搞事 大卫并不安稳 他这个女帝 当得也不是很安稳 左相留下 其他人 退朝吧 退朝后 寒江雪回到郑和殿 傅大人 你说 我大卫要不要 与北燕建立友好关系 寒江雪询问道 左相复香如拱拱手 陛下 我大卫 暂且还不宜与北燕交好 为何 毕竟北燕是一族 一族我们公然与北燕交好 大理与大楚 必然会攻坚我大卫 大理甚至是 有可能在边境 再次燃起战火 现在我大卫需要的是稳定 左相复香如 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如今 大理与大楚 都在敌视大卫 而南方苗江 也在不断闹事 北边还在与匈奴打得火热 大卫不宜再与大理开战 寒江雪点点头 虽然他也想与北燕交好 共同对付大理 可是毕竟 北燕是一族 一旦大卫与一族勾结 此事传出去 有影响大卫生育 大理 大楚 必然会抓住这件事 不断诋毁攻坚大卫王朝的正统性 使得大卫百姓 与大卫离心离德 此事我知道了 暂且先放下吧 寒江雪说道 陛下可还有事 若无事 老臣便告退了 傅香如见女帝寒江雪 打消了念头 便提出告辞 下朝了 他得回家去抱孙子呢 他家小儿子 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孙 让傅香如高兴不已 傅大人请回去休息吧 寒江雪点点头 老臣告退 左向离去 寒江雪沉默了一会 又继续开始处理奏折 大离 神山昆仑 昆仑到宗 云霞雾蒙 山巒耸立 古树参天 异寿齐飞 一座座仙宫殿雨 坐落在山巅之上 流光溢彩 金碧辉煌 一道道瀑布悬挂山腰 景色绝美 有弟子在修炼玉剑术 亦有弟子端坐山巅 冥想修炼 亦有弟子 在试炼自己炼制的道夫威力 一个倒是风尘仆仆地赶回昆仑 回到宗门 便熟练地朝着掌门清修的大地儿去 玄冥师兄 路上 遇到的弟子 纷纷朝他行礼 诸位师弟请便 我有钥匙禀报掌门 玄冥回了一礼 看着玄冥匆忙 本想叙旧的师弟便没有继续打扰 玄冥来到掌门清修的大殿外 弟子玄冥 叩见掌门师尊 玄冥朝殿内开口说道 可知 大殿门打开 进来吧 玄冥得到允许 便踏入大殿中 天拳掌交盘坐在道铺上 一袭悬白道袍 眼中有道运在流转 身上气势越发的飘渺 玄冥心中喜 他来掌教师尊 就快要修炼成阳神了 一旦修成阳神 便是陆地神仙 可想千年岁月 启禀师尊 斩杀天心师叔的恶徒 已经查明了 玄冥开口禀报道 天拳眼里凶光一闪 心中杀一声疼 是谁 那人乃是大魏王朝一个将军 大宗师修为 名字叫圣淮安 乃是大魏西北河西军将领 玄冥回答道 他探查到天心师叔 最后是去往大魏 一路追寻过去 才查到圣淮安身上去 毕竟当初 圣淮安斩杀天心道人 看到的人太多了 这是根本隐瞒不了的 很好 一个王朝将军 都敢杀我昆仑道宗之人 看来我昆仑道宗的威严 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呀 天拳冷笑一声 他们昆仑道宗的名号 什么时候 已经不管用了 看来 得让世人知道 昆仑道宗的威严 不是谁都可以犯的 玄冥看掌门师尊这般模样 显然是知道 师尊这是动了杀心了 势必要拿那什么大卫将军 来立威了 昆仑道宗的威严 不许侵犯 冒犯者 死 这就是天下第二大道宗 天行师弟 速来见我 天拳当即传令 让天行过来见他 听到传音 天行很快就来到大殿内 师兄 有何事叫我 天行开口询问道 杀天心师弟的人 已经查到了 天拳开口说道 哦 是谁 某去灭了他 暴脾气的天行 当即就要去为他师弟报仇 大卫 一个叫圣怀安的将领 武道大宗师 这是长药师叔祖的法器 赤龙剑 师弟你且持此剑 去大卫 斩了那贼人 取回其手机 天拳掌中 出现一把 缭绕赤红光芒的长剑 递给天行 是 师兄 我定将那贼人的头颅 带回来 赶犯我昆仑道宗者 死 天行接过长剑 眼里杀意闪烁 这赤龙剑 乃是他们 昆仑道宗阳神强者 常要真人 去东海斩一尊蛟龙 取蛟龙几股炼制的道剑 剑身赤红 有龙纹 龙铃烙印其上 散发着恐怖的道威与剑意 这是一柄阳神道剑 堪称圣气 若是那大卫王朝 胆胆阻拦 你就告诉那大卫武圣 我昆仑道宗阳神 必会上门说道 天拳又开口叮嘱道 他们昆仑道宗 胆敢忤逆他昆仑道宗的威严 那就准备改朝换代吧 这些年来 昆仑道宗行事 越来越霸道了 是 师兄 天行持剑掐绝 化作一道流光 便朝山门外而去 昆仑道宗 近千年来行事霸道 这是中原各大门派都知道的事 而圣怀安斩沙天星道人 就是在打昆仑道宗的嘴巴子 昆仑道宗 怎么可能忍得了 若是什么都不做 必然会被其他道门大派耻笑 认为他们昆仑道宗衰落了 圣怀安并不知道 仇家已经再来寻仇的路上 圣怀安一行人 到达河西县城 便被热情的河西县居民 当作是盖世大英雄般迎接进城 恭迎圣将军归来 圣将军千古 收复河西草原 收复我们的故土 感谢圣将军 圆了我父亲的梦 恭迎圣将军归来 圣将军牛皮 圣将军 我一定让我家小子 参加你的军队 一个个居民 看着城怀安高兴地大喊着 街道上 被围的水泄不通 好在郭孝平 快速带领士兵 前来开路迎接 让让 大家让让 别挡了圣将军的道路 将热情的居民们 劝导到路两旁 郭孝平 才来到圣怀安前面 末将郭孝平 拜见将军 郭孝平再次见到圣怀安 很是高兴 无需多礼 先去军营 圣怀安微笑着说道 这些百姓 太过热情了 又不能暴力驱赶 他也很无奈 在古代 都还能享受 明星般的待遇 在郭孝平的开路带领下 圣怀安等人 这才顺利地来到军营中 一路上 韩燕燃都感到惊讶 圣怀安在这河西县 也太受欢迎了吧 近来河西县可好 圣怀安向郭孝平询问道 陈县另去了河西草原 这河西县 就属郭孝平的官职最高了 郭孝平镇守河西县 现在算是主管着 一切事务 河西县一切照常 派出去的探子 也时刻戒备着匈奴 酒房和工匠房 也安稳无事 郭孝平回答道 嗯 圣怀安点点头 只要不是匈奴大军来袭 这河西县 就不会有什么事 娇莽吞西术我 已经推演到宗师境界 我现在将其传给你 圣怀安说着 一指点出 将娇莽吞西术 传给郭孝平 他不下先天境界将领 除了萧楚一 自有武学传承 现在就只有郭孝平 没有宗师境界的修行功法 谢将军传法 郭孝平大喜 好生修炼 可别让胡兵他们 给抄过去了 圣怀安笑着叮嘱道 是将军 一点不会被他们 给比下去 郭孝平眼神坚定地说道 行了下去吧 圣怀安挥了挥手 郭孝平 现在是镇守将军 不可能一直围着他转 郭孝平退下后 圣怀安又去工匠房 巡视了一圈 看了看 最近打造的武器铠甲 然后又去酒房 见了剑侠和姑娘 和杜师傅等人 勉力众人 好生酿酒 在何西县并没有多待 第二天 圣怀安等人 便继续上路 赶往京城 圣怀安一行人 看起来就鹦鹉不凡 再加上 有韩 嫣然这个使臣队伍 一路上 完全没有赶来找麻烦的 每到一县一郡 都会被邀请 去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现在的圣怀安 可是大名人 收复何西郡 打得戎敌 抱头鼠窜 差点灭族 如此功绩 大概率是要封侯的 那个不开眼的 赶去找 成怀安他们的麻烦 因此 圣怀安等人 一路畅通无阻 七天 便从何西县 赶到洛京 圣怀安一行人 还没有到达洛京 只是进入荆州地界 消息就已经传到了 洛京当中 当听闻 收复何西郡草原 大败戎敌的英雄 成怀安就要进京了 不少文人世子 世家小姐 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文人世子们 一是崇拜 圣怀安的诗词才华 二是 羡慕圣怀安的恭敬 很多世家小姐 倒是听闻 圣怀安长得样貌英俊 又才华无双 提刀上马 打败戎敌 收复疆土 都说 美人爱英雄 更爱有失财的英雄 不少深归中的世家小姐 早就对圣怀安敬仰不已了 小姐 小姐 听说圣怀安圣将军 就要进城了 绿环小跑着回来 竟到规格中 气喘吁吁地说道 什么 真的 王师宇神色一喜 外面好多人都在传言 圣将军等人 已经到洛京城外了 丫鬟绿环开口说道 走 我们也去城门口去 王师宇当即说道 可是 吴国老爷不允许你出门啊 丫鬟绿环说道 没事 别让我父亲知道就行 快走 王师宇拉着丫鬟 就朝后门跑去 兵部尚书王城王大人 若是知道自己女儿追星 不知道心中会是何滋味 前府礼部尚书 前程前大人的女儿 钱小小 在听到侍女的通报后 也是悄悄地 跑出了前府 听闻最近名声 正盛的盛怀安 今日要入城了 上官飞流开口说道 最近 茶楼 酒楼 到处都在讨论 这位圣将军 要不我们去看看 到底是何许人也 上官燕琛提议道 走 去看看 到底长什么模样 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等等 我也要去 上官海棠开口说道 堂妹 堂姐 几个上官家族的弟子 看着上官海棠 怎么 不带我去 我就将你们昨夜 留宿交私房的事 告诉叔叔他们 上官海棠威胁道 你自己不会去啊 上官非流无语 这个堂妹 走哪里 都要跟着 害得他们 去交私房 都得偷偷摸摸的 不行 我就是要盯着你们 不让你们犯错 影响我们上官家族的声誉 上官海棠 严肃地说道 上官家族的几个弟子面上 浮现几层黑线 走吧 走吧 姑奶奶 我怕你了 上官艳琛投降 还是 这丫头在玄剑山 修行的时候好 现在回来了 像一个根屁虫 管这管那的 谢府大小姐谢婉宁 也带着侍女 悄然跑出府去 京城中 不少世家小姐 都是悄悄跑了出来 只为见一见 那尸词无双 仙衣怒马 纵横草原的人 长什么样 走走 听说那盛淮安 今日进城了 去见见那位 做出罪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将军 横山书院的书生 一个个都跑下书院 朝城门去 圣怀安等人 远远地看着那座 宏伟的古城 像一个庞然巨物 趴在大地上 将军 前方那便是若京了 我大卫都城 上官朔开口说道 走吧 圣将军 想来陛下 已经接到我们 要入城的消息 已经派人来迎接我们了 韩燕燃开口说道 嗯 圣怀安点点头 早点进城 也能早点休息 这一路走来 赶路风尘仆仆的 他也想早点 去泡一个热水澡 洗一下 虽然说他现在 差不多已经达到 无垢无漏的境界 身上不会产生物购物 但是泡一泡热水澡 也挺舒服 音乐神母跟在队伍中 一路走来 都遮掩了面容 要不然就音乐神母那容貌 只怕是要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一路走到城门口 礼部尚书前程 和红卢寺 少卿陈文泰 已经在城门口 等待着了 女帝韩嫣然 派遣了两位大臣 前来迎接圣淮安 就差自己亲自前来了 可是 圣淮安圣将军 前程看着 红袍银甲的圣淮安 拱手询问道 正是在下 不知大人是 圣淮安拱手回礼 本官礼部尚书前程 受陛下之命 特来迎接圣将军入城 前程回答道 见过前大人 圣淮安客气地说道 礼部尚书 可是二品大员 朝中重臣 圣将军客气了 前程笑道 这圣淮安看起来当真 是年轻啊 年纪轻轻 战功赫赫 诗词才华不弱 长得样貌 也英俊堂堂 红炉寺少卿陈文太 见过圣将军 陈文太拱手行礼道 圣淮安见过陈少卿 圣淮安当即回礼 这又是一个 正四品大员 走吧 圣将军 先进城 在这堵着 也不是个事 前程开口说道 行 一切都听前大人的 圣淮安点点头 前程看了一眼 圣淮安身后 便看到了萧楚衣 难怪最近半年多来 没有听到这个 萧府小霸王的声音 原来是偷摸跑到西北 去参军了 迎接队伍 接到圣淮安一行人 便入城 圣淮安与前程 陈文太两人 并驾而行 一入城后 就看到不少的人 站在街道两旁 来了 来了 看 那位应该就是 圣淮安圣将军了吧 有书生大喊道 哇 好英俊啊 有女生突然喊道 道路两旁的路上 茶楼 九楼的二楼 三楼上 都站满了人 看到圣淮安娜 英俊刚毅的面容 风神如玉 气质非凡 顿时惹得 无数女子 泛起了花痴 好年轻啊 感觉比 我们都还年轻 这么年轻 就立下不适之功 简直不可思议 靠啊 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本以为 打败戎敌的 会是面容粗犷 雄无有力的将军 怎么感觉 比我都还小白脸 不是 怎么比我还帅啊 哼 圣将军 看来还是很受人们欢迎的 看看 这些人 都是冲你来的 前程笑着说道 前大人说笑了 他们也不过是好奇使人 圣淮安谦虚地说道 小姐 你看圣将军好帅啊 绿环与王诗宇 站在人群中 眼里泛起了花痴 这不比那些柔弱的文人书 生俊俏百倍啊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王诗宇看着程淮安 呆呆地说道 银鞍踏白马 红袍银枪斩雄姿 小姐 小姐 你快看 和老爷一起的那个 就是圣将军 前小小的侍女小翠 摇晃着前小小的手臂说道 你小声一点 别让爹爹发现了 前小小 吓得一击灵 赶紧躲到人后面去 嗯 前程怎么感觉自己 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目光扫过去 人太多了 并没有看到 前小小的声音 怎么了 前大人 圣淮安自然是发现了 前程那细微的变化 没 没什么 可能是这些天太忙 有点劳累了 前程笑着说道 想来是出现幻觉了吧 他怎么可能会听到 自家女儿的声音呢 他女儿可是温柔乖巧的典雅女子 是不会来这种场合的 毕竟 他对自己的家教 有自信 圣淮安看着街道两旁的人 不少都是书生 还有很多衣着 光鲜美丽的女子 眼神里有些惊讶 他在洛京 有这么出名 圣将军 我终于你 一个世家小姐突然大喊道 喊完便红着脸跑开了 圣淮安 怎么感觉 有点像前世的明星走在路上 被粉丝表白的感觉呢 这大卫洛京女孩子 还真是性格活泼开朗啊 看来都城洛京的人 很热情啊 这么欢迎圣将军 前程笑着说道 韩嫣然目光 在人群中寻找着 真表脸 光天化日之下 成何体统 呵呵 确实很热情 圣淮安汉言 他都不知道 他在这洛京 这么受欢迎啊 年少有为 军功传世 仪表堂堂 样貌英俊 诗词才华不凡 这些放到谁身上 都很受欢迎啊 陈文太笑着说道 四圣淮安这般文武双全 样貌英俊的年轻俊杰 简直是少有 与圣淮安比起来 京城不少世家公子 都可以说是草包 一颗金子 突然出现在一群草包中 怎么会不受欢迎呢 成平已久 很多世家子弟 都只会享受寻乐了 失去了进取之心 文不成 武不就 倒是声色全马 样样精通 圣淮安与之比起来 那就是天纵英才 文武无双 逍遥酒楼上 哼 真臭美 灵天酸溜溜地说道 为什么骑在马上 受万人敬仰的人 不是他呢 哼 此人果然是不凡 没想到再次见到 此人已然立下 不是功勋 一袭黑衣的李循环手中 拿着酒杯说道 这有什么 我上我也行 灵天嘴硬着说道 就你 灵兄 不是我打击你 你还真不行 现在都还没有突破 先天境界 白费了你父亲 给你买的那么多丹药 李循环 毫不客气地打击道 喂 李兄 你是那一头的 怎么帮着那盛怀安说话 灵天不爽地说道 我家商行 从他那里拿酒 赚得盆满钵满 我算他那一头的 李循环说道 他本是豪商士族之家 文采不行 考不上功名 便守了家里生意 在他的支持下 李氏商行 果断拿到了一周之地的 西风烈和绿意销售权 使得他们 这只李氏 赚得不少的金银 这让他在家族里 身份地位水涨船高 此事都算是盛怀安的功劳 现在 这家逍遥酒楼 就是他开的 他家是从商做生意的 不是修炼飞刀的 当然 武学也有修炼 世家大族 都有武学传承 唉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这家伙 玩什么分销权 搞得我想去掺 一脚之酒的生意 赚点钱 花都不行 林天气愤地说道 怪谁 当初我有和你说过 尽力拿下西风烈和绿意 你自己目光短浅 李寻欢说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爹虽然是户部的侍郎 但是他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啊 我哪敢拿几十万两白银 去拿一个分销权 林天抱怨道 别人家长辈当大官 钱多才多 他老爹当大官 当真是两袖清风 过什么苦哈哈的日子吗 真是的 李寻欢白了林天一眼 你家里是世家吗 有靠山背景吗 就敢大摊 一家人不要命了 据传 这位圣大将军 现在已经是大宗师了 果然天骄妖孽 不可以常人度量 要是他 也能突破大宗师 就可以摆脱 商人世家的身份 带领家族另起造炉了 李寻欢眼里 有几分羡慕地 看着仙衣怒马的圣怀安 另一座酒楼上 上官飞流等等人 看到跟在圣怀安身后的 上官朔后 神色大变 这个旁之术出 怎么会跟在圣怀安身后 难道 咦 那不是上官朔族 弟吗 怎么跟在那位圣将军身后 而且还突破先天境界了 上官海棠诧异地说道 上官飞流等人 不敢开口说话 当初这个旁之术出的族地 是他们欺负跑出去的 没想到 既然跑去边关从军 现在竟然还立功归来 修为也突破先天 走在了他们前面 想到这 他们就不好了 看到几个堂兄堂弟 脸色不好看 上官海棠疑惑地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上官飞流赶紧说道 其他几人不语 上官海棠觉得 几人肯定有事瞒着他 堂姐 你看 那人是不是萧楚一 上官艳琛指着萧楚一 赶紧转移话题 我看看 咦 这怎么还装起假小子来了 我记得 他以前胸挺大的呀 上官海棠毫无顾忌地说道 上官飞流等人汗言 这个堂妹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出口 王展看着这场景 心神激荡 这就是受万人瞩目的感觉吗 虽然主角不是他 圣将军第一次来京城 感觉如何 陈文泰问道 这种万人迎接的人 可没有几个 而圣怀安第一次来 就享受了这种待遇 嗯 怎么说呢 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在京城的名气 这么大吗 圣怀安安说道 哈哈 看来圣将军 还是有些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啊 陈文泰笑着说道 圣将军的诗词 在京城 可是很受人们欢迎 而且百年来 不少人都主张要收回何西郡 但一直没有机会收回来 而圣将军你却做到了 前程看着圣怀安说道 如此俊杰 若是招为女婿 定是极好的 他女儿前小小 还差一个优秀的夫婿 看着京城这么多美女 家道欢迎 圣怀安还真有些感到受宠若惊 就在圣怀安享受着 万众瞩目的目光时 他完全不知道 旁边这个老六 正在打他的主意 进城后 一路前往红卢寺 半路 韩妍然便向圣怀安告辞 圣将军 就陪你们走到这了 我们要回宫去向陛下禀报 韩妍然开口说道 行 韩尚使你们请自便 圣怀安点点头 圣怀安在京城没有府邸 自然是要入住红卢寺 那里是招待大臣 贵客 或者外宾使者的 圣将军 劳烦你们在红卢寺小住几日 等陛下赐下宅子 再搬到府邸去住 礼部尚书前程 对圣怀安说道 无妨 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 圣怀安说道 住哪里不是一样 在草原他们时常住帐篷 还不是一样的 那就先告辞了 让陈绍青大人 带你们去入住吧 前程告辞道 将圣怀安等人迎接进城就行 就算是要封赏 也不会是这两天 很快 陈文泰就带着圣怀安等人 入住红卢寺 那些是什么人 北延使臣娇其环 对随从询问道 回大人 一个是大魏西北军将领 圣怀安一行人 就是打败戎敌部落 差点将戎敌部落灭族的人 最近在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地 能让大魏礼部尚书 和红卢寺少卿去迎接 只能这是这位大将军了 随从小声地回答道 看来又是大魏的一个新贵 若是有机会 得结交一下 焦七环说道 能将草原三大霸主之一的 容敌部落 打得差点灭族 这位大魏将领 实力必然不容小事 你去收集一下 这位将军的信息 注意 别让人发现 焦七环说道 是 大人 将军 将军 你们可算来了 王武飞奔跑来 像是十年不见的亲人 那叫一个激动 你这家伙 怎么回事 让你送个信 你送到京城来了 圣怀安看着王武 无语地说道 将军 王武神色有些不自然 他只是想将他们 和西军的荣耀战报 亲自送进京 没想到来的时候 好好的 就回不去了 算了 归队吧 圣怀安也懒得追问了 是 将军 在红卢寺住下后 陈文泰便对 圣怀安一行人说道 圣将军 你们想吃什么 就吩咐下面的人 想要出去逛京城 就去若是不熟悉 也可让人带你们去 行 麻烦陈大人了 圣怀安点点头 陈文泰走后 萧楚衣便对圣怀安说道 将军 我想要回家去 看望我母亲 去吧 圣怀安挥挥手 没有阻拦 多谢将军 等萧楚衣一走 圣怀安就叫来王武 将军 叫我干嘛 王武询问道 交给你一个人任务 去跟着萧霸天 打探一下他的消息 圣怀安说道 是 将军 王武点点头 敲摸地跟了上去 派王 武去跟踪打探萧楚衣 圣怀安倒是要看看 这个身份神秘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 音乐神母神色古怪地 看着圣怀安 那人是圣怀安的部下吧 怎么圣怀安 还派部下去跟踪 那人不是你的部下吗 你还派人去跟踪他 音乐神母 很是好奇和不解 他并不知道 这叫做人心复杂 跟踪他又怎么了 又不会少一块肉 圣怀安随意地说道 他只是想知道 对方的背景和来历而已 看看能不能利用 有没有利用价值 到他这个境界 其实已经不在乎 萧楚衣的身份了 有的只是 看能不能利用一下 毕竟 一旦突破到武圣境界 整个大卫王朝 他就是最牛逼的三人之一 到那个时候 即使是女帝见了他 都得客客气气的 现在他的部下 就只有萧楚衣 看起来有一点背景 其他的 都是普通人 若不是跟随他 先天只怕都无望 音乐神母 不是很能理解 圣怀安的心思 他发现外面的人 心思都太复杂了 在音乐宫内一片祥和 根本看不到 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 音乐神母并不知道 他在音乐宫 所有人都要敬仰着他 怎么敢在他身上耍心思 王武悄悄地 跟着萧楚衣 在京城的街道上穿梭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萧楚衣归心四见 因此并没有发现 身后多了一个小尾巴 不久后 萧楚衣就来到萧王府 门卫一眼就认出了萧楚衣 小姐 你回来了 门卫高兴地说道 嗯 我娘亲在家吗 萧楚衣笑着点点头 夫人在家的 还整日念叨着小姐呢 小姐回来了 夫人 小姐回来了 两个门卫 随着萧楚衣走进萧王府 王武远远地看着萧楚衣 走进萧王府 心里惊讶无比 我低乖乖 来头这么大 小兄弟 看够了没有 就在王武惊叹之际 在他身后 传出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 然后一只手掌 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王武汉毛耸力 快速回头 谁 一个一身不一 头发发灰的老者 目光盯着王武 他都不知道 这老者什么时候 来到他身后的 悄无声息 这是一个高手 你 你是谁 跑我身后来干嘛 王武有些慌张地询问道 此刻他感觉 全身都无法动弹 肩膀上的那只手掌 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压着他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谁 狗狗碎碎的 敢跟随我家小姐 是不是想对 我家小姐图谋不轨 老者会灰暗的目光里 带着一丝凶光 你家小姐 老大爷 我没跟随你家小姐啊 王武咽了咽口水 他什么时候 跟随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了 还敢搅 便 带我拿你去与小姐对质 老者一手提着王武 三两步间 就进入了肖王府 肖楚衣进入王府后 就快步跑去见他母亲 娘 娘 我回来了 公孙娃听到女儿的喊声 整个人都高兴了起来 他女儿回来了 容貌雍容华贵的公孙娃 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 保养得极好 一脸的富贵气息 厨一丫头 你可算回来了 想死娘了 看着奔跑来的女儿 公孙娃欣喜不已 娘 肖楚衣跑过去 就扑到公孙娃的怀里 撒起娇来 你说你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弄什么女扮男装 跑去边关当兵 这多危险啊 公孙娃 手指点在肖楚衣的脑门上 满眼的溺爱 谁让父亲不让我去他的军队 肖楚衣嘟着嘴说道 回到家里 肖楚衣就卸下了清冷的人设 恢复女儿家模样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整日喊打喊杀的 像什么话 当兵杀敌 那是男人的事 公孙娃说教道 女将军上阵杀敌 你呀你 公孙娃头疼 自己这个小女儿 从小就喜欢武枪弄棒的 喊着要去当女将军 这就是生在武将世家的无奈 后辈子弟都想着 要是军中上阵杀敌 女子也不例外 刘九抓着王武 来到肖楚衣面前 将王武丢在地上 见过夫人 小姐 刘爷爷 刘老 这是 公孙娃 看着地上的王武 肖楚衣目光 转到王武的身上 王武 刘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萧楚衣看着王武有些猛 王武怎么会被刘爷爷给抓起来了 小姐 这家伙狗狗碎碎地跟在你后面 我见其心怀不轨 便给抓起来了 刘九开口说道 王武 你跟踪我 萧楚衣看着王武 秀眉微皱 小姐 要不要我把他给剁碎了喂狗 刘九开口说道 王武给吓了一跳 怎么动不动 就剁了喂狗啊 你 你是女的 王武看着萧楚衣 这特么 真能藏啊 刘爷爷 不用吓他 他是我同僚 萧楚衣开口说道 盛怀安的御用斥候头子 打探情报的一把手 盛怀安叫你来跟踪我的 萧楚衣看着王武说道 没想到 盛怀安对他的防备之心这么大 竟然派王武来跟踪打探他的消息 嘿嘿 那啥 我是出来买东西的 迷路了 王武干笑一下 这特么的 萧武王家的后背千金 跑去他们和西军 当什么校尉 真是脑壳秀斗了吧 现在好了 撞破了萧楚衣的秘密 还被抓进了萧王府 想来萧楚衣 应该会看在同僚的份上 应该不会杀了 他灭口吧 哪知下一刻 萧楚衣的声音响起 既然你知晓了我的秘密 那就不能放过你了 刘爷爷 给我拔了他的舌头 砍下他的手脚 关到地窖里去 萧楚衣开口说道 是 小姐 说着 留久就要动手 别 萧将军 我们是同僚 念在昔日的同僚情分上 别乱来啊 王武吓得大喊 平时还真看不出来 这娘们 真特么凶残 现在 你发现了我的身份 不杀你灭口 我很难罢 萧楚衣看着王武 笑着说道 萧将军 其实 我可以不知道 你身份的 王武干笑一下 这小皮娘来头真大 真要是弄死她 她还真就白死了 这些天在京城 她也了解过这萧家 义府一个武圣 被封为萧武王 一个侯爵阵南侯 还有一个大将军 身份显贵到极致 这有些不好吧 圣将军那里 你该怎么交代呢 萧楚衣玩味地笑着看王武 我就说跟丢了 王武赶紧说道 虽然他不知道眼前 这萧楚衣是不是 真的想弄死他 但是得先保命要紧 你堂堂头号斥后 说跟丢了 你说圣将军 会相信吗 萧楚衣瞇着凤眼 萧将军 修为比我高 京城人又多 跟丢了很正常 王武在努力地解释着 看得出来 他很想活命 要不这样吧 你告诉我 你的真实身份 毕竟 你打探消息 和跟踪人那一套 很有玄一卫的风格呢 萧楚衣笑眯眯地说道 嗨嗨 那啥 萧将军 说什么 我不是很明白 王武心中 涌起惊天骇浪 他的秘密 被发现了 我萧家 在玄一卫也有人 萧楚衣淡淡地说道 王武按照今日宰了 这萧家千金 当真是好生聪明 平日里不怎么接触 没想到 观察事情 会这般仔细 那啥 王某定舟 悬一卫同时 王武只能承认 没办法 这萧家 在整个大魏 除了皇族 就萧家最显赫了 只要萧武胜再世一天 萧家就是极致辉煌的 他真是哭死 你说 你好好的世家千金不当 女扮男装 还扮得这么成功 把他们 整个和细军都骗了 现在被发现秘密 还被萧府抓住 王武 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的人生 是这么的治安 这是他的耻辱 看来是在京中 待了一段时间 防备有些放松了 被戎敌 匈奴一族抓到 都比这个好 这萧府他是真惹不起啊 嗯 不错 悬一卫隐隐藏在 盛将军身边的探子 你说 要是盛将军知道后 还会不会留你在何西军呢 萧楚一笑着说道 王武抬头望他 现在他的把柄 也落到萧楚一的手上去了 一旦盛怀安 知道他是悬一卫探子 想来是不会 将他留在身边的 谁会留一个探子 在自己身边 时刻泄露着自己的信息啊 两人各自拿捏着 对方的把柄 算是扯平了 王兵卫 起来吧 毕竟我们也是同僚 怎么可能会对你出手吗 刚才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 你回去 就向盛将军禀报 我是萧府镇南侯的次子就行了 记住了没 王同使 萧楚一笑着说道 王同使三个字 萧楚一咬得特别重 王武怎么会听不出 其中的威胁之意 是 萧小姐 不对 萧公子 王武快速地 从地上爬起来 嗯 你走吧 萧楚一挥挥手 王武头也不敢回地跑出萧王府 出了萧王府 王武拍了拍胸膛 好险啊 他胆肯定 萧楚一要不是 为了以后回和西军 不想得罪将军胜淮安 真的会想办法弄死他 王武走后 萧楚一又变得 人畜无害起来 娘亲 我要吃你做的饭菜 萧楚一拉着母亲公孙娃的 手臂撒娇道 你这丫头 真的是 越魂越像男孩子了 公孙娃没好气地 点了一下萧楚一的额头 刘爷爷 辛苦你帮我抓住那个 讨厌的家伙 要不然我的身份 就落线了 萧楚一对刘九威笑着说道 无妨 夫人让我 去城门口迎接你 见你们 一路去了红炉寺 小姐你刚从红炉寺出来 那家伙 就狗狗碎碎地 跟在你身后 我这才没有露面 刘九开口说道 一旦让王武 查到他是萧王府的 必然会查到 萧霸天这个身份是假的 现在有王武搭配合 想来这个身份 还能继续使用 王武回到红炉寺 见到圣怀安 将军 怎么样 查清楚没有 圣怀安看着王武问道 查清楚了 那萧霸天 乃是萧王府的 镇南侯硝衍的次子 其爷爷是萧武王 镇守镇妖关 王武开口说道 这消息 九成真 一成假 哦 萧王府的 圣怀安本以为 是朝中某位重臣 或者大世家的人 没想到 竟然来头这么大 竟然是一尊武圣后代 镇妖关 圣怀安低难了一句 然后摸了摸下巴 镇妖关 应当是能弄到 很多妖兽肉吧 看来这个萧霸天 得好好利用一下 圣怀安想着 次日 红炉寺送来早餐 圣怀安吃了早餐 就出门 转悠了一下 这位大人请留步 圣怀安回头 就看到一身 不似中原服饰的北烟 是沉娇齐环 你叫我 圣怀安看着对方 这是哪个一族服饰 戎笛和匈奴 都不是这般装扮 苗疆 苗疆也应当 不会穿这种服饰 是的 我乃北烟 是沉娇齐环 想跟大人认识一下 娇齐环笑盈盈地说道 北烟 圣怀安没有听说过 这个国家呀 见圣怀安一脸疑惑 娇齐环解释道 大人 我北烟刚见过不久 我鲜杯族 慕容氏一统鲜杯 建立北烟 大人不知道 也不奇怪 鲜杯慕容氏建立了北烟 圣怀安有几分诧异 正是 圣怀安觉得 这慕容氏牛逼呀 竟然学中原王朝建国 要知道匈奴部落 虽然一统 但是也没有建国 只是大谈于截至各部落 号召匈奴各部而已 这北烟建国 明显是在向中原王朝 学习呀 看来这北烟不可小视 还未请教大人姓名 娇齐环开口说道 叫什么不重要 你来大魏 是想与大魏交好 建立邦交 圣怀安反问道 正是 我北烟想与大魏建立友好关系 毕竟贵朝和我们北烟 与大骊 都是敌对关系 娇齐环笑着说道 圣怀安点点头 看来这一族 也学会了远交进攻这一套了 只可惜 这北烟是草原一族 天生与中原王朝敌对 我们大魏 和匈奴还在打仗 你们北烟 却跑来和我们大魏交好 不怕匈奴有意见 圣怀安说道 大人有所不知 匈奴部落 与我们鲜卑族 关系也不好 时常发生战争 娇齐环回答道 那贵国有没有兴趣 和我们大魏 打一下匈奴 圣怀安笑着说道 打匈奴 娇齐环没有想到 圣怀安会提这样的提议 按照他的想法 不应该是 一起打大骊吗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韩燕燃来到鸿卢寺 圣将军 陛下召你进攻相见 韩燕燃来到圣怀安身前说道 圣怀安结束了 与北烟使臣娇齐环交谈 看着韩燕燃 陛下召见 对 陛下想见一见圣将军 然后才好决定 圣将军和何熙军的封赏一事 韩燕燃对圣怀安说道 行 我这就跟你进攻 圣怀安点点头 韩燕燃看了一眼北烟使臣 没有多说什么 便带着圣怀安入宫 有韩燕燃带领 拿着女帝的守令 圣怀安畅通无阻地 就来到了皇宫中 这皇宫中 守卫森严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这些禁卫军修为 最低的都是武者 来到郑和殿 陛下 圣将军带来了 韩燕燃通报道 圣怀安也看着前方那个 坐在椅子上 批阅奏折的身影 一袭龙袍 乌黑的头发高高地盘起 头戴龙凤冠 陈圣怀安参见陛下 圣怀安抱拳 圣爱清平身 女帝韩将雪转身 看着圣怀安 脸上挂着笑容 看到圣怀安那英俊的容貌 确实帅气 韩燕燃这妮子 没有骗她 圣怀安这时 也打量着女帝 好家伙 她直呼好家伙 这又是一个 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那洁白无暇的脸蛋 凤梅丹幕 容颜绝世 再加上那一身帝王气质 当真将其衬托的风华绝代 同时 她也发现了 这女帝竟然是 一尊大宗师 而且还是大宗师圆满 这么离谱的吗 女帝竟然也是 一尊大宗师 看起来很年轻啊 这么年轻就修炼到大宗师 这天赋 简直也是妖孽的可怕 她算不上妖孽 只能算是挂逼而已 看到女帝寒江雪的修为后 圣怀安知道 为什么地位争夺 会使女帝寒江雪胜出了 这简直就是在培养下一个 大卫定海神针嘛 有女帝寒江雪在 一旦突破五胜 便可保证大卫五百年国座 上一任明皇倒是打得好算盘 一尊五胜帝王 看来这寒江雪的命格非凡啊 女帝寒江雪 打量着圣怀安 尽管圣怀安表现出来的是 宗师初期修为 但是圣怀安身上 那浩瀚的气息远远超过了他 他在圣怀安身上 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感 这代表着 他不是圣怀安的对手 圣怀安要远远强过他 据悬一位探子传回来的消息 圣怀安对战五胜不落下风 看来是真的 圣爱卿果真是鹦鹉不凡 气概无双 难怪能打得整个荣敌部落头 都抬不起来 女帝寒江雪 忍不住称赞道 陛下谬赞了 圣怀安谦虚地说道 这可不是谬赞 圣爱卿何须谦虚 圣将军不仅收复何锡郡 还打下墨兰草原 一路打到舍乐川 差点将整个荣敌覆灭 如此功绩 千古无人可比 寒江雪完全没有想到 圣怀安能够给他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他登临地位 圣怀安就收复何锡郡 打得荣敌上百年无力南下 更是开疆阔土 将墨兰草原纳入大卫版图 这些都是他的功绩 将被后人敬仰 史书大书特书 收复何锡郡 民间反对他统治的声音 也将少很多 不知今日陛下召见 所为何事 圣怀安询问道 这些夸奖的话 对圣怀安来说还无意义 还不如一些实质性的奖励来得实在 韩燕燃看着城怀安的表情 有些诧异 别人要是如此被女帝夸奖 定然高兴得不行 可圣怀安却并没有多高兴激动 也对 到圣怀安这个境界 已经不在乎这些虚荣了 天下间 有那尊武圣 是爱慕这些莫须有的虚荣 他们只在乎关心 自己实力的提升 今日召见圣将军 是想询问一下圣将军 以后是打算做大卫的王侯 还是要自立门户 韩江雪很直白地询问道 到了武圣境界 天下之大 何处去不得 一旦当了大卫的王侯 便有了束缚 韩江雪也在试探圣怀安的态度 看圣怀安对待大卫的态度 陛下此言何意 圣某向往驰骋疆疆场 征战天下 圣怀安回答道 自立门户 他没有想过他需要杀戮职 就需要不断地杀戮 而想要不断地获取杀戮职 最好的就是在军中 带领大军冲锋 征战天下 韩江雪了然 同时心中也是一喜 这说明圣怀安没有自立门户 或者要走的意思 很好 不知道圣将军 如今修为可突破武圣 韩江雪笑盈盈地询问道 若是圣怀安突破到武圣境界 就可以考虑 册封圣怀安为圣武王 到时候 圣怀安将是大卫第二根国注石 不曾 大宗师圆满 半只脚踏入武圣境界 战力有一点点强而已 圣怀安谦虚地回答道 他确实还不曾踏入武圣境界 但是若是他想 随时都可以 韩江雪点点头 同时内心也有点惋惜 若是圣怀安是武圣的话 他就可以册封城怀安为圣武王 镇守北方 统领北境六七十万兵马 使匈奴再也无法南下 骚扰北境边疆 圣将军 朕欲册封你为侯 统军二十万 攻打匈奴 逼退燕第三周的匈奴大军 韩江雪对圣怀安说道 嗯 这个可以有 给我二十万大军 我现在就去攻打匈奴 圣怀安顿时就来的兴趣 封不封猴的 他没有多大兴趣 但是带领二十万大军 去攻打匈奴 又可以收获无数杀戮职 这倒是他希望的 不知道圣将军 还有什么诉求 可一并告诉朕 能答应你的 朕都可以答应你 韩江雪开口说道 他也想圣怀安能为他所用 这样等圣怀安成为武圣 再有一尊武圣在背后支持 整个大卫 反对他的人都将闭嘴 听闻皇室有一座武库 不知道 我能不能进里面 去观看一下 圣怀安说道 皇室有一座武库 收藏了不少的武学书籍 圣怀安也想进去看看 多补充一些武道知识 此乃小事儿 赠给你一枚金牌 你可自由出入武库 韩江雪 当即将腰间的金牌拿下来 递给圣怀安 那就多谢陛下了 圣怀安也没有客气地接过金牌 燕燃 带圣将军去武库 韩江雪对韩燕燃说道 是 陛下 圣将军 请跟我来 韩燕燃对圣怀安说道 圣怀安也没有想到 这女帝为了拉拢她 也舍得下血本 皇家武库都舍得让她进去 陛下 纳臣先告退 圣怀安跟着韩燕燃 便出了郑和殿 圣怀安走后 韩江雪看着郑怀安离去的背影 心中却是很不可思议 圣怀安比她都还年轻 可一身修为实力 比她还强 她可是 从小就刻苦修炼 修炼了二十多年 才修炼到大宗师圆满 会是上古大能转世吗 可近几千年来 都未曾听闻 有上古大能转世了 韩江雪低难 圣怀安在韩燕燃的带领下 穿过一座座宫殿 来到皇家武库 圣将军 燕燃就不陪你进去了 你把陛下给的经令 给一楼的山老看 山老自会让你上武库去 韩燕燃对圣怀安说道 劳烦燕燃姑娘了 圣怀安微微一笑 圣将军 若是需要出宫 可让宫里的宫女 前来找我就行 韩燕燃叮嘱完 便走了 韩燕燃走后 圣怀安才走进皇家武库 大魏的皇家武库 是一座塔形建筑 看起来供九层 并不是很高大 也不威严 在这皇宫中 普普通通 圣怀安走进去后 第一层门口 就有一个灰袍老者 坐在那里 闭目修炼 来者何人 可有皇帝手谕 灰衣老者睁开眼 看着圣怀安 圣怀安也打量着 拉灰衣老者 大宗师后期修为 只差一步 便是大宗师圆满 看来是皇室 专门镇守武库的 圣怀安也没有多说什么 拿出女帝 寒江学给的经令 看到圣怀安手中的 龙闻经令 灰衣老者继续说道 除了酒楼 你皆可去 寒山说完 就闭上了眼睛 继续冥想 圣怀安手中的经令 他自然识的 乃是皇帝的贴身妖令 有皇帝的经令在 寒山自然不会阻拦圣怀安 圣怀安点点头 便上了楼 一楼没有书籍 二楼开始 才是放置五道书籍的 等圣怀安上楼后 寒山又睁开了双眼 此人是谁 那个世家子弟不成 如此年轻 一身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宗师出气 可他那里知道 他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 非大宗师圆满以上者 已经看不穿圣怀安的修为 圣怀安来到二楼 一排排的书籍 都是武功秘籍 他也不挑选 随意地就拿起一本 观看了起来 铁爪弓 这是一门普通的爪类修炼弓法 圣怀安看了一遍 就放下了 又不是什么深奥的武 学 以他如今的修为 加上强横的神魂 看一遍就能将其记下 然后又拿起一本武功秘籍来 烈焰掌 崔心掌 五元秘露 玄心土纳呼吸法 游龙身法 范神功 圣怀安并没有挑选 而是一本接着一本看过去 不管是修炼吐纳之法 还是武道功法之法 他都没有放过 可谓是来者不拒 将二楼的低级修炼功法 和武技秘书看完 圣怀安又上三楼 继续观看了起来 同样是一本都没有放过 三楼的武功秘籍 要比二楼的好上一些 但也不多 也都是普通武功秘籍 等到四楼 才出现 基本能修炼到先天的普通秘籍 五楼和六楼 记载的都是先天境界的 武功秘籍和心法 第七层 书籍就少了起来 这一层放的是宗师境界的功法 到了第八层 书籍更少 只有寥寥百来本武功秘籍 但都是大宗师境界的武道功法 圣怀安在皇家武库中 一待就是三天 他花了三天时间 一刻也不停歇 将里面所有的书籍 都看了一遍 几万册书籍 他都看了一遍 除了第九层 他没有上去 想来第九层 应该是大魏皇室的祖传修炼之法 乃是核心秘密 是不能入内的了 圣怀安不知道的是 第九层中 一道苍老的身影盘坐 从他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关注着他 三天时间 圣怀安看完二到八层的所有书籍后 他才下楼走出皇家武库 同时 大魏皇家武库中的功法 也被金色光墓全部收录 走出武库 圣怀安拦下一个宫女 这位大人 有何吩咐 宫女欠身行了一礼 我要找韩燕燃 你且去帮我 将她叫过来 圣怀安直接说道 是 大人 宫女前去叫韩燕燃 圣怀安就站在原地没有动 毕竟这是皇宫里 有不少的后宫贵人 她不想传出不好的绯闻言论 没过多久 韩燕燃就前来 将军 可找到心仪的武道典籍 韩燕燃巧笑燕燃的询问道 嗯 圣怀安点点头 虽然那些功法 都比不上她修炼的大日新经 但是有不少都有其借鉴之处 多参悟一些武道典籍 对她的武道修为 也有不少的好处 圣将军 陛下有请 她有事想向圣将军请教 韩燕燃开 口说道 哦 什么事 圣怀安有些不解 她又不是处理政务的人才 难道是修炼上的事情 这也不对啊 若是修炼上的事情 韩江雪 也应该是去请教皇室老祖才对 韩燕燃也没有回答 只是在前面带路 圣将军在武库这三天 整个京城 可是有不少的人 都在打探将军的消息呢 韩燕燃说道 圣怀安建了女帝后 将要封侯的小道消息 在京中权贵间传开 不少人都想跟圣怀安搭上关系 打探我的消息干嘛 圣将军 如今可是风云人物 不少权贵 可是都想着将家里女儿 嫁给圣将军呢 韩燕燃笑着说道 有这么好的事啊 不会都是想来 做侯府夫人的吧 圣怀安笑道 将军真幽默 韩燕燃被圣怀安逗笑了 不少世家大族 确实是存在着这个想法 一尊侯爵 在大魏身份 已然是极其尊贵 是大魏的顶层勋贵 不少世家大族 都会想办法 与之联姻 也得这三天时间 圣怀安都是在皇宫里 要不然 圣怀安所在的红炉寺 门槛都要被那些官员给踏破了 一尊新贵冉冉升起 谁不想去结交 话说 圣将军不考虑一下吗 可是有不少大臣家的千金 长得很美貌哦 韩燕燃玩笑着说道 是吗 可有燕燃姑娘美貌 圣怀安笑看着韩燕燃 将军取笑燕燃吗 韩燕燃眉眼一笑 我可没有 这世上能比燕燃姑娘漂亮的 可不多 圣怀安夸奖道 能成为女帝韩江雪的贴身侍女 容貌也是绝美无瑕 万里挑衣的存在 被圣怀安这么一夸 韩燕燃的小脸都为红了 那与那位情妖仙子比呢 韩燕燃突然问道 圣怀安突然一愣 然后笑道 那当然是燕燃姑娘更美了 在这种问题上 圣怀安怎么可能会犯直男错误 前世虽然没有当渣男 但是渣男语录 他还是会一些的 我才不信 韩燕燃虽然嘴上说着不信 但是心里已经美滋滋 高兴得不行 两人说说笑笑的 就来到了郑和殿 圣怀安也不知道 女帝找他干嘛 陛下 圣将军带到了 韩燕燃轻声说道 行 你先下去吧 女帝韩江雪 一袭红色龙袍 头戴凤差 气质冠绝天下 若是要形容 圣怀安定会说一句 六宫粉带无颜色 回眸一笑百媚声 是 陛下 韩燕燃告退后 圣怀安抱拳行了一礼 不知道陛下寻我来 所为何事 圣将军 你在北境边疆 对草原一族多有了解 朕有一事想请教你 韩江雪开口说道 陛下请说 若是能帮到陛下 定会知无不言 圣怀安说道 先被慕容氏建立北燕国 现在北燕派遣使者来我大魏 想与我大魏交吼 你说 该如何做出抉择 显然 韩江雪还是想与北燕交好 以此来打压千知大骊 百年前 大骊给大魏的侮辱 韩江雪可不曾忘记 臣以为 不应与那北燕建交 一族都是狼子野心 我大魏乃是中原王朝 若是与北燕一族交好 会被天下百姓并购 听了圣怀安的话 韩江雪有些失望 这话与左相说得差不多 但是 不交好 不代表不可以和北燕做生意 圣怀安又说道 哦 此话怎讲 女帝眉目瞬间舒展开来 明面上 我们不与北燕交好来往 但是 暗地里 我们可以和北燕做生意 草原一族对于粮食 盐铁 茶叶都稀缺的 而盐铁 粮食 大骊必然会禁止贩卖到北燕 以免壮大北燕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 暗中将盐铁 粮食 茶叶 以几倍的高价 卖给北燕 换回银钱 或者我们所需要的物资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赚钱 回来发展军事 强大国力 又可以让北燕可控得强大起来 给大理找麻烦 盛淮安的话 让寒江学眼神一亮 相对来说 盛淮安的思维 要不同于中原儒家 中原都是提倡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 不可与一族往来 就好比大卫与匈奴 双方之间 连商业贸易都不准许往来 物资缺乏的匈奴 必然每年都要纵马南下 抢夺物资 这也是边疆地区 连年战争不断的原因 草原盐铁少 还缺乏茶叶 可草原游牧民族 肉食吃得多 没有茶叶 就会造成消化不良 为了得到这些物资 就只能发起战争 盛将军此剂 可否稳妥 寒江雪心动了 既然明面尚无 法与北燕交好 那就撕下来呗 稳妥 若是被发现 就死不承认 将商业交易这事 推给民间商行 盛淮安直接说道 世家大族 民间商行 走私 偷运物资 给草原一族 一直都存在 在绝对的暴力面前 商人就敢将脑袋 系在腰上 善 盛将军这算是点醒了朕 替朕解决了一个头疼的事 明的不行 就转到暗下来 寒江雪欣喜地笑着说道 为皇者 首先要考虑的是 国家整体的利益 一记不行 就另换一记 只要能给大梨添堵 寒江雪很乐意去做 而且盛淮安这个法子 还能不断地赚取赢钱 有足够的赢钱 他就可以强军报兵 是要与大梨 大楚斗上一斗 谁还没有一个 一统中原的心呢 不过 陛下 此计谋要用绝对性的过的人 去实施 接触北焉使臣 且此人还不能被大众熟悉 就连朝臣都置之甚少 到时候 哪一天爆雷了被发现 就将矛盾 转嫁到世家大族上来 说 这是民间行为 堵住百姓和大梨 大楚的口 盛爱卿想不到 还有如此谋略 朕都想 将你留在京城 替我出谋划策了 寒江雪对盛淮安笑着说道 陛下别 我更喜欢带兵征战 盛怀安赶紧摆手 这朝堂斗争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他真的是不喜欢 算了 我只是这样一说 寒江雪白白手说道 盛怀安这种绝世猛将 就应该去战斗 征服打压一族 守卫国家疆土安宁 朕已经与朝中大臣商议过了 明月就给你 和和熙军策封赏赐 明天你记得带着你的部下来上朝 还有 朕欲设立和熙都护府 这知府之位 盛将军可有需要举荐的人选 寒江雪又说道 嗯 我便举荐何熙县令陈天化吧 盛怀安也不必闲 直接就举荐了陈县令 寒江雪点了点头 表示记下了 这个知府之位 已经有不少的人在争了 朝中有不少世家大族之人 他们都知道 何熙都护府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那可是连接西域的商道 占据何熙都护府知府的位置 可以牟利无数 陛下可还有要事 若无要事 我就先回去了 盛怀安说道 慎爱卿且回吧 盛怀安便告辞离开皇宫 回红炉寺 在盛怀安离开后 寒江雪前往皇家武库 来到武库 寒江雪对着寒山行礼 江雪见过书祖 一袭灰衣的寒山睁开眼睛 小江雪啊 是来看老祖的吗 来看书祖您和老祖的了 寒江雪微笑着说道 此刻他毫无帝王架子 就你嘴甜 行了 上去吧 老祖知道你来了 寒山露出一丝微笑 是 书祖 寒江雪来到皇家武库酒楼 这里除了帝王 皇室子弟也不得入内 盖音皇室老祖在这里清休 老祖 江雪求见 寒江雪朝酒楼内开口说道 进来吧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酒楼武库的门也被打开 寒江雪走进去 门便自动关上了 酒楼内夜明珠照得通明 整个酒楼都是封闭的 江雪拜见老祖 寒江雪躬身拜了下去 找我何事 虚发揭白的寒武慈祥地看着寒江雪 那位圣怀安老祖见过了 感觉如何 寒江雪寻问道 气血如海 前途无量 若是这片天地不被禁风 此子必成五地 只可惜了 寒武叹息道 如这片天地修道艰难 不管是武圣还是阳神 修炼进度就如蜗牛 上升的通道也已然断绝 我打算封他为侯 为我大卫镇守北疆 寒江雪说道 此事你自己定夺就行 倒是此子如此优秀 可选为你夫婿 寒武开口说道 老祖 你瞎说什么 寒江雪翘脸一红 小江雪啊 老祖我修武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如今也才武圣后期 没有几年可活了 等老祖我走后 这大卫皇室就没有武圣镇压 到时候只怕是要天下大乱 寒武无奈地说道 这几百年来 大卫皇室越发地衰落 几百年都不曾再出一尊武圣 全靠他一人撑着 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寒江雪 可寒江雪一时半会 也无法突破五胜 老祖 我可以的 我会尽快突破五胜 寒江雪说道 寒武摇摇头 寒江雪虽然大宗师圆满 可第三朵到花 还没有凝食 等到花凝食 也不是一下就可以突破五胜的 若是五胜如此容易突破 百年前 你二叔祖就不会失败 我大卫 也不会被大离和大厨举兵来攻打了 百年前 皇室出了一个天骄 天资不弱于寒江雪 年不过三十 就修炼到大宗师大圆满 三花俱顶 武器朝圆 而大离和大厨 为了阻止 派强者来袭 同时联合举兵来法 草原一族戎敌 匈奴 南疆苗族 剑状也纷纷起兵来法 大卫风雨飘摇 使得那位皇室弟子 无法安心突破 最后铤而走险 突破失败 身死盗消 皇室老祖寒武出手 与大离 大楚的武圣强者大战 虽然打退了强敌 可寒武也身受重伤 百年来 修为不得寸进一步 如今 这位大卫皇室老祖 气血已经开始衰败 走向了下坡路 没有几年好活了 寒江雪为之沉默 现在大卫的处境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好 萧武圣 被妖族牵制在镇妖关 动弹不得 一旦老祖陨落 大离和大楚 是不会放弃 这个攻打大卫的机会的 那些盗门大宗 对于王朝的更替 他们并不会在乎 统治这片土地的人 是大卫 还是大离 或者是大楚 他们不会去管的 那些世家大族 他们也不会与我大卫 同生共死 老祖 我撑不了几年了 临近暮年 寒武感受到了 深深的无力感 遥想曾经 他也曾意气风发 一双铁拳 打得无数豪杰折腰 从上一代武圣老祖手上 接过大卫 他已经为大卫遮风 避雨三百多载岁月 已然不如暮年 寒江雪沉没 他无法敢肯定 这几年内 突破五胜境界 若是他不能在 老祖陨落前突破五胜 必然挡不住 群狼的扑杀 那叫圣怀安的 按照收集来的消息 心性不错 心也像我大卫 且他现在 在压制境界 突破五胜 轻而易举 道剑山那件陈老鬼 他的孙子 我不放心 将你交给他道剑山 原本 韩武是想和道剑山联姻 以求道剑山剑圣剑城 庇护韩江雪和大卫 可现在 他觉得 圣怀安是个不错的选择 人年轻 长得帅气 实力强大 还是大卫将领 身后又没有世家 对大卫的威胁影响不大 反而能守护大卫 老祖 我 韩江雪不愿意甘心 沦为附庸 他想要证明他自己也可以 成为五胜 带领整个大卫 走向辉煌 算了 小江雪 别想太多 老祖再一年 就能护得住大卫一年 韩武安慰道 将整个大卫的重担 压在这个女娃子身上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 是 老祖 韩江雪点头 内心却很沉重 修行上 可有什么疑惑 趁现在老祖还在 便为你解惑 韩武开口道 老祖 韩江雪开始 将修行中 遇到的困惑说出来 向老祖请教 圣怀安回到红炉寺 上官朔和王武 就围了上来 将军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害我们担忧不已 王武开口说道 这有什么可担忧的 圣怀安看着王武 这家伙不盼望他好 就盼望着他不好 那啥 将军你这一去 就是三天 杳无音信的 我们当然担忧啊 王武挠着头说道 瞎操心 本将军 实力枪军 谁能带我和 我去了皇室武库 在里面待了三天 圣怀安解释道 上官朔和王武这才了然 原来是去皇室武库了 大卫皇室武库 可不是谁都能去的 非为大卫 做出重大贡献者不可敬 萧八天还没回来 圣怀安询问道 没有 王武摇摇头 算了 不管他 音乐神母呢 圣怀安没有感受到 音乐神母的气息 便询问道 王武几人摇头 那位前两天就不在了 我们也不知道 去哪里了 一尊武圣 来去可不是他们 能管得了的 音乐神母要走 圣怀安也管不了 他也懒得去管 本来那音乐神母跟在他身边 圣怀安也只是觉得 扬眼而已 他还不至于 米青虫上脑 要将对方 强行留在身边 也不会觉得 那音乐神母 会喜欢上他什么的 他又不是龙傲天 虎屈一阵 对方就败倒在他的胯下 能修炼到武圣 你可以说他心思单纯 但是你不能说他没脑子 是傻子 没有去管这些事 傍晚 红炉寺送来饭菜 吃完晚饭后 圣怀安便打算出去走走 来京城不去见识一下 京城的繁华 岂不是白来了吗 走 去逛一下这京城的夜景去 圣怀安对王武 王展几人说道 武师亲卫 就留在鸿卢寺 圣怀安只带了王展 王武 还有上官朔这个本地人 上官朔 京城的夜景 可有什么好推荐的 圣怀安寻问道 将军 京城的夜景 有两条街 最为繁华热闹 一条春夕街 是贩卖各种小吃 杂耍 灯会等组成的长街 另一条是 上官朔迟疑了一下 什么你倒是说啊 扭扭捏捏的 王武忍不住开口说道 就是喝花酒的街道 整条街都是青楼 教司方 宜春楼 宜红楼 去的都是男人 京城最热闹的 就是这两条街了 其他的 都差一点意思 上官朔说道 嗯 王武眼神一亮 走走走 将军 我们去教司房 听说教司房的诗诗姑娘 厌贯天下 美不可方物 我们去看看 那诗诗姑娘 到底有多美 走吧 带我们 去春夕街逛逛 圣怀安说道 好的 将军 上官朔点头说道 不是 将军 去什么春夕街啊 教司房 宜春楼不好玩吗 王武一一听去春夕街 顿时就急了 永俗 要去你自己去 圣怀安摆了一隐王武 这家伙 这爱好就不能改一改吗 就是 庸俗 耻于你一姓 王展也开口说道 不是 你们 王武看着三人走了 并不理他 我说你们就不能 玩一点男人的爱好吗 一个夜市有什么好逛的 王武无奈地追上去 夜晚的京城 繁华璀璨 街道两旁的屋檐上 都挂着灯笼 将落金照得明亮 如同黑夜中璀璨的明珠 不少人趁着晚上 都出来游玩 很是热闹 糖葫萝 卖糖葫萝 烧饼 新鲜烙烧饼 唐人 小唐人 蜜饯 好吃的蜜饯 油饼 刚出锅的油饼 几位客官 进来小铺喝几杯茶再逛 掌柜的 给我来一碗羊肉汤 加两个羊宝 繁华热闹的夜市上 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叫卖 看得人眼花缭乱 大人带着小孩 逛着夜市 吃着各种小吃 来瞧一瞧 看一看了 独家绝门杂技 耍猴一流 一路上 盛淮安等人 看到了有耍猴的 有胸口碎大石的 有打铁花的 茶棚里说书的 烟火气息非常的浓厚 这洛京不愧是大卫的都城 太繁华热闹了 王展开口说道 他走南闯北 相比起来了 各地的夜市 都不如若惊 繁华热闹 盛淮安看着 琳琅满目的小吃摊 要不是这些人 都穿着古装 他都以为回到了 前世逛夜市的时候 基本上普通百姓 都喜欢来春夕街逛 这边热闹 各种吃的美食多 还有灯会 赏花灯 许多达官贵人家的 大家闺秀 也会来这边 游玩逛街赏花灯 上官硕说道 耍猴的摊前 有不少的小孩 对耍猴很感兴趣 圣怀安 走到打铁花那 周围站了不少的人 几个赤裸着膀子的大汉 在表演着打铁花 精彩的表演 惹得不少人欢呼 这些有什么好看的 王武小声地嘀咕着 赏 王武 给钱 圣怀安开口说道 啥 王武错愕地看着圣怀安 怎么 我的话不好使了 圣怀安目光危险地 看着王武 王武不情不愿地 掏出一两银子 放到赏盘里去 谢谢 谢谢叔叔 端着赏盘的小女孩 高兴地对王武说道 叫哥哥 叫什么叔叔 我有那么老药 王武有些扎心地 看着小女孩 她也才三十多岁而已 而李之年 叫什么叔叔 多貌美 可是 叔叔 你和我爸爸 看起来一样年纪啊 小女孩天真的说道 哈哈 圣怀安三人大笑了起来 王武满脸黑线 感觉胸膛被扎了几刀 很扎心 走开走开 小孩你讨厌死了 只有王武受伤的世界 他就很烦 我妈妈说我很可爱呢 叔叔 小女孩的两个羊脚便晃动着 很是可爱 说得不错 很可爱 王武 赏 圣怀安笑着说道 王武很不情愿地 又掏出一两银子来 放到小女孩的赏盘里 里面有不少的铜钱 银子较少 他是相当的无语 钱是他给 还要被叫老叔叔 谢谢哥哥 小女孩对着程怀安甜甜一笑 他知道 是这个很帅 很帅的大哥哥 让这个叔叔给的赏钱 叫他又叫大哥哥 钱可是我给的呀 就不能叫我一声大哥哥 王武很受伤 突然间就到了大叔的年纪 谢谢叔叔 小女孩天真烂漫地说道 行了 走吧 你看你那一脸沧桑的模样 别吓到人家小姑娘 圣怀安笑着说道 继续前行了几百米 一个摊子上是卖花灯的 不少年轻男女 购买着花灯 拿到河边祈福 同时也有不少的书生 带着一中人在猜灯迷 想要嗅一下财学 若飞来到这个世界 快一年了 圣怀安都有一种穿越千古的感觉 花灯 夜市 繁华的古城街道 来来往往的行人 比起前世 那水泥街道 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 这个世界的夜市 更加有氛围 诗情画意 仿佛置身于时空长廊 犹意游千年前的京都夜市 圣怀安此刻 很享受这种热闹的烟火气息 让他感到很安宁 上官硕在面面带路 王武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 好似谁欠他钱一样 倒是圣怀安 脸上挂着笑容 像是一个普通人 真正的用心去体会这种 平凡的美好 将军 这些灯会 最是热闹 很多大家闺秀 都会来求一盏花灯 祈求能遇到良人夫婿 上官硕指着那些 贩卖花灯的说道 圣怀安看着那些 制作精美的花灯 路过的不少女子 目光都落到圣怀安身上 实在是圣怀安的容貌气质 非常地吸引 易姓 好帅气啊 两个女生 悄悄地打量着圣怀安 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好像在那里见过 小姐 小姐 我刚才看到圣将军了 钱小小的侍女 跑过来说道 正在一个摊位上 挑选花灯的前 小小转头 当即放下手中的花灯 在哪 在那边 侍女指着 圣怀安所在的方向 走 快带我过去 钱小小激动地说道 没想到 夜晚来逛夜市 竟然还能偶遇圣怀安 自从那天城门口 见到圣怀安那英俊的容颜 和那无双的气质 就深深地吸引了他 圣怀安与京中的 世家子弟相比 无疑是非常优秀的 不仅会做诗词 有才华 而且还是少年将军 收江富土 立下布施大功 自古谁不爱英雄 钱小小自然也不例外 一句云响 衣长花响容 春风福建路花浓 就引得多少金钟 多少世家女子神望 可等钱小小和侍女赶过去 已经没有圣怀安几人的身影 在哪呢 会不会是你眼花了呀 钱小小转了一圈 都没能找到圣怀安的身影 不会的 小姐 圣将军他们刚才就在这里的 他们在这里看花灯 侍女开口说道 掌柜的 你刚才有没有见到一个 容貌英俊 身材高大帅气的人 钱小小便走到花灯摊 询问卖花灯的掌柜 你是说一个很有气质的少年郎啊 他们刚才已经走来 掌柜的回答道 朝那个方向走了 他们朝这条街过去了 掌柜的指了一条繁华的街道说着 钱小小也不顾的道谢 就追了上去 然而茫茫人海 怎么能有如此巧妙的缘分 让其相遇 逛完繁华的春夕街 王武中就是没能如愿去教司方 见一见那被称为 金钟第一美人 宋师师仙子 毕竟明日 他们还要上朝 接受册封 今夜就去教司方庆祝 说不过去 回了红卢寺 圣怀安站在楼上 看着整个洛京 眼里道法流转 他以阴神观看整个洛京 人道气运撕裂火般燃烧生腾 难怪没有道家之人 愿意待在洛京 那似繁华锦簇般的人道气运 对道家阴神的压制 特别大 在圣怀安眼里 人气生腾似火 气运旺盛 这洛京 不愧是一国荆棘之地 他的目光探入洛京上空 那里龙气汇聚 交织成一头黄金五爪神龙 镇压大卫三十六周 而那大卫龙气中 还有一股力量 镇压着龙气 使之不溃散 可镇压整个大卫气运的那道气息 似乎有些苍老衰败 嗯 什么的情况 难不成这大卫到了王朝末期 可大卫也不像王朝末期的景象啊 圣怀安低难着 大卫又无魂君昏庸无道 全臣 望尘谗言 霍乱朝纲 按理来说 大卫并不会出现衰败的迹象才对 该不会是那大卫老祖 出了问题吧 圣怀安不由地猜测着 兼修道法 已然达到阴神极限的圣怀安 此刻发现了这一问题 只可惜 他没有修官器术和推演术 无法窥探到真相 皇宫内 皇家武库 九层楼中 皇室老祖寒武 感受到了一丝窥探的目光 何方道家高人 窥探我大卫 寒武皱眉 强大的精神感知力 借助大卫龙气 开始巡视整个洛京 道家不入室 怎么会有道家高人 窥探大卫气运 圣怀安却是不知 他那阴神极限的修为 已然不若阳神初期 此刻无意间窥探大卫气运 倒是让皇室老祖寒武多享了 起了疑心 收回目光后 圣怀安看着那繁华的灯火 心绪宁静 人间烟火气 罪抚凡人心 即使只差一步 他便可登陵陆地神仙之境 做那高高在上的阳神 武圣 可他依旧觉得 自己不过是这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大楚 靖州 整个靖州都被司马氏把持 猎土封王 相当于大楚的异姓王侯 司马氏浩大的府邸 占地极其广袤 高墙大院 红柱琉璃瓦 气派非凡 贵不可言 整个司马氏 一尊武圣镇氏 武尊大宗师 在大楚 极其尊贵 一个司马氏族人 快步地来到一处祖宅 家主 大卫那边传来消息 疑似找到当年那人的踪迹了 司马延听到族人汇报 眼神瞬间亮了几分 好 寻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是有消息了 你传信去大卫 让人确定 消息是否为真 我去禀报老祖 然后司马延快速来到 家族老祖们闭关之地 四祖 这儿有钥匙禀报 司马延通报道 司马无双听到汇报 当即便结束闭关 走了出来 此事明确 司马无双看着司马延 大卫传递回来的消息 我让人去继续查明核实 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传回来 司马延回答道 好 发动我司马氏在大卫的所有力量 一旦确认 通报我 司马无双多年毫无波澜的心 起了一丝澎湃 他们司马氏 满天下的寻找老兵 已经寻找了近二十年了 一直杳无音信 现在终于是有了一丝线索 一旦找回昊阳五帝的传承功法前半部分 得到完整的五帝传承 他们司马氏老祖便可更进一步 而他们也有望五圣 司马氏必然能成为千古家族 是 四族 次日一早 起来洗漱装扮了一番 红卢寺少卿陈文泰便赶来 圣将军 可否准备妥当 我来接你们入宫 陈文泰开口询问道 好了 圣怀安微笑着点点头 此刻的他 红袍银甲 头发高竖 风神如玉 英姿无双 陈文泰看来 心神感叹 好一个红袍银甲少年郎 当真是举世无双 贵气逼人 上官朔也身着战甲 跟在圣怀安身后 他们乃武将 又无朝服 上朝自然只能穿铠甲 只等册封后 朝廷便会发朝服 王斩和王武两人 不是将军 因此没能得以跟随上朝 走吧 出了红炉寺 萧楚衣也是一身战甲 在红炉寺外等候着了 上了马匹 四人就朝皇宫而去 清晨的洛京 已经繁忙热闹起来 小商贩这回在沿街叫卖了 临街商铺 也纷纷开门 提前恭喜圣将军了 路上 陈文泰笑着恭喜道 朝中不少的大臣 都已经得知 圣怀安将会被封侯 这已然是铁板上钉钉的事 圣怀安的功绩 无人可抹除 一尊手握重兵的绝顶大宗师 甚至是一四五圣的人 没有人会去得罪 谁敢阻止封侯 这些天 圣怀安对战五圣的事 也被有心之人知道 很多人都已经怀疑 圣怀安是五圣了 一尊大卫未来的擎天柱 没人会去得罪 同谢 同谢 圣怀安笑着说道 这位将军 是上官家族的吧 陈文泰又看着上官朔说道 不错 上官家族旁之数出 上官朔 上官朔没有否认 他的底线 想来也已经被人都扒拉了出来 陈文泰看了萧楚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镇南侯萧衍的爱女 萧王的孙女 他岂会不知道 只是其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虽不得而知 但他也不会去多问 圣将军不 吓 真是人才几几啊 难怪能打得戎敌抬不起头来 陈文泰公为道 圣怀安封侯后 朝中大臣 二平以下 见到了都要行礼 一旦封王 见地不败 皇帝都要反过来问候 这就是武圣的牌面 陈文泰此刻已然是想着 先交好圣怀安的 他坐着红炉寺少卿 也有五六年了 他也想进步啊 再朝为官 谁又不想进步呢 他们啊 一个个资质差得不行 到现在 一个宗室都没有 圣怀安摇摇头 上官朔不敢反驳 什么也不敢说 事实就是如此 武道修行 日积月累 进步困难 非绝世天骄 每进步一个境界 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积累 到时落后半个身位的萧楚一 忍不住翻了白眼 他年方二十 就已经是先天境界了 已经很天才了好不好 来到宫门外 将马匹放在宫门外 四人走进皇宫 此刻不少大臣都来到皇宫 参加早朝 前程见到圣怀安几人 快步走了过来 圣将军 陈少卿 前大人 圣怀安和陈文泰 抱拳打招呼道 真精神 少年英气 贵气逼人啊 前程看着圣怀安 这时 又有一个大臣走过来 老前 这位将军就是圣将军吧 确实是少年英气 贵气逼人 王成笑着说道 哈哈 老王 不错 他就是圣将军 圣将军 这位 是兵部尚书王大人 前程对着圣怀安说道 见过王大人 圣怀安笑着打招呼道 现在 他也算是开始接触 大魏朝中重臣了 哈哈 圣将军 走吧 我们一起 去上早朝吧 王成笑着说道 行 那就有老几位大人引路了 圣怀安说道 一路上 不少的大臣 看到圣怀安这个陌生的面孔 基本上都猜测到了 圣怀安的身份 不少人都投来友善的笑容 圣怀安也一笑着回应 毕竟 别人对你微笑 你也不能回尽一巴掌吧 来到朝天殿 上早朝的地方 圣将军 走 上前去 你要站在前面 前程对圣怀安说道 现如今 朝中武将基本上都在外带兵作战 除了镇守京都的几个武将 武将那一列朝臣 没有几个人 圣将军 你就站在那几位将军的前面 前程说道 那几位将军 也是对圣怀安投来和善的笑容 圣怀安率领大军 收复何西郡 也是替他们军人争光 且圣怀安即将封侯 军功爵位 都要在他们之上 圣怀安听着前程的安排 走到那几个武将面前去 他对朝堂并不熟悉 对于站位 也不知道该如何站 一切 都是礼部尚书前程带着他 想来 这也是女帝吩咐的 圣将军 圣将军 那几个武将 纷纷朝圣怀安打招呼 嗯 圣怀安都微笑着点头回应 毕竟这些人他都不认识 上官朔和萧楚一 便站到那几个将军身后去 他们两人 只是先天境界的六品皮匠 能得以上朝觐见皇帝 都是因为有战功 沾了圣怀安的光 朝堂上 基本上都是文臣 文臣之首 就是左相傅相儒 傅相儒看过来 也是一脸微笑着点头 那句话 非常的有意境 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都是好人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满朝文武 此刻谁敢对圣怀安不满 怀有敌意 就算是有不满的 也要憋在心里 脸上都要挂着笑容 一尊绝殿的大宗师王侯 那些不满的声音 也要被压下去 圣怀安环顾了一圈 朝天殿修建的极其灰红庄严 大殿中的每一根柱子 都是七金龙文柱 那张九龙龙椅 代表着皇权 等朝臣都到达朝天殿后 女帝寒江雪才 缓缓从朝天殿后走来 一袭红色龙袍 头戴凤差 绝美的容颜加上龙袍 风华绝代 屁你天下 跟在其身后的魏公公 扯着龙鸭嗓的嗓子大喊 陛下道 参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朝臣纷纷拱手行礼 众爱卿 平身 女帝坐在龙椅上 缓缓开口说道 谢陛下 然后就是魏老公公 扯着龙鸭嗓喊道 有事禀奏 无事退朝 似乎是每次朝会的惯例一般 就像小雪老师喊上课 班长大喊起立一样 启禀陛下 今有圣怀安将军 率领大军 横击戎敌 赴我大魏江土 养我大魏国威 前程第一个站出来 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将圣怀安吹捧上了天 站在武将守卫的圣怀安 此刻 自己都听得脸红 这也太能夸了吧 他都不好意思了 惊请奏陛下 册封我大魏有功将士 昭告天下 以当天下勇武之势 便将百万将士 都引以为鉴 奋发图强 斩杀敌人 养我国威 报效大魏 前程的声音洪亮 在朝天殿中回荡 诸位爱卿 当以为何 女帝看着朝中大臣 开口说道 臣等无异议 朝臣们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能有异议吗 册封圣怀安等人 不就是皇帝一句话的事 他们也没有理由阻止啊 这种情况 谁敢跳出来阻止 那才是草包 也根本不配站在这里 好 圣将军听风 女帝高声说道 圣怀安当即站了出来 魏老太监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今有忠良圣怀安 巴拉巴拉 又是一大堆赞扬的话 今册封圣怀安将军为冠军侯 二品镇西大将军 四麒麟侯袍 金玉腰带 侯府一座 黄金万两 十亿千户 已是皇恩浩荡 钦辞 虽然早有准备 但是此刻 圣怀安还是忍不住心中狂喜 封侯败将 贵籍人臣 那个男儿不曾有过此热血梦想 魏老太监将圣旨送下来 圣将军 接旨吧 谢陛下 圣怀安接过圣旨 同时 几个宫女 用玉盘抬着一套侯服 金玉腰带过来 圣怀安手一挥 将其都收入空间戒指中 总不可能 现在就换上麒麟侯袍吧 朝中无数大臣 看着圣怀安 羡慕不已 这可是 封冠君侯啊 还赐麒麟侯袍 这代表着 圣怀安就是最顶尖的王侯 身份尊贵无比 朝中大臣 就算是一品宰相 都无法封侯封绝 在大魏 封绝必须是军功封绝 然后 魏老太监 继续拿出圣旨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封肖霸天 为汝阳县子绝 镇西中狼将 封上官朔 为吴县子绝 破仪中狼将 封胡冰 为元县子绝 破戎中狼将 封郭孝平 为郭县子绝 破游中狼将 封武成为何西县子绝 破敌中狼将 封周元 为贺县子绝 破其中狼将 封灵将为随元县子绝 破枪中狼将 圣怀安部下七个将领 通通被封为子绝 领直中狼将 谢陛下龙安 萧楚一和上官朔出炼 败谢道 结果圣旨的时候 上官朔的手都在颤抖 如今 他被册封为子绝 完全可以摆脱上官家族了 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能被册封为子绝 现在大魏的绝位 那是非常珍贵的 担任大理四成的上官家主 看着上官朔 眼里神色复杂 既因为上官家族有人封绝 又有些遗憾 封绝的不是上官家族嫡系子弟 倒是萧楚一 没有多大的表情 受封子绝而已 他的梦想是要封侯 像他父亲爷爷那样 胡冰 郭孝平等人的封赏圣旨 圣怀安都带为收下了 望圣爱卿 镇守我大魏江土 护我大魏百姓安宁 女帝寒江雪开口说道 必不负陛下所望 圣怀安回答道 女帝点点头 也许下一次 就是册封为武王了 诸位爱卿 可还有要事起奏 完成了册封之事后 韩江雪才正式处理朝政 陛下 臣有要事禀奏 一个大臣站出来 禀报上奏要事 这些都不关 圣怀安他们什么事了 等下朝后 圣怀安被册封为冠军侯 刺麒麟侯袍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洛京 同时也很快传向 整个大魏天下 封侯 是要召告天下的 让三十六州百姓 都知道 大魏出了一尊新王侯 下朝后 满朝文武 都起起来向圣怀安道贺 见过冠军侯 恭喜恭喜 左相傅香儒 第一个过来道喜 多谢 见过左相 圣怀安已然得知 此人便是大魏左相 微笑地回道 侯爷客气了 侯爷当真是年轻有为 吴家有小女 与侯爷年龄相仿 不若去老夫家做作 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左相傅香儒 笑眯眯地说道 像圣怀安这种年少有为的俊杰 才是他心目中尚好的女婿 左相 侯爷 你们在聊什么 王成走了过来 恭喜恭喜 圣将军封侯 以后我们都要叫侯爷了 左相颇有些不悦 这王老匹夫 过来凑什么热闹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真是的 王上书说笑 你们才是 朝中公骨之臣 圣怀安谦虚地说道 不用谦虚 似你这般年少有为的俊杰 我大魏百年都难得出一个 王成摆摆手手 侯爷还不曾婚配吧 吴家有小女 自容绝世 我看 与侯爷你甚是般配 不若老夫厚着脸皮 给你们介绍一下 王成老匹夫 你懂不懂先来后到 要介绍你女儿 后面排队去 左相忍不住呵斥道 圣怀安 此刻头都大了 你们可是朝中重臣啊 跺一跺脚 整个大魏都要抖一下 这会怎么像是村头媒婆王大神 哟 热闹着呢 王老头 你女儿乃我女儿漂亮 前程也过来凑热闹 你放屁 老前 你敢说我女儿不漂亮 我死了你的嘴 户部尚书左堂 也跟着凑了过来 不少大臣看到这几顿大佬都在 本想过来与圣怀安攀一下交情 混一个熟练 可看到这些大佬 便只能站在一旁看着 恭喜恭喜啊 圣侯爷 我大魏可是有一百多年没有封侯了 你们这是 赶着招女婿吗 我女儿也很漂亮 左堂开口恭喜 而后又说道 此刻圣怀安光环加深 堪称是举世瞩目 无比的耀眼 满朝文五百官 都想要来攀交情 混一个熟练 上官说 萧楚一站在他身边 完全沦为了陪衬 崔壮远 此人倒是一步登天 意气风发 很是耀眼啊 有人羡慕地说道 崔锦看着圣怀安 他当初高中壮远 都没有圣怀安这般耀眼 剑和崔氏 世家门阀 这般身份 高中壮远 也没有被满朝文五所追捧 众星捧月 你要是能不到二十岁 修炼到大宗师绝颠 开疆阔土封侯 你也不比他若多少 崔锦虽然也羡慕 但是圣怀安与他又无恩怨 也无利益冲突 他可不会极度生恨 能高中壮远者 智商情商岂会低下 那人被这样看着 姗姗一笑 圣怀安被一众大佬围着 要给他介绍媳妇 都给他整不会了 他有这么抢手吗 都赶着将女儿送给他当媳妇 这些糟老头子 坏得很辣 都想当他老丈人 当他便宜爹爹 各位大人 怀安如今还年轻 没有考虑成家的打算 匈奴未灭 何以成家 圣怀安引用老祖宗的话 以此来拒绝 好气魄 侯爷不会受大为最年轻的侯爵 志向远大 众人瞬间感受到 圣怀安那浩大的心智 匈奴未灭 何以成家 好一句匈奴未灭 何以成家 若天下皆是圣侯爷这般俊杰 我大为何愁不心圣乎 左相傅相如 忍不住感叹道 是我等梦浪了 侯爷至存高远 我等自愧不如 圣怀安一句话 让这些大为重臣 一个个肃然起敬 灭匈奴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这般志向 一众大臣 恭维了一番 这才告辞离去 应付完那些结交的大臣 圣怀安觉得 与这些文人交集 真的很累 呼 走 快回去 圣怀安说道 你不设宴 结交一下朝中大臣 全城观看着的萧楚一 开口说道 封侯 本应当宴请朝臣 结交一番 与朝中大臣打好关系 可圣怀安对此 却是只字未提 不了 没必要 圣怀安摇摇头 结交朝臣干嘛 他又不谋反 一个王侯 与朝中重臣交吼 咋的 你想天冷了 穿一件黄袍 圣侯爷 陛下命我来 带你去府邸 小喜子在宫门外等着 看到圣怀安出来 便上前说道 行 麻烦公共前面带路 圣怀安微笑道 在小喜子的带领下 来到一处侯府 侯府大门牌匾上 已经写书着 冠军侯府四个大字 侯爷 这就是陛下赐予的侯府 小喜子开口说道 圣怀安看着高大的侯府 门前两尊威武的石狮子 侯府占地很广 走 进去看看 圣怀安上前 推开门 走了进去 其他人也跟在后面 走进府邸 侯府中 正殿 后殿 后花园 甲山 池塘 盐武场 一英俱全 整个侯府 占地五万坪 修建得颇为豪华 这是上一任肃亲王府 后来空置了 陛下便将其改成了侯爷宁的府邸 小喜子介绍着说道 嗯不错 我很中意 圣怀安点点头 这种府邸 前世不是亲王 谁有资格居住 没想到 现在他自己 也拥有了一座侯府 成为了一方王侯 上官说 去将王长和王武他们 接过来 这段时间 大家都住王府里吧 圣怀安说道 是 将军 上官说转身 前去接王斩他们 麻烦公公了 圣怀安拿出些银子 递给小喜子 不麻烦 不麻烦 应该的 多谢侯爷 小喜子高兴地接过银子 侯爷 小的要回宫去了 以后有用得到小的 还请尽管吩咐 小喜子很会做人 当即表态说道 行 以后有事 就麻烦公公了 圣怀安笑着点点头 将军 我也要回家了 萧楚一提出告辞 行 晚上我们庆祝 你若是能来就来 不能来就算了 圣怀安点点头 晚上属下一定到 萧楚一抱拳说道 然后才离开侯府 圣怀安看着离去的萧楚一 摸了摸下巴 看来得找个机会 找这人谈谈 他想从镇妖军手上 购买妖兽肉 没多久 上官朔 王斩 王武 和圣怀安的武士清军 便来到了侯府 将军 我们来了 哇 好奢华的侯府 王武看着这偌大的侯府 眼里放光 同时 他们也已经听说 圣怀安被封冠军侯的事 这事 已经在京城传开了 无数人都在讨论 圣怀安封侯的事 行了 别惊叹了 自己去找一个房间住 现在侯府上 也没有什么仆人丫鬟 圣怀安对部下说道 是 将军 一众轻微 高兴不已 此生他们 可是第一次住侯府 以后老了 都可以对子孙后辈说 他们住过侯府吗 将军 门外来了两个人 说是胡氏兄弟 想要求见侯爷 哦 请进来 圣怀安说道 是 将军 不一会 胡言和胡雪两兄弟 就被带进侯府 胡言 胡雪 见过侯爷 两兄弟恭敬的行礼 现在圣怀安身份非同一望 两位不用多礼 看着两兄弟 圣怀安笑道 侯爷 您到京城这些天 我们都没来拜见您 还请见谅 我们也是刚从外面赶回来 胡言开口说道 这有什么的 无需如此 圣怀安摆摆手 这两兄弟 颇有经商天赋 圣怀安招募了两人 替他组建商会 走南闯北经商 在京贩卖西风裂和绿椅 赚银钱购买物资 运送到河西去 侯爷 我们商会在京城 成立了一家酒楼 不如今晚去酒楼 为侯爷庆祝 胡言开口说道 算了 今晚就在侯府庆祝吧 你们去运一些西风裂过来 圣怀安拒绝了 他并不想大张旗鼓地庆祝 人红是非多 他挺害怕麻烦的 是 侯爷 我们这就去运酒过来 见圣怀安拒绝 两兄弟便去运酒 菜来 钱府 小姐 小姐 圣将军被陛下 封为冠军侯了 钱小小的侍女 快速跑回来 告诉自家小姐 真的 听到圣怀安封侯 钱小小莫名地感到激动 王府 绿环也是跑到 王世宇的规格中 小姐 圣将军封侯了 陛下清封冠军侯 绿环高兴地对王世宇说道 冠军侯 王世宇粉嫩的脸颊上 泛起一抹威红 洛京 茶楼九四 都在传着 圣怀安封冠军侯的事 话说 那位圣将军 被陛下清封为冠军侯 这可是我大卫 最年轻的侯爵 这位侯爷 听说还不满二十岁吧 这是必然 那位圣将军 可是带领大军收复了何西郡 还打下了墨兰草原 更是一路打到荣敌舍乐川 如此功绩 当封侯 如此年轻的侯爷 当真是令人好生羡慕 夜晚 圣怀安直接在侯府大院上 烧起了柴火 一点都不讲究 胡适两兄弟 去弄了不少的鸡鸭和羊肉来 今天晚上吃肉喝酒庆祝 都封侯了 不得好好庆祝一下吗 圣怀安并没有邀请外人 就是带着自己的部下 轻微 自己乐一下就完了 萧楚一也在傍晚 来到圣怀安的侯府 今晚就只有我们自己人 大家尽心地喝 圣怀安对众人说道 侯爷 将军 我们先敬你 恭喜将军封侯 上官朔等人 纷纷举杯敬圣怀安 大家一起喝 别搞这些繁琐的 圣怀安白白手说道 来来 喝酒 外面都是在讨论 圣怀安封侯之事 然而圣怀安却带着部下 在侯府里嗨皮 别人封侯 都是高调的步行 大张旗鼓的庆祝 到圣怀安这 人们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宫中 女帝寒江雪 刚处理完今天的奏折 揉了揉手腕 寒江雪才缓缓起身 陛下 先用膳 韩燕燃端来一碗灵药膳 嗯 寒江雪点点头 最近不断忙着处理奏折 修炼的时间都少了 冠军侯在干嘛 寒江雪询问道 和部下将领 在侯府考全阳庆祝 寒燕燃回答道 现在的圣怀安备受关注 宫里自然不难知道 圣怀安的消息 这位侯爷 倒是与众不同 寒江雪说道 确实是 别人封侯 恨不得大肆庆祝 圣将军倒是低调得很 韩燕燃说道 走 去凑凑热闹去 寒江雪突然兴起 好啊 好啊 韩燕燃早就想去了 两人乔装了一下 就出了皇宫 直奔冠军侯府 来到冠军侯府 圣将军 我和陛下冒昧前来 没有影响到你们庆祝吧 韩燕燃跑在前面说道 圣怀安抬头 就看到乔装过的韩燕燃 和女帝寒江雪 两人一袭黑色悬衣 男装打扮 影响到了 圣怀安无奈地说道 怎么 圣爱卿要赶我走 韩江雪微笑着开口说道 参见陛下 上官说赶紧起身行礼 参见陛下 一听是皇帝来 了 王斩 王武 亲衛们都纷纷起身行了 看来确实是影响到 圣爱卿庆祝了 诸位都平身吧 不用多礼 现在就当我是来蹭喝的时刻 韩江雪摆摆手说道 陛下请坐 我这没有凳子 请随意 圣怀安倒是坐在原地 开口说道 无妨 韩江雪大大咧咧的 就在圣怀安旁边坐了下来 就坐在地上 都坐下 该吃吃 该喝 陛下还会吃了 你们不成 圣怀安看着居树的部下 开口说道 众人这才坐了下来 继续吃喝 胡言和胡雪两兄弟 第一次见到皇帝 激动得不行 他们这小商人 平日里怎么可能见到皇帝 这里只有西风烈 陛下别嫌弃 圣怀安拿了一坛西风烈给韩江雪 韩江雪拿过酒坛来 对着众人说道 诸位将士 我敬你们一杯 感谢你们镇守边关 奋勇杀敌 保家卫国 不敢 不敢 上官朔等人忙说不敢 圣怀安撇了韩江雪一眼 果然不愧是帝王 一来就收买他的部下 诸位跟随圣将军镇守边疆 征战一族 我敬你们一杯是应该的 韩江雪声音和煦 没有一丝威严与帝王架子 几杯酒下渡后 居树的上官朔等人 才渐渐放开来 你们怎么来了 小楚一凑到韩燕然耳旁问道 陛下想来和圣将军庆祝就来了呀 韩燕然回答道 小楚一看了看女帝韩江雪 心中颇有些好奇 按理来说 依照她对韩江雪的了解 这些庆祝 韩江雪应当是不会来的才对 圣将军 听闻你现在拥有数百万的牛羊 不知道可否卖给朕一些 韩江雪开口说道 当她从韩燕然那里知道 圣怀安现在拥有的牛 就有两三百万 便想着弄一些回来 牛可是重要的生产力 若是能拥有上百万牛当耕利 便可开垦无数的田地 大大增加生产力 提高农业的发展 陛下想要多少 圣怀安没有拒绝 而是开口问道 一百万 我想要一百万头牛 韩江雪说道 有一百万头牛 便可以让一百万个家庭拥有耕牛 能开垦无数的田地 可种植出无数的粮食 可以 但是我只要单要换 陛下能支付得起吗 圣怀安说道 这自然没问题 韩江雪也一口同意了 偌大的王朝 自然招募的有道修 设立的有炼丹的部门 天下道门何其多也 很多小道观 道门 可是拒绝不了和朝廷合作 行 到时候 陛下派人去收牛 记得带丹药就行 圣怀安无所谓 大不了再去草原抢匈奴的旧事 而且他现在有太多的牛羊 羊起来也很吃力 不知圣将军 打算何时返回何西 韩江雪说道 就这两天吧 我想让圣将军回去后 出击匈奴 逼退燕帝三州的匈奴大军撤军 韩江雪又提及此事 燕帝三州 被匈奴占据 始终是他心中的一颗刺 他不想燕帝三州 像何西郡那样 被一族占据百年之久 这是不用陛下说 我也会去做 倒是需要陛下 将我那二十万大军补充整齐 圣怀安笑着说道 放心 朕已经下旨 调秦州 延州两州十万兵马于圣将军仗下 同时 圣将军截至何西都护府 定州 永州三州之地军事 三州之地军事 都听圣爱卿调动 韩江雪说道 圣怀安停顿了一下 看着韩江雪 这牛胆子真大 让他截至三州之地 就不怕他真的猎土疯亡 怎么 朕的脸上有脏东西吗 韩江雪擦了擦脸问道 没有啊 圣怀安摇摇头 那你干嘛这样看着朕 陛下长得倾薄倾城 爱美之心 人皆有知 我看看不正常吗 圣怀安笑着说道 韩江雪看着圣怀安 这家伙真大胆 自从登基当皇帝后 还是第一次 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那我和那位青妖仙子 谁更美 韩江雪询问道 圣怀安 这句话怎么这么熟悉 嗯 对了 韩妍然也是这么问过 咋低了 一个个都要与那狐妖比一下不成 圣爱卿这般迟疑 是那狐妖更美了 圣怀安额头上浮现几缕黑线 陛下这是什么话 当然是陛下更美了 圣爱卿的话 言不由衷啊 看来还是 那狐妖更漂亮了 好吗 这些女人 一个个的 真的是善斗啊 她只不过是 做了一首诗给那狐妖 怎么这一个个的 都嫉妒上那狐妖了呀 陛下误会了 陛下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女人 圣怀安赶紧开启渣男体制 真的 韩江雪很是不相信地看着圣怀安 真的 陛下的滋容 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 天生丽质 国色天香 如出水芙蓉 倾国倾城 圣怀安一下就说出了 一大堆的形容词来 停停停 够了 韩江雪赶紧喊停 圣怀安这一顿夸 让韩江雪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起来 不是 她怎么这么会啊 夸得她内心砰砰跳 小鹿乱撞起来 该死的家伙 怕是骗了很多黄花大闺女吧 韩江雪这样想着 圣怀安这才舒了一口气 看来以后 不能乱送诗了 真的是 她和女帝也就见过几面吧 这都能吃醋 她也是狐了 圣爱卿 你送那狐妖一首诗 不打算送朕一首吗 韩江雪凤木若桃花绽放 精致的脸颊吹弹可破 那貌若九天玄女的容颜 更胜苏摇那狐妖一筹 圣怀安赶紧摇摇头 道 陛下 我现在没有灵感 等那天有灵感了 再送你一首 哼 韩江雪冷哼一声 显然是很不高兴 上官说 王武等人 江头低下 吃肉喝酒 不敢去看 这真的是 他们能看的吗 陛下这是咋了 小楚一小声地说道 我打知道 韩燕燃嘀咕 话说 你真打算一直待在 何锡君不回来了吗 韩燕燃询问道 对啊 我觉得何锡君挺好的 萧楚一说道 走了 朕还有事要处理 韩江雪起身 便走了 圣怀安完全没有 开口留的意思 恭送陛下 他连起身 都懒得起来一下 上官朔等人 倒是快速起身 恭送陛下 见韩江雪要走 韩燕燃也只能赶紧 起身跟随 将军 我也先回去了 萧楚一提出告辞 随你意 圣怀安白白手 不在意地说道 等女帝韩江雪三人走后 圣怀安才说道 大家放开了吃喝 机会难得 回军营里 可就没有机会了 将军 陛下这是怎么了 王武小心翼翼地问道 什么怎么了 圣怀安没好气地说道 王武乖乖 闭嘴 不敢再问 虽然内心的八卦在燃烧 将军 我打算将我父母接过来 再侯辅住两天 然后我带着他们 一起去和西 上官朔开口说道 可以啊 你自己拿主意 侯府很宽敞 空房间还有不少 圣怀安点点头 谢谢将军 上官朔欣喜地说道 圣怀安挥手 让上官朔坐下 这有什么可谢的 来 大家喝起来 圣怀安举杯 亲尉们纷纷举起 手中的酒杯供应 一夜嗨皮 第二天中午 众人才醒来 上官朔回京 这么久都没回家 昨天封了子爵 领中狼将 今日便衣锦还家 他一个人 来到上官家族府邸 守在门口的门卫见了 立马露出笑容 朔少爷回来了 上官家上官朔 被陛下 封为无限子爵的事 整个上官家族都知道了 上官家族的家主 上官子林 已经吩咐 上官朔一脉 身为嫡系 见到门卫这般态度 上官朔愣了一下 随即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当真是势力啊 曾经的他 地位和下人差不了多少 进出都是后门 现在这些上官府的下人 见到他 竟然改口叫少爷了 这声少爷 在他看来是多么讽刺 我来见我父母 还请去通报一声 上官朔说道 不用 家主已经吩咐过来 朔少爷回来 直接进府就行 一个下人 讨好的说道 既然如此 上官朔也不矫情 直接进入上官府 去见他父母 今日来 他也是打算带走他父母的 如今被疯子觉 他已然有另立一脉 上官室的资本 来到父母居住的小院中 爹 娘 孩儿回来了 上官朔开口喊道 朔回来了 一个妇孺听到声音 赶紧从屋里走出来 娘 上官朔看到他母亲 瞬间泪珠就打湿了眼眶 从屋里中 出一个灰衣四十多岁的男子 爹 上官林看着上官朔 只是含笑地点点头 很是欣慰 儿子的事迹 他已经得知到 儿子如今能有这般出息 他很是替儿子感到高兴 他自己没本事 又是家族树出 婢女所生 被人看不起 如儿子终于是有出息了 比他这个老子强 孩儿不笑 这些年没有在你们身边尽孝 上官朔说着 就跪了下去 他当年一走 就差不多是十年光景 独自一个人在边疆奔波挣扎十年 直到选择 去盛淮安麾下任职 快起来 孩子 我和你爹过得很好 你无需为我们担忧 徐慧如赶紧去拉自己儿子起来 你母亲和我身体硬朗 需要你尽什么效 上官林说道 爹 娘 我回来 是打算带你们跟我走 很快我们就要 随将军回军营了 我想让你们二老 跟我去和谐 上官朔直接开口说道 这 上官林和徐慧如两人 互相看了一眼 听说我们上官家的麒麟子回来了 怎么不通知我一下 上官子林的声音响起 见上官子林走进小院 上官林赶紧说道 见过家主 这本是他堂兄 他们本是一个爷爷 可一个是狄出 一个是树出 身份就天差地别 这就是大家族 讲究敌 恕尊备 跟在上官子林身后的 还有上官非流几人 林堂帝不用多理 我是来看看朔侄的 上官子林笑着说道 不知家主所来何事 上官朔开口问道 怎么 都不愿意叫我一声大伯吗 上官子林略微不满地说道 上官朔摇摇头 家主 尊备有序 看来 你这是埋怨家族了 非流他们 虽然当初 对你做得有些过分 但是也不至于让你怨恨家族吧 毕竟家族养育你们 上官子林皱眉 这些年来家族中 嫡系对树出的态度 他不是不知道 可在他看来都是小事 连一个国家都有内部争斗 一个家族的小小争斗 又有什么大影响呢 那个大家族中没有争斗 哼 家主此话不觉得好笑吗 当初他们 对我打压侮辱 也不见有人为我做主 那个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 我是上官家族的人 现在又要我大度 上官朔都被这番话气笑了 指着上官飞流等人说道 你 上官飞流几人 看着上官朔 如今那得志的模样 非常的不爽 怎么 我说错话了 当年你们 随意对我拳打脚踢 随意侮辱 叫我去钻狗洞 抢我银子 去偷承西寡妇的肚兜 然后栽赃陷害 让我受罚 难道这些 都不是你们做的 上官朔冷冷地看着几人 他说的这些 还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 更过分的他都不愿提 给你们堂地道歉 上官子林呵斥道 对不起 堂弟 几人不情愿地说道 别 我可承受不起 你们敌出 身份高贵 我不配 上官朔不接受对方的道歉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上官飞流 脸色难看地看着上官朔 区区一个竖出而已 也敢给他们白脸色 闭嘴 上官子林呵斥 这几人太不像话了 看来得让他弟弟严加管教 大伯 上官燕琛本还想说什么 被上官子林一瞪 便不敢再说 只能闭嘴 我们上官家族 立足几百上千年 要团结一致 才能将家族发展好 现在朔哲儿受风子绝 你们这一只 当身为嫡系 享受嫡系待遇 上官子林 对上官朔说道 别 家主 我来是要接我父母走的 既然家主在 那我就直说了 我要带我父母 分出去 另立一只上官家族 上官朔直白地说道 朔哲儿 这不妥 你这是想分裂家族啊 上官子林 莫名地生出来一丝怒意 怎么 这偌大的上官家族 待不下你 要另立家族 这岂不是 说他管教家族无方 哼 好大的口气 就凭你 也想另立起一只上官家族来 上官非留几人 忍不住讥笑道 另立一只家族 可不是光有爵位就行的 没有金钱支持 没有武力支撑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对于这几个堂兄 上官朔没有一丝的好感 这就不老几位费心了 上官朔淡淡地说道 在他看来 这几个上官家族嫡系 就是草包 修炼到现在 拥有那么多家族资源 一个个才修炼到后天境界 他就呵呵了 真废物 现在 转修交蟒吞西术 他有信心修炼到宗师境界 宗师境界 足以支撑起一个家族 家主 族有族规 凡是上官家族后辈 结出子弟 便可另立一只 为上官室开之散业 如今我被陛下册封为子爵 已经有资格另立一只 上官朔淡淡地说道 你 上官子灵 一时间无法反驳 他们上官室 确实是有这条族规 本来是想着 来拉拢上官朔 缓和关系 顺便搭上 冠军侯胜淮安这个关系 让上官家族的后辈子弟 去军中跟着立功 弄个爵位 就凭上官朔能立功被疯子爵 他想着 上官非流等人进入军中 肯定也能立功 到时候疯爵 壮大上官家族 然而上官朔一回来 就是要分家 另立一只 给他气得不轻 可是 现在上官朔身后 站的是冠军侯胜淮安这顿大神 他还真不好拿捏 上官朔一架了 家主 我而被疯子爵 已有另立一只的资格 我这个做父亲的 很是支持 这是在为我上官家 壮大发展做贡献 本来还有些留恋上官府的上官灵 顿时觉得 他们留在上官府 自己儿子 就要受制于上官室 倒不如分出去 好好 既然你们决定了 便由你们去 上官子灵拉下脸来 甩了一下衣袖就走了 上官朔硬要出去 自己独自立一脉 他还真阻止不了 毕竟足归在哪 哼 就凭你 也想另立一只上官室 可别到时候 又哭着回来 求着家主 将你们的名字 加入族谱上去 上官非流冷笑 上官朔里都不理对方 上官非流几人 自觉无趣 现在又无法拿捏上官朔 便跟着走了 看着上官非流几人走后 上官朔淡然一笑 孩子 你想要另立一只 只怕是上官家族的支援 不会给你 上官灵忧心地说道 无妨 陛下赏赐偶千金 将军也给了我们不少赏钱 我现在身上有钱 爹 娘 收拾一下 我带你们去将军侯府 暂住一两天 上官朔对父母说道 击败荣敌 他们搜刮了不少金银回来 每一个人 都有不菲的赏赐收获 钱暂时对他来说 不是问题 行 他娘 你去收拾一下 我们跟顺儿走 上官灵说道 我这就去收拾 许慧如去收拾了一下衣服 和积攒了几年的金银 寥寥数十两银子 然后一家三口 就离开了上官府 你们都给我去关 禁闭一个月 一个月不许出门 谁敢违背 我打断他的腿 上官紫灵 对上官飞流几人说道 是 大伯 上官飞流几人不敢不应 现在他们大伯正在气头上 敢违抗 必然没有好果子吃 上官紫灵回到自己大院后 脸色非常难看 要不是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他真的想将这几个亲侄子赶出去 别碍着他的眼睛 怎么了 父亲 上官海棠 见父亲闷闷不乐 便上前询问道 海棠啊 还不是你那几个堂哥堂弟 一个个不争气 你说我们上官家族 以后交给他们 他们能承担得起发展家族的重任吗 上官紫灵看着宝贝女儿 心累地说道 堂哥他们 此事确实做得不地道 上官海棠 挑了一下凤梅 一个家族 本应该互助互爱 几个堂哥 堂弟 竟然以欺负 输出足地为乐 上官紫灵 看着女儿上官海棠 年纪轻轻 已经是先天初期 又在玄剑山修炼多年 也许 他该考虑 将女儿培养成为上官家族的继承人 毕竟 当今大魏皇帝 都是女的 谁又规定 女子不能当家主 上官朔带着父母 来到冠军侯府 而啊 这侯爷的府邸 我们真要在里面住吗 许慧如看着高大的侯府 比他们上官府 都还要豪华气派 这让本就受气 不受殆尽的梁老 有些胆怯 无妨 我和将军说过了 将军很好的 他说 让我将你们接过来 一起住两天 上官朔笑着说道 走吧 没事的 爹娘 上官朔带着父母进入侯府 呦 上官兄回来了 这就是伯父伯母啊 王武笑着打招呼说道 爹 娘 他是我同僚 王武校位 上官朔介绍说道 你好 你好 上官朔父母赶紧笑着回答道 上官兄 你先带你父母 去找房间住下来 将军说了 可能我们明日 就要启程会合戏 王武说道 嗯 好 我先带我父母 去找个房间 上官朔点点头 上官兄 伯母 伯父 王展碰到上官朔一家 也是微笑着打招呼 见上官朔的同僚 都这般友善 上官临与许慧如两楼 这才有些放心下来 盛怀安去了一趟宫里 领了一道圣旨回来 圣旨 是册封他为杰度使 杰至定州 永州 河西都护府三州之地 有这道圣旨在 圣怀安可以名正言顺地 掌控三州军政大权 他也不知道 女帝这是何意 竟然开先例 给他这么大的权力 拿到圣旨 圣怀安也不打算多停留 河西还需要他回去镇守 将军回来了 将军 圣怀安笑着点点头 草民参见猴眼 上官临和许慧如赶紧行礼 身穿麒麟猴袍的圣怀安 在他们眼里 贵不可言 将军 这是我父母 上官朔赶紧介绍道 原来是伯父 伯母 不用客气 就当自己家一样 圣怀安微笑说道 面对圣怀安 两老多少还是有些拘束 这可是大魏的侯爷 身份比他们上官家族的家主都尊贵 明日启程回河西 今晚准备好 圣怀安对几人说道 是 将军 次日 圣怀安就带着上官朔 王武等人和武士清兵启程 侯爷 陛下让我来送你 韩燕燃站在侯府门口说道 那就劳烦燕燃姑娘了 圣怀安微笑着点点头 圣怀安一袭黑色麒麟猴袍 妖际金玉腰带 威武不凡 上官朔 小楚衣 王斩等人 骑着马跟在身后 武士清卫 气势昂扬 手持战骑 背负刀剑 目光凌厉 环顾四周 一路上 百姓们看到这阵仗 纷纷让行 心中忍不住感叹 好神郡的士兵 这些清卫 都是跟随圣怀安征战 杀敌无数的汉勇士族 身上自带着一股威慑之气 也可以称之为杀气 冠军侯 他们这是 要返回河西了吗 人们认出了圣怀安一行人 身穿麒麟袍的 侯也好威武英俊啊 大丈夫当是如此 有人羡慕不已 侯爷 恭送侯爷 有人开口大声喊道 对此 圣怀安微笑点头已回应 恭送 侯爷 在万众欢呼声中 圣怀安一行人出了城门 还没走上百米 圣怀安突然感受到 一道凌厉的剑气杀来 圣怀安抬手一掌拍出 崩碎了那道剑气 何人胆敢行刺侯爷 上官朔等人 瞬间神色大变 他们刚出洛京 竟然就有人对圣怀安出手 这是何等的猖狂 天子脚下 洛京城外 就有人敢对大魏王侯动手 简直是狂到了眉边 韩燕燃神色阴冷 何人敢挑衅大魏威严 九族不想要了 大魏圣怀安 本座等你很久了 一道声音响起 在虚空中回荡 下一刻 一身悬白色道袍的天行 自虚空中走出来 他早在两天前 就找来大魏洛京 可洛京中 大魏龙气 对鹰神压制太盛 他不敢轻易入内 只能在城外等着 现在 圣怀安终于是出来了 圣怀安皱眉 看着天空中那道人 昆仑仇敌 鹰神大圆满的天行 手持一把赤红长剑 剑身上似有龙影咆哮 昆仑道宗的人 圣怀安开口说道 看来你也不傻 知道本座是为何而来 天行剑指圣怀安 不错 本座昆仑天行 你杀我师弟天兴 金玉凤长交命令 来取你头颅 回去祭奠我天兴师弟 韩嫣然听后 神色大变 昆仑道宗 天下第二道宗 圣怀安什么时候 得罪了昆仑道宗 这下坏了 昆仑道宗的名声 天下皆知 霸道 护独子 不少势力面对昆仑道宗 都要忍让三分 这天下 昆仑道宗 绝对是霸主及势力 城门外的举动 很快引起了 无数百姓的注意 发生了什么 那道人是谁 竟然敢在我大魏 落金城外 拦截我大魏冠军侯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走 快去瞧瞧 皇宫中 皇家武库第九层 大魏老祖寒武 在天行出手的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但是他没有出手阻止 只是默默地观看着 那道人 不会是圣怀安的对手 也不需要他出手 原来如此 圣怀安点点头 这么久 想想也是 昆仑道宗 应当是查到他身上来了 可这也太看不起他了吧 就派一尊阴神大员满来杀他 难道不知道他大战过武圣这事 也对 他大战武圣 是在戎笛草原深处 除了殷月宫 戎笛和大魏部分人知道此事 外人还并不知晓 天行看着圣怀安宗师出气的气息 他当然知道是假的 仅凭宗师出气的修为 可斩杀不了他天 新师弟 过来受死 天行狂傲地说道 区区一个王朝将军而已 杀了就杀了 大魏能奈他何 圣怀安轻蔑一笑 看来 他与昆仑道宗 怕是不死不休了 从马背上一跃腾空而上 来到天空中 剑不错 你是爱给我送到剑的吗 圣怀安笑着说道 牙尖嘴利 希望你的实力 也像你的嘴一样一样 天行一剑斩来 赤红的剑光如龙 天行手中的赤龙剑乃羊神道剑 威力恐怖无比 在他手中发挥出来的力量惊人 圣怀安也感受到了那把剑的不凡 心想 他正缺少一把剑 韩燕燃等人 惊恐地看着那道剑气斩落 那一道剑气 给他们致命的威胁 若是斩向他们 便是死死无生 一尊阴神大圆满的道家高修 持羊神道剑而来 羊神境界以下 无人可挡 在无数目光惊恐之中 圣怀安挥拳打去 赤裂的拳一如海啸般爆发 瞬息间就打爆了那道剑气 果然有几分本事 难怪天行师弟会折在你手上 天行看圣怀安 应接他一剑 完好无损 这才认真的说道 这一剑 寻常大宗师圆满 轻易都不敢接 羊神道剑 岂是浪得虚名 有什么手段 赶快使出来给我看看 要不然等会 你就没机会了 圣怀安完全没有 将天行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阴神大圆满而已 就算是持有阳神道剑 也不过是小儿武器 能有多强的力量 猖狂 天行大怒 竟然敢抢他的台词 一剑破空 剑气如练痞 浩浩荡荡 锋利的剑意割破苍穹 斩向圣怀安 同时他手指掐绝 一道法绝打来 双管齐下 圣怀安身上 升腾起火焰 那是真气凝成的护体钢气 他一掌拍出 真元如浪潮滚滚 咆哮着打向天行 哄 天空中爆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恐怖的威压 让地面上的人 无不瑟瑟发抖 好强啊 人们忍不住感叹 看着天空中大战的两道身影 宗师在这一刻 都显得黯然无光 不敢上前一步 悬一卫 斩妖丝的宗师强者 感受到城外大战的气息 纷纷赶来 但是都只敢站在城墙上看着 悬一卫指挥使左千秋 和斩妖丝司正风 引列两人 看着天空中大战的身影 他们神色并不是很好看 同为大宗师 此刻他们 却不敢加入战团 去帮助冠军侯圣怀安 并不是因为 那道人是昆仑道宗的人 而是 他们上前去帮忙 只怕是会被误杀 圣怀安和天行大战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大宗师 达到了他们难以企及的程度 陈军孝 薛胡等斩妖司 悬一卫的宗师强者 他们完全看不清高空中大战的招式 完全就是脑子跟不上眼睛 圣怀安与天行两人 不过几夕的功夫 就对战了几十招 城外爆发大战 正在上朝的女帝 寒江雪感受到了城外大战的波动 凤幕皱了一下 什么人敢在落金城外大战 落金城中的数尊大宗师 也纷纷赶过来观战 两位 那道人是谁 敢与冠军侯大战 一尊大宗师询问道 昆仑道宗的人 昆仑道宗 冠军侯 什么时候得罪了昆仑道宗的人 几尊大宗师听闻是昆仑道宗的人后 神色大变 本来还想着 一起出手帮忙一下冠军侯圣淮安 与圣淮安结一份善缘 但是听到是昆仑道宗的人后 就都洗了心思 昆仑道宗的人 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 无数人仰望天空 圣淮安一拳一掌 便与天行打得有来有往 天行道人术法神通 见诀进出 他越打越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好像他奈何不得对方 火龙 射 天行打出一道法术 然后又丢出几枚福禄 爆 引爆福禄 强大的力量宣泄开来 但却无法撕裂圣淮安的 护体刚器 圣淮安一掌 就拍碎了火龙 一拳打出 将天行阵飞出去上百米 天行此刻心中一沉 他好像低估了这人的实力 灭魂针 戳 天行打出灭魂针法器 直射成淮安神魂 灭魂针 专门针对神魂 斩敌人神魂于无形 他怎知 圣淮安的神魂 比他还强大 灭魂针在圣淮安眼里 丝毫没有威胁 哄 一拳出 便打爆了天行祭练的灭魂针 老牛鼻子 你行不行啊 圣淮安讥笑道 他若不是想看看 这昆仑道宗的诸斑手段与神通 早就讲 齐轰杀了 眼看灭魂针 也奈何不等圣淮安 面对圣淮安的嘲讽 天行心中难免地生起了一丝暴怒 他还不信了 他堂堂昆仑道宗上修 携阳神道剑而来 还斩不了 一尊武者 星运流星剑 先行举剑施展剑道神通 一道道赤红的剑光 自天空中降临 如流星般滑来 圣淮安身上光芒笼罩 似一轮燃烧的烈阳 他直接施展大日精身 让那如流星般的剑气 落在金色之上 密密麻麻的剑雨落下 却如刮沙 完全破不了他的防御 太弱了 什么星运流星剑 还不如叫刮沙剑 圣淮安继续嘲讽道 连他的护体精身 都破不了 真辣机 让他想要提起认真的念头都不行 听到圣淮安的话 天行气得吐血 他以赤龙剑加持的剑道法绝 斩半步阳神都可以 到了圣淮安这里 连护体钢器都破不了 这对他的打击 真的不是一般的小 他不禁怀疑 真的是自己太弱了吗 该死 你敢蔑视我昆仑道宗 以有取死之道 天行大怒 站在城楼上观战的那些大宗师和宗师 当听到圣淮安的话后 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么勇猛的吗 大卫冠军侯 不愧是打得戎敌差点灭族的存在 一个字 就是强 霸天 圣将军怎么会与昆仑道宗结仇 韩炎然忍不住询问道 昆仑道宗企图天心道人 找到圣将军 索要什么东西 圣将军不给 两人就打起来了 然后圣将军大发神威 将天心道人斩杀 萧楚一简单地解释道 韩炎然皱眉 圣淮安得罪了昆仑道宗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昆仑道宗 强者如云 他们大卫 也不敢轻易得罪昆仑道宗 上官说 王斩他们几人 并没有担忧和惊恐 见证了圣淮安与武圣大战的他们 完全不会担忧 圣淮安会打不赢那牛鼻子老道 他们更多的是愤怒 此牛鼻子老道 竟然堵在洛京门口 找他们将军的麻烦 真是不知道死活 五欲雷法 洛 天行老道怒法冲冠 施展出本命法诀 雷法一出 天空中风云变幻 电闪雷鸣 看着天空中出现的雷电 左千秋 风影烈等一众大宗师 脸色满是惊骇 那恐怖的雷法 他们自问自己对上 根本不敢接 只能抱头逃跑 这就是天下第二道门的强大 一尊英神 就不是他们能应对的 一道道星红的闪电 带着毁灭的气息 轰向圣淮安 轰隆 观战的无数人 此刻神色都变了 惊恐地看着高天之 上 一道道雷霆降落 这便是仙神手段 凭空生雷 天威浩然 一道道雷电 打在圣淮安身上 恐怖的雷电之力 不断撕裂着 他的护体钢器 不错 不错 谢谢你给我挠痒痒 很舒服 圣淮安笑眯眯地说道 这雷法不弱 只可惜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 倒是酥酥麻麻地 让人神清气爽 啊 该死的小贼 气煞我眼 天行器的肺都快要炸了 他的五欲神雷 竟然被人说是挠痒痒 当真是将他的颜面 按在地上狠狠地摩擦 无数人见此情景 无不目瞪口呆 那被他们视为天威神法的雷霆 落在圣淮安身上 却没能让圣淮安 有一丝的动容 见五欲神雷 对圣淮安 没有伤害威胁 天行心中发狠 是要诛杀圣淮安 杨昆仑道宗神威 天行直接开大 将体内心头精血取出 涂抹在赤龙剑上 九天玄雷 一血为影 黄黄天威 荡灭朱笛 天行以金血引雷霆 施展恐怖雷法 轰隆 一道雷声 响彻整个落惊 高天之上 更加恐怖的雷云凝聚 赤龙剑飞入高天之上 承接雷霆 九道水桶促的雷霆 凝聚到赤龙剑之上 施展完这一世神通 天行脸色苍白 百年内 他别想有望突破阳神了 猪 天行催动法觉 赤龙剑携带无边雷霆 斩向圣怀安 恐怖无比的力量 终于是让圣怀安皱起了眉头 这一世神通 已然超越了阴神领域 达到了阳神境界的力量 果然不愧是昆仑道宗出来的 手里压底香的手段 完全可以越即而战 圣怀安郑重地应对起来 全身神光笼罩 如神明凌晨 恐怖的气势席卷天地 体内气血与真元咆哮翻涌 气血如蛟龙直冲云霄 没入雷云中 他挥动大日神拳 身影如电 打出了全力一击 朝那斩来的神剑雷霆打去 哄 光芒四射 雷电笼罩 将那个地方淹没 虚空一寸寸坍塌 恐怖的力量如同蔑视 无数普通人心头一颤 那恐怖的力量 将他们震得头颅眩晕 圣将军 韩燕然担忧地喊了出来 不好 冠军喉鲁莽了 左千秋等人神色大变 那种蔑视般的神通 怎么能硬碰 防御才是王道啊 哈哈 看你还不死 天行猖狂大笑 神色无比得意 这般神通 飞扬神 五圣不可敌 他就还不信 这圣怀安 如此年轻 会是五圣 侯爷 无数人目光呆呆地看着天空 难道大卫最年轻的侯爷 就要生死盗消了吗 就在无数人失神之际 从那无边雷光中 走出一道身影来 金光璀璨 在他手中 拿着一把赤红神剑 什么 看到圣怀安的身影 天行神色大变 圣怀安竟然没有死 快看 侯爷没事 突然 人群中有人大喊 人们纷纷望去 圣怀安神光笼罩 从无边雷霆中走出来 像是一尊天神 神威不可一世 侯爷威武 我大卫的侯爷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死去 无数人欢呼 太好了 圣将军没事 韩燕燃转杯为喜 只有圣怀安的部将才知道 他们的将军有多强大 这种程度 还威胁不到圣怀安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没有死 天行尸神 这般力量就想杀我 你是有多看不起本尊 圣怀安语气淡然 真正的武圣 他都过过招 何况只是一个持阳神道剑的阴神大圆满 你不是大宗师 你是武圣 这一刻 天行终于生出了一丝巨异 武圣 非阳神不可敌 就算他持阳神道剑也不行 武圣就是武圣 站在世界真正顶端的存在 天行转身就跑 心到怎么可能 此次怎么会是一尊武圣 就连赤龙剑 他也不要了 开玩笑 想从一尊武圣手中 将赤龙剑抢回来 现在逃命要紧 跑什么 打不赢就想跑 哪有这样的好事 圣怀安抬手 手持赤龙剑 此剑有灵 在他手中 还不断地挣扎 想要挣脱 振 圣怀安清喝 强行镇压此剑 然后一剑斩出 剑意浩荡 剑光如长河 天行顿时感受到了 无边的恐怖降临 不要命地运转法力飞顿 然而 浩浩荡荡的剑气 顺息而至 扑 天行被一剑斩成血雾 消散在剑气中 无数人呆呆地 看着那如长河般的剑气 脑海里 只有那惊艳绝世的一剑 死了 两久 左千秋等人才回过神来 昆仑道宗的上修 被圣怀安一剑斩杀了 这简直是不亚于捅破天啊 此乃大祸事 这要是传出去 必将引起一场大地震 他们的反应不是高兴 而是担忧 担忧昆仑道宗的 绝世强者出世 来斩杀圣怀安 不同于左千秋 封隐烈等人 无数普通民众 却是爆发出欢呼 侯爷威武 侯爷牛皮 在他们看来 冠军侯圣怀安 就是神明般的存在 有如此强者镇守边关 他们便可高枕无忧意 圣怀安手一射 将一枚空间戒指取来 这是天行老牛鼻子死后 留下唯一的东西 将空间戒指收起来 赤龙剑也被他镇压收起来 这是他的战利品 等他回到河西 将赤龙剑练化 他正好缺少一把配件 等寒江雪带着朝城赶来 就只看到 圣怀安展出 那惊艳绝世的一剑 即使同样是 大宗师圆满的寒江雪 看到那一剑之后 都被震惊到了 圣怀安的实力 果然如老祖所说 已经超越了大宗师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看到女帝寒江雪赶来 左千秋 风银烈等人赶忙下城楼来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无数人纷纷参拜 诸位平身 寒江雪开口说道 圣怀安回到地面上 看到寒江雪等人 露出微笑 陛下 诸位大臣怎么来了 如此大事 这能做得住吗 寒江雪美好气地说道 圣爱卿你 实在是太鲁莽了 那昆仑道宗的人 你情下就行 现在你杀了他 昆仑道宗 必然会有更强的人 来找你报仇 寒江雪有些担忧地说道 无妨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杀一双 圣怀安不在意地说道 那奥义凛然的神情 令无数人心惨 这就是大魏冠军侯 无拒一切 奥义冲销 一众大臣看着圣怀安 这冠军侯 当真是好大的杀气啊 不愧是从边军杀出来的人物 寒江雪服 这人当真是如传言那般 修的是杀戮之道吗 昆仑道宗虽然远在大骊 可昆仑道宗 是天下第二道 宗 阳神强者 外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 你这般对待昆仑道宗 只怕是会将他们彻底惹怒 寒江雪无力地说道 现在圣怀安人都杀了 他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一旦昆仑道宗对圣怀安出手 大魏根本庇护不了圣怀安 陛下不必替我担忧 昆仑道宗 我自会应付 圣怀安说道 虽然昆仑道宗很强大 但是还没强大到 让他害怕的地步 好了 陛下 我等要启程了 耽误了一会儿 圣怀安笑着说道 走 出发 圣怀安没有逗留 带着部下继续上路回河西 看着圣怀安等人 继续上路远去的背影 朝城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冠军侯 当真是没有将昆仑道宗 放在眼里啊 他真的不怕昆仑道宗报复吗 一个大臣开口说道 没有人回答他 众人也没有答案 圣怀安在他们心中 多了一个桀骜不拘的形象 天不怕 地不怕 昆仑道宗都不放在眼里 回到皇宫后 韩江雪来到皇室武库 老祖 进来吧 丫头 韩武那苍老的声音响起 进入皇室武库九层 韩江雪向韩武老祖行了一礼 老祖 丫头 所为何事 老祖 圣怀安与昆仑道宗道人高修大战 您可看了 韩江雪说道 韩武缓缓地点点头 老祖觉得那圣怀安如何 韩江雪询问道 不是武圣 圣似武圣 堪比武圣初期巅峰 韩武开口说道 什么 韩江雪很是惊讶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般修为 堪称是逆天 以大宗师逆法武圣 真的在圣怀安身上实现了 此人 不可以常理来看待 一旦他突破武圣境界 只怕是武圣中期的强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韩武说道 如此惊艳绝世的人 他此生都不曾见到过 韩江雪久久没有言语 难怪老祖说 让他选圣怀安当夫婿 只要道徒不允 圣怀安必然会是 站在武圣绝颠的人物 他得罪了昆仑道宗 我们该怎么办 帮不帮他 韩江雪询问道 昆仑道宗 我们帮不了他 他若是能度过此劫难 必将龙月在天 无敌于天下 若渡不过去 一切都归于虚无 韩武说道 世人修行 本就是在争动 武修也好 道修也罢 还是妖修 都是在与人争 与地争 与天争 不到武帝之境 到头来都将是一堆黄土 你将逐日神宫和龙林铠甲 送去给他吧 也算是我大卫帮他了 最终 韩武拿出一张弓 一副战甲来 对韩江雪说道 大卫的体量 还不够格与昆仑道宗对抗 道门不入室 不插手凡俗 若非如此 整个天下 都将是道门的 如今道门昌盛 邪魔外道 都要退避 是 老祖 韩江雪 结果神宫和战甲 收入空间戒指 逐日神宫和龙林战甲 乃是大卫开国太祖皇帝 于十万大山中 斩杀的一头 五圣境界妖龙 取其龙骨 龙金和龙甲炼制而成 乃是五圣境界的五道圣器 取了两剑神兵 韩江雪便出了皇宫 朝圣淮安追去 入夜 圣淮安部在一处山林中休息 火光闪耀 一众将士围坐在火堆旁 烤着肉食 他们在山林中 猎了树头老虎 鹿 羚羊等动物 来充当晚餐 出来吧 圣淮安对着黑暗中开口说道 嗯 上官朔等人 瞬间就警戒起来 深爱清灵觉倒是敏锐 一袭黑衣的韩江雪 从黑暗中走出来 众人一见是女帝韩江雪 纷纷放下戒备 见过陛下 无须多脸 韩江雪白白手 这大晚上的 不知道陛下追来 所为何事 圣淮安好奇地询问道 他可不会相信 韩江雪会平白无故地追过来 这是老祖让我送来给你的 韩江雪拿出逐日神功 和龙灵战甲 圣淮安看着韩江雪手中的神功和战甲 眼神一亮 好宝贝 那我就不客气了 圣淮安手一招 神功和战甲就飞入他手中 你倒是不客气 韩江雪忍不住翻白眼 这可是大魏皇室珍藏的神兵 大魏也拿不出几件来 哈哈 多谢陛下送来的神兵 圣淮安笑着说道 别死了 要不然我就亏大了 说完 韩江雪就走了 目送着韩江雪离去 圣淮安嘴角一笑 啊 女人 圣淮安一行人 反程继续启程回河西 而在他斩杀天行的时候 天行留在昆仑的魂灯 直接熄灭了 这可将看守魂灯的弟子 吓破了魂 天行在昆仑 也算是老祖辈的人物了 一尊阴神老祖在外面陨落 这可是大事件 不好了 天天行老祖的魂灯 熄灭了 看守魂灯的弟子 颤抖着说道 快 赶快去告诉掌门老祖 另一个小道童赶紧说道 我 我不敢去 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去吧 这 好吧 两个小道童 一起前去掌教道守 闭关之地 掌教祖师 清风 月明求见 嘎吱 大殿的门缓缓打开 进来 两人走了进去 看到一身白袍的掌教祖师 坐在团圃上 背对着他们 掌教祖师 天 天行祖师的魂灯熄灭了 清风小道童颤抖地说道 什么 一股强大的气势 瞬间将两个小道童 压得贵服在地上 瑟瑟发抖 两人心里无比的苦涩 原本看管魂灯殿的活最轻松 现在却变得这般危险 天拳当听到天行的魂灯熄灭后 怒意冲天 天行师弟失败被杀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结果 阴神大圆满的天行 手持阳神道剑赤龙 对付一个武道大宗师 怎么可能会输 拿什么去说 还是说大魏的武圣下场出手了 下一刻 天拳的身影消失在大殿中 他要亲自前往大魏 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若是大魏王朝插手了 那他拼着因果加身 不入阳神 也要掀翻大魏 同时 他要亲自去取圣怀安首级回来 祭奠天行与天兴 天拳的身影刚消失 那股恐怖的威压 气势消失 清风和明月两人才从地上爬起来 两人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心想 阴神境界真可怕 哪怕那气势不是针对他们 就压得他们贵妇在地 下一刻 三道身影出现在大殿中 嗯 师兄呢 天叔开口说道 师兄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暴走 天影皱眉 你们两个 说说发生了什么 天元 看着清风与明月问道 回三位祖师 天行祖师的魂灯熄灭了 然后掌教祖师就突然大怒 消失在大殿中 明月开口回答道 什么 天行师弟魂灯熄灭了 三人大惊 魂灯熄灭代表着什么 他们岂会不知 何人如此猖狂 敢杀天行师弟 天元大怒 掌门师兄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就独自一人匆匆前去 去追掌门师兄 我眼皮有点跳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天叔开口说道 走 三人身影消失在大殿中 化作三道流光 去追赶天拳 昆仑道宗 四尊阴神高修 接连出了昆仑 经过几天的传播 圣淮安授封冠军侯的消息 传遍大魏 安宁关 自匈奴大败后 便没有再继续南下 整个安宁关 都是一片宁静 将军 将军 大事 大事啊 孙昊大喊着 跑进阳夜的营帐 慌慌张张 大喊大叫 你有没有一点将军的模样 杨夜呵斥道 看着杨夜放在暗桌上的酒坛子 里面是西风烈那浓郁的香味 孙昊顾不得训斥 拿起酒坛就猛喝了一口 你放下 大胆 你竟然敢瞧我的酒喝 杨夜大怒 反天了 这是要倒反天罡吗 将军 圣淮安封侯了 冠军侯 孙昊这才开口说道 啥 那小子封侯了 杨夜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欣喜 对 封侯了 圣旨昭告天下 已经传到安宁官来了 孙昊也是激动地说道 圣淮安自他们安宁军出去的 现在封侯 他们也跟着感到高兴 好家伙 十九岁的侯爷 杨夜既激动 又感到不可思议 这种事 数百年都不得一见 他们却亲眼见证了 据北关 镇北侯看着手中的情报 也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 大魏 又诞生一尊侯爵了 冠军侯 看来以后这北地热闹了 吴长歌低难道 南疆 镇守大魏南方边疆的镇南侯萧衍 看着传到手上来的信奸 他眉头微皱 圣淮安被封冠军侯 大魏多了一尊王侯镇守边关 他很高兴 但是 看到他女儿化名萧霸天 也被封为汝阳县子爵 他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丫头 太野了 居然跑到北地去参居 他就这么一件小棉袄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何惜草原上 一座熊城正在拔地而起 陈县令和武城 正在主持何惜郡城的建设 在庞大的奴隶劳动力工作下 何惜郡城 已然一天一个样 一座座规划有序的建筑 拔地而起 一条条规划整齐宽敞的街道 要不了多久 就能建成北地熊城 几十万的荣敌俘虏 使得建成的速度 非常的快 一支队伍 来到何惜郡城 打头的是一个太监 看着忙碌的何惜郡城 来来往往的伤队 无数的奴隶带上枷锁 不断地劳作 太监小春子很是诧异 这草原上 竟然给人一种繁荣的景象 而等是何人 下马接受检查 何惜郡将士 将这一对人马给拦了下来 我等自京城 来传递圣旨的上使 这是文蝶 小春子拿出文蝶来 镇守的士兵接过文蝶 看过后才放心 请 小春子一行人 才得以进入核心之地 陈县令看着 就快要建好的郡城 满眼的都是欣喜 武将军 看来我们能在这座城池中 留下隆重的一笔了 陈县令高兴地说道 史书必然会记载他们的名字 重建何惜郡城 哈哈 这是必然 武城大笑 曾经的他 整日担心 能否镇守得住何惜县城 而现在 何惜县城也无需守了 他们还光复了何惜郡 将军 陈大人 京城来上市传指 一个士兵跑来禀报 两人对视一眼 京城来圣旨了 走 去看看 两人赶到 只见胡冰 周园 临江三人已经在等着了 诸位大人都到了 小春子开口说道 这位公公 人都到齐了 周园点头说道 好 然后小春子拿出圣旨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何惜君全体 收复山河 光复疆土 此乃大功无上 朕甚位 经设立何惜都护府 何惜君镇守何惜都护府 不得有误 而等封赏 由冠君侯替阵侧封 陈天化为 何惜都护府之府 治理何惜都护府 亲赐 小春子念完圣旨后 周园 胡冰等人大喜 他们将军被封侯了 陈天化则是有点猛 他被替拔成为何惜都护府之府了 从一个县令 一跃成为之府 这一下官生数级 让他猝不及防 幸福来得太突然 何惜都护府建立 陈天化出任之府一职 开始准备筹建府衙班底 晋升之府 陈之府的干劲更大了 以后 需要他来治理这片草原 想着未来都觉得美好 胡冰 武成等人 此刻无比地期待着圣淮安回来 有小道消息传来 他们将会被册封为子爵 这让他们有些激动地睡不着 子爵 那可是大魏贵族爵位 这意味着 他们将一跃成为贵族阶层 可以重开族谱 他们自己做一族之祖 历经数天的跋涉 圣淮安一行人 来到了定州州城 定州新任之府蒋灵虎 赶紧带着州府班子成员 前来迎接 看到一队人马走来 一个个气度不凡 蒋灵虎见为首的青年 一身华贵的麒麟袍服 妖际金玉腰带 贵气非凡 赶紧上前 下官蒋灵虎定州之府参见圣侯爷 蒋灵虎恭敬的行礼 他这个边疆州府之府 从四品官员 见了圣淮安这个冠军侯 自当要行礼 更别说圣淮安还在二品镇西大将军 截至定州 永州河西都护府 他身后的州城 州魏也纷纷行礼 五等参见圣侯爷 一袭麟袍的圣淮安 气质无双 贵不可言 诸位勉劣 圣淮安声音和煦 这倒是让蒋灵虎等人 暗自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位侯爷 并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势 否则他们都要小心翼翼的 圣侯爷 我已经让人准备了宴席 请侯爷赏光 蒋灵虎开口说道 那就劳烦蒋知府了 圣淮安点点头 侯爷 请 蒋灵虎一喜 城门口不少居民看到了州府老爷 竟然对一个年轻人这般恭敬 顿时就好奇了起来 那人是谁啊 竟然让新来的知府 都对他这么恭敬 傻去 这你都不认识 别说是我们定州人 你看那贵气的年轻人 穿的是什么 麒麟袍 上面绣的金边麒麟 威武咆哮 这种衣服 只有王侯可穿 能让知府大人这般恭敬的 那一定就是冠军侯圣侯爷了 有消息灵通的人开口说道 圣侯爷 那个大败荣敌的圣将军 难怪这般威武英俊 你看圣侯爷身后的将士 一个个都好威武 眼里充满杀气 那些都是战场上死人堆里 走出来的精锐老族 看着圣淮安 定州城的人开始议论起来 眼里有崇拜 也有羡慕 如此之年轻的侯爷 整个大位都只有一人 来到定州府衙 蒋知府设宴款待圣淮安一行人 蒋灵虎弄了不少的山针佳肴 侯爷 请坐 蒋灵虎将主位让出来 让圣淮安上座 那本侯就不客气了 圣淮安坐了下来 蒋灵虎陪坐在圣淮安身边 其他人也纷纷落座 圣淮安的亲位 被安排在院里用宴 下官敬侯爷一杯 愿侯爷五盖天下 威灵四海 蒋灵虎端起酒杯来敬酒 周城 周卫等人 也是纷纷举杯敬酒 圣淮安举杯示意了一下 现在的他 坐在那 就轮到别人来敬酒 他不先夹菜 谁也不敢动 此般是权力与身份的体现 喝了一杯酒 这是他搞出来的西风裂 这蒋知府倒是很会做官 专门去弄西风裂来招待他 蒋知府 你们周卫坏人了吗 圣淮安询问道 他并没有看到那崔朗老匹腹的身影 回侯爷 上一任周卫崔周卫 卸任辞成回去养老了 蒋灵虎回答道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圣淮安会这般问 也不知道那崔朗 为什么会突然卸任辞成 哦 圣淮安感到惋惜 他都还没抽出手来 对付那崔周卫呢 这就跑路了 真无趣 那新任周卫呢 是谁 圣淮安问道 一个中年站了起来 朝圣淮安行了一礼 道 侯爷 下官赵清新任周卫 圣淮安朝赵清看去 修为也不错 先天大圆满 哦 赵周卫吗 我希望以后定周没有删匪贼寇 圣淮安淡淡地说道 是 是侯爷 下官一定铲除匪寇 还定周百姓太平 赵清赶紧应道 其他人此刻心中也有些明了 那前任崔周卫 定然是与圣侯也有过节了 看来还是匪寇惹的祸 毕竟前任崔周卫催事养寇 很多人都知道 如今圣淮安发话 那定周将不会有匪寇出现 否则 到时候 就是大名鼎鼎的何西军 前来剿匪了 嗯 圣淮安点点头 然后又看着蒋知府说道 蒋知府 本侯还有一件事 需要麻烦你 侯爷请说 能为侯爷效劳 是我的荣幸 蒋灵虎赶紧说道 这可是向圣淮安靠近的机会 你向整个定周 替我招募五万士兵 要白身百姓 圣淮安说道 是 侯爷 这是交给我了 蒋灵虎拍着胸膛保证道 在定周城待了一夜 第二天 圣淮安等人继续赶路回何西 回到何西县城 在城门口 已经有一群浩浩荡荡的人在等着了 郭孝平看到圣淮安 激动地上前 恭迎将军回来 正方和秦陵健壮也纷纷上前 末将参见侯爷 他们两人 一个本是延州镇守将军 一个是秦州镇守将军 接到女帝的圣旨 要他们带领部下士兵前往何西 归于圣淮安军帐下听令 接到圣旨 两人带着大军 便来到了何西县 再次等待圣淮安 两人身后的将领 也纷纷抱拳 向圣淮安行礼 无等参见侯爷 圣淮安看着两人 两个宗师初期的将领 内州郡的将领 实力都这般弱的吗 你们两人 便是秦陵和正方 圣淮安看着两人说道 末将秦陵 中年刚一模样的秦陵 抱拳说道 末将正方 一脸胡须大汉的正方 也抱拳说道 跟在两人身后有十人 都是先天武者 看来是两人带来的军中强者 嗯 你们整军 明日随我入草原 圣淮安点点头 是 侯爷 正方与秦陵领命 然后圣淮安看着郭孝平 微笑着道 郭孝平领旨 郭孝平心中一喜 赶紧上前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封郭孝平 郭县子爵 破油中狼将 圣淮安简单明了地念完圣旨 郭将军 领旨罢 臣 领旨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郭孝平激动无比 子爵 破油中狼将 这个封赏 不可谓不封厚 一旁的正方和秦陵 两人都羡慕不已 虽然他们是领军五万的正武品杂牌将军 还是宗师强者 但是都比不过郭孝平这个子爵 更别说郭孝平现在也是正武品 破油中狼将了 简直给他们羡慕的不行 先天境界的中狼将 子爵 哪一个都是他们要羡慕的 这就是跟对人的好处 谢谢将军提拔 要是没有将军 那有我郭孝平今日 郭孝平看着圣淮安 无比的感激 他本以为 镇守河西县 没有多少军功 不曾想 竟然也得到了封军 无需如此 这是你应得的 圣淮安笑着白白手 将军 城里我已经设好宴 为你们接风洗尘 郭孝平开口说道 走吧 进城 圣淮安点点头 老郭 恭喜了 上官朔来到郭孝平身旁笑着说道 同喜 同喜 郭孝平喜笑颜开 正方 秦林等人 也跟着进城 十万大军 便在城外军营里驻守 一进到河西县城 县城街道两旁 站满了民众 侯爷来了 侯爷来了 有人开口大喊道 然后 就传出震天般的呐喊 参见侯爷 侯爷安抗 无数河西县的百姓 朝圣淮安 发出热切的呐喊 看着热情的百姓 圣淮安发自内心的笑 他朝着街道两旁的人 挥手示意 这一刻的圣淮安 可谓是万众瞩目 光芒万丈 非常的耀眼 秦林与正方跟在后面 两人眼里满是惊讶 圣淮安在这河西县的声望 也太高了 穿过热闹的人流 回到熟悉的军营 郭孝平已经安排好了接风宴席 五千位武族见到圣淮安 一个个都目光热切地大喊 恭迎将军 圣淮安看着五千精神异异的 魏武族满意的点点头 一个个魏武族修为都不弱 最普通的士兵 修为基本上都是武徒后期了 其中大部分士兵 已经修炼到了武者 看来郭孝平在练兵上 还是挺伤心的 诸位将士 本将军见到你们 很高兴 同时也感谢你们 镇守河西县的付出 入座 今日本将军陪你们痛饮 圣淮安对五千魏武族说道 是 将军 将士们纷纷落座 圣淮安也带头坐下 王武 王斩 上官朔等人 纷纷跟随入座 大家且随意 都别拘束 圣淮安对众人开口说道 宴席开始 过了一会 郭孝平就开口说道 将军 能不能换一个人来镇守河西县 我想跟随将军上阵杀敌 所有将军中 就他一个人镇守河西县 其他人都跟随圣淮战争战草原 与异族厮杀 他有些按捺不住了 与草原一族厮杀 基本上都是骑兵对战 你是卫武族 你要带着士兵跑步冲锋吗 圣淮安美好气地说道 郭孝平挠挠脑袋 实在是镇守河西县 太过无趣了 又没战事可打 放心 好好练兵 粮草资源给你充足 你要给我练出一只真正的精锐来 到时候 有的是仗给你打 圣淮安说道 是 将军 同时 你在招募五千壮硕的士兵 将军队人数提升到一万 毕竟你现在也是中狼将王 统军一万刚好 魏武族中甲 我会吩咐工匠方打造 圣淮安说道 酒房赚到的大部分银钱 除了购买单药和物资 圣淮安都投到了工匠方中 加大武器的生产力 有了圣淮安的命令 郭孝平一喜 若是有一万魏武族 就算凶母十万大军打来 他都不出 王武 明日你去一趟安宁关 告诉杨叶将军 让他招募士兵满员 尽快练兵 我这边会给他们提供物资 圣淮安对王武说道 好 将军 我明日就跑一趟安宁关 王武点头 现在圣淮安他截至定州 永州和河西都护府 圣淮安便想着加强一下安宁军 到时候好掉安宁军参与作战 上官朔见状 心中一喜 看来又要有战争要打了 在喝酒期间 圣淮安又了解了一下 郑芳和秦陵两人 军事能力不算出众 修为勉强还行 在他眼里 宗师初期修为 还真就那样 两人带来的十万大军 战斗力算不上强 不少士兵都是普通人 与强悍的河西军比起来 差得有点远 好在两人麾下的皮匠 有十尊先天武者 也算是加强了 圣淮安部下中的中层力量 次日 上官朔在河西县城 购买了一处宅子 将他父母安排在河西县城 又置办了一点产业 让他父母有个试作 又让人继续招募工匠 加大兵器制造力度 很快他的麾下 将有二十万大军 需要不少的武器装备 在河西县多待了几天 安排了一下各种事物 圣淮安才带领着正方 秦陵麾下十万大军 前往河西郡城 浩浩荡荡的大军 来到河西郡城 胡冰 周园 临江 武城等人 已经在等着了 看到圣淮安等人归来 众人激动无比 攻迎将军归来 河西军全体 高呼迎接圣淮安 秦陵和正方 看向前方那只雄军 气势恢弘 不由地变了神色 他们本以为 见到的郭孝平那五千位武卒 就已经够精锐了 没想到整个河西郡 都强悍得不行 圣淮安回到河西郡 也是很高兴 朱军 静一静 圣淮安压一下手 四五万大军 瞬间安静了下来 陛下的封赏已经下来 河西郡全体 皆生一击 赏赢十两 圣淮安说完 士兵们都爆发出欢呼声 周元 胡兵 武成 临江 上前听风 圣淮安又拿出圣旨来 是 四人眼神火热地上前 陛下圣旨 封周元为贺县子爵 破弃中狼将 封 胡兵为元县子爵 破戎中狼将 封 武成为河西县子爵 破敌中狼将 封 临江为随元县子爵 破枪中狼将 臣等谢皇上龙安 周元 胡兵四人 一个个听到侧风 激动得手舞足蹈 侧马征战 沙场时数载 今日终得回报 春风得意马蹄急 几人面带春风 精神异议 嘴角都快笑歪了 参见侯爷 侯爷可算是回来了 陈知府笑着说道 恭喜陈知府了 以后何西都护府的政务 都要陈知府操劳 看着陈天化 圣淮安也是笑道 应该的 我一定会辅佐侯爷 治理好何西都护府 圣淮安点点头 回到军营后 给周元 胡兵等人 举行了庆祝宴会 圣淮安又将 正方和秦陵等人 介绍给众人认识 接下来的时间 圣淮安开始大练兵 他将正方和秦陵 带来的十万大军缩编 两人麾下 每人带领五个团 三万大军 然后让两人带着士兵 训练奇术 多出来的四万士兵 他打散后 分到了周元 胡兵等人的麾下 等定州之府蒋陵虎 送来五万百姓入伍 圣淮安将这五万人 丢给胡兵 狠狠地先操练一个月先 扩兵后 圣淮安麾下 加上五万戎敌奴仆军 他拥有二十五万大军 抽调军中武者 圣淮安将重甲铁骑 补充到了五千 训练了半个月 等各军都互相熟悉后 圣淮安就打算起兵 发兵草原 攻打凶奴 来人 让王武前来见我 圣淮安大声说道 是 将军 一个亲卫 快速前去通知王武 很快 王武便来到圣淮安营帐 将军 何事找我 王武询问道 你带着你的赤后队伍 前往匈奴草原 打探消息 为我军出征匈奴做准备 圣淮安吩咐道 是 将军 王武领了命令 带着他的赤后队伍 就消失在草原上 圣淮安又让人送一封信 前去安宁关杨叶将军 让杨叶将军 带领三万大军 前往草原与他会合 将武城 临江 上官朔 秦灵 和郑芳 给我叫来 圣淮安对王展说道 我这就去 王展出了营帐 前去叫几人 不一会 武人就来到圣淮安营帐 末将参见将军 武人抱拳 对圣淮安说道 嗯 圣淮安点点头 道 你们武人 去集结军队 明日 我要出击匈奴 是 将军 一听要出兵攻打匈奴 武城几人当即就激动了起来 秦灵和郑芳 两人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战事了 典七兵马 武城 上官朔 临江三军三万人 秦灵和郑芳两军六万人 加上三万奴仆军 三千重甲铁骑 总作战兵力十二万三千人 府兵和粮草兵三万人 圣淮安留了周园 萧楚一和胡兵三人 带领剩下的兵马 镇守河西都护府 如今戎敌已废 河西都护府要防范的 就只有西域了 不过 有老兵坐镇河西都护府 圣淮安也不怕西域打来 次日 朱军 出征 圣淮安高举长枪 出征的号角声响彻草原 浩浩荡荡的大军开拔 朝匈奴草原方向去 安宁关 杨叶接到圣淮安的信 当即将部下召集起来 将军 叫我们来有什么事 孙昊询问道 众人都好奇地看着杨叶 自从匈奴不再来番 杨叶就没有叫他们来开会了 他们也都各自在练兵 诺 你们看看 杨叶笑着将信件给孙昊等人看 现在他麾下七个皮匠 接到圣淮安让招满兵员的命令后 杨叶也将安宁军五万人招满员 又有圣淮安那边的物资支持 杨叶也让部下开始大练兵 众人看了信件后 一个个神色激动起来 侯也要进攻匈奴 让我们也一起出兵 攻打匈奴 孙昊高兴地说道 哈哈 好 匈奴打我们这么久 也轮到我们去打他们了 李道如大笑 将军 点兵吧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赵永安激动地站立起来 不错 将军 点兵吧 打入匈奴草原 让匈奴人常常战火的滋味 武器也开口说道 曾经的武校尉 现在也升任皮匠王 这还得益于圣淮安与杨叶交换的五接破警单 杨叶间部下将领号战情绪高涨 便笑着说道 好 孙昊 李道如 赵永安 武器听令 你四人召集起三万将士 随我出征 其他人留守安宁关 很快 安宁军也点齐将领 三万大军开拔草原 当安宁军与河西军会合后 整整十八万大军 在草原上位为壮观 战骑如云 枪如鳞 浩浩荡荡的大军 军器与煞气冲销 草原上空 都变了天色 杨说 看到杨叶 盛怀安 盛怀安笑着招呼道 好小子 现在我都要叫你侯爷了 杨叶笑着打趣道 杨说 你可别折杀我 盛怀安白手说道 见盛怀安有如此成就 杨叶很是欣慰 参见侯爷 孙昊 赵永安等人 心情复杂 再见面 这个少年已经封侯 他们可不敢像杨叶这般 对盛怀安 虽然盛怀安不介意 但毕竟对方身份尊贵 大为侯爷 见孙昊 赵永安 吴孝位等人如此恭敬 盛怀安感慨 昔日如云烟 曾经的上级 现在都要恭敬地叫他侯爷了 无需多脸 盛怀安只能说道 看着盛怀安身后 十几万精锐将士 杨叶眼里满是羡慕 你打算怎么打 杨叶询问道 我要横推过去 直倒黄龙 去攻打匈奴王庭 盛怀安说道 众人一听 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盛怀安是真的敢啊 竟然敢去攻打匈奴王庭 这会不会有点冒险 杨叶询问道 不去攻打匈奴王庭 燕州三帝的四十万匈奴大军 一直占据着燕州三帝不撤退 一到我们攻打匈奴王庭 再让镇北侯带着镇北军 拖住匈奴大军 到时候 不管是匈奴大军撤不撤 我们的目的都能达到 盛怀安淡淡地说道 可匈奴王庭中 必然会有五胜强者 杨叶提醒道 无妨 五胜自由我来对付 盛怀安说道 行 既然你有把握 那我们就指导黄龙 去攻打匈奴王庭 杨叶舍命陪君子 他也豪气一回 好 出发 两军会合 盛怀安带领大军 浩浩荡荡入侵草原 大军杀入草原 见部落图部落 献牛羊战马就抢 很快就灭了不少匈奴小部落 荣敌奴仆军 异常的凶狠 老人小孩也被屠杀 妇女都被抓起来 当作奴隶 然后 大魏军队入侵草原 倒打入草原来的消息 就在草原上传开 无数匈奴部落 都受到了消息 卫人放肆 不少匈奴大部落愤怒 什么时候 卫人敢入侵他们草原了 该死的卫人 好大的胆子 来人 给我去通知各部 让他们集结勇士 随我去灭了卫人 左贤王魂如邪 觉得机会来了 卫人入侵草原 屠杀他们族人 势必会惹怒各大部落 以往争吊各部落兵马 各部都很敷衍 现在不用他怎么去动员 只需要立起旗帜 就能号召到无数兵马 很快 左贤王就联合各大部落 集聚了三十万精锐大军 前去阻挡卫人大军 两天后 两部大军就碰到了一起 平广的草原上 芳草英美 野花绽放 数十万大军对峙 凝云如谦 杀气凌冽如寒风 感受到大战前的凝重气氛 战马都开始咆哮丝鸣 淮安 匈奴大军中 有三尊大宗师 有些凝重地说道 无妨 杨说 那三个大宗师 交给我就行 慎怀安笑着安慰道 三个大宗师而已 看着对面的卫人大军 左贤王无比的愤恨 部落的勇士们 现在该死的卫人 入侵我们的家园 屠杀我们的族人 抢我们的牛羊 你们说 该怎么办 左贤王怒吼着举起弯刀 做战前动员 杀了他们 南下 杀入大卫 无数匈奴将士怒吼着 随本王杀 杀了他们 踏碎他们 左贤王大吼着 亲自带队冲锋 现在努力 拼一把 赢了他老爹大铲鱼回来 不会拿他怎么样 输了那就死吧 反正他老爹大铲鱼回来 他也好过不到那里去 接连战败两次 折兵损将 他这个左贤王 估计也是当到头了 匈奴三十万大军 跟着左贤王 就开始冲锋 咚咚咚 战鼓响起 在草原上回荡 战争的号角声 也响起 魂厚无比 穿透虚空 传出去很远 朱军 且随本侯 踏随他们 盛怀安举起长枪高呼 杀 杀 他身后的士兵高呼 杀气滚滚 冲 盛怀安策马就冲了出去 他身后 王展池帅齐 跟随着冲上去 池天生也带着三千重甲铁鸡 跟着盛怀安冲锋 杨叶 秦陵 郑芳等人 接到盛怀安冲锋的命令 也都带着部下开始冲锋 在冲锋的过程中 盛怀安取出逐日神功来 搭上三支箭矢 一箭射出三道金光 三支箭矢化成金色的蛟龙 咆哮着飞射出去 不好 匈奴大军中 正准备动手的三尊大宗师 顿时感受到了恐怖的死亡威胁 只见到他们瞳孔放大 三道璀璨的蛟龙金光 直接朝他们射来 该死的 卫人大军中果然有强者 一个匈奴大宗师惊恐 他们纷纷燃烧体内血气和真元 形成护体钢气 抵挡圣怀安射出的箭矢 只可惜 这些都是屠楼 神剑手 逐日神功 五圣级力量加持 就算是五圣初期的强者 都不一定能拦下来 更何况 区区三个大宗师 现在对于大宗师 圣怀安一掌都能拍死 动用逐日神功射杀 算是有些奢侈的了 相当于导弹打气球 不 三尊大宗师 瞬间就被一箭射杀 直接爆开 化成了血物 死的不能再死 三尊大宗师瞬间被射杀 让匈奴大军 出现了那么一刹那的尸神 他们的底气 大宗师老祖 就这般死了 只可惜 现在大军冲锋 已经无法停下来 杀 圣怀安随手一枪扫出 枪芒如月 冲在前面的匈奴大军 成片地倒下 三千重甲铁机 也如钢铁洪流 冲撞进匈奴大军中 瞬息间 就将冲在前面的匈奴大军 杀得人仰马翻 恐怖的重甲铁机 如同一支锋利的利剑 直插匈奴大军心脏 要将匈奴大军的阵型凿穿 两侧 杨叶 秦陵 正方带领着大军 不断分割冲杀匈奴骑兵 同时 圣怀安继续出手 射杀匈奴大军中的宗师强者 收割匈奴大军中高端战斗力 匈奴大军中的高端战斗力 一死 整个大军都失去了指挥系统 左贤王看着被揉虐的战场 心神直接沉到了谷底 脸色也漆黑地像碳灰 完了 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碰 池天生一剪将其头颅打爆 左贤王魂如邪 就这般战死在疆场上 他的轻卫队 也被重甲铁骑 给踏成肉泥 失去了高端战力的匈奴大军 完全无法抵抗 圣怀安部下大军的冲锋 匈奴大军士兵不断被斩杀 如同草芥般倒下 圣怀安诛杀了匈奴大军中的强者后 然后开始出手屠杀匈奴大军普通士兵 他一枪扫去 便是上千的匈奴士兵被斩杀 杀 战场上喊杀声震天 厮杀不断 圣怀安部下大军气势如虹 杀气滚滚 煞气冲天 匈奴大军的反抗 是那么的薄弱 完全就是压倒性的屠杀 很快 鲜血就染红了战场 圣怀安部 以碾压之势 斩杀了这三十万匈奴大军 只有寥寥少部分胆小的剑撞部队 提前跑路 捡回一条命 杨燕 秦林 正方三人 此刻看着那血染的战场 他们才知 道 圣怀安部 是如何将戎敌部落 打得抬不起头来的 有圣怀安这尊近乎无敌的存在 没有武圣出手 没有敌人可以挡得住如此恐怖的兵风 万圣 万圣 战胜三十万匈奴骑兵后 圣怀安部下爆发出狂热的呐喊 孙浩 赵永安 李道如 武器等人 虽然身上都挂着伤 但是此刻他们嘴笑得比AK都难压 他们从来没有 打过如此爽的战争 以前从来都是被动防御挨打 现在反过来暴走匈奴 不要太爽 哈哈 真特么爽啊 赵永安大笑着说道 呸 孙浩吐了一口污血 笑着说道 这匈奴狼崽子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看着那满地的尸首 武器眼里都是小星星 这得是多少军功 打扫战场 继续推进 圣怀安吩咐道 斩杀了这三十万的匈奴精锐大军 势必要惊动整个匈奴了 而且 他们也没有隐藏 目的简单 直接就是往匈奴王庭而去 将战死的将士尸体焚烧 将骨灰收入罐子中 无法将尸体带回去 就将他们的骨灰带回去安葬 圣怀安不想将部下埋葬在这草原 每年冬季是那么的冰冷 他怕部下将士不习惯 受伤的伤员 有足够的疗伤丹药 只要不是断胳膊断腿的 服用疗伤丹药 恢复起来都很快 打扫战场 收拢了十多万匹完好的战马 受伤的 和死了的 都被拿来当军粮 带着匈奴大军的物资 战马 圣怀安部离开了那片血色战场 堆积如山的尸体 血流成河的景象 煞气滔天 野狼野兽都不敢靠近那片战场 在圣怀安部离开后 几道黑衣包裹的身影 狗狗碎碎的来到那片战场 结结结 这么多尸体鲜血 这尊大卫的侯爷 好大的杀性 别他妈感慨了 赶快收集惊险 寻找强者完好的尸体 看来我们的实力 又能大涨一波了 结结结 几尊魔道中人 盯上了这片血色战场 这种尸体 怨气 煞气 血气交织的地方 最是兽魔修喜欢 晚上 圣怀安部在一处平缓的草原上 休息吃晚饭 经历了一场大盛 他部下的将士 都很高兴 虽然没有九庆主 部下士兵再歌再舞到深夜 深夜后 圣怀安独自一人回到帐篷 才查看白天大战的收获 姓名 圣怀安 种族 人族 境界 大宗师极限 加 阴神极限 加 功法 大日新经 大成 太史道典 大成 天剑诀 大成 神魔罐 加 骄蟒吞吸术 可推演 烈焰天刀诀 可推演 霸王枪法 大成 可推演 力量 249800斤 天赋 神剑手 炼丹术 五阶炼丹师 杀戮值 伤诚 空间 千年人参 六支 千年灵支 十三朵 今天一战 收获了三十多万杀戮值 加上之前存留的 圣怀安身上的杀戮值 突破了78万大关 看着那么多杀戮值 圣怀安沉浸在了喜悦之中 这么多杀戮值 想来够他 霍霍一会的了 果然还是战争收割杀戮值最快 随着逃回去的匈奴士兵奔走相告 三十万大军覆灭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匈奴草原 天几山脉下 匈奴王庭 王庭族老们 此刻一个个暴怒无比 将心爱的玉器 花瓶瓷器等 都砸得稀烂 左贤王那废物 真的是废物啊 三十万大军 整整三十万 都死了 我匈奴三十万狼 葬身卫人刀剑下 卫人真该死啊 一个个匈奴族老 气得跺脚 卫人来势汹汹 我们有三尊大宗士随军 可都死亡了 看来卫人大军中 有绝世强者 怎么办 要请老祖出手吗 总不能让卫人大军 如此肆意妄为 肆虐我匈奴部落吧 卫人大军 直奔我王庭而来 显然是要攻打王庭 继续召集大军 必要时候 请求老祖帮忙 一定要灭了 这支卫人大军 为我匈奴勇士报仇 匈奴诸部 开始报兵 要阻止盛淮安部 继续向王庭推进 盛淮安部 打败三十万匈奴大军后 一路扫荡 灭了几十个匈奴部落 剩下的匈奴部落 纷纷逃跑 朝王庭方向撤退 据北关 镇北侯吴长歌 收到盛淮安的信侯大喜 利侯一直不配合为 缴匈奴大军 这下冠军侯盛淮安 带领大军杀入草原 他就不相信 燕州三地的匈奴大军 还坐得住 来人 传令下去 准备整军备战 镇北侯当即下达军令 二十万镇北军 加上朝廷调来的二十万大军 整整四十万大军 整军待发 欲要与匈奴大蝉鱼过过招 当女帝接到盛淮安部 北征匈奴的消息后 也是欣喜无比 他很是期望 盛淮安能给他带来好消息 昆仑道宗天影 天书 天元三人 追上掌门天拳后 四人一路来到大卫 追寻盛淮安的消息 追入了草原 一路追寻 耽搁了不少时间 终于在草原深处 追上了盛淮安 盛淮安部 在一个湖边休整 郑和部下一起吃烤全羊的盛淮安 突然放下了烤得金黄的羊腿 看着天边 怎么了 将军 王斩询问道 有敌人来了 盛淮安说道 敌人 杨叶皱眉 看向盛淮安看的方向 四道极强的气息 瞬息而至 四尊道人 站立于高天之上 身上笼罩着淡淡的光芒 道门中人 杨叶这才想起来 盛淮安在洛京城外 斩了一尊昆仑道人 现在是仇家找上门来了 天拳四人 看着下方那浩荡的大军 恐怖的血煞之气冲销 即便他们都是阴神境界高修 也不敢冲击武者大军 那恐怖的血煞之气 会冲击他们的阴神 且他们也不敢随意造下杀念 杀戮无数 否则突破阳神之时 血煞怨气缠绕 天结会异常地恐怖 盛淮安 给我滚出来 天拳看着下方大军喝道 秦林和正方 看到天空中的四尊道人 皱起了眉头 上官朔 临江 武成等人 一个个怒视着高空中的道人 这般随意呵斥他们将军盛淮安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愤怒 你们且看着 我去找了他们 盛淮安起身淡淡地说了一句 便一步来到高空中 昆仑牛鼻子 你们也是来送死的吗 盛淮安看着天拳四人 你就是盛淮安 杀天星师弟和天行师弟的人 天元看着盛淮安 眉头微皱 这家伙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看不穿其修为 本侯正是盛淮安 而等不好好在山上修道 下山来入室 不怕阴劫 盛淮安并没有将四人放在眼里 牙尖嘴利 小畜生 敢杀我师弟 乖乖俯首 根本到回昆仑授罚 以免去你受皮肉之苦 天拳冷漠的俯视盛淮安 他算是看出了盛淮安的修为 半步武圣 难怪迟迟龙而来的天行师弟 会被其斩杀 果然有点本事 但在他们昆仑道宗面前 依旧不够看 傻帽 修到把你脑袋修傻了吧 盛淮安看傻子一般 看着天拳 大家都是不死不休的仇人了 还说什么束手就擒的蠢话 放肆 无奈昆仑掌教 今日诛杀你这不尊 我昆仑道宗的贼子 说着 天拳便动手 打出一道神通 杀向盛淮安 盛淮安抬手 就拍碎了那道法力神光 他的体魄强横无比 区区法术神通 对他造不成一丝威胁 动手 一起镇压此料 天书开口说道 天元与天影 也纷纷出手 打出一道道法术神通 天地间法力波动 牵引 天地之力 打向盛淮安 盛淮安身上血气翻涌 真元生腾 一层血红钢气笼罩 如同燃烧的太阳真火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点压力 盛淮安举拳轰杀上去 与四人大战在一起 他那强大的体魄 和护体钢气 普通法术身体 完全就打不动 越是强大的武者 就越无据于道家神通手段 雷 天影打出一击雷印 轰向盛淮安 狂暴的雷印 化作一条雷龙 打在盛淮安的后背上 将他的护体钢气 撕裂了一道口子 但也仅此而已了 天影看着自己打出的雷印 都伤不了盛淮安一点 心中难免一沉 他的修为虽然算不上绝强 但是境界好歹也是阴神大圆满 阴神大圆满 都伤不到对方 此子到底有多强 盛淮安一拳 将天叔给轰飞出去 天叔的护体法器 都被轰碎了 他体内的法力 都被震得翻涌不已 碰 又是一拳将天影道人砸飞出去 道家阴神境界强者 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盛淮安 即到之力下的自信 强大的舞者 一切实力归于一身 一拳一脚 都有无比恐怖的力量 哄 下一刻 天元被盛淮安一脚给踹飞出去 强大的力量 轰击在天元的身上 他感觉像是被无比恐怖的力量 猛捶了一下 然后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他眼神惊骇 盛淮安的力量 绝对超出了大宗室的极限 地面上 秦林等人直接看得吃了 圣淮安像是一尊无敌的战神 拳打到人 脚踢阴神 昆仑道宗四大阴神高修 连手都无法压制的驻圣淮安 谁能想到 一年前 圣淮安还只是一个文弱书生 昆仑印 震 天拳祭出一方大印 朝圣淮安震杀而去 此印乃是他踏印的昆仑道宗震教道气 拥有一丝昆仑印的道运 被他祭练多年 哄 那方大印 带着恐怖的气息 阵向圣淮安光芒闪耀 法术神光流转 狠势不凡 圣淮安挥动大日神拳 便朝那方大印打去 全光璀璨 像是一轮绽放的大日 带着强横的力量 横击而上 拳风锁过 虚空都在破碎坍塌 哄 一声巨响 下一刻 那方绽放光芒的大印 便被轰得粉碎 大印碎片四射 天拳目光大震 他快速凝聚法术护盾 抵挡飞射而来的大印碎片 终究不是盗气昆仑印 只是带了一丝道运 圣淮安一个近身 一拳朝天拳轰去 四人当中 也就这个盗人实力要强上一些 见圣淮安一拳轰来 天拳赶紧使用分身术 躲避这一拳 圣淮安的力量太过恐怖了 他们头一次见如此恐怖的武夫 完全不敢应接圣淮安的权利 只能使用盗树神通 对付圣淮安 八荒雁龙 震 天盈打出一剑法器 法器中瞬间冲出八头火龙 杀向圣淮安 圣淮安一个闪身 大日神拳所过 火龙歼灭 伤不到他分好 万化剑阵 周 天书清赫 手中掐绝 催动法剑 组成剑阵 绞杀圣淮安 大日今生 圣淮安的身体 绽放璀璨的金光 耀眼刺目 如同一轮太阳 悬挂在天空 地面上 杨叶 秦灵 上官朔等人 一个个抬着头 看向天空中 天上出现了两轮大日 其中一轮 便是圣淮安所化 好强大 秦灵难以置信地说道 一人独占四尊 英神大圆满 堪称风采绝世 郑芳已经被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了 原本他对于女帝 将其调入圣淮安麾下 内心还是有点抵触的 毕竟圣淮安如此年轻 就成了他们的上司 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 可是现在 亲眼见证圣淮安强大的郑芳 已经是彻底佩服了 高空之上 电光闪烁 光芒璀璨 剑光如龙 四星火 崩碎了寸寸虚空 绚丽射人 十八万大军 看着高空中的大战 四天神交战 恐怖无比 随意一道 剑光或雷光落下 他们都没有人能够挡得住 一道道璀璨的剑气落下 剑光冲销 撕裂了云层 那密密麻麻般 如雨般的剑气 展落在圣淮安身上 大日金身璀璨 灵力的剑气 完全破不开他的大日金身 所有的剑气 落在他身上都消散了 圣淮安身影一闪 出现在高空 碰 一拳落下 天叔催动的法剑 瞬间破碎成无数片 飞射出去 破 天叔一口鲜血喷了 出来 这把剑是他的本命法器 本命法器被毁 他也受到了反噬 气息出现了一丝唯靡 天叔师兄 天元大喊 他心中 生起圣淮安不可战胜的荒唐念头 他们四师兄弟 即便不是阳神 但是联手之下 也不属于刚入阳神境界的强者 可是四人连守大战圣淮安 都没能拿下对方 反而被压着打 他们倒是一个个都受了许些伤势 强大的武者 果然是无敌 难怪能与道家修行其高 此刻的圣淮安 气概无双 像是一尊战神 横击四方 八荒焰龙剑 爆 天影直接引爆了这件法器 企图给圣淮安带来伤害 哄 八荒焰龙宝剑爆开 恐怖的力量肆虐 滚滚火焰灭一切 将圣淮安笼罩 狂暴肆虐的火焰 将虚空都烧得咔嚓咔嚓作响 天影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狂暴的火焰中 他多么希望 圣淮安直接被这火焰烧死 这可是 他采摘地废焰火炼制的法器 然而 这只是希望 下一刻 圣淮安完好无损地 自那火焰中走出来 他身上的红袍银甲已经破碎 取而代之的是龙鳞铠甲 此刻龙鳞铠甲 在金色的真气衬托下 那一道道龙鳞 似活过来一般 有龙鳞闪烁 那狂暴的火焰 落在龙鳞铠甲上 圣淮安手指一弹 将火焰弹落 不错 有一点力量 圣淮安淡然一笑 这道门第二的昆仑道宗 底蕴就是不凡 四尊阴神大圆满 实力都很不错 一般大宗是圆满的武道强者 单拉出来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看着圣淮安毫发无损 天影神色阴沉难看 他自暴法器 都没能伤到圣淮安分毫 四人看着圣淮安身上的龙鳞铠甲 便知道 这是大卫王朝留下来的武圣铠甲 大卫王朝 还真看中这小子 武圣铠甲都舍得送出 此人实力异常强大 诸位师弟小心 天拳提醒道 这一刻 他不得不承认 圣淮安的实力 还在他之上 天行师弟死得不冤 但天拳并不打算停手 这个仇 必须要报 圣淮安也必须要死 圣淮安一拳朝天书打去 四人中就这个老牛鼻子受伤重一点 他打算先杀两老牛鼻子 要不然这四人联手 他感觉有点被束缚手脚 施展不开 天书师兄快闪开 我赏他一颗天雷子 天元大喊道 然后打出一颗天雷子 朝圣淮安扔去 这天雷子 乃是他们昆仑道宗强者 度阳神雷劫的时候 采摘的雷电炼化所制造 威力巨大 可伤阳神强者 天元快速施展化红树 顿离原地 哄 下一刻 天雷子被引爆 狂暴恐怖的雷霆之力 将圣淮安淹没 淮安 将军 地面上 杨叶等人 看着这一幕 担忧不已 然而他们 却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看着干着急 这种大战 几乎快超越大宗师领域了 随意一击 都是催山断河的力量 完全不是他们的小身板 所能承受的 圣淮安感受着 狂暴的雷霆力量 这种力量 确实是达到了 五圣阳神境界 但是想要伤到他 还达不到 他沐浴雷光闪电走了出来 那一刻 无数将士的目光未知依据 圣淮安在他们眼中 当真是如真神一般 强大而恐怖 怎么可能 天雷内心惊骇 非常的不淡定 这天雷子 可是能对阳神都造成伤害的呀 可现在 却伤不到圣淮安分毫 圣淮安回应他的 是一拳落下 强大的拳翼盖压山海 虚空都在颤抖 哄 一拳落下 天雷吐血到飞出去 那恐怖的拳印 根本挡不住 他的护体法器 瞬间就破碎了 此刻天雷躯体上 布满裂痕 如同一件被粘起来的瓷器 天雷赶紧掏出一枚丹药来 服用下去 止住伤势 此刻他心有余悸 若非是护体法器 替他挡了大部分伤害 只怕他已经 死在那一拳上 这只是圣淮安打出的一道拳印 若是拳头真的落在他身上 他简直不敢想 天雷 看向圣淮安的目光 终于是变成了恐惧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实力竟然会这般强大 天雷等人 自然没有闲着 不断打出倒数神通 攻击圣淮安 可那些倒数神通 落在圣淮安身上 根本就伤不到圣淮安 天空中的大战 光焰四射 剑芒闪耀 神威无量 无数将士 第一次见到这般大战 眼里满是震惊 那恐怖的力量 让他们心紧 闪烁的雷光 射人心神 诸位师弟 此聊恐怖 我带了到气流里展览 你们助我施展流里展 诛杀此聊 天雷开口说道 此刻 他终于舍得上大招了 剑奈何不得圣淮安 天雷只能拿出杀手简来 流里展 天雷三人神色一喜 掌教师兄手上 竟然带得有道气流里展 这剑道气 是他们昆仑道宗一尊 已经登陷的老祖留下的法器 也是他们昆仑道宗的底牌之一 天雷拿出一盏流里灯来 那流里灯座上 满是道文 灯焰跳动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只见四人合力 向流里展中注入法力 整个流里展 瞬间鲜光大盛 璀璨的鲜光亮起 天空中 似乎出现了第三轮太阳的奇景异象 无数将士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今天的经历 足以震撼他们前半生 嗯 圣淮安看着那盏鲜光大盛的流里灯 终于是露出一丝动容的神色来 他自那盏灯上 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息 能对他造成死亡的威胁 道气 他心中浮现出这两个字来 这昆仑道宗之人 当真带得有道气来 只不过 不是天宗那紫阳老道说的昆仑印 天拳四人将流里展制出 投到圣淮安头顶上 那流里展释放出来的鲜光 瞬间形成了一个结界 将圣淮安笼罩进去 天火流言 落 天拳大喝一声 四人催动法觉 下一刻 自那流里展中 赤红天火 像是瀑布一样 垂落而下 将圣淮安淹没 那是 杨叶等人 震惊地看着天空中 绽放鲜光的流里灯 传说中的灯仙道气 古时道门 有灯仙境界的绝世强者 留下的法器 被后世人 尊称为灯仙道气 将军危险了 秦陵等人 忧心忡忡 昆仑道宗的强大 不仅是强者多 还有传说中的灯仙道气 镇压还宇 该死 杨叶紧紧地捏着拳头 他只恨自己实力不够 现在无法去帮到圣淮安 茫茫天火 如瀑布垂落 将圣淮安淹没 他感受到了炽热无比的气息 这种天火 带着恐怖的力量 开始焚烧他的躯体血肉 终于 在这一刻 圣淮安感受到了疼痛感 但是他并没有奋起反抗 因为在这天火焚烧他的时候 他的血气 真元 体魄 都在不断地毁灭 重生 就像是两股力量 不断地在拉扯 这两股力量 将他的身体 荡成了战场 一方毁灭 一方不断修复 释放出生机 而随着恐怖的天火焚烧 他躯体 血气 真元的不断修复 他的体魄 在一点点地变强 真元与血气 也在不断地凝炼 发现这一好处后 圣淮安就没有急着反抗 而是直接盘膝 坐在了这天火瀑布中 任由天火垂落焚烧 三位师弟 加大法力 定要将此疗炼成灰烬 方杰我等心头之恨 天权恨恨地说道 天书 天影 天元三人 也不断朝琉璃斩中注入法力 催动琉璃斩 将军 怎么办 孙昊等人看着杨叶 焦急万分 这一刻 众人看到圣淮安落入下风 便开始担忧起来 我能怎么办 杨叶也没有办法 这是大宗师级别 接近五胜力量的大战 随意一道攻击 或者打落的神光火焰 都能将他击杀 现在 只能让圣淮安自己去对付敌人 他们帮不了忙 去了也是帮到忙 白白送人头 登仙到弃 圣淮安早就防备着了 一旦情况不对劲 他就会立即破入五胜境界 谨慎的他 怎么会让自己陷于危险之地 现在 这登仙到弃 虽然强大恐怖 释放出来的天火流盐 也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但一时间还不至于要命 因此 圣淮安也在借助着天火流盐 焚炼体魄 让自己的体魄 更进一步 更加强大 狂暴恐怖的火焰 不断焚烧着圣淮安的体魄 血气 真元 要将它焚烧成灰烬 它的躯体 此刻再不断发出金光 天拳等人 看到火焰中的金光 还以为是圣淮安在奋力抵抗 灯仙盗器流理斩 释放的天火流盐 此子好恐怖的肉身 他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天书惊讶地说道 圣淮安不仅实力强地离谱 肉身也异常地强大 他们完全怀疑 圣淮安能够横击五胜 如此恐怖的妖孽 他们已经有很久没有遇到过了 此子确实恐怖 一旦让他成长起来 会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天元也开口说道 速速将此子炼杀 一定不能让他活下来 但即便在妖孽 与他们昆仑道宗为敌 都要死 圣淮安不死 他们寝食难安 该死 要是我有大宗师修为就好了 杨叶愤恨自己的修为不够 若是他有大宗师修为 就可以带领大军 调动大军的血煞之气 冲击那四尊道人的阴神 缓解圣淮安的烈士 大军的血煞之气 治刚治煞 道家阴神最为惧怕 阴神致阴畏惧致阳煞气 只可惜他不是大宗师 无法调动大军的血煞之气 道家阴神强者 不敢插手人间王朝 畏惧的就是军队的血煞之气 这一刻 圣淮安部下将士 一个个看着那茫茫天火中的金色身影 他们都在祈祷 祈祷圣淮安无事 高天之上 神艳要事 光芒如霞 映红了半边天 四尊英 神高修 神龙神光不断催动法力 璀璨的琉璃斩 仙光道闻闪烁 美轮美奂 一道道仙光扩散 像是一尊神灯 绽放光滑 自那神灯仙斩中 垂落的茫茫神艳 越发的恐怖 虚空都被烧毁 即使在地上的大军 都感受到了恐怖的高温 此等灯仙倒气 垂落一朵火焰 就能将地上烧出一片大坑 身处火焰中心的圣淮安 此刻无比的痛苦 那种肉身上撕裂 又修复 撕裂又修复的疼痛感 深入神魂 他强行忍受着这种疼痛感 因为他感受到 即使被金手指提升到极限的肉体 此刻也在一点点的变强 这说明 他的体魄 并没有达到极限 为了做最强的男人 色他戒了 现在一点点疼痛 他还忍受得了 男人嘛 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正所谓人不恨站不稳 他要做最强的男人 对敌人狠 对自己也要狠 随着这恐怖的火焰不断焚烧 圣淮安的肌肤 也慢慢地变成了金色 他体内的血气 真元都在向金色转变 骨骼上 也慢慢地出现金色的符纹 他在进行神秘而强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 是其他舞者 所没有的 在他的体内 毁灭与心生共存 像是阴阳太极 不断反复 体内的血液与真元 不断地修复天火 给他带来的伤害 骨骼 五脏六腑 都在发光 五脏中 武器闪耀 晶莹璀 不断释放秘力 参与修复着他的伤势 大日新京的经文 在他心中响起 如黄中大旅 溃耳欲聋 心法自主运转起来 体内的法力 也在被燃烧 到最后 圣淮安直接引动天火 断烧神魂 修炼了神魔观修炼之法 让他的神魂异常地强大 此刻他那九丈九的神魂之上 出现了天火覆盖 半神半魔的神魂 强横无比 任由天火燃烧 神魔观心法运转 自冥冥中 涌来无边力量 让他的神魂 在断烧的过程中 快速地修复 且逐渐变得强大 渐渐地 半个时辰过去了 可那天火中的金色身影 气息一直存在 丝毫不见减弱 看到这一幕 天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那可是天火流言 灯仙到气流里斩 就算是五圣 也能焚杀 可半个时辰过去了 就安然无恙 这让他觉得匪夷所思 总不可能 此子已经真正 比肩五圣了吧 心里起了疑问 天拳便有了不好的预感 修道之人 有时候 这种直觉 往往很灵验 他们不会随便 有这种心灵感应 师兄 此子 现在都不曾气息衰弱 难道是我们 低估了他的实力 天影开口说道 不只是天拳 天影他们 内心中 也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他们催动的 可是登仙道气 即使他们只能发挥出 其十分之一的神威 也不可能无法将一尊 大宗师炼死 这么久 就算是五圣初期的强者 现在也重伤了 然而圣怀安的气息 一点都不曾衰落 反而隐隐 给人一种上升的趋势 此子该不会是在 借天火炼体吧 天书说出了一个 荒唐的猜想 看着那神宴中 金色的光芒 天拳眉头紧锁 不无可能 我等法力境界有限 无法最大限度地 激发琉璃斩的威力 天元说道 琉璃斩毕竟是灯仙道气 想要发挥出 灯仙道气的威力 至少也得是阳神 加大法力催动 天拳就不相信 在灯仙道气下 真的无法诛杀圣怀安 四人加大法力输出 琉璃斩垂落的天火加剧 但是威力上 并不是很强大 他们无法真正激发出 琉璃斩的威力来 琉璃斩上的仙道符文 亮起的并不多 以四人的实力 只能激发琉璃斩 十分之一的力量 没过多久 圣怀安身上的金色光芒 突然大胜起来 他身上的气势 也在不断上升 远远超过了大宗师 当体魄达到极致 生无可生后 圣怀安不再压制 直接选择了突破 这一次 他并没有选择 以杀戮之提升 而是自己打破了境界 踏入到武圣领域 天地间 一股强大到极致的血气 冲销而起 瞬间将高天之上的琉璃斩 先飞出去 破 天拳老道四人 被那恐怖的力量 直接给震的吐血 倒飞出去 看着被先飞的琉璃斩 天拳眼里满是惊骇 他快速地收回琉璃斩 瞳孔里满是惊恐 五胜 此子正是突破五胜了 感受到恐怖的血气爆发 杨叶等人 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看着高空中 那道金色的身影 圣怀安此刻 三花聚顶 武器朝圆 浑身上下 恐怖无比的血气爆发 席卷天地间 草原上的所有将士 都感到到了恐怖如山的压力 这就是圣怀安 没有控制隐藏自身血气 爆发出来的气势 三花聚顶 武器朝圆 杨叶 秦灵等人 一个个看着圣怀安的身影 震惊不已 他们看到了圣怀安身上 净声的异象 恐怖的血气 席卷天地 如同海浪般爆发出来 头顶三朵璀璨的道花 绽放光芒 武器朝圆 真气生腾 这一刻的圣怀安 像是一尊无上神灵 给人无比高大伟岸的感觉 无数人几乎都要贵府下去朝拜 那恐怖的气势 席卷天地 连灯仙盗器琉璃盏都被掀飞 武圣 将军晋升武圣了 太好了 上官说 武城等人 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 这怎么可能 天拳 天书等人 愣愣地看着那道金色的身影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不仅没有震杀圣怀安 圣怀安反而成功突破到武圣了 这是什么个道理 他们可是携灯仙盗器而来 武圣都敢镇压 为什么却无法震杀圣怀安 看着圣怀安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天拳四人 此刻神色大变 圣怀安体内的血气 真元都在不断地蜕变 强大的力量 自他的体内爆发 体内骨骼闪烁着金光 五脏六腑 绽放晶莹的霞光 他的每一寸血肉肌肤 都变得强大无比 这是极致的蜕变 滚滚血气如狼烟 直冲而上 像是喷发的火山 震碎了天上的云层 这一刻 圣怀安也难以保持平静 他的内心激动澎湃 今日一招得入青云 踏入五圣领域 整个人都在被肉体散发的神光笼罩 似一轮璀璨的太阳 神圣无比 体内那澎湃的精气与真元 让他感受到了强悍的生命力 踏足五圣领域 让他的寿命大大的增加 可活五百载岁月 自此 他真正地成为 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行人之一 现在都我 强得可怕 圣怀安捏了捏拳头 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三位师弟快走 天拳赶紧大喊 让天书三人逃走 再不走 三人就要死于此地 昆仑道宗 也会元气大伤 师兄 一起 天影说道 走不了的 天拳叹息 他们不可能都跑得了 必须要有 让留下来面对 看来 终究还是不能极限破镜了 天拳有些惋惜 便也不再压制修为气息 天书三人见状 知道掌门师兄 要为他们争取逃走的机会破镜了 下一刻 天拳的气息 瞬间就引来了天地雷劫 天空之上 劫云凝集 圣怀安看着突然出现的劫云 感受到了狂暴的雷电气息 然后看向天拳老道 只见天拳老道身上的气势 再不断攀升 再朝阳神进发 他咧嘴一笑 好吗 都给这老道打击眼了 也想要破镜对付他 师弟 你们快走 天拳看着头顶的劫云喊道 他眼神凝重 阴神突破阳神 要经历雷剑的洗礼考验 无数阴神都是倒在了这一关 陨落于雷劫之下 师兄 保重 天拳三人 自知留下来 也无济于事 帮不上一点忙 天拳点点头 神色坚毅 今日 他是要斩杀圣淮安 轰隆 劫云中 无数雷电起舞 电闪雷鸣 恐怖的气息 笼罩了这片草原 草原上 圣淮安部下的大军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今日当真是一波三折 先是见证圣淮安突破阳神 如神凌晨 现在 又见到一尊阴神 要度 雷劫成就阳神 登陵陆地神仙之境 这是何等的风采 他们见证了神话 传奇 天拳三人 转身化红顿走 圣淮安见状 嘴角冷笑 想走 问过我没有 真当他是善查不成 来就对他喊打喊杀 现在转头就想跑 那得问问他手中的剑 答不答应 取出赤龙剑 圣淮安一剑斩出 灵力璀璨的剑光如长虹 斩向天书三人 不 住手 天拳脸色俱变 大声喊道 然而圣淮安对他的大喊 置之若往 根本不去理会 草原上 杨叶等人 只见到一道璀璨至极的剑光 划过长空 飞射而去 那一剑 惊艳至极 不好 天书 天元三人 感受到死亡降临 他们回头 便看到璀璨的一剑 划过天空 朝他们展来 不 三人神色中无比的惊恐 对方果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天书三人 快速地催动起 所有法器防御 然而在这一剑之下 三人像是 水珠般无声破碎 湮灭在这一剑之中 什么都没有留下 天空中 出现一道长长的剑痕 如同天空被斩出了一道裂缝 恐怖无比 不 师弟 天拳看着三个师弟 被一剑斩杀 他神色都争鸣了起来 那都是他至亲至爱的师弟 你怎么敢 我要你死 天拳大吼 双眼通红 顶着雷杰 就冲向了圣淮安 轰隆 一道雷电 劈打在天拳身上 他也不管不顾 企图将圣淮安也拉入雷杰中来 看着恐怖的雷杰笼罩过来 圣淮安嘴角只是淡淡一笑 这老牛鼻子 怕不是想得太过简单了吧 就这雷杰强度 也想劈死他 杨将军 带领军队 退到十里开外 圣淮安的声音传来 是 接到圣淮安的命令 杨叶也不再耽搁 当即发出军令 所有人 跟我退到十里开外 大军如潮水般 退出此地 圣淮安是怕雷杰落下 搏击到军队 或者是这老牛鼻子 玉石巨坟 拉着他的军队上路 死来 天拳撞入蜂魔 冲向圣淮安 将圣淮安 拉入到雷杰之中 轰隆 恐怖的雷杰 瞬间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似乎是因为圣淮安的加入 导致雷杰增幅叠加 圣淮安本就是阴神极限 此刻身上的气息 也被雷杰引动 释放出来 被天地捕捉 然后降下更恐怖的雷杰 轰隆 硕大无比的雷电降下 劈打到圣淮安身上 恐怖的雷电之力 没入他体内 便消失不见 根本伤不到他的躯体 不错 还能锤炼体魄 增强精气 圣淮安说道 这雷电 虽然对他造不成伤害 但是却能锤炼他的体魄 没入他体内的雷电 也被转化为精气 被血肉吸收 看到雷杰突然增强了数倍 天拳瞬间被惊到了 水桶粗大的雷电劈落 打在他身上 瞬间将他的躯体击打得趋黑 一到雷电 就让他受了伤 什么 这不休真 天拳难以置信地 看着圣淮安 对方 竟然也是阴神大圆满 对方怎么可能会是阴神大圆满 他修炼了上百年岁月 才有如此修为的 圣淮安满打满算 年岁都不过二十吧 从上一世就开始修炼的 他将对方拉入雷杰 这也引动了圣淮安身上的阳神雷杰 两杰叠加 直接让雷杰强大了数倍 可是 对方的道修气息 为什么是昆仑道宗的 核心正宗法门太史道典 年不过二十 就将太史道典 修炼到阴神大圆满 这让天拳出现了恍惚 太史道典 乃是他们昆仑道宗的 核心道典修炼之法 乃嫡系才可修 为什么圣淮安会 拥有他们昆仑道宗的 核心传承之法 轰隆 又一道雷电落下 将天拳的躯体 劈得满是伤痕 随时都要碎裂掉 这才将他从震惊中醒过来 赶紧服下一枚丹药 恢复躯体上的伤势 下一刻 天拳的阴神出窍 顶着琉璃斩 抵挡天雷 阴神要蜕变为阳神 就要经受雷杰的洗礼 才能蜕变为纯阳神魂 视为阳神 雷杰增强了数倍 此刻天拳 已经顾不上圣淮安了 一个不小心 他自己 就会陨落在这雷杰之中 圣淮安感受了一下雷杰的强度 对于他五圣的体魄来说 并不能造成伤害 反而披露的雷电 被身体吸收 他任由躯体沐浴在雷杰中 阴神出窍 立于雷杰中 迎接雷杰的洗礼 今日正好 双双破镜 道修也正道阳神 成就陆地神仙 看着圣淮安那 九丈九极限的 阴神出窍在雷杰中 天拳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这么强大的神魂 比他九丈的神魂都要强大 天拳心中涌现了一丝绝望 此子不仅武道修为绝强 道修境界 也要强他无数 他们昆仑道宗 到底得罪了一个什么样的妖孽 神魂出窍 阴神沐浴雷杰 神魂主动迎接那至刚至阳的雷杰洗礼 看到圣淮安神魂的变化 天拳终于知道 圣淮安的神魂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了 天宗神魔罐 天宗修炼神魂的无上秘书 没想到 此人身上 竟然还有神魔罐这门神魂修炼秘书 雷电披露在神魂上 圣淮安感受到恐怖的疼痛 神魂都像是要被撕裂了一样 看着圣淮安这样莽撞的 让神魂沐浴雷杰 天拳又大笑起来 哈哈 这简直是不知死活 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 硬抗雷杰 那恐怖的雷电 能将阴神批的粉碎 天拳神魂顶着琉璃斩 雷电落下 被琉璃斩拦截了大部分的威力 只有很少一部分力量 落在他的神魂上 洗礼着他的神魂 茫茫雷海 乌云密布 笼罩了草原 十里外的杨叶等人 根本看不到雷杰中的情况 硬生生扛过第一道雷杰后 圣淮安的神魂 沾染上了一丝纯阳的气息 那雷电最后化为一抹精气 补充神魂 感受到雷杰对神魂的恐怖伤害后 圣淮安看着天拳头顶上的那盏琉璃灯 他才知道 阴神度阳神雷杰 需要防护法器 保护神魂 看着天拳那幸灾乐祸的眼神 圣淮安都想一巴掌将其头打歪 现在他没空理会这个老牛鼻子 他直接加点 提升神魔观感悟 增强神魂 无按杀戮值加点上去 他对神魔观的感悟更深 圣淮安觉得还是不够 又消耗了五万杀戮值 直接将神魂提升了两倍半 将神魂提升强大后 又一道雷电落下来 虽然还是无比的疼痛 但是雷电那恐怖的毁灭力量 对神魂造成的伤害降低了很多 能扛 因此 圣淮安直接面对天雷 让天雷洗礼神魂 在雷电贯穿神魂消失的那一瞬间 会诞生一缕精气 补充神魂 果然是毁灭之极便是生 那强大的天雷 带着恐怖的毁灭力量 要毁灭到修的神魂阴神 但是又会诞生一缕精气 留有一线生机 轰隆 雷电划过天空 将那里淹没 杨叶等人 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两个人再度杨神雷杰 百里外 有匈奴人看到那恐怖的雷电 以为要下雨 草原上的动物 纷纷远离 不敢靠近 生怕那恐怖的天威 将它们批杀 天全在琉璃展的庇护下 艰难地抵抗着雷杰的洗礼 若不是 它有登仙盗器 此般恐怖的杨神雷杰 它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了 在雷杰的洗礼下 它的神魂也在不断地强大 充满质阳之意 只要成就杨神 它就能催动琉璃展六七层的力量 到时候 它必将震杀圣怀安 对于圣怀安 天全可谓是恨之入骨 它八个师弟 已经有五个死在圣怀安的手上 此仇若是不报 它不配为昆仑道宗长教 圣怀安肉身沐浴雷杰 不断吸收雷电之力 强化体魄 它的神魂在经历一道道雷电的洗礼 也在不断地变得强大 神魂绽放金光 一寸寸地蜕变成阳神 轰隆 一道又一道天雷落下 璀璨的电光滑破了天际 水桶粗的紫色雷电 不断打落在圣怀 安的肉体和神魂上 它的肉身 在主动地牵引天雷落下 引天雷断体 而天全的肉身 似乎早有准备 有碧结之物 让雷结没有落在它的肉身之上 它的肉身 完全比不上圣怀安体魄的强大 怎么敢让天雷劈打 虽然说突破阳神 便可舍弃肉身 但是不到灯仙境 与化灯仙 没有谁会选择舍弃肉身 璀璨的雷光 一道接一道的披落 像是蔑视神雷 要毁灭逆天形的杜结者 渐渐地圣怀安的神魂 全部转变成金色 像是一轮太阳 充满至刚至于 与旺盛无比的生机 天全也在琉璃展的庇护下 成功渡过阳神天节 成就阳神 可他阳神的气息 远没有圣怀安的阳神强大 成功渡过雷劫 庞大的天地精气 涌入两人的阳神中 汇入圣怀安阳神中的天地精气 四大河斑 严绵不绝 而汇入天全阳神中的天地精气 便如一条小溪 完全无法与圣怀安相比 看到这一幕 天全极度地双眼发红 该死的 为什么修成如此强大的阳神的人 不是他 而是这个小贼 看着圣怀安那盛大的阳神 他就恨不得取而代之 圣怀安的阳神突然张口 将天空上渐渐消散的雷劫 一口吞了下去 什么 看到这一幕的天全 下巴掉到了地上 剪都剪不起来 以阳神吞噬雷劫 这得多大胆的人 才敢如此 一般人 最多是摘取雷电 炼制成天雷子 像圣怀安这种 生吞雷劫的狂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 也未曾听过 哥 圣怀安的阳神 打了一个宝格 吐了一口气 伸了一下懒腰 舒服极了 这一日间 他接连破镜 成为武圣和阳神 一身实力 强横到何等地步 他也不知道 突破阳神 成就陆地神仙 他便能活上千年岁月 雷劫消失 两人的神魂 回到肉身 两道强大的气息 充斥天地间 这片草原上 都弥漫着强大的威压 即使是在十里外的阳夜等人 都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压 就像是有神仙将士 恐怖的神威 让他们惊颤地 要跪拜下去 看到雷劫消失 显露出 两道伟岸的身影来 杨夜等人 才松了一口气 圣怀安无恙 天拳头顶琉璃盏 现在的他 催动琉璃盏 绽放出来的仙光 更加璀璨 恐怖的力量 在天地间宣泄 他眼里满是杀意地 看着圣怀安 虽然圣怀安身上的气息 比他更加强大 但是 手持琉璃盏的天拳 自信自己能斩杀圣怀安 小贼 死了 天拳悍然催动琉璃盏 琉璃盏 仙光大胜 璀璨的仙道符文闪烁 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 毁天灭地 打向圣怀安 恐怖的力量打来 完全超越了阳神中期 足以威胁阳神后期 圣怀安全身金光璀璨 绽放神圣的光辉 他如同一尊太阳天神 一拳镇压而下 璀璨赤圣的全光 将虚空寸寸崩裂 轰击在那道神光上 哄 下一刻 狂暴恐怖的力量爆发 将虚空撕裂 恐怖的力量 如同肋骨 传出去很远 十里外的阳夜的人 都被震得耳膜生疼 地面上 也被落下的神光 撕裂出一道道口子 形成一个个 小型峡谷 这般恐怖的力量 搬山到海 已然无所不能 陆地神仙 便是人间仙人 其一身力量 超越了凡俗 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天拳继续催动琉璃斩 打出无比凌厉的攻击 登仙到气 此刻在他手中 终于算是发挥出了几分风采 一道道鲜光 一道道神火 不断向圣怀安打来 圣怀安身穿龙鳞铠甲 手持赤龙剑 一道道剑气斩出 割裂天地 左手捏拳 一拳打出 恐怖的力量 排山倒海 两人在高天之上 展开惊世大战 恐怖的力量 震撼天雨 圣怀安实力绝强 哪怕是天拳池登仙到气 也难以伤得到他 极限突破的情况下 圣怀安武道上 已然比肩武圣后期境界 阳神也堪比阳神后期 如此强决的实力 天拳不过是阳神初期修为 手持琉璃斩 也奈何不得圣怀安 眼见无法拿下圣怀安 将圣怀安诛杀 天拳心中一沉 他知道 圣怀安实力突破后 会很强大 可是完全没有想到 会这般强大 天火流言 天拳动用杀手锏 打出恐怖的天火 要将圣怀安坟灭 大河之剑 圣怀安一剑斩出 剑光如滔天大河 汹涌磅礴 见到通神的他 持赤龙剑 杀伐无双 剑气恐怖 天空 上 火光 剑光 茫茫一片 耀眼无比 圣怀安身穿龙鳞铠甲 施展大日今生 完全无惧那天火 璀璨汹涌 似大河般的剑气 被那琉璃斩给挡下 并没能给天拳 造成多大的伤害 看着天拳手中的琉璃斩 此灯攻击力强大 还有不俗的防御力 两人对战上百招 一方武力强大 一方登仙道气之威大胜 颇有几分势均力敌的意思 天拳凭借琉璃斩 暂时与圣怀安打成了平手 然而 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两人都想着诛杀对方 本是不死不休 完全没有缓和的余地 圣怀安也不可能 让天拳离开这片草原 一旦让天拳活着离开这片草原 天拳必然会继续带着 昆仑道宗的强者来围杀他 他也是非常的眼馋 天拳手中的 灯仙道气琉璃斩 死 天拳继续催动琉璃斩 攻击圣怀安 杀 圣怀安一手持剑 一手捏拳 不断与天拳大战 上千招过后 天拳体内的法力 隐隐有所不知 毕竟天刚突破阳神境界 还没有好好稳固境界 就催动灯仙道气 与圣怀安大战 灯仙道气的催动 圣怀安眼神一亮 加强了攻势 不断进攻 拳如雨 剑如风 不断打向天拳老道 天拳老道的法力剧烈消耗 可是他体内的真元和血气 却是很旺盛 大战三天三夜 都不成问题 法力渐渐不知的天拳 心中难免有几分交集起来 他好像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也对灯仙道气太过自信 他无法发挥出 灯仙道气的全部威力 无法斩杀圣怀安 似乎结局就已确定 死了 圣怀安猛地打出一拳 拳震山海 恐怖无比 强大的力量 瞬间将天拳手中的琉璃斩打飞出去 下一刻 他一剑出 剑光似划破了永恒 天拳老道 还未来得及召回琉璃斩 那道璀璨的剑光 便瞬息而至 自他眉心 出现了一道剑痕 杀伐无双的剑气 彻底地摧毁了他的阳神 天拳看着圣怀安 眼里有恨意 也有悔意 更多的是难以相信 圣怀安当真一点不留情面地 你,我昆仑道宗 不会放过你的 圣怀安懒得废话 一把抓出 将天拳破碎的阳神抓来 开始搜魂 他想要从天拳的魂魄中 搜索到太史道典后续的修炼之法 一代昆仑长教 阳神强者 就此黯然陨落 他还没有来得及带领昆仑道宗 超越天宗 成为天下第一道门 圣怀安一剑斩杀了天拳的阳神 斩灭其生机 被打飞的琉璃斩 就要飞走 见到琉璃斩要飞走 圣怀安刹那追了上去 强势将其镇压了下来 无主的琉璃斩 无法爆发出神威 被圣怀安直接镇压收入系统空间中 接着 圣怀安开始搜索天拳那破碎的神魂 很快 圣怀安就从天拳破碎的神魂中 搜索到了阳神中期境界的 太史道典经文 他想继续搜索 却因为天拳的神魂 被他斩得破碎 无法搜寻到后续功法 早知道就不一剑诛杀他了 圣怀安此刻有点后悔一剑 将其斩杀了 一剑斩了固然痛快 可是现在想要搜魂 得到太史道典的后续修炼功法 却是不可能了 若是将其镇压搜魂的话 能得到不少昆仑道宗的修炼之法 估计也能得到完整的太史道典 从天拳老道的破碎神魂中 圣怀安还搜寻到了不少 关于炼丹的经验和记忆 其他的 都随着天拳老道的神魂破碎消散 道士者天拳老道 修为突破阳神后 给他提供了2000杀戮值 诛杀了天拳老道 镇压了灯仙道器流离斩 得到天拳老道的空间戒指 圣怀安可谓是大营 收获颇风 修为突破到五圣和阳神 斩杀强敌 抢到一尊灯仙境界的道器 此番圣怀安心情大好 有修炼到阳神中期的太史道典经文也不错 他可以将阳神修为 提升到阳神中期 在某以后 他诛杀了昆仑道宗掌教天拳 昆仑道宗的影视阳神 必然不会放过他 有的是机会与昆仑道宗周旋 杨叶等人 见到圣怀安斩杀了天拳 取得胜利 一个个露出喜悦的神色 圣怀安一步 便来到了军队上空 将军威武 侯爷威武 下方的将领 爆发出铺天盖地的呐喊声 无数将士 看着圣怀安 眼神热切无比 他们将军 突破了五圣境界了 以后他们将是五圣强者的部下 跟随圣怀安征战 这将是无上殊荣 圣怀安手一压 将士瞬间停止呐喊 整齐华一 将士们 继续前进 征讨匈奴 圣怀安高声道 现在 他已破镜 站立在五圣境界 大军自然要继续前进 扫荡匈奴 是 大军气势如虹 他们眼神无比的火热 朝北方匈奴 王庭继续前进 有圣怀安在 他们也不怕匈奴的强者出手 此去将建功立业 功锤不朽 大军一路横推过去 没来得及搬走的匈奴部落 被铁骑直接踏灭 与此同时 大骊王朝 昆仑道宗 看守魂灯殿的道童清风 和明月两人 此刻已经被吓傻 天书老祖 天影老祖 天元老祖的魂灯 都熄灭了 最让他们惊恐的是 掌教天权老祖的魂灯 也熄灭了 掌教老祖的魂灯熄灭 这简直是震撼整个 昆仑道宗的大事 掌教老祖 死 死了 清风忍不住咽口水 身体都在颤抖 快 快去通报 大获事了 明月开口说道 很快 昆仑道宗的钟声 响彻整个昆仑 那些在世外灵地影修的 羊神强者 都被惊动 昆仑道宗大殿上 九尊璀璨似太阳的身影高坐 下方一个个长老 盘坐在团圃上 凡是在宗门内的长老弟子 都来了 大殿外 黑压压占了一片弟子 九尊羊神自 影视密地中出来 看着被聚集起来的门人弟子 其中一人开口问道 何是敲响宗门道宗 敲响宗门道宗 代表着天大事发生 羊神都要出来过问 回师叔祖 掌门师兄 天叔师兄 天影师弟 天元师弟的魂灯 都熄灭了 天玄神色凝重地开口 回答道 什么 掌教师兄的魂灯灭了 不少长老神色惊害 掌教真人死了 无数昆仑道宗弟子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出现了幻觉 也不愿意相信 掌教真人死了 掌教真人 怎么可能陨落了 这个消息 对于昆仑道宗来说 不亚于九级大地震 嗯 九尊羊神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 是不相信 这天下间 何人敢杀他们昆仑道宗的掌门 可道宗也不会乱敲响 看来此事 已然是真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宗门掌教会死在外面 雷乌炎眼神威严的开口 询问道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们昆仑道宗的掌教 竟然死在了外面 这得是多么讽刺 天下第二道宗的名头 已经落寞了吗 还是他们昆仑道宗 太久没有展示神威 让外面的人 以为他们这些阳神 都死了 回禀师叔祖 其因是天兴师弟 被大魏王朝义将军斩杀 而后掌门师兄 派天兴师弟 去给天兴师弟报仇 然后天兴师弟 也被对方斩杀 天权掌门师兄 就带着天书师弟他们 携带盗器琉璃斩前去报仇 然后 天玄没有再继续说 结果很显然 天拳等人 也死了 要不然 魂灯也不会熄灭 葫芦娃就爷爷 去一个死一个 大魏王朝 他们敢出手 杀我昆仑道宗的人 带着琉璃斩前去 都死了 看来敌人实力 必然是五圣境界的强者 那九道阳神 一个个气度森严 如神灵尘 身上自然散发的气息 都压得大殿里的 昆仑道宗长老们喘不过气来 大魏王朝自然是不敢出手 要么是他们遇到了强敌 要么是天宗 常要真人开口说道 他们不相信 区区一个王朝 就两尊五圣 胆挑衅他们昆仑道宗的威严 敢杀我昆仑道宗长教 冒犯我昆仑道宗威严 死敌必死 修炼雷法的雷乌炎 脾气最为火爆 他眼里杀意闪烁 不错 我昆仑道宗的威严 不容挑衅 长青真人开口说道 斩杀昆仑道宗掌门 这是在打昆仑道宗的脸 身为天下第二道宗的昆仑 若是不将凶手斩杀 他们昆仑道宗积累无数年的威严 便要一招坍塌 在这修道界 他们昆仑道宗 便是第二片天 逆天者 当诸 当然 第一片天是天宗 九位老祖 今日将诸位老祖请出来 实属无奈之举 还请诸位老祖出手 诸杀敌寇 撞我昆仑 威震天下 天玄开口说道 请老祖诸敌寇 撞我昆仑 大殿里 一个个长老 愤怒不已 掌教被杀 这是奇耻大辱 多少年了 他们昆仑道宗 第一次出现掌门被别人斩杀的情况 九尊阳神 此刻也在压制着心中的怒意 他们坐看人间千年 昆仑道宗 还是第一次出现掌门被别人斩杀的情况 在他们震慑下 宗门掌教被人杀了 无疑是在他们脸上 狠狠地抽了两大逼动 诸位师兄弟 师叔 师伯 谁走一趟 出手斩杀敌寇 雷无言开口说道 我看就多去挤人 让世人看看 我昆仑道宗的强者还在世 还没有死 否则无法镇压萧小 震慑天下 栋玄真人开口道 善 天玄 你暂待掌教一职 稳定宗门 一尊阳 神开口说道 是 老祖 天玄领命 当即 昆仑道宗 走出七尊阳神 大有要向天下绣肌肉的意思 一天后 帝宗安插在昆仑道宗的卧底 传回来消息 整个帝宗 都被消息给震惊到了 哈哈 帝宗长教 玄阳真人 忍不住大笑起来 笑声都快传遍整个帝宗 死得好 死得好啊 昆仑道宗 始终压着他们帝宗 明里暗里都在打压他们 今日竟然得知 那天拳老儿被人杀死了 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何方强者 也胆子也太大了吧 连天拳都敢杀 太让我膜拜了 玄真笑着开口说道 不过 这昆仑道宗不愧是排名第二的道宗 九尊阳神 一下出动七尊 嘖嘖 好大的手柄 玄妙惊叹昆仑道宗的强大 他们帝宗 也才有五尊阳神正式而已 与昆仑道宗比起来 他们帝宗差了一大截 要说昆仑道宗长教被杀 最高兴的 莫过于他们帝宗了 两宗明争暗斗了两千多年 帝宗始终被昆仑道宗压一头 去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要让天下各宗各派 都知道此事 我们一样高兴地庆祝一番 玄阳笑眯眯的下命令道 是 掌教 看着昆仑道宗吃扁 他们很乐意 很快 昆仑道宗长教和几尊长老被人斩杀 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 这是飞速地传遍了整个大离 而后向大楚大卫传去 收到消息后 天下各宗各派 顿时就被惊到了 大楚 龙虎山 龙虎道宗 龙虎道宗长教张志诚 拿到消息后 愣了好一会 昆仑道宗天泉那家伙 被人给赶了 好啊 死得好 半晌后 张志诚才笑眯眯地说道 龙虎道宗 天下第三道宗 被昆仑道宗压一头 他对昆仑道宗 可谓是非常的不爽 凭什么你们昆仑道宗 能压我龙虎道宗一头 现在看到这个消息 他感觉舒服多了 到心都通透了不少 谁叫天泉那家伙 每次见了他 都用鼻孔看他 这次遭到报应了吧 死得好 活该 不过这昆仑道宗 还真是实力雄厚 一下就出动七尊阳神 别舍了几尊 那样就有戏看了 张志诚很是期待 敢杀天泉那家伙 说明对方完全不惧昆仑道宗 可别是天宗干的 这样的话 他们打起来 最好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我龙虎山坐山观虎斗 说不一定 这天下第一道宗 也能轮到我龙虎道宗做作 张志诚美美地幻想起来 东海彭来道宗 彭来道宗掌教南川峰 看着门人送来的信件 愣了好半场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对昆仑道宗出手 斩杀了天泉 这昆仑道宗 不得暴跳如雷 虽然他们彭来道宗 与昆仑道宗 并没有多少矛盾 但是昆仑道宗的霸道 让不少道宗门派都不喜 看到昆仑道宗吃饼 他心中也暗爽 修道之人 也不是绝情绝育 清静无为的 道门各派 攀比 暗斗也不少见 本来大多数修道之人 随心所欲 不服就干 自然就少不了矛盾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怎么可能一片祥和 谁不想当天下第一道宗 像天宗那样高高在上 受世人敬仰 道门 也不是一块铁板 剑道山 丹宗 弃宗 神霄宗 白云冠 天刀门 玄剑宗 神权派 天下各大道门 武宗 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没有人不震惊的 昆仑道宗 掌门天拳 被人斩杀了 这个消息传遍天下后 各大掌门一片哗然 当然 幸灾乐祸的占据大多数 该死 是谁走漏了消息 现在整个天下大派 都知道我昆仑道宗掌教 被人杀了 天玄怒不可遏 看来 我们得清理一下各宗的卧底了 天机皱着眉头开口说道 不错 实在清理一下了 天玄眼里满是杀鸡 大卫 天道舟 天宗 巍峨秀丽的一座仙山上 香气弥漫 火架上 正烤着一只仙鹤 一身邋遢道袍的紫阳道人 听到天泉被斩杀的消息后 喝到嘴里的酒 都喷了出来 师兄 你说什么 天泉那家伙死了 紫阳道人 眼睛瞪大地像同龄 满眼的不可思议 师弟 你就不能少活活一点 宗门养的仙鹤锐兽吗 紫辰真人很是无奈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天泉那家伙 真的死了 紫阳老道 有点难以相信 不错 天下各大道门 宗派 估计都知道了 紫辰真人点头说道 紫辰真人 一袭紫色道袍飘妹 风仙道鼓 似的道真仙 乖乖 谁杀的他 紫阳老道满是好奇 谁敢贸然杀了天泉 就算是他们天宗 都不会轻易这样做 容易引起两宗大战 该不会 是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吧 紫阳想起了圣怀安的身影 那个年轻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子 那小子当初杀了 昆仑天心道人 昆仑道宗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师弟你带回什么罐的时候 不是说过 那个少年吗 他好像得罪了昆仑道宗 杀了那昆仑气图天心 紫辰真人开口说道 应该不会是那个家伙吧 那天泉 怎么说也是半部阳神 随时都可以突破阳神 且其身上 必然会携带有道气 怎么会 紫阳真人不太敢相信 他把胡须揪光 都不敢往那方面想 要知道 天泉那家伙的实力不弱 想要杀天拳 至少也得是阳神 或者武圣吧 师弟你走一趟凡俗 去看看 是不是那少年 紫辰对紫阳说道 若真是那少年 就算是得罪昆仑 也要将其拉入天宗来 如此天资绝世的人 说不定有一窥五帝 与话登仙的希望 好的 师兄 我这就去打探一下 紫阳老道抓起 考得差不多的仙鹤 身影一闪 就消失了 跑得那叫一个快 天下道宗 大派都震撼无比 纷纷开始打探消息 想要知道 是谁如此勇猛 敢杀昆仑掌交天拳 圣怀安 斩杀了天拳几人 他丝毫不担心 昆仑道宗的报复 现如今 他的实力 也无需过多畏惧 拿昆仑道宗 带领着军队 继续北进 扫荡草原 夜晚 军队驻扎休息 圣怀安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抹出赤龙剑上的烙印 重新炼化此剑 修为突破到阳神 烙印了 圣怀安以强横无比的神石 将剑上的烙印抹除 重新祭练后 这把阳神道剑 才正是属于他的 当赤龙道剑上的烙印 被抹除的那一刻 常要真人愣了一下 怎么了 雷乌严寻问道 我的赤龙剑 被人抹除烙印了 常要真人心思沉重地开口说道 想要强行抹除他 祭练在赤龙剑上的神石 修为可不低于他 定然是斩杀天拳 他们的那个贼人 掌清真人说道 走 继续赶路 既然知道 对方在匈奴草原 我们找过去就是 明眼真人开口说道 七尊阳神 一路北上 寻找圣怀安 圣怀安练化了赤龙剑后 给赤龙剑炼制了剑桥 便将剑挂在腰间 随后 他又开始练化 祭练琉璃斩 阳神道火压制 他不断打出法掘 练化琉璃斩 这剑灯仙道器 算是无主之物 可练化起来 也不容易 要将琉璃斩上 昆仑道宗的朱斑手段 通通抹去 才能开始练化 一夜后 消耗了不少的法力 圣怀安才勉强将琉璃 斩上昆仑道宗流的手段抹除 白天 大军继续行军 圣怀安将军队 交给杨叶带领 他专心地练化 琉璃斩 这可是登仙道器 练化掌控后 也将是一张不错的底牌 花了一天的时间 圣怀安才勉强将琉璃斩练化 能够使用 看着手中 悬浮的琉璃斩 仙光闪烁 道文绽放光芒 他感受到这件 道器的强大 阳神初期的人 持着琉璃斩 便可对抗 阳神后期的强者 这就是道器的强大 现在手中 有了这尊道器 圣怀安将无惧 阳神圆满的强者 除非对方 也拥有道器 那他只能转身就跑 炼化了琉璃斩 圣怀安没有闲着 他要将阳神修为 提升到阳神中期来 斩杀了天拳 昆仑道宗 不可能就这样算了 必然会有强者 来找他报仇 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 昆仑道宗强者 他只有选择 让自己变得更强 武道没有后续功法 大日心经 只有前半部分 只能修炼到五圣初期 修 炼到五圣境界后 后面的功法 没有了 好在他自天拳的 神魂碎片中 搜索到 太史道点阳神中期的 修炼经文 直接加点 二十万杀戮值 瞬间消耗 强大的力量和感悟 涌入他体内 他的修为不断攀升 阳神初期 初期巅峰 极限 没过多久 就突破到了阳神中期 他的阳神 壮大了一圈 体内的法力 也近乎增强了一倍 姓名 圣淮安 种族 人族 境界 武圣初期 阳神中期 功法 大日心经 大成 太史道点 大成 天剑诀 大成 神魔罐 加 骄蟒吞西数 可推演 烈焰天刀诀 可推演 霸王枪法 大成 可推演 力量 三十一万九千九百斤 天赋 神剑手 炼丹术 五阶炼丹师 杀戮值 商城 空间 千年人参 六支 千年灵支 十三朵 他的盗修境界 如今超过了五修 不知道 是不是杀戮值不够的原因 大日心经 和太史道点 明明缺少了后半部分 可却没有出现 可推演的功能 将盗修境界 提升到杨神中期 想来他对上杨神大圆版的盗修 就算打不赢 也应该无惧了 将杨神修为提升后 踏入杨神中期 他体内的法力 磅礴四海 金灿的杨神上 浮现一道道金色的盗纹 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异常的神秘不凡 即使肉身毁灭 杨神依旧可以高悬 长存于世 将杨神修为提升到中期 圣怀安便拿出天拳的 空间戒指来 看一看里面 都有些什么 想来 一宗掌胶 手里好东西 应该不少 天拳死后 他的空间戒指上的烙印 便消失了 圣怀安直接就打开了空间戒指 当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东西后 圣怀安满眼喜色 不少的丹药玉瓶里 装的都是六阶 七阶品级的丹药 破镜丹 疗伤丹 修行用的丹药 恢复法力的丹药 最让他意外的是 圣怀安在一个玉瓶中 发现了两枚七阶破镜丹 七阶破镜丹 可以让宗师 或者出窍境界的强者 增加几分突破大宗师 阴神的机会 不错 竟然还有两枚七阶破镜丹 将这些丹药 都收到系统空间里去 圣怀安又继续淘宝 一些炼气的材料 不少的灵药 千年灵芝 人参 灵物莲 龙虚果 血灵花 然后就是盗藏典籍 很多都是手抄版的 天拳不可能将昆仑道宗的 盗藏典籍古本 带在身上 盗藏典籍中 有不少盗树神通 有昆仑道宗的 都天神雷印 分光剑术 万化剑诀 八荒火龙点 乾坤玄元诀 天刚服魔法 有祭炼道器的法门 也有炼丹手册 越看 圣怀安越是欣喜 这些盗家典籍 对他来说 正是需要的东西 他修炼道法 一路都是加点过来的 道法 神通 几乎都没有 现在有这些盗点秘术神通 刚好可以补缺短板 天拳也是拖大 这些盗藏典籍 神通道法 都抄卷 放到空间戒指中 估计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有人敢杀他吧 天下第二道宗长教 谁敢轻易出手击杀 即便是天宗 也不会轻易下死守 斩杀昆仑道宗的长教 然而 自大自傲的天拳 遇到了圣怀安 这个百无禁忌的人 想都没想 圣怀安就开始加点神通 他选取了都天神雷印 消耗十万杀戮值 直接对道了 大成境界 在他眼里 浮现无数雷电 指尖都缠绕着雷光 十万杀戮值 使他像是参悟了 几百年岁月的 都天神雷印 将这门倒数神通 修炼到大成境界 他又将八荒火龙点 乾坤玄元诀 加点到了小成境界 消耗了两万杀戮值 其他的暂时搁置 等以后有时候 再慢慢加点参悟 现在杀戮值对他来说 还是不够用 接着 圣怀安又观看 天拳老道的炼丹手册 这炼丹手册上 记载着很多种丹药 一道七阶丹药都有 当看到炼丹术 又可以提升后 圣怀安消耗了两万杀戮值 将炼丹术 提升到了七阶 嘿 看看我这炼丹术怎么样 圣怀安当即将 天拳老道的炼丹炉拿出来 又将灵药拿出来 天拳老道的财富 现在都便宜了他 看着灵药 圣怀安决定 炼制一炉六阶修炼用的丹药 虽然他用不上 但是他部下的将领 胡兵 周元等人需要 部下没有大宗师 宗师强者就三个 圣怀安很是焦虑 得把部下修为 也提升上来才行 掌中打出一道火焰 丹炉再到火中生腾 圣怀安又按照 丹方上的炼丹顺序 将药材投入炼丹炉中 道火熊熊燃烧 圣怀安将一道道法绝 打入炼丹炉中 很快 丹炉中的药材 被一一炼化 化成丹叶 炼丹炉中 弥漫着丹药香味 然后便是凝叶成丹 圣怀安的神魂 控制着丹叶 凝聚成一枚枚丹药 他营帐里 传出了芬芳的丹药香气 让不少部下士兵都闻到了 好香啊 什么味道这么香 将军在干嘛 香味好像是 从他营帐里传出来的 这是 丹药散发出来的香气 怀安这小子在干嘛 杨叶走出营帐 看着圣怀安的中军率营 走 去看看 孙昊开口说道 走 看看侯爷在干嘛 李道如也好奇地说道 秦灵 正方两人 也来到圣怀安的营帐前 将军在里面干什么 怎么这么浓郁的丹药香气 上官朔询问道 王斩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圣怀安的营帐 他没有命令 也不敢私自乱闯 一众将领聚集在圣怀安营帐前 但是没有人进去 生怕打扰到圣怀安 营帐内 传出来的丹药芳香 越来越浓郁 圣怀安将丹叶都凝聚成丹后 又快速打出一道道法诀 控制着道火 将一枚枚丹药炼得浑原无瑕 丹药炼至成功 一枚枚丹药出炉 飞出炉顶 收 圣怀安手一挥 将丹药都收入提前准备好的玉瓶之中 看了看承担率 33枚6阶修炼丹药 不错 这个承担率还行 圣怀安一笑 第一次炼丹 就承担33枚 以他7阶炼丹术 阳神修为 炼至6阶丹药 承担33枚 也算是不错的承担率了 将丹药收起 圣怀安伸了一下腰起身 他早就知道 部下将领在营帐外了 阳神境界的神魂 只要他想 方圆百里内的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走出营帐 一帮将领都看着他 将军 侯爷 圣怀安微笑着点点头 怀安 你小子在干嘛 怎么有这么浓郁的丹药香气 还是杨叶第一个开口询问道 没啥 就是闲得无聊 练了一炉丹药玩玩 圣怀安笑着说道 啥 众人以往听错了 炼丹 圣怀安还会炼丹 这不是只有道家修饰 才会炼丹吗 怎么 不可以 圣怀安见众人惊恶的眼神 这是在质疑他 若 这是我刚炼制的六阶修炼丹药 圣怀安拿出了六个玉瓶 里面是33枚 刚出炉的六阶修炼丹药 众人看到六阶丹药 眼神里有惊讶 震惊 错愕 然后又变成了狂热 这可是六阶修炼丹药啊 能让先天强者 或者照定境界 道修快速增长 修为的丹药啊 将军 上官朔 临江 武成等人 一个个眼里满是火热与崇拜 孙昊 李道如 赵永安等人 也是神色火热的 看着圣怀安手里的丹药 这些丹药 他们买不起 用军功换 积累军功 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可现在 圣怀安说 他能炼制六阶丹药 怎么能让一众布下淡定 他们淡定不了啊 不是 怀啊 你什么时候兼修了道法 杨叶用看怪物般的眼神 看着圣怀安 随便抽点时间 就修炼了呀 圣怀安说得很自然 杨叶无语 随便修炼 就能炼制六阶丹药 修为至少 也得是到家出窍境界的修士吧 孙将军 赵将军 李将军 这六瓶丹药 就先给你们使用修炼 圣怀安将六瓶丹药 给了孙昊三人 谢谢侯爷赏赐 孙昊三人 激动地说道 他们三人 修为卡 在仙天中期巅峰 已经很久了 有了这十几枚丹药 很快就能突破到仙天后期 其他仙天境界的将领 明天再来领丹药 每人都有 圣怀安说道 都是他部下的将领 不可能说厚此薄彼 安宁俊 也是被划到他麾下的 孙昊等人 现在也是他的部下 是 将军 侯爷 一众仙天境界的将领 一个个眼神火热 他们这是跟了一个 什么神仙将军啊 还给他们炼制丹药 提升修为 怀安 你现在盗修境界几何 杨叶十分好奇 圣怀安 作为他看着成长起来的 绝世妖孽 他现在想知道 圣怀安的盗修境界 不到一年时间 就修炼到 武圣境界的绝世怪胎 这天资天赋 千古罕见 想来圣怀安修到速度 也不慢 嘿嘿 杨叔 这是秘密 的保密 圣怀安黑黑笑着说道 杨叶摇摇头 算了 你不说也好 省得打击到我们 看着圣怀安正到武圣 被他的打击就够大了 他修炼六十多载岁月 也才刚触摸到 大宗室的门槛 然后圣怀安 却如会心般崛起 踏入武圣境界 给他的打击 可谓是不小 行了 都散了吧 各司其职 警戒部队 做好夜晚巡逻工作 不可怠慢 否则军阀处置 杨叶开口说道 圣怀安将杨叶提升为 大军副帅 协助他统领军队 圣怀安便可以不再去 时时都要管理军队 一众将士退去后 圣怀安叫住杨叶 杨说 你等一下 怎么了 杨叶停下脚步 看着圣怀安 这个 给你 昆仑掌门空间戒指里找到的 圣怀安将一个玉瓶 递给杨叶 什么东西 这么神秘 杨叶接过玉瓶 打开看了一眼就定住了 咕噜 七阶破镜丹 杨叶看向圣怀安 语气中都有几分颤抖 以他镇守边疆 多年积累的战功 都无法换到一枚七阶破镜丹 实在是这丹药太珍贵了 大魏朝廷 也买不起多少 除了丹宗 偶尔会有七阶破镜丹药 流出拍卖 其他道门 基本都不对外 出售七阶破镜丹 可想而知 这两枚七阶破镜丹 是何等的珍贵 书 看你的气息 也宗师大圆满了 一只脚 也算是踏入大宗师境界 有这两枚丹药 应该能让你加快突破的速度 圣怀安笑着说道 书就厚着脸皮收下了 这丹药无法拒绝 杨叶开口说道 这个情意欠大了 若是让他自己 慢慢修炼突破 至少还需要五年时间 才有可能突破大宗师境界 有这两枚丹药 不出两个月 他就能突破大宗师 因此 他拒绝不了这两枚丹药 杨书你可赶紧突破到大 宗师 要不然 我都无将可用 圣怀安笑着说道 他一个五圣 挥下二十多万大军 一个大宗师都没有 全靠他一个人撑着 这说不过去 行 书以后可就跟在你身后卖命了 杨叶也是笑道 他并不觉得 跟在圣怀安麾下 有什么不妥 杨叶的性格很豁达 要不然 当初也不会毫无保留地 将霸王枪法传给圣怀安 杨叶高兴地回去后 圣怀安又开始练丹药 身上的药材 还够练制几炉六阶修炼丹药 有了第一炉的经验 圣怀安很快就练制了 四炉六阶丹药 每炉承担三十九枚 共一百五十六枚 城怀装了十五瓶 每瓶里都有十枚丹药 他身上的药材 也都被挥霍一空 第二天一早 圣怀安就招来布下 先天境界的将领 除了孙昊三人 一共有十五人 秦陵和正方两人麾下 共十人 上官朔 林江 武成 王斩 武七 十五个先天境界的皮匠 池天生后天大圆满 可一身戾气 已经堪比先天大圆满 只等池天生突破到先天境界 圣怀安麾下 将多一个宗师初期战力 这是六阶修炼丹药 每瓶十枚 足够你们修炼一个月了 圣怀安将丹药都分给一众将领 谢将军 上官朔 王斩等人 一个个激动地道谢 好好修炼 尽快将修为提升上来 圣怀安叮嘱道 是 剩下的六枚六阶丹药 圣怀安给了池天生 这几枚丹药 你拿去 看看能不能让你突破到先天境界 圣怀安对池天生说道 是 将军 池天生接过丹药 挠挠脑袋 看着这个魁梧的肌肉大汗 圣怀安也头疼 随着修为的增长 池天生越来越能吃了 现在一顿吃石头牛 都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好在圣怀安家大业大 要不然还真养不起 大军吃过早饭后 继续行军 朝匈奴王庭而去 匈奴在一众祖老的召集下 召集了三十万大军 镇守在王庭周围 拱卫王庭 被灭了三十大军 最精锐的部队 又被大蝉鱼 依齐志带去攻打大卫去了 现在这三十万大军 实力明显不如上一次 召集的三十万大军 事后来报 卫人大军 就要达到王庭了 一个祖老开口说道 做好请老祖出手的准备吧 匈奴各部 对于圣怀安部大军 打入草原来 异常的愤怒 但是当圣怀安部 灭了先前那三十万大军后 他们即使再愤怒 也不敢再轻易派兵前去攻打 他们也怕再覆灭三十万匈奴勇士 伤到匈奴的筋骨 匈奴草原部落 人口本就比不上中原王朝 再死几十万 未来二十年 匈奴就不敢随意南下入侵了 匈奴王庭中 一个守着炼丹炉的玄黑道袍的老道士 目光看着草原上空 一条铁蟹君煞之气凝聚的蛟龙 正在朝匈奴王庭而来 他手指掐绝 左算右算 都算不明白 为何天上的七沙星会突然大胜 而且 这颗七沙星 竟然照应在了大卫 七沙星出 天下风云洞 此般变化 真的是风云莫测 古印低难道 国师 大卫入侵我草原 我要去征战了 不能再陪伴您左右了 金日丹对古印开口说道 嗯 你且去吧 古印点点头 眼神中并无波澜 金日丹退出了国师大殿 前往军营中 先天境界的他 又是王庭嫡系 自然是领军一万铁骑 匈奴整军备战 战争的凝云 一千多年来 第一次笼罩了匈奴王庭 打吧 打吧 就看老道我 能否截取一线契机 突破阳神了 古印苍老的脸上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但很快 又恢复了面 无表情的模样 似乎刚刚一切 都没有发生 他继续地催动着道火 炼制丹炉中的丹药 龙龙 铺天盖地的马蹄声 在天地间响起 如同雷鸣又似地裂 声势无比的浩荡 听到恐怖的龙鸣声 匈奴大军 瞬间就警戒起来 卫人大军来了 卫人大军来了 匈奴斥后大喊着跑回来 匈奴王庭中的居民 都感受到了大地的震动 伴随着斥后的大喊声 打破了匈奴王庭的宁静 整军 准备战斗 迎接卫人大军 魂律休大喊 三十万匈奴大军 快速地动了起来 骑兵列阵 步兵 圣怀安带领着大军 来到了匈奴王庭 兵临匈奴王庭 两公里外 那座熊武的大城后 就是巍峨的天际山 山巅覆盖着白雪 熊武的城池前 战旗伶俐 气 是雄魂 三十万大军 整个一带 自北吹来的风 带着几分寒意 吹得战旗 烈烈作响 圣怀安身后 大军看着前方那座熊城 一个个眼里 绽放光芒 身上战意高昂 那里 就是匈奴王庭所在 他们若是踏平那里 便是滔天大功 千古流明 匈奴王庭 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 杨叶看着前方草原上 那座熊伟的王城 我等千年来 也算是第一个铁骑踏 到此处的人了吧 秦林开口说道 此刻 他们心中 升起了无比的豪迈之情 大丈夫 当时如此 铁骑踏破敌寇王朝 流明千古 受后世代代人敬仰 这一刻 所有将士心中 都燃起了无边热血 踏碎匈奴王庭 这是流明千古的荣耀 即便是死 也无汉意 战骑列列 战马思鸣 所有人 都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只要圣怀安一声令下 他们便冲向那座王城 即便是流进 最后一滴血 也要倒在冲向那座王城的路上 誓死无悔 圣怀安并没有下令冲锋 他的目光 跳往前方的王城 在他眼里 前方匈奴王庭上空 气韵汇集成一头天狼 看向南方中原大地 虎视眈眈 在那座王城中 他也感受到了一道雄厚的气势 那是武圣身上散发出来的 可能别人看不到 但是在他眼里 便如狼烟火炬 一目了然 将军 要冲锋吗 看着前方的匈奴大军 上官朔等人 跃跃欲试 风角的机会 就在眼前 他们已然眼缠无比 圣怀安摇摇头 没有下达冲锋的命令 不急 一旦他和匈奴武圣强者大战 被牵制住 他部下的士兵 只怕不是对面匈奴大军的对手 那匈奴大军中 有武尊大宗师坐镇 他部下 可没有人 能抵挡得了那武尊大宗师 只有等他强势 震杀了匈奴的武圣 才可让大军冲锋 圣怀安放开身上的气势 朝前方匈奴大军压去 不仅是匈奴大军 就连匈奴王庭中的人 都感受到了 恐怖的气势降临 如同一座大山般压下来 让无数人感到喘气都困难 他的气势 朝匈奴王庭压去 不用匈奴的人请老祖 匈奴那尊武圣 就被圣怀安那 恐怖的气势惊醒 哄 气势爆发 将圣怀安的气势 抵挡在了城外 王城中的居民 这才感觉心头一松 仿佛压在身上的巨石 被拿开 老祖宗苏醒了 匈奴王庭中的祖老 一个个欣喜起来 刚才人为大军中压来的那股气势 都快将他们心神都压碎了 匈奴武圣老祖狼天善 被圣怀安的气势 从壁观中惊醒 何人敢冲撞 我匈奴王庭 狼天善一跃而起 来到高空中 目光看向圣怀安部 一眼看去 就看到圣怀安身上 散发出来的雄魂气势 圣怀安对身后众人说道 你们带领军队退后 且带我去斩了那人 是 将军 圣怀安说完 自马上一跃而起 来到高空中 杨叶等人 也带着部下将士向后退去 狼天善看向圣怀安 目光凛冽 卫人 你带领大军 入侵我草原 他才闭关几年 匈奴就拉胯 到这种地步 被卫人打入草原来了 不错 本侯带领部下来 草原逛逛 圣怀安淡淡一笑道 好大的口气 韩武那老匹夫都不敢 就凭你也敢带兵 来我匈奴草原放肆 狼天善眼神杀意浮现 寇可往 无意可往 今日借你头颅 替我扬名天下 圣怀安见对方 也不过是武圣后期而已 可打 本尊很好奇 你哪来的底气 狼天善说着 一拳轰来 哄 虚空都发生了暴鸣 自狼天善身上 爆发出来的血气 如江河般咆哮 直冲云霄 老祖出手了 匈奴人看到狼天善出手 一个个欣喜若狂 在他们眼里 老祖宗就是无敌的 对面那位人武圣 必死无疑 部落的儿郎勇士们 随我冲锋 灭了对面的卫人大军 替死去的族人报仇 魂律修举起钢刀 大喊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灭了卫人大军 他感受到对面的卫人大军 修为最高者 不过是宗师 他三十万大军 灭了对面轻而易举 圣怀安见对方一拳打来 抬手也是一拳轰去 赤裂的权益开天 轰碎一切 哄 权力碰撞 那一圈虚空 都被打得破碎 两人各自倒退了两步半 郎天扇看着圣怀安 眼里满是震惊 对方不过是武圣初七啊 怎么可能应接他一拳 而不落下风 圣怀安看到地面上 匈奴大军发起冲锋 眉头一皱 赤裸剑出现在手中 他抬手一剑斩出 百丈长剑气光芒璀璨 瞬间落下 在下方的草原大地上 斩出一道恐怖的沟壑 贯穿东西 如同一道天欠 将匈奴大军冲锋的去路断掉 死 那恐怖的剑光 让匈奴无数战马惊恐地嘶吼 不少人都被惊吓的战马 甩下了马背 噓 魂律修赶紧勒住缰绳 额头上流淌大颗汗珠 眼里满是惊恐 这一剑 拦住了让匈奴大军冲锋的去路 使得匈奴大军出现了踩踏 出现了部分伤亡 魂律修惶恐 若是这一剑落在他身后的大军中 部落的勇士要死伤多少 圣怀安一剑挡下三十万匈奴大军冰锋 杨叶等人 本已经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看到圣怀安一剑落下 便挡下了匈奴大军的冰锋 使得他们心情澎湃 那大地如同天欠的沟壳 蕴含着恐怖的剑意 与本尊大战 还敢分析 狼天扇大怒 这是有多看不起他 杀 狼天扇大喝一声 杀向圣怀安 正 一声剑鸣 圣怀安抬手又一剑斩向狼天扇 璀璨的剑光锋芒毕露 无间不摧 狼天扇燃起滚滚血气 一拳轰向那道剑光 哄 虚空暴明 狼天扇的护体钢气都被一剑斩碎 他的拳头上出现了一道剑痕 鲜红的血液流出 狼天扇看向圣怀安 眼里的轻视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这剑光太过锋利与恐怖了 他的躯体经历这么多年的打磨 已经强大坚硬无比 可此刻拳头上却被划出一道口子 对方的攻击力能伤到他 此人不是刚突破的武圣那么简单 剑术不错 难得地夸奖了一句 狼天扇身上的气势 陡然上升 整个人绽放璀璨耀眼的光芒 捏拳便朝圣怀安打去 圣怀安收起赤龙剑与拳对敌 他不屑于依仗无双剑术和赤龙剑的锋利 他自信大日神拳就可败敌 同时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真正的战斗力 天拳那牛鼻子 虽然突破到阳神 但是并没有让他打尽性 武圣本就是肉身实力的碰撞 他们之间可谓是拳拳倒肉 硬碰硬的较量 大日神拳无比的璀璨 圣怀安整个人也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像是一尊金色的天神 举拳镇压敌人 哄 恐怖的力量与拳意打在一起 虚空寸寸坍塌 光芒四射 两人各自倒飞出去 圣怀安感受到手臂拳头上传来的剧烈疼痛感 有很久 他都 没有感受到疼痛了 这尊匈奴武圣 货真价实的武圣后期强者 力量并不弱 此人是他现在为止 遇到的最强之人 狼天扇的拳头 在滴血 圣怀安的体魄 比他还强 两人对轰一拳 他拳头上的伤口更大了 他看向圣怀安的眼神 眼里非常的疑惑 怎么可能会有人 将体魄修炼到 武圣初期 比武圣后期还要强大 感受到匈奴武圣的实力 圣怀安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 激发出了他的战斗意志 好战的因子在复苏 圣怀安嘴角一笑 这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哄 他捏拳就打去 发起攻击 大日神拳 携带恐怖的真元轰去 如同一片金色的汪洋 呼啸而至 狼天扇见圣怀安捏拳打来 亦是挥拳打去 他身上的气血 也如海浪般翻涌 两人身上光芒璀璨 似无战神般 在天空上决战 哄 天空上 不断发出雷暴般的轰鸣 虚空在两人周围破碎又重组 强大恐怖的气势 让地面上的战马 感受到暴躁不安 那威势 让大宗师 都感受到无尽的压迫感 不敢有丝毫的妄动 这就是五圣 举手投足 都能摧山断江 移山倒海 圣怀安越打越猛 大日神拳 近乎无敌 强势无比 赤裂滚烫的权益 欲要毁灭一切 他一拳打出 天地仿佛都在颤抖 碰 狼天扇到飞出去 手臂上都被震裂 鲜红的血液流淌 圣怀安的力量太强了 他打熬三百多年的体魄 都被强大的力量震裂 鲜血流淌 刺目星红 一滴鲜血落下 砸在地上 便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就是五圣一滴血的力量 沉重 强大 可以说先天武者 都承受不了五圣一滴血的力量 狼天扇体内真元运转 快速恢复 手臂上的伤势 血液涌动 伤势顷刻间 就恢复如初 然而 圣怀安并没有停歇 身影闪动 挥拳打来 霸裂的拳翼 镇压苍穹 哄 他一拳打在狼天扇的肩膀上 将狼天扇骨骼肌肌肤都红裂 鲜血淋漓 狼天扇也一拳轰在圣怀安的右胸膛上 将圣怀安打飞出去 本来他是要打圣怀安心脏的 但是被圣怀安避开 圣怀安强横的大日今生 硬生生承受 狼天扇恐怖的一拳 被一拳打碎 他的体魄力量比狼天扇更强 狼天扇看着肩膀上的伤势 他眼神凌厉 体内的气血真元 都被这一拳阵的翻涌不止 但这只不过是小伤而已 倒是本尊小看你了 如此实力 难怪赶一个人杀入草原 狼天扇神色阴沉 多谢夸奖 再吃我一拳 圣怀安身影 闪动似一道金色的光芒 一轮大日杂落 带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视若天青 我嗯 狼天扇身后 出现一道血色天狼身影 那高大的血色天狼身影 将它笼罩 哦 一声震慑天地的天狼咆哮 威势恐怖无比 这是狼天扇的护体神通 血色天狼影 哄 一拳杂落 轰击在那巨大的血色天狼身上 砰的一声 只见到血色天狼身影破碎 狼天扇的身影倒飞出去 躯体上鲜血淋漓 染红了衣袍 结结结 一声冷笑声响起 阿狼 你竟然被一个小辈 打得这么狼狈 看来这些年 你的实力并没有多提升 伴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一道黑袍身影 自天己山上现身 一闪便来到匈奴王城上空 那恐怖的气势 比狼天扇 还要强大 匈奴第二尊 武圣强者现身 杨叶等人 看着出现的第二尊武圣 心中一沉 想不到匈奴 还有第二尊武圣 赤树大人 让您见笑了 狼天扇淡淡地开口说道 赤树乃是萨满神教的教主大人 乃是匈奴 真正的掌权者 而他是赤树 一手培养起来的 他是现任匈奴大蝉鱼的祖父 这就造成了 他与赤树之间 并不是很和睦 他想让匈奴建国 让他的后辈子四 永远都是匈奴的王 而这也是萨满 神教不允许的 赤树也不会让狼天扇这么做 他不允许匈奴 脱离他的掌控 看着突然出现的 第二尊武圣强者 让杨叶等人开始担忧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圣淮安以一敌二 能行吗 神教主教大人 主教大人也出现了 那为人无胜必死 匈奴人一个个脸上 露出狂热的神情 显然对赤树很是崇拜 赤树看着圣淮安 开口说道 大卫年轻人 不若加入我神教 本尊许你副教主之位 圣淮安看着对方 那笼罩在黑袍下的神情 他看不清楚 但是他神色却极其古怪 对方这是什么脑回路 招揽他做副教主 这是什么新闲套路 大丈夫岂能御御久居人下 本侯要当 也是要当大主教 你舍得将位置让出来了 圣淮安笑着说道 有趣的小子 看来 你是拒绝本尊的好意了 赤树身上的煞气 瞬间爆发 朝圣淮安压去 滚滚黑色煞气中 充满杀戮与死亡的气息 雕虫小记 也敢搬门弄斧 圣淮安冷哼一声 赤龙剑出 出现在手中 他一剑斩出 赤红的剑光璀璨 光芒刺目 带着无尽杀伐之气 斩向赤竹 赤树剑撞 抬手打出一道悬光 与圣淮安展出的剑光 碰撞在一起 哄 光芒四射 恐怖的力量 在天地间宣泄 圣淮安看着那赤竹 此人果然不愧是 武圣圆满强者 一身实力 远超那狼天扇 尽管赤树已经老矣 气血有所下滑 但是境界修为在那 就不可能太弱 万化剑绝 圣淮安施展剑术神通 此刻他阳神中期 道家修为 堪比武圣大圆满 并不畏惧对方 真 天地间 响起无数剑鸣 他手中的赤龙剑 也分化出千万道剑光 五 道尖修 赤树眉头皱了一下 这倒是让他惊讶了一下 看圣淮安身上的道法波动 竟然还在五道修为之上 落 伴随着一声轻贺 上万道剑光斩 向赤竹与狼天扇 天地间 满是剑银声与剑光 狼天扇赶紧施展护体神通 血气神光笼罩 将它护住 赤树倒是从容不破 体表上黑色悬光亮起 形成护体钢气 无数剑光斩落 很快 狼天扇的护体钢气 便被斩破 这神通力量 已然超越了五圣后期境界 吃吃 一道道剑光 在它身上留下剑痕 血液剑起 让它不断后退 那些剑光 落在赤竹的护体钢气上 并没能攻破赤竹的护体钢气 两人之间的修为差距 一目了然 狼天扇退至后方 大量的剑光 如鱼斩落在赤竹身上 散 赤树抬手 一掌拍出 恐怖的真元 瞬间将无数剑光拍散 剑术不错 可惜还差点火候 是吗 那你再接我一剑 天剑术 一剑开天门 圣怀安整个人突然气质大变 整个人灵力 像是一把锋利出鞘的剑 他将真元法力 都灌输到赤龙剑中 然后一剑 斩出 那盛大璀璨的剑光 像是要一剑 展开天上的天门 白日飞升 这是剑道山的无上剑道神通 一剑开天门 璀璨至极的剑光 斩过天穷 无数人都感受到了 无比锋利的剑意 像是天上的剑仙在出剑 茫茫的草原上 都充斥着剑意 匈奴大军 匈奴王庭中的人 无不陷入那恐怖的一剑当中 地上的战马 纷纷跪了下去 似有天威降临 狼天扇惊恐地看着那璀璨的一剑 这一剑 他挡不了 直面这一剑 他必死无疑 不敢应接这一剑的狼天扇 直接跑到赤竹的身后去 运转血气真元 催动所修五道精深 防御这一剑 黑袍笼罩下的赤竹 看到这一剑 也是变了神色 一剑开天门 见到山的无上 见到神通 杀伐无双 曾经只是传闻 没想到今日 却真的见到了这一剑 而且还是直面这一剑的威力 那恐怖的一剑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让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隐神 赤竖全身燃起黑色的火焰 在他身后 出现了一尊 缭绕黑色玄光火焰的神影 这是他修炼的五道神通 萨满神教经文中 流传下来的五道神通修炼之法 那尊武神神影出现 近乎百丈高的五道法身 带着恐怖的力量 一掌横推 天地都在颤动 朕 赤竹大鹤 面对圣怀安展出的绝世一剑 他也只能拿出最强手段 黑焰五神影 一掌拍出 宛若天青 覆盖天地 哄 天地间光芒闪耀 剑光茫茫 黑焰齐天 那一刻 似乎天崩地裂 如同世界将要毁灭一般 所有人目光呆呆地 看着那剑光和剧长碰撞在一起 心脏都像是 被人狠狠抓住了一样 剑光与剧长携带的无边力量 将天穹都打出了一个黑洞 空间崩碎 在几十万大军 和无数匈奴人目光的注视下 高天之上那百丈高的五道法身 寸寸地崩塌了 恐怖的剑光 在天穹上留下了一道剑痕 赤竹的黑袍 也被剑气斩得破碎 露出了他的容貌来 苍老的容貌 脸上满是皱褶 一头花白的头发 身材不是很高大 还有几分瘦弱模样 那黑色的肌肤 却是如同钢水铸造的一样 泛着黑色悬光 在他的身上 是一道道剑痕 赤竹身后的狼天扇 狼狈不堪 劈头散发 衣衫蓝绿 身上满是猙獰的剑痕和血迹 若不是有赤竹挡在他前面 他恐怕已经死在这一剑之下了 看着被斩出一道裂痕的高空 感受着那恐怖的剑意 狼天扇心有余悸 太恐怖了 这个大卫年轻人 不仅武道实力强大 还是道家阳神 更恐怖的是 这剑术 剑意的感悟 当真像是要一剑展开虚空 开启那高天之上的天门 飞升而去一样 年轻人 好强地见到修为 赤竹看了看身上的剑痕 心有余悸 若是圣怀安的修为再强大一点 他必然接不住这一剑 要死在这一剑之下 自从他将修为修炼到 五圣大圆满之境界 就再也没有体会到死亡的感觉了 可今日 面对圣怀安展出的这一剑 他久违地感受到了 那种浓浓的死亡威胁 圣怀安此刻看着 对面伤势并不重的赤竹 眉头有些微重 他可是动用了全力 斩出这盖世一剑 竟然没能一剑斩了对方 看来 他还是有些低估了 五圣大圆满的强大 看来 能修炼到五圣大圆满的 都不是泛泛之辈 阁下实力也不弱 圣怀安开口说道 能接下他这一剑的人 实力都要在五圣大圆满之境 五圣后期的强者都不行 结结结 赤树发出一声怪笑 眼里凶光闪烁 很显然 圣怀安让他受伤 彻底地激怒了他 这就是你的底牌手段了吧 现在 换我了 赤树原本悬黑的躯体 瞬间浮现密密麻麻的 红色符纹 他的体魄也飞速变大 三丈高的躯体 立于圣怀安面前 那悬黑的巨人 体表上的血色符纹如动 拥有神秘的力量 死 赤树一掌拍来 血红的气息中 缭绕着黑气 恐怖的力量 让圣怀安都感受到了心惊 这股力量 不像是舞者的血气神通 很是怪异 圣怀安一剑斩出 璀璨的剑光斩上那一掌 并没有将之击溃 见此情况 圣怀安左手快速捏印 雷光闪烁 紫红色的神雷缭绕 神雷印 圣怀安快速打出一道雷印 恐怖的紫红神雷 带着毁灭的气息 打了出去 哄 神雷与之碰撞 雷光四射 血光滔滔 强大的力量波动 将两个人都震得倒退飞出去 圣怀安强行吻下翻涌的血气 看向赤术的眼神 多了几分凝重 这个老鬼 实力手段都不可小视 一路走来 面对这么多强敌 这还是第一个 让他感受到棘手的人 不远处观战的狼天扇 看向赤术的眼神 也是微变 老头 你还是隐藏了实力啊 我以为与你的差距不大 看来是我低估你了 狼天扇本以为自己 已经高估赤竹的实力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这般强大的实力 若是要镇压他 不过是一掌之间 狼天扇却是忘记了 他本就是赤竹一手培养出来的 启动神秘血力的赤竹 眼神变得异常凶猛 哄 又是一掌朝圣怀安打来 那强大的力量 给人一种 不是此间神通的感觉 斩 圣怀安展出恐怖的一剑 剑光璀璨绝世 他左手继续捏雷印 昆仑雷法读天神雷诀 已然被他加点修炼到了大城 强大恐怖的雷法 亦是他的杀手锏之一 绝世剑光与毁灭雷光 轰打在那血色符文剧掌上 毁天灭地的力量 肆虐着苍穹 两人像是远古神灵 神通金士 那恐怖的身影 让无数人忍不住顶礼膜拜 他们第一次见到 如神灵般的盖世大战 武圣大圆满之境的力量碰撞 是毁灭的 恐怖的 很多人一生都难以见到 这种金士之战 剑光茫茫 掌印齐天 雷霆翻涌 高天之上 神光闪耀 云层崩碎 两人光芒笼罩 不断大站在一起 狼天善此刻都沦为了看客 完全插不上手 哄 圣怀安吐血道飞出去 金色的血液飞洒长空 赤树全身都被紫红色的神雷打得焦黑 一刀刀剑痕斩出的伤口 流淌着黑血 血色符文也在渐渐暗淡 赤树稳住身形后 看向圣怀安 他承认 确实是小看了圣怀安的实力 圣怀安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这一刻暴走的赤竹 实力是真的强大 多久了 他第一次感受到受伤的感觉 大卫年轻人 退去吧 退出草原 我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 我便让大军 灭了你那些不想 赤树看着圣怀安开口说道 他奈何不得圣怀安 圣怀安也无法打败他 两人若真要拼得你死我活 一定会是两败俱伤 圣怀安看了一眼下方的部下大 君 又看了看狼天扇 天今天是无法拿下这两尊五胜的了 继续打下去 对他不利 对他部下的大军也不利 好 阁下的强大 我已经领教 我这就带着部下退出草原 圣怀安微笑着说道 今天奈何不得两人 暂且让这两人多活一段时间 他转身便回到军队 身影落在马背上 将军 将军 侯爷 没事吧 怀安 杨叶 武成等人 纷纷担忧地看着圣怀安 武士 走 撤局 圣怀安看了一眼匈奴那两尊武圣 白白手说道 大军开始徐徐撤退 匈奴大军看着卫人大军撤退 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也只能看着 看着圣怀安带着大军撤走 赤树的身体才快速地缩小 身上的血色符文消失 躯体也再次变得悬黑瘦小 破 赤树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气息有几分为民 刚才的他 也是在强撑着 圣怀安的剑太过锋利 雷法也很是恐怖 与圣怀安对战 并没有旁人看到的那般简单 赤树大人 你没事吧 狼天扇见状 赶紧询问道 姐姐姐 阿狼啊 其实你现在可以动手试试的 万一能杀了我呢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的 赤树看着狼天扇怪笑着说道 不敢 赤树大人 狼天扇 终究是没有勇气出手 赤树大笑了起来 那苍老的面孔 很是争名 既然如此 就给我送来三千童女 说完 不容许狼天扇反驳 赤树便返回天际山中的神庙之中 看着赤树远去的背影 狼天扇捏了捏拳头 最后又松开了 匈奴大军 牧民 看着王成前 那道如同天倩般的剑痕深渊 他们深深地记住了 那道恐怖的身影 一个如同天神般的人 他们匈奴的两尊五圣老祖 都没能奈何得了对方 狼天扇看着大地上的那道剑痕 眼里满是忧虑 一旦那位人实力在突破草原上 还有何人可敌 他想要突破五圣大圆满的星 更加迫切了 圣怀安带着军队撤退后 见匈奴大军并没有追来 圣怀安才让军队放慢了脚步 呸 圣怀安将体内的一口淤血 给吐了出来 怀安 将军 侯爷 部下将领突然被吓了一跳 个个看着圣怀安满是担忧 不碍事 只是许些小伤 体内被震出了淤血 吐出来就好了 圣怀安摆摆手说道 那斥竹的实力强大诡异 将他打出了内伤 他承认 自己多少有些小看天下阴毫了 这些活了几百年的老鬼 哪一个没有一点手段 这次打到匈奴王庭 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感觉 他也没有想到 匈奴背后 会有一尊五圣大圆满的老鬼 若是没有那尊老鬼 他斩了匈奴 那尊五圣后期的强者 今日必然能踏破匈奴王庭 走吧 先撤回去 等下次 再来这匈奴王庭 其踏于脚下 圣怀安气魄盖世 眼神里那屁逆天下的气势 并没有少上几分 大军撤退 南下回河西 燕州 匈奴大军中军营帐内 匈奴大蝉于依齐志 看着手上传来的书信 目光阴沉 满脸的胡须 那双鹰眼般的双眼 目光锐利 营帐内的将领 一个个都不敢与之对视 传信的传信官跪在地上 有几分惶恐 就在大卫兵临匈奴王庭之际 这封千里加急的信 送到了大蝉于依齐志的手上 大卫和西军 打到了王庭 我那大儿子 左贤王魂如邪 带领部落三十万勇士迎击 全军覆灭 自己战死 依齐志每说一个字 大仗内的气氛 就低上几分 现在 大卫军队 兵临我凶奴王城 依齐志咬牙切齿 整个人都快要抱走了 这简直就是奇齿大辱 他们打入大卫 攻下大卫三周之地 大卫另一支军队 却悍然打入草原 濒临他们匈奴王庭 狠狠地给了匈奴一个耳光 怎么不让他这个大蝉于愤怒 大王 是不是王庭祖老 让他们撤军回去 一个将领开口说道 那些享受惯了 太平的祖老们 可是怕死得很 匈奴大蝉于 依齐志冷冷地说道 现在撤军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 攻占大卫三周之地 另一个将军咒梅说道 他们付出不小的牺牲 才拿下大卫三周之地 现在撤军 等于是将地盘拱手向环 这让他们怎么甘心 不若让他立天打开关口 我们直接入关 攻打大卫十周 云州和义州 一个将军开口提议道 撤军去给右贤王金道贤传信 让他带领大军撤退 退回草原 思考了一会 大蝉于依齐志还是开口说道 被人打到王庭去 战况不明 隔壁灵州镇北军 四十万大军虎视眈眈 万一那只大军南下 断了他们的路 他们会有被包围的风险 依齐志决定撤军 也是无奈之举 这都快被人偷家了 怎么能让他安定地下来 传令下去 大军将所有战利品带上 准备撤回草原 给我去通知利天 就说大卫大军兵临王庭 我要率军返回去守护王庭 看他如何选择 依齐志最后还不忘逼迫利后一把 想借他们的手 来对抗大卫朝廷 从中取利 哪有这般好的事情 他要拿大卫利侯 彻底地倒向他们匈奴 是 大王 匈奴大军急剧 最后还是撤军了 带领二十万大军 抵御镇北军的右贤王金道贤 收到命令后 也是很不甘心 就这般撤退 如今大好的局面 都是他一手打开的 就这样撤走 叫他怎么担心 可军令不可为 倒是他那哥哥左贤王 浑如邪死了 这对他来说 倒是一个好消息 如此一来 他成为左贤王 成为下一任大蝉鱼的接班人 就可以顺理成章了 来人 金道贤朝军战外喊道 大王 后在军战外的士兵 进到帐篷来 传令下去 大军撤退 退回草原 金道贤下达撤退命令 是 又贤王金道贤部 二十万大军一动 镇北侯吴长歌早就 准备着出击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侯爷 侯爷 匈奴大军要撤退了 传讯官快速来禀报道 吴长歌听后 眼神一亮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好 传令下去 二十万大军出击 咬住匈奴大军 不能让他们顺利撤退出去 另外再出动十万大军 快速收复烟 其 登三周之地 伴随着镇北侯吴长歌的命令 下达下去 整军代歌的镇北军 快速行动起来 追了上去 要咬住匈奴大军 杀 追上这些匈奴狼崽子 杀了他们 憋屈已久的镇北军 气势如虹 追了上去 大王 镇北军出兵了 要不要杀他们回马枪 打下灵州 拿下巨北关 又贤王金道贤 听到部下的话 也有几分心动了 但是考虑到他父亲大蝉鱼 给他的军令 金道贤又按耐住了这个诱惑 他现在只要稳住 便能成为左贤王 成为大蝉鱼的第一继承人 不需要再去冒险了 想到这 金道贤摇摇头 道 大蝉鱼的命令 是让我们撤退 派一万大军去阻敌 我们快速摆脱大卫军队就行 盛淮安出兵草原的目的达到了 匈奴大军撤退的消息 传到了力侯力天的耳中 什么 匈奴大军要撤退 力侯死死地看着匈奴 来传递消息的使者 身上的怒意爆发 一旦匈奴大军撤退 他就要前往西南镇妖关 萧武王迎帐下报到 前去镇守镇妖关 与妖族大战 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他堂堂力侯 手握二十万大军 怎么可能舍弃荣华富贵 据别人的麾下当一小将 去与凶残的妖族厮杀 不错 你们大卫有一支强军 打入草原 兵领我匈奴王庭 我不大军 要回去援救王庭 匈奴使者开口说道 力侯暴怒地 将怀中的武女加死 血液横飞 不少将领看着暴力的力侯 大气都不敢出 匈奴大军要撤军这个消息 太过仓促了 打得力天措手不及 他本是想借匈奴的手 不断向朝廷索要好处 然后带领大军前往大骊 投靠大骊的 可现在匈奴大军突然要撤走 看着力侯将怀中武女随意打杀 一众将领低下了头 不敢与之对视一眼 自从二皇子兵败 夺位失败被杀 力侯被责令收复燕帝三周 然后前往镇摇关听令于萧武王 力侯就越来越暴力了 他们这些将领 都不敢再随意提意见 生怕惹怒了力侯 被力侯出手诛杀 这二十万大军 都是二皇子支持力侯招揽 训练起来的军队 相当于是曾经二皇子的私军 现在沦为力侯的私军 力侯 我家大王说 大魏容不下您 我匈奴草原广袤 欢迎您的到来 匈奴使者笑着说道 哼 力天冷冷地看着那个匈奴使者 恨不得一掌拍碎其脑袋 然而那匈奴使者并不畏惧 此人现在没得选 自打此人与他们匈奴暗通屈优 没来远去的时候 就已经踏上了不归路 小人告辞 望力侯慎重考虑 匈奴使者走后 力侯将手中的酒杯 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脸上的血迹 让他看起来更加猙獰 谁能告诉我 大魏那一支军队 打入草原了 力天猙獰的大吼 难不成是镇腰官的镇腰军 大魏最精锐的 那支大军不成 整个大魏 除了镇腰官的镇腰大军 有这个实力 哪一支军队有实力 敢打入匈奴草原去 将军 现在我们怎么办 力天的亲信 开口询问道 二皇子造反 身为二皇子的舅舅 手握兵权的力侯 其实大魏 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力侯已经被打为二皇子派 注定是要被清算的 力天扫射 麾下将领一眼 想让他就这样 交出手中兵权 前往镇腰官 一辈子死在镇腰官 不可能 他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占据燕州三州之地 自立为王 这个选择 行不通 一旦他举起反叛的大旗 隔壁的镇北军 四十万大军 就要朝他们杀来 朝廷大军 也会源源不断地杀来 灭 那他这个叛逆 本来是想投靠大骊 占据三州之地 以三州之地 换取大骊这个靠山 可现在 他还没来得及联系大骊 占据三州之地 他守不到大骊派遣军典 来给他撑腰 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投降匈奴 叛逃大魏 那匈奴使者来给他 传递的消息 就是给他暗示 他这些天来所做的事 是逃不过朝廷耳目的 必然是被女帝知道的 就单论这一点 女帝也不会放过他 力天看着部下将领 神色阴郁地开口说道 本侯打算弃暗投名 他寒江雪不过是一副人 何德何能 坐那皇帝宝座 让五等向他俯首称臣 大丈夫三尺之躯 岂能折辱于一界 群入之下 他狠狠地说道 目光环视部下将领 所以 我要带着你们前往草原 另谋高就 一些将领听到说要叛逃大魏 投降匈奴 瞬间脸色就变了 侯爷 此事不妥呀 投靠一族 是要遗臭万年的 一个将军硬着头皮说道 这可是灭九族的事 他不想因为自己 被九族削削乐 碰 厉侯一掌落下 那位开口的将军 瞬间被拍成血污 宗师修为 怎能抵挡大宗师 大员满强者一击 还有谁要反对的 站出来 丽天狠辣地说道 丽天 你怎敢如此行事 不怕被灭九族吗 一个将军愤怒地看着丽天 相比于投降匈奴一族 他更愿意去死 他死了 还不用连累家族 张承宇 你想死 本侯也成全你 丽侯朝着对方一拳轰去 你这你贼 张承宇大骂 诸位想想自己的家人族人 扑 张承宇还没说完 就被丽天一拳轰杀 血液四溅 还有想要反对本侯的吗 丽天的目光 扫过那些将军的脸庞 不少人被丽天的狠辣手段 给吓到了 侯爷 对不起 我们不能连累家人 成为罪人 几尊将军起身 纷纷拔剑自吻 奢华的大殿上 血液腥红 不少舞女侍女 被吓得瑟瑟发抖 湿了魂 看着自吻的那些将军 丽天脸色非常的难看 除了少数的亲信 愿意一直跟着他 不少人都不愿意选择 跟着他叛逃凶奴 还有想要死的吗 本侯成全你们的忠义 丽天冷冷地说道 剩下的将领 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此刻已经被吓破了胆 根本不敢站起来说一句不 见没有人再站起来 慷慨赴死 丽侯这才有几分满意起来 若真是杀了这些将领 他想要掌控二十万大军 也困难 传本侯令将钱财物质搜刮 跟随本侯去草原 谋一个光明的前程 丽天当即命令道 是 几个亲信将领 快速领命 前去掌控大军 搜刮财富 很快 丽侯就带领着二十万大军 搜刮了财富物资 北上前去追赶匈奴大军 不是他不想去投靠大骊 云州隔壁是义州 义州隔壁是雍州 雍州过去才是大骊的疆土 横穿两州之地 必然阻拦不断 镇北军也不可能坐视不管 北面燕齐三州之地 没有丝毫的阻拦 还有匈奴大军 他只能如此选择 丽侯带领二十万大军 要叛逃匈奴 军中的悬疑未按探拼死 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匈奴大胆于一旗志看到 带领着大军前来投靠的丽天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丽天带领部下二十万大军 前来投靠匈奴 望匈奴大胆于 给一个前程 丽侯见到匈奴大胆于后 露出一丝假笑俯首称臣 哈哈 丽侯客气了 来了我匈奴 你照样是丽侯 我匈奴历青 本王绘画一片草原 让你带着布下 安稳地生活 一旗志大笑着许诺道 那就多谢大王了 见此丽天内心总算是 松了口气 凭借他大宗师大圆满的修为 匈奴不可能不重视他 离了大位又如何 他依旧是丽侯 等到了来投靠的丽侯二十万大军 一旗志这才带着大军北返 回草原 丽侯叛逃 投靠匈奴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云州 石州 益州 灵州 雍州等地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该死 这贼子 卖国贼 真当是罪该万死 不少读书人 收到消息后 纷纷破口大骂 此乃卖国贼 当诸妻九族 难怪打不退匈奴大军 这个卖国贼 叛徒早就投靠了匈奴 亏我们还期盼 他打退匈奴狼子 捐钱又捐物的 养了个白眼狼 草他老祖宗十八代 呸 莫乱的玩意 竟然投靠匈奴 老子诅咒他断子绝孙 几州之地的百姓 骂成一片 匈奴与大魏 那可是世仇 边境州的百姓 恨透了匈奴 而现在 利侯叛逃匈奴 让几州百姓 如何不愤怒 几州之地的悬一卫 惶恐地将消息传往京城 诛杀了匈奴又 贤王金道贤 留下来的断侯部队 镇北侯 吴长歌带领大军 继续追击 侯爷 不好了 大师不好了 一个传训官快马赶来 发生了什么事啊 吴长歌看着传训官 皱起了眉头 能让传训官惊恐成这个样子 必然是什么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侯爷 利侯 利侯带领他麾下的二十万大军 投靠匈奴叛逃了 传训官上气 不接下气地说道 什么 利侯带领二十万大军叛逃了 吴长歌等镇北军将领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这个消息给震惊到了 利侯叛逃 投靠匈奴 这个消息 不亚于八级大帝镇 将他们镇得七荤八素 他怎么敢的 吴长歌愣神 而后怒火冲天地说道 自立为王 扯起大旗做反王 其影响力 都没有投降匈奴 叛逃匈奴来得大 大魏八百年国座 都没有出现 侯爵国公投降义族的先例 这简直是丢光了 大魏公侯的脸面 同为大魏侯爵的吴长歌 怎么会不愤怒 他恨不得亲手诛杀了利侯 此人真当是该死啊 王千商眼中 满是杀意的开口说道 利侯一叛逃匈奴 简直是将他们 大魏军队的颜面 都丢在地上 让匈奴肆意摩擦 大离 大楚 也将嘲笑大魏 至少上百年 这般恶劣的影响 他们都不敢想象 传到京城去 会造成什么样的动荡 侯爷 我们追上去 去将此聊斩了 蒋灵妃愤怒地说道 对 侯爷 我们去灭了他 诛杀着叛逆 镇北军将领 纷纷怒喝 冷静 镇北侯吴长歌大喝 利侯叛逃 此事固然可恶 可也要大举为重 去追杀利侯等人 一旦落入匈奴陷阱中 现在如此大好的局势 都将丢失 王副将 你带领十万大军 前往收复齐州 登州两州之地 镇守两州 吴长歌当即 下达命令道 是 王千商领命 带领十万大军 前去收复齐州 登州 其他人继续跟我追 将匈奴大军赶出燕州 吴长歌带领二十万大军 继续追击 要将匈奴赶出燕州 收复燕州 收复三州之地 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王千商乃是镇北军副将 大宗师初期修为 带领十万大军 镇守两州之地 也足够了 历侯叛逃匈奴 这真是打得 吴长歌措手不及 如此追击匈奴 大败匈奴的大好机会 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要不然六十万大军 再怎么说 也能留下匈奴十万大军 很快 历侯叛 逃的消息 就传到了大魏洛京 早朝上 朝臣正在汇报 各地地上来的奏折 突然一个道声音 打破了朝天殿的平静 报 陛下 北境边关急报 接到北境传来的急报 传信官赶紧将其呈上 呈上来 韩江雪说道 北境的战报消息 还是比较重要的 为公公去将信件拿上来 递给女帝 女帝韩江雪 看到上面的内容后 瞬间暴怒 混账 该死 帝皇之威 瞬间就笼罩了整个朝天殿 看着突然大怒的女帝韩江雪 不少朝臣一头雾水 谁惹怒了女帝 她们还是第一次见女帝韩江雪 如此愤怒 女帝韩江雪 此刻真当时怒法冲冠 眼里杀鸡沸腾 正所谓 帝王一怒 流血千里 感受到女帝韩江雪 那愤怒的杀气 不少朝臣心中一紧 陛下何事如此动怒 左相傅香儒开口说道 女帝将信件以真缘 送到左相傅香儒的手上 左相傅香儒 看到信件上的内容 丽侯带领二十万大军 叛逃凶奴 看到这一行字后 左相傅香儒的血压 也瞬间飙升 丽侯该死 混账东西 左相傅香儒怒不可遏 左相 丽侯怎么了 兵部尚书王城询问道 那该死的贼子 叛国梁 带领二十万我大王狼 投降匈奴 左相傅香儒 愤怒地说道 朝天殿上 瞬间为之一境 真落可闻 所有朝臣 此刻脑瓜子 都是嗡嗡地作响 这条劲爆的消息 足以震惊他们一整年 丽侯叛逃匈奴 一尊侯爷叛逃 这得是多大的影响 平日里跟丽侯关系要好 或者是走得近的朝臣 此刻一个个被吓得瑟瑟发抖 心慌无比 这踏马 那家伙得是多丧心病狂 才干得出叛逃凶母的事情来 真的是 开了千古先例了 你要玩九族消消乐 也别害我们啊 那些以前与丽侯关系好 走得近的大臣 此刻都想将 利天界祖宗十八代翻出来骂一遍 这该死的叛徒 卖国贼 你哪怕揭杆其反叛为王 老夫都会高看你一眼 礼部尚书前程 破口大骂 这般行径 简直是将大卫的脸面丢出去 给别人踩 以后他都不敢面对 大骊和大楚的使臣大声说话 会被嘲笑死 王成目光怪异地看着前程 你那是什么胡话 自立为王 这么说你前大人 还支持那利侯当反王咯 当发现自己的语言不妥 前程赶紧解释道 陛下 我被这乱臣贼子气昏了头脑 说了胡话 请陛下降罪 女帝寒江雪白白手 并没有在意 此刻他愤怒的是 那利侯怎么敢的 如此将他们大卫的颜面 置于何地 大卫侯爷 叛逃投降一族 大卫当真是会被 另外两个王朝嘲笑的 就如前程所说 哪怕是 那利侯自立为反王 他也有心理准备 不会这么愤怒 陛下 这利天该死 当诸祁九族 此等叛国之人 万死难辞其咎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不错 请陛下下令 诸祁九族 我大卫养的他们 给他们如此优厚的待遇 此人还叛国 应将其碎尸万段 不少人曾与利侯不合的人 怎么会放弃 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纷纷扬言 要让女帝诛其九族 而这也正合女帝 寒江雪的意 悬一卫听令 立刻捉拿利侯清卷 及相关将领家眷 朕要诛他们九族 一个不留 女帝寒江雪 愤怒地说道 是 陛下 悬一卫指挥使 左千秋领命 当即就去带领悬一卫 抄家灭族 捉拿叛逆家眷 朝中大臣 此刻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站出来 替利侯求情 这是叛国 诸九族的大罪 谁敢来沾染 很快 悬一卫满京城的抓捕利侯 及其先官将领家眷 整个落井都被惊动 然后 利侯叛逃匈奴的消息 就像是一枚重磅炸弹 将整个落井都震动了 利侯叛逃匈奴 不少人难以相信 一尊高贵的王侯 会投降一族 悬一卫满京城的 抓捕利侯家眷亲属 这还有假 该死 这叛国贼 不得好死 该灭九族 竟然带领我大卫二叔二郎 去做那叛国之人 完了 完了 我是那利侯家远亲 一个利侯的远亲 感觉天都塌了 曾经仗着自己是利侯的远亲 可没少七横八十 没想到 报应来得这么快 很快 一对悬一卫 就将其抓住 带上枷锁拷走 一时间 凡是跟利侯有亲属关系的 都被抓走 利侯府 女眷 儿童 哭喊声一片 悬一卫抓人 直接上枷锁 胆胆反抗的 通通当场诛杀 利侯的妻子 儿女 一个个 当听到他们父亲 丈夫叛逃凶奴后 如遭雷击 他们完了 九族都完了 利天 你好狠的心 利天的妻子 当场就晕死了过去 他的母族 都受到了牵连 也要被连猪 或是 大或是 利侯的母亲大哭 整个侯府 哭喊声一片 就连利侯府的仆人 都受到了牵连 一个个被抓走 那些在外的利侯亲族 也没人敢帮 都被悬一卫奔赴各地 给抓住 押解回洛京 利侯叛逃 让女帝寒江雪 第一次暴怒 下达了诸九族的命令 凡是与利侯 有亲属关系的九族 都被抓了起来 那些曾经与利侯 交好的人 一个个躲在家里 提心吊胆的 生怕悬一卫上门 将他们也抓走 大卫洛京 因利侯叛国投降匈奴 而被抓的人 多不胜数 一时之间 整个洛京 风声鹤唳 不少人都感受到了危机 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 北敬燕 齐 登三州被收复 匈奴大军撤军的消息 也传到了洛京 这才冲淡了利侯叛逃 带来的压抑气氛 燕州 齐州 登州 三州之地 终于收复了 镇北军撞灾 该死的匈奴 献我河山 杀我同胞 此般血仇 当以血来报 听闻冠军侯带领河西军 深入草原 袭击匈奴 才让匈奴 从燕帝撤军呢 冠军侯威武 大魏八百年 当冠军侯一人 城池草原 纵横无敌 撞灾 大魏冠军侯 舍我其谁 京城的百姓书生 在酒楼茶馆中 讨论着 无数人 对盛怀安 已然近乎崇拜 皇宫中 寒江雪收到收复 燕帝三州的消息 这才有了几分和颜悦色 利侯的叛逃 让寒江雪气得不轻 陛下 御膳房熬的补灵汤来 放下吧 寒江雪挥了挥手 陛下还在为 利侯的是烦恼吗 韩燕然开口说道 嗯 寒江雪轻轻点点头 死贼子不死 难消我心头之恨 利侯的叛逃 不仅是对他 对整个大魏 影响都很大 他当初就应该狠一点 直接派强者前去 将利侯捉拿回京 废弃修为 打入天牢 也不知道圣将军 现在如何了 韩燕然转移话提到 圣怀安率领大军 入匈奴草原 才逼得匈奴四十万大军 自燕帝三州撤军 圣卿吉人自有天象 五胜不出 这世间想来 无人能拿他如何 提起圣怀安 韩江雪这才露出一丝微笑 圣怀安带兵入草原没多久 匈奴大军就撤兵了 想来圣怀安取得不菲的战绩 才能逼迫匈奴大军撤军 这也解决了 让他头疼的燕帝问题 如今燕帝三州收复 只需要镇守住 迁回援助百姓 京城纷扰 所发生的一切 圣怀安部都不曾得知 他现在正带着部下大军 返回河西 当立天得知 是圣怀安带领大军 深入草原 打到匈奴王庭 逼退了匈奴大军后 立天气得当场抱走 逼不当人子 多管闲事 若非圣怀安横插一脚 他能将好处都捞到手 然后公然投靠大黎 献上大魏北地几州之地 称王称霸 一 切美好的未来 都被圣怀安破坏 吴鱼你势不两立 立天发誓 有机会 他一定要弄死圣怀安 这般仓促叛逃匈奴 导致他的家人 全部被抓下雨 秋后全家萧萧乐 可想而知 他对圣怀安有多恨 若是圣怀安知道 必然是吃笑 什么阿猫阿狗 也配记恨他 大军浩浩荡荡 压着匈奴俘虏 和缴获的牛羊南下 惊奇招战 煞气如虹 这次出征 战果不算理想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斩杀匈奴三十万大军了 圣怀安带领大军返回 一众将领跟在他身后 一个个都显得很高兴 斩杀匈奴三十万大军 打到匈奴王庭 足够让他们在史册中 留下浓重的一笔了 这便是无数人都达不到的荣耀 突然 圣怀安挥手示意大军停下 看到圣怀安突然让大军停下 杨叶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 怎么了 怀安 前方有敌人 挡住了去路 圣怀安开口说道 敌人 全军戒备 杨叶没有质疑圣怀安 快速下达军令 其余手快速打出旗语 让各部戒备起来 是说我来的 杨说 你照看好军队就行 圣怀安对杨叶说道 圣怀安话语刚刚落下 前方的天穷上 出现了七道璀璨的身影 像是升起了七轮太阳 看到那七道璀璨的身影 强横的气息 压迫天地 杨叶神色中出现了一抹惊骇 七尊陆地神仙县世 那是七尊阳神 昆仑道宗的七大阳神强者 可算是在草原上 找到圣怀安了 看到那七尊陆地神仙 圣怀安部下的将领 都是为之一阵 他们何德何能 能见到七尊阳神灵晨 不好 这些人 都是来找将军麻烦的 上官朔神色难看的开口说道 他们都知道 将军圣怀安斩杀昆仑道宗的人 与昆仑道宗结仇 可没想到 昆仑道宗太过恐怖 一次就出动了七尊阳神 这都可以覆灭一国了 下一刻 那七道璀璨的身影 就来到境前 恐怖的气息 威压天下 让圣怀安身后的十八万大军 感受到了无比沉重的压力与恐惧 七人目光俯视 看着圣怀安 他们在圣怀安的身上 感受到了天权留下的印记 证明就是此人斩杀了天权 你就是圣怀安 常要真人 如神灵般淡漠地俯视着圣怀安 那审问般的语气 像是在审讯犯人 圣怀安没有回答 而是回头对杨叶说道 杨将军 你带着军队退到十里之外去等我 是 将军 杨叶当即领命 带着大军远离此地 虽然他们很是担忧圣怀安 可他们在这里 完全帮不到圣怀安 反而会让圣怀安覆手覆脚 昆仑道宗七尊阳神 看着大军撤退 他们没有去管 王朝普通军队 他们还没有丧心病狂到 要对这些人出手 无端造下杀孽 煞气缠身 对修行不利 他们的目标 只是圣怀安 圣怀安踏空而起 来到天空上 红色战袍涌动 龙鳞铠甲上 有龙影咆哮 他独自一人 面对七尊阳神强者 神色中 没有一丝的畏惧 那聘逆天下的气魄 倒是让长耀 雷乌炎等人 觉得圣怀安气质非凡 本尊圣怀安 大魏冠军侯 你们昆仑道宗 倒是看得起我 一下来了七尊阳神 圣怀安淡淡一笑 倒是不错 有几分胆色 面对我们七人 还不逃跑 也难怪敢杀我昆仑掌教 掌亲真人开口说道 不得不承认 圣怀安那种无惧天下 聘逆一切的气质 颇有几分无敌的感觉 倒是一个强大的武夫 啰嗦什么 杀了他 将他的头颅带回去 昭告天下 这就是与我昆仑道宗 为敌的下场 修炼雷法 导致脾气颇为暴躁的雷乌炎 开口说道 他的眼里 满是杀意 让我来试试 此子实力如何 守阳真人出手 一记道法神通 哼 圣怀安当即挥拳 一拳打出 强大的血气力量 轻易崩灭了这一记神通 区区阳神中期而已 也想试探出他的实力 不得不说 这昆仑道宗的实力 确实恐怖 四尊阳神后期 两尊阳神中期 一尊阳神初期 能一次出动这么多恐怖的盖世强者 陆地真仙 只能说昆仑道宗 不愧天下第二道门的名声 守阳真人眉头挑了一下 看向圣怀安 这人的实力 有些恐怖 他感受到 刚才对方那一拳 不过是随意打出的而已 就这样随意一拳 就打灭了他的道法神通 这般 实力 可不弱 我来试试 雷乌炎当即动手 强大的雷法 朝圣怀安打来 那漫天雷光闪耀 化作一条雷胶 朝圣怀安打来 惊天动地 带着毁灭的气息 只见圣怀安身上 亮起了一道金色钢器 那雷电锁蛟龙 打在圣怀安身上 连圣怀安的护体钢器 都没打破 阳神出气的雷乌炎 打出的雷法神通 根本对圣怀安造 不成一点伤害 圣怀安当即 反手打出一条雷龙 紫电缭绕的雷龙 咆哮着冲向雷乌炎 什么 雷乌炎瞪大了眼睛 看着圣怀安 施展同样的神通 打出一条雷龙 他仿佛生出了错觉 这不是他们 昆仑道宗的兜天 神雷印中的神通吗 怎么感觉对方 比他还要熟练 雷乌炎快速凝聚一道雷盾 抵挡圣怀安打来的雷龙 那紫红雷龙咆哮 雷电环绕 充斥着毁灭的气息 让人惊恐 哄 雷龙咆哮着冲撞 向雷乌炎 他凝聚出来的雷盾 瞬间破碎 雷乌炎的身体 也被恐怖的雷龙打飞出去 破 刹那间 雷乌炎口喷鲜血 身上炼制的防御道袍破碎 浑身毁灭般的雷电缭绕 不断破坏着他的躯体 吞噬着他的生机 整个人怎一个惨子了得 仅仅只是随手一击而已 就将雷乌炎 这尊阳神初期的强者 打成重伤 倒飞出去的 雷乌炎眼里满是惊骇 这般恐怖的雷法 远超于他 师弟 吴炎 其他六人大喊 不可思议地看着圣怀安 随手将雷乌炎打飞 仅一击而已 就重伤了雷乌炎 此般手段 超乎他们的预料 此人实力太强 诸位 一起出手对付 不可掉以轻心 洞玄真人赶紧开口说道 贼子大胆 竟然敢偷学 我昆仑神法 吃老夫一击 明眼真人手中 出现一道光芒璀璨的八卦图 打向圣怀安 那八卦道图上 道文闪烁 符文飞舞 带着恐怖的镇压力量 正 一声剑鸣 掌要真人手持一把仙剑 斩出恐怖的一剑 杀向圣怀安 杀 掌清真人手持浮沉 打向圣怀安 昆仑道宗六大阳神 纷纷出手 向圣怀安 神通光芒冲天 渐气茫茫 剑光 神通 雷法 火焰 交织一片 在天穹上绽放 将圣怀安烟眉 恐怖无比 六大阳神一起出手 恐怖的神威 将那片虚空 都打灭成虚无空洞 圣怀安一身金色光芒 血气与真气 形成一道钢气 笼罩身影 大日精神开启 对面族族 有四尊阳神后期的强者 他可不会掉以轻心 哼 剑光 雷法 火焰 打在他身上 将他凝聚的钢气 都打碎 大日精神 也被破 龙灵铠甲上 那一片片龙灵 散发出光芒 抵御着最后的攻击力 圣怀安抬手 就是一剑 朝制一真人斩去 此人是两尊阳神中气的人之一 实力相对于来说 并不算强大 玉 这一真人危机 敢从心中升起 快速地祭出防御法器 护在身前 哼 恐怖的剑光 无间不摧 瞬间就将那防御法器斩碎 剩余的威力 将至一真人的护体法袍 也斩碎了 刚记起的防御道符 也瞬间化成灰 破 剑光入体 至一真人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竹斑防御手段 都难以抵挡 圣怀安一剑之威 这就是圣怀安的力量 强大 恐怖 阳神中气的强者 若是认真起来 还接不住圣怀安一剑 至一真人 赶紧掏出一枚丹药服下 治疗伤势 圣怀安的剑意 太过纯粹恐怖 不断破坏着他的躯体血肉 同样服用了 疗伤丹药的雷乌炎 也继续加入战斗 围杀圣怀安 就算圣怀安实力强大 他们也要将其诛杀 否则 他们昆仑道宗 将颜面扫地 出动七尊羊神 都奈何不了敌人 这对于他们昆仑道宗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退到十里外 杨叶等人 看着远处的那高空之上 八道如同太阳般的身影大战 恐怖的神威 就算是隔着这么远 依旧是让他们感到惊恐 心神颤抖 阳神 五圣 不愧是在世神灵 一朝一世 都如天威 若非那神通 剑光 雷法 不是对准他们 若是对着他们的话 这十八万大军 只怕寝刻间 便要死伤殆尽 一道道璀璨的雷法落下 将地面上的草原 击打出一个个大坑来 或许来年 这些大坑 就能形成一个个湖泊 诸神 常要真人 施展神魂道法 要斩圣怀安的神魂 圣怀安瞬间就有了心灵感应 他眉心瞬间射出一道神神光 那是他的阳神 施展神魂道法 回击对方 想和他比神魂强大 只怕是找错了对象 啊 常要真人瞬间惨叫一声 他打出的神魂道法被破了 同时也被圣怀安击伤了神魂 眉心淌血 猙獰恐怖 师兄 常清真人健壮大喊 此人神魂强大 别轻易动用神魂道法 常要真人提醒道 班扇 动旋真人施展神通 手中演化出一座巨大山岳 镇压向圣怀安 九天飓风 明眼真人打出一道神符 天地间瞬间刮起了恐怖飓风 吹向圣怀安 那恐怖的飓风 不仅吹人神魂 还削人血肉 破 圣怀安挥动大日神拳 一拳轰向那巨月扇风 哄 一声巨响后 山岳破碎 恐怖的飓风吹刮在圣怀安身上 在大日金身和龙铃铠甲的守护下 只是让圣怀安感受到肌肤被刮得生疼 他体内血气真元爆发 如同海啸般澎湃 将不断吹来的飓风给崩灭 滚滚血气 将雷无言 致意真人 守阳真人 都给先飞出去 他们看着圣怀安那无敌的身影 心中大害 如此恐怖的血气 直接堪比武圣后期的武道强者了 难怪圣怀安如此强大 雷 圣怀安一声轻贺 树到紫红色雷电落下 披向七人 轰隆 恐怖的雷光无比的璀璨 击穿了苍穹 该死啊 他怎么会有昆仑道宗的无上雷法 明眼真人大怒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昆仑道宗的无上道法神通 会被圣怀安这般使用出来 对付他们 七人快速记起防御法器或者神通 抵挡圣怀安打出的神雷 破 雷无言 致意真人 守阳真人三人 难以抵挡圣怀安的神雷道法 纷纷吐血 身上雷电环绕 不断破坏他们的躯体 最惊恐的 莫过于雷无言 他修炼了两百年的雷法 都不及圣怀安十分之一 这是修炼到大成之境的 都天神雷绝 长耀 掌青 洞玄 明眼四人 阳神后期修为 实力要强上不少 勉强抵挡下圣怀安的神雷 圣怀安身影一闪 出现在雷无言身旁 此人实力最弱 他要先解决几个 剩下的才好对付 雷无言见到圣怀安 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眼里瞳孔快速放大 满是惊恐 不 他快速凝聚雷顿护体 然而圣怀安的大日神拳 无坚不摧 毁灭 一切 哄 雷无言的雷顿 肉身瞬间被一拳打灭 躯体暴碎 血液横飞 就连其羊神都来不及逃走 被圣怀安一拳打成了灰烬 一尊羊神强者 就这般死在了这里 羊神强者陨落 此乃震动天下的大事 更别说还是昆仑道宗的羊神强者 陆地神仙 无言 其他六人怒吼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圣怀安一拳 强雷无言轰杀 却没能阻止 可恶的凶贼 死了 长青真人大怒 手持一剑神锥法器 打向圣怀安 那是以特殊矿石剂链的法器 专门破杀五圣的肉身的 这是针对肉身的法器 五圣强者 体魄强大恐怖 五道强者 一身实力 皆来源于肉身体魄 羊神道休 同境界下 也畏惧五圣的体魄力量 圣怀安挥拳打出 气血滚滚 拳压天下 那盖世无双的气魄 屁密诸敌 哄 金色的光芒 全硬轰塌了虚空 那件神锥法器 再触碰到拳硬的刹那 也被圣怀安一拳打成碎片 去死啊 洞玄施展恐怖神通 打向圣怀安 其神威足以威胁 羊神大圆满的强者 雷无言被击杀 让长药 洞玄几人不得不出动杀手锏 圣怀安体内的法力催动 他身上无边神雷环绕 在那雷电中 金色的光芒照耀 将他衬托得像是一尊天神 哄 各种光焰 神芒 剑光 纷纷打在圣怀安身上 都被圣怀安瓦解 他的实力 已然超凡 不是数量上可以填平的 没有羊神大圆满的强者出手 他完全无所畏惧 长药 长青 洞玄 明眼四人的神通 也只是能威胁羊神大圆满而已 一镜之差 便是天差地别 智义和守阳 两人打出的神通 只能是牵制圣怀安 给他挠痒痒而已 哄 圣怀安一手雷法 像是九天之上的 神霄雷法天君 六道神雷打出 如同雷龙 直击六人 破 智义真人和守阳真人两人 躯体直接被雷电击穿 躯体破碎 只有羊神逃顿了出来 两人的羊神上 光芒都有几分黯淡为民 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 肉身被毁 至少也要十年 才能重新凝聚一具肉身 此刻 他们终于明白 这是面对了什么样的一尊大敌 圣怀安的实力 明显是达到了 羊神大圆满之境界 五道双修 实力还这般强大 他们到底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此人实力强大 大家小心 长耀开口提醒到 他脸上的神色满是凝重 寻常手段 已经对付不了他了 动用灯仙道气吧 动玄开口说道 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诛杀圣怀安的了 还好他们出来的时候 带了宗门内一箭道气而来 明显当即祭出了灯仙道气悬火炉 这是他们昆仑道宗 一尊与话而去的灯仙老祖 留下的法器 六人一起打出灯仙道气悬火炉 要镇杀圣怀安 那悬火炉中 恐怖的火焰燃烧 炉壁上刻满了道文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长耀六人 共同祭起悬火炉 瞬间天穷就被这尊神炉笼罩 无尽的火光 照耀天边的云霞 将云霞都染成了红色 六尊阳神强者 共同催动灯仙道气 爆发出的恐怖威能 足以毁天灭地 圣怀安面对那尊神炉 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昆仑道宗 家底是当真厚实无比 被他抢了一尊琉璃盏 现在又带来一尊神炉 见对方动用灯仙道气 圣怀安也直接系起了琉璃盏 经过这些天的祭练 他已然能催动这尊道气 当圣怀安记起榴璃盏 抵挡悬火炉的威压时 长耀等人目光死死地 看着榴璃盏 榴璃盏果然被此贼子抢了去 震杀他 收回榴璃盏 我昆仑道宗的道气 岂能流落到他人之手 长耀开口说道 六人一起催动悬火炉 悬火炉一震 鲜光升腾 火焰喷涌 震动天地 炉壁上的仙道符文 亮起璀璨的光芒 整片天地 在这一刻 似乎都被镇压 看着悬火炉镇压而来 圣怀安也不客气 直接催动琉璃盏 琉璃盏也是仙光大圣 璀璨的光芒 照耀天地 那种恐怖的威压 似要将这片天地都给镇压了 一道道恐怖的仙光垂落 地面上出现一道道恐怖的裂痕 远处的大军 一个个额头上不断冒汗珠 那两件登仙道气散发的神威 如同沉重的大山 压在他们心中 让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大军后退 继续后退 杨叶赶紧下令 让大军继续后退 交战下方的大地已经军裂 出现了恐怖的裂痕 他们胯下的战马 此刻惶恐不安 天穷上 两件道气绽放的光芒神威 璀璨到了极致 看着圣怀安催动琉璃盏 对抗悬火炉 长耀等人 心神非常的沉重 本是他们昆仑道宗的护道神器 此刻 却在敌人的手中 用来对付他们 光芒鲜艳生腾 周围的虚空不断在破碎 虚空和大地 都难以承受 这种恐怖的力量 加大力量 他就一个人震杀他 洞玄大喊道 圣怀安不死 他们寝食难安 对于昆仑道宗来说 圣怀安必须死 圣怀安见对方 彻底地亮出了底牌 他一边催动琉璃盏 抵抗悬火炉 一边手持赤龙剑 大合之剑 他一剑斩出 茫茫剑光似大合 凶勇奔腾 对方亮出底牌 他便无所顾忌了 一剑斩向 至一真人和守阳真人 这两人实力低 是突破口 全力一剑斩出 至一真人和守阳真人 两人瞳孔一缩 落 长耀己人 快速催动玄火炉 打出一道鲜光 击向那奔腾如长河般的剑气 一剑开天门 趁着长耀等人 催动玄火炉 抵抗那一剑的空隙 圣怀安又是全力一剑斩出 一剑开天门 恐怖的剑光充斥天地间 茫茫一片 斩向长耀和长青两人 与此同时 圣怀安猛地催动琉璃斩 牵制玄火炉 琉璃斩先光大胜 牵制住了玄火炉的神威 是 长耀与长青两人 肉身瞬间被斩 俩人的阳神飞速逃顿 摆脱那恐怖的一剑 两人肉身被毁 阳神逃顿 这一瞬间 琉璃斩占据了上风 圣怀安又是一剑开天门 一剑斩出无比璀璨的剑光 斩向洞玄和明眼两人 该死 两人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快速地阳神出窍 躲避这一剑 剑光斩破虚空 两人的肉身也在这一刻 化为灰烬 一剑开天门 剑道山的无上剑道神通 长耀等人 人都麻木了 如此剑道身体 怎么会出现在这人手上 这一剑 将长耀等人的信心 彻底给斩没了 圣怀安抓住这个机会 又是强横无比地斩出了一剑 将玄火炉斩飞了出去 失去了玄火炉的压制 圣怀安也不再隐藏了 大斩神威 一剑斩向洞玄 看到圣怀安斩来的绝世剑光 洞玄神色惊恐 阳神动用所有神通 抵挡这一剑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洞玄直接就被这一剑斩杀 阳神碎灭 眼见圣怀安凶威恐怖 常要真人赶紧大喊 快逃 圣怀安已经不是他们能力敌的了 继续留下 他们都要死在这里 不是他们怕死 而是敌人太过强大 常要真人快速地抓起玄火炉 施展绝世盾法 化作一道光 消失在天空 明眼和长青 也是头也不敢回地跑了 实在是洞玄的死亡 吓到他们了 修到几百年岁月 第一次面对死亡 几人心中都生起了惊恐 志一和守阳两人健壮 也赶紧逃跑 来时信心满满 现在亡命飞逃 曾几何时 高高在上的他们 俯瞰人间 怎会想到 自己会有亡命飞逃的一天 看着常要等人逃跑 圣怀安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他快速追了上去 阳神中期的志一真人 和守阳真人 很快就被圣怀安追上 不 一剑斩出 守阳真人就被他一剑斩杀 不 志一真人眼里满是惊恐 常要三人头都不敢回 此刻谁跑得慢谁死 圣怀安一掌拍下 将志一真人镇压 强大到阳神中期 也反抗不了 被圣怀安轻松 镇压于掌尖 镇压了志一真人后 圣怀安看着 消失在视线里的常要 掌青 明眼三人 停止了追击 昆仑七阳神 三死三逃一被擒 圣怀安的强大 远远地超过了 昆仑七尊阳神的想象 他们本以为此次出来 轻松震杀敌人 彰显昆仑神威 告诫天下 可结果 却是事与愿违 顺利逃走的常要三人 肉身被毁 狼狈逃顿 确认圣怀安没有追上来 常要停下身形 目光看向那个方向 眼神阴沉无比 他们这次 可谓是栽得彻彻底底 师兄 怎么办 掌青真人眼里满是沉痛 他们战死了四尊阳神 可谓是伤筋动骨 大大损伤了昆仑道宗的元气根基 同时 此事一旦被传出去 昆仑道宗将颜面扫地 走 先回去 此仇必报 常要眼里满是恨意 他们斩杀不了圣怀安 那就让宗门里的阳神大圆满 强者出关 前来斩杀圣怀安 总之就是一句话 圣怀安必死 三人没有多坐停留 快速地返回昆仑道宗 看守昆仑道宗魂灯店的 两个道童清风与明月两人 看着最高的那排魂灯 突然就灭了三盏 整个人都定住了 清风和明月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看是不是自己眼睛花了 然后并不是他们眼花产生了幻觉 而是那三盏魂灯 确实是熄灭了 没过多久 又一盏魂灯熄灭 两人差点被吓得心脏骤停 晕死了过去 那些魂灯 可都是宗门阳神老祖宗的呀 怎么会突然熄灭了 雷无炎祖师 守阳祖师 智义祖师 动玄祖师 都都死了 几位阳神 祖师 不是前去斩杀恶徒了吗 天 塌了 清风失神的南南道 快 赶紧去禀报带掌门祖师 明月赶紧喊道 事件到大了 整个昆仑道宗 都要被震动 圣怀安镇压了智义真人 直接开始强行搜魂 啊 该死 智义真人拼死反抗 一旦被搜魂 他们昆仑道宗的种种道书秘点 都要泄露 这是他不允许的 只可惜 圣怀安的神魂 无比地强大 他想自爆阳神 自毁神魂 都做不到 被圣怀安彻底地镇压了 圣怀安强行搜魂后 得到了他像想要的 太史道点后续修炼功法 这才心满意足 得到了太史道点 圣怀安没有留守 直接一掌 拍碎了只一真人的阳神 泯灭了七神魂 对待敌人 圣怀安就不知道 什么是仁慈 斩杀了四尊阳神 他也收获了一万多的杀戮值 看到圣怀安将敌人斩杀打跑 杨叶等人 这才替圣怀安松了一口气 那可是昆仑道宗的七尊阳神啊 七大陆地神仙联手 都不是圣怀安的对手 可想而知 圣怀安的实力 是多么的强大 这也让杨叶等人 暗自感到高兴 圣怀安越强大 就越无拘于昆仑道宗 现在 称圣怀安为大魏第一强者 都不为过 如此恐怖的战绩 大魏三尊五圣强者 就属圣怀安最显赫 圣怀安拍死了只一真人后 一步便来到了大军上空 将军威武 侯爷威武 无敌 无敌 大军爆发狂热的呐喊 圣怀安那无敌的身影 在他们眼里 就是无敌的神灵 不可一世 斩阳神如土狗 打武圣如锤猫 此般神威 何人可比 这就是他们的将军 他们追随的侯爷 众将士 随我回应 圣怀安落在马背上 高声道 那洪亮的声音 传至每一个将士的耳中 是 十八万将士 齐齐呐喊 在这片草原上回荡 大军继续启程 返回河西 见识到圣怀安的 强大神威后 秦林和正方两人 如今无比的庆幸 自己能成为 圣怀安麾下的将领 天下第二道门又如何 还不是在圣怀安手上折几 夜晚 大军休整 圣怀安独自一人 坐在帐篷里 斩杀了昆仑道宗 四尊阳神 得到完整的太史道典 完整的太史道典 可修炼到登仙境界 有了后续功法 自然是要提升修为的 他斩了昆仑道宗 四尊阳神 昆仑道宗 只怕是不会善把甘休 这是必然的 昆仑道宗吃了这么大的亏 若是就此作罢 那就不是昆仑道宗了 看了一眼金色光幕 姓名 圣怀安 种族 人族 境界 五圣初期 阳神中期 功法 大日新经 大成 太史道典 完整 加 天剑诀 大成 神魔罐 加 骄蟒吞吸术 可推演 烈焰天刀诀 可推演 霸王枪法 大成 可推演 都天神雷应 大成 力量 339900斤 天赋 神剑手 炼丹术 七阶炼丹师 杀戮值 商城 空间 看着可以提升的太史道典 圣怀安直接加点 二十万杀戮值瞬间消耗 圣怀安陷入了悟道之中 无数的道法感悟 涌入他的石海 当他再次睁开眼之后 眼里似有岁月在流淌 刹那间 仿佛经历了千年的悟道岁月 从感悟中醒来 他已经将太史道典 参悟到阳神大圆满 紧接 修为境界后面 阳神境修为 又可以加点了 圣怀安没有犹豫 直接就给加点了 十万点杀戮值瞬间消耗 自明明虚无中 强横无比的力量 涌入他的体内 他的阳神 在快速地增长壮大 修为也在飞速地增长 很快就提升到了阳神后期 体内的法力凝食 增长了一倍 神魂也越发地强大 一念笼罩百里之地 将修为提升到阳神后期 圣怀安的实力 又是成倍的增长 即便是阳神大圆满 现在只怕也将不是他的对手 如此 圣怀安算是正式地 站在了这个世界的绝颠 此间天地 能胜过他者 想来是没有了 除非是登仙强者 或者是武帝强者在世 将修为提升到阳神后期后 圣怀安这才心满意足 自此以后 他将无拘于天下 而杀戮 也只剩下七万多的灵头 看着杀戮值 圣怀安感觉 这也太不经用了 此刻的昆仑道宗 现在是一片沉默 四尊阳神境界的老祖死亡 这个消息 让不少昆仑道宗的弟子 感觉头是猛的 回不过神来 古川真人和方阳真人 高坐在大殿上 他们两人留在宗门 没有钱去参与镇杀圣怀安 此刻雷无言 至一 守阳 洞玄四人死亡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四尊阳神死亡 这可不是小事 而且 洞玄还是阳神后期的强者 修到六百载岁月 都死了 看来情况并不容乐观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 大殿里 死一般的沉寂 没有人开口说话 不少弟子长老 神色卑切 那四尊阳神老祖 是他们的亲人 师尊 师祖 以后他们在昆仑道宗的靠山 倒塌了 现在 只有等长药真人三人回来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才能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 当长药真人 长青真人 明眼真人三人回到昆仑道宗后 古川真人和方阳真人 看到三人后 神色大变 长药 怎么回事 你们的肉身 三人回来 只剩下阳神 显然肉身已经被毁 虽然说 阳神失去了肉身 依旧可以长存 亦可重新凝聚肉身 可谁又愿意肉身被毁 长药师叔祖 守阳他们 方阳询问道 他们都战死了 敌人实力强大 我们肉身也被毁 艰难逃得一命 长青痛苦地说道 他们能活着回来 已经是万幸 什么 大殿中 昆仑道宗一众长老大惊失色 一片哗然 敌人是谁 强者很多吗 古川真人 脸色难看地问道 难不成真的是天宗出手对付他们 对方只有一人 就是那大卫将领圣怀安 我们都错过了他的实力 他拥有阳神大圆满的实力 五 道双修 明言苦涩地回答道 这一次 死亡四尊阳神 对他们昆仑道宗的打击 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三人亡命逃走 几乎是道心破碎 以后怕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可能了 只有一人 古川不可思议地说道 一个人就打得他们昆仑道宗七尊阳神 四死三逃 即便是阳神大圆满 也不可能做得到啊 更何况 他们昆仑道宗 还有登仙道器 那人实力强决 五道修为在五圣后期 本宗登仙道器流离斩 也被他抢了去掌控 我们七人联手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那人还有一身恐怖的剑道修为 剑道山的绝世神通 一剑开天门 他也会 我们就是被他一剑斩了肉身 明言想起那恐怖的剑光 此刻都还心有余悸 他们差一点就死在那一剑之下了 听到明言的话 古川与方阳两人 被深深地震惊到了 他们昆仑七尊阳神 四个阳神后期 两个中期 一个初期 携带登仙道器 联手足以斩杀阳神大圆满了 可却落得个如此下场 那人到底是有多恐怖 此事 看来已经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了 古川皱着眉头说道 敌人这般强大 又抢了他们昆仑道宗的 道器流离斩在手 只怕是飞扬神大 圆满不可敌 那人会剑道山的剑道神通 难不成是剑道山的人 方阳开口说道 剑道山那尊老剑圣 只怕是 也无法斩出一剑开天门 那圣淮安太过年轻了 我现在都在怀疑 此人会不会是上古强者转世 常要开口说道 请三尊老祖定夺此事吧 几千年来 他们昆仑道宗 第一次碰到如此强敌 我同意 请老祖来定夺此事吧 五人一致同意 请出宗门真正的三尊老祖 来到宗门世外灵地 伏地动天 这灵地中 天地灵气 要比外面更加浓郁 只有这种灵地 才适合阳神境界的强者 闭关修炼 五人来到世外灵地的最深处 一座山峰耸入云层 在山脚下 有三座玉石建筑的大殿 昆仑道宗 三尊真正的镇宗住时 就在玉石修筑的大殿中 闭关修炼 后辈弟子 常要 古川 长青 明眼 方阳 求见老祖宗 五人来到殿门前 朝三座玉殿一拜 两久 自玉殿中 传出一道声音来 何事打扰五等清修 老祖 我昆仑道宗 遇到大敌了 常要真人开口 将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 当听到掌门被人斩杀 七尊阳神出手 四死三逃后 一座玉殿的大门 瞬间打开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走了出来 其身上气息飘渺 四仙气飘然 如同仙人凌晨 残见应虚老祖 五人赶紧拜了下去 这应虚老祖 修到九百载岁月 阳神大圆满境界 一身实力 强大无比 绝天地通 而等真让人失望 应虚开口说道 七尊阳神出手 被一人打得死的死 逃得逃 什么时候 他们昆仑道宗 拉胯到这一步了 五人大气都不敢出 即便他们 也同样都是阳神了 面对宗门擎天柱 他们都要恭恭敬敬地 喊一声老祖 另外两个座玉殿的大门 也打开 两道身影 自大殿中走出来 两人也都是 一身白色道袍 仙气飘渺 气质非凡 加上那花白的虚法 若是走在凡尘 无数人都会忍不住跪拜 高喊神仙 参见元松老祖 参见灵玄老祖 元松与灵玄 两人修到八百多载 同样是阳神大圆满境界 昆仑道宗最强大的三尊老祖 每一个修为都站在了绝顶 若不是这方天地大变 绝了灯仙的路 三人只怕是要踏天灯仙了 两位失职 且随我去斩了那贼子 应虚开口说道 他们昆仑道宗的威严 不容冒犯 师叔 且慢 灵玄开口说道 怎么了 应虚皱眉 看着灵玄 师叔 我感觉很不好 内心出现了一丝 惶恐不安的感觉 且等我算上一挂 灵玄说道 推演算挂之道 是他的强项 当应虚说出去 斩了敌人的时候 他的内心突然跳动了一下 这是非常不好的预感 善不挂推演者 对自己的这方面直觉 最是灵敏 听到灵玄这般说 应虚没有开口 眉头发皱得更深了 他知道自己这个失职 善不算推演之道 灵玄并不会乱说 灵玄拿出一副龟甲 便开始推演算不起来 一会后 灵玄眉头紧锁 神色很是难看 见到这一幕 众人内心一沉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一刻钟后 灵玄停止了推演 将龟甲收了起来 师弟 怎么样 袁松开口询问道 挂象显示 大凶 必死之局 灵玄凝重地说道 他们三人 可是阳神大圆满 站在世界极巅之人 这天下 可杀他们之人 不超过一只手之数 三人联手 不敢说天下无敌 但是也不可能 说是大凶之兆 什么 大凶 袁松神色满是诧异 我们三人联手 谁人能杀我们 常要几人 心中更是掀起了 惊天波澜 宗门三尊 擎天注尸出手 竟然是大凶 必死之局 这怎么可能 大凶 难道是 天宗那几个老不死的 要设服杀我们 应须开口说道 这天下 除了十万大山中的 那尊盖世大妖 还有东海中的 那尊大妖 就只有天宗的 那几尊强者实力 比他们强上一筹 应该不是 大卫那将领 我们查过 不是天宗的人 天宗也没有什么 异常情况 常要开口说道 此事 且去调查清楚 到底是那人实力强大 在我们之上 还是有什么势力 再故意针对我昆仑 应须对常要几人说道 是 老祖 灵玄一挂 让昆仑道宗的报复 暂且止步 也让三人 无形中捡回了一条命 实力继续提升后的 圣怀安 有多强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想来 斩杀三尊羊神大圆满 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即便是昆仑道宗 出来的羊神大圆满 他也无拘了 报仇之事 暂时搁浅 昆仑道宗 沉寂了下来 然而 天下各宗 却是被震撼到了 各大宗门 一片哗然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天下各宗各派 那叫一个震撼 七尊羊神出手 一个人 四死三逃亡 那可是羊神 昆仑道宗的羊神 再是陆地神仙 就这样死了四尊 无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消息 会不会是假的 地宗一个长老 开口说道 虽然他们 很乐意见到 昆仑道宗的羊神死亡 但是这个消息 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那不是阴神 也不是大宗师 而是七尊羊神 这天下 除了排前十的大势力 昆仑那七尊羊神联手 足以覆灭 任何一宗异国了 结果 面对一个人 四死三逃亡 这个消息 宛若天方夜谭 令多少人 都不敢相信 是真的 可是这个消息 又是从昆仑道宗传出来的 让人很难去质疑 其真实性 哈哈 死得好 死得妙 死得太好了 我还巴不得 那七尊羊神全死了呢 玄羊大笑道 昆仑道宗死了四尊羊神 这个消息 对于他们地宗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 不错 死得好 让他们昆仑道宗嚣张 目中无人 现在碰到硬茬子 要是那七尊羊神都死了就好了 这样我们地宗与昆仑的实力差距 就能缩短一大减 地宗一个长老 高兴地笑着说道 若是说最希望昆仑道宗倒台的是谁 那必然属于地宗 在大黎 昆仑道宗对地宗的打压最重 恨不得将其铲除 其原因就是因为 地宗乃是两千年前 自天宗分裂出来 在大黎这片土地上立宗 地宗也被昆仑视为天宗分支 用来牵制昆仑的 因此 昆仑道宗才非常的仇视打压地宗 若非是有天宗让昆仑道宗忌惮 昆仑道宗早就出手 抹除地宗了 那圣怀安是何方神圣 无等要对其鼎礼膜拜啊 玄阳笑眯眯地说道 他非常的希望 昆仑道宗与圣怀安死磕 多死上几尊阳神 听闻此人乃是大卫的一个将军 侯爷 简直是难以置信 一个王朝 竟然出现了如此强大的人物 圣怀安 大处 龙虎山 龙虎道宗长教张志成 收到昆仑道宗四尊阳神死亡的消息后 连说了三个好字 好好好 死得好啊 昆仑道宗那帮牛鼻子 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一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现在遭报应了吧 一旁的长老张显耀 看着满脸笑容的长教 有些无语 虽然说昆仑道宗死亡四尊阳神 确实让人感到高兴 但是你骂别人牛鼻子干嘛 你倒是低头看看 自己穿的衣服 你也是牛鼻子道士啊 这圣怀安 以前也没听说过 有这好人物啊 竟然连斩昆仑道宗四尊阳神 实力也未免太强大了 七尊阳神都不是他的敌手 张显耀开口说道 不错 此人怕不是五圣大圆满吧 张志玲开口说道 天下间 阳神大圆满 或许超越了双掌之数 可五圣大圆满 确实没有几个 五道难练 越到后面的境界 五道提升就越难 五圣大圆满更好 这样的话 昆仑道宗的阳神 就要头疼了 张志诚笑着说道 如此一尊强者 若是能压制了昆仑道宗 天下各门派 将无惧昆仑道宗移 天宗 掌教紫辰 看到手上传来的消息 陷入了沉思 七尊阳神 死了四个 这让他都觉得有一点假 那是阳神 不是大白菜 就算是他们天宗 贵为天下第一道宗 也只有十六尊阳神正式 这还是上千年的积累 天第一大道宗 收罗天下修道英才 才有这个数量的阳神 坐镇宗门 一下死了四尊阳神 就算是他们天宗 都是伤精动骨的 每一个阳神 都是宗门的擎天之柱 死上一个 都是天大的事 一下死了四个 这昆仑 是惹了什么强敌 那圣怀安 真有如此强大 蓬来 剑道山 天刀门 白云冠 太幽道 玄剑宗 神明宗 鬼王宗 白莲教 天下正魔两道 当听到昆仑道宗死了四尊阳神的消息后 无不震惊哗然 圣怀安的大名也传遍了各宗派高层 听说了吗 昆仑道宗死了四尊阳神 可不是 这消息都满天飞了 大厨 大骊 大魏三国 九楼 茶馆 青楼 到处都在传 都在一轮 何方强者 如此勇猛 斩了昆仑四尊阳神 听闻叫圣怀安 是大魏王朝一尊侯爷 那可是四尊阳神啊 就这样死了 天下何时出了一尊如此强大的强者 四尊阳神 堪比我圣叫四尊圣神 这昆仑道宗 不得心疼死 结结结 死了四尊阳神 这不得是相当于死了四个五圣强者 五修 到家 魔道修士 无不择折 这个消息 插上翅膀 飞到了苗江 苗族圣女梨梨 接到中原传来的消息 仔细看了起来 昆仑道宗 那不是中原第二大道宗吗 一下死了四尊阳神 有意思 容貌绝美的梨梨 淡淡一笑 圣怀安 好想见识一下 是何方神圣 在他那洁白如玉的左手臂上 环绕着一条小青蛇 右手手背上 趴着一只金色的蝎子 乌黑的发丝上 若隐若现一只只无功 圣女 一个清秀的女子 看着梨梨 我要去中原一趟 梨梨开口说道 圣女 是否告知大长老 女子开口说道 不用 我又不是 去办什么大事 大卫 皇宫中 寒江雪得知 圣怀安突破五胜 斩杀了昆仑道宗 五尊阳神后 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呆呆地看着 玄一卫送来的消息 斩杀突破到阳神的 昆仑掌门 后又带领大军 打到匈奴王廷 与匈奴王廷 两尊五胜大战 归来的路上 又遇到昆仑七尊 阳神围攻 斩杀四尊阳神 剩下三个逃跑 我的冠军侯 这么凶猛的吗 寒江雪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 圣怀安的实力 会这么强大 那可是阳神啊 就这般斩杀了五尊 陛下 现在到处都在传 冠军侯圣将军的事迹 韩嫣然心情澎湃激荡 圣怀安突破五胜了 还这么强大 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 他的眼里 满是崇拜和小星星 大魏第三尊五胜 圣怀安之名 现已名传天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其声势之显赫 几乎快盖过了 皇室老祖和萧五胜 看来 是我多虑了 圣爱卿无惧昆仑道宗 原来是有他的底气所在 寒江雪美眸中 闪过一丝光彩 这才过去多久 圣怀安就突破了五胜 而且实力还如此强大 如此逆天的天资财情 当真是更古罕见 陛下 圣将军如今修为突破五胜 是不是可以封王了 韩嫣然说道 一尊如此年轻的五王 将会是何其的风光 只有五胜强者 才有资格册封为五王 其规格之高 几乎是与皇帝平起平坐 就如萧五王 女帝寒江雪剑了 都得恭敬行礼 中原三大王朝 对于册封的五王 极其的尊重 并不是说修为突破到五胜境界 就会被册封为五王 地位高高在上 五王的册封 只会是从保家卫国的将军中诞生的五胜强者 才会有如此殊荣 当然 各宗派 世家 若是有人修为突破五胜 也不会投靠朝廷 接受朝廷的册封 说到底 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强者自立 高高在上 我会拟到圣旨 册封他为五王 以后 我大魏 有三尊五胜强者坐镇 将不用再受大骊和大楚的威胁了 韩江雪没有一丝犹豫地说道 女帝韩江雪一到圣旨 除了洛京 朝河西而去 大魏出现了一尊强大的五胜 还是一尊统领大军的将军侯爵 最不愿看到的 就是大骊和大楚 大骊皇帝赵庆武 收到属下 汇报上来的消息后 眉心都皱成了川字 百年前 大骊和大楚谋划 断了大魏老祖韩武 进入五胜大圆满的希望 也埋葬了大魏那尊 将要进入五胜境界的妖孽 这让大骊与大魏 足足压了大魏一百多年 可现在 大魏又出现了一尊强大的五胜 竟然斩杀了昆仑四尊阳神 来人 给我去将大魏那冠军侯的所有信息 都收集起来 赵庆武当即命令到 大骊黑衣卫 快速地行动了起来 前往大魏 打探关于盛怀安的消息 大楚不言其 也在大楚皇帝的命令下 潜入了大魏 昆仑四尊阳神死亡 如同风暴 传遍天下 圣淮安之名 也在三国流传 草原上 几道身影风驰电掣 沐风 别逃了 你逃了二十多年 还没逃够吗 停下来吧 你是逃不掉的 逃在最前方的那道身影 赫然就是老兵 司马无伤狗贼 老夫当年瞎了眼 才会与你结交 老兵破口大骂 这司马氏 还是找来了 一次出动了四尊大宗师强者 前来抓他 五 奈之下 老兵只能离开河西郡 逃亡草原 面对司马家的四尊大宗师 他根本无力反抗 只能逃顿 就算是死 他也不会交出 大日心经前半部经文 司马氏 别想得到完整的大日心经 沐风老匹夫 敬酒不吃吃罚酒 待我抓到你 定要将你的双脚砍断 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司马无伤大怒 追 不能让他逃跑了 老祖已经修炼到 五圣中期巅峰 一旦拥有完整的经文 必定能快速突破到五圣后期 五圣大圆满 也不是没希望 到时候 我司马氏 说不定有机会超越江氏 凭什么皇位 他们江家做的 他们司马氏做不得 老兵不断地逃顿 不敢有一丝的停留 一旦被抓住 他必死无疑 王草原逃 朝匈奴王庭方向逃去 圣淮安带领大军 出征匈奴王庭 圣淮安就是他的希望所在 找到圣淮安后 这些司马家的土鸡娃狗 都将不足为律 这一追 就是两天半 老兵体内真源急剧消耗 两天半不曾停歇的逃顿 根本来不及 恢复体内真源 看着将要消耗殆尽的真源 老兵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那茫茫的草原上 碧绿的草 一眼看不到头 难道他今日就要 葬身在这片草原上了吗 姐姐 跑啊 你倒是继续跑啊 看着老兵逐渐慢下来的速度 司马无伤冷笑道 无耻的司马氏 老夫就算是死 也要拉上你们其中一人陪葬 老兵心生死至 就算是要死 他也要想着带着其中一个 就平你 司马无救冷笑 一尊大宗师中妻而已 他们两尊大宗师中妻 一尊大宗师后妻 一个大宗师初妻 四强联手 要是还被拼死一个 那真是笑话 乖乖束手就勤 或许还可以活命 另一尊司马家大宗师 开口说道 呵呵 当你爹 我是白痴 老兵激笑道 当他是三岁小孩不成 死了 司马无救大怒 一个加速 挥拳朝老兵打去 老兵快速凝聚血气 形成护体钢气 同时也挥拳对抗 哄 老兵被一拳打飞出去 他喉咙一甜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然后借着这鼓励 他继续快速逃跑 这司马无救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实力比他强太多 一旦被缠住 面对四尊大宗师 他很快就被败下阵来 被司马氏的人给抓住 想要活命 就只有拼命地逃 就算是他心中绝望 可只要有一线生机 他就不会放弃 否则 二十多年前 他就死了 追 见到老兵继续亡命逃遁 司马无上几人 继续加速追击 一路地追逃 老兵数次被打伤 可是他以不放弃的坚定信念 数次险死还生 何必死死挣扎 沐风 认命吧 司马无伤不断地开口 扰乱老兵的心神 老兵不闻不听 拖着重伤的躯体狂跑 他现在体内真元都已经消耗殆尽 开始燃烧血气 老兵知道 当他的血气燃烧殆尽之时 他真的就要死亡了 与此同时 一支大军 浩浩荡荡荡地的前进 圣怀安带领着大军返回 路线刚好与老兵对上 也许是天不绝他 当真让他找到了圣怀安 龙龙 万马奔腾的马蹄声 如同雷骨般 在天地间回荡 老兵远远地看到了草原上 出现了一支军队 军队的帅旗上 写着一个大大的圣字 见到前方的帅旗 老兵神色一喜 老天保佑 让他真的遇到了圣怀安 看到了救星 老兵亡命地 朝前方奔逃而去 前方出现的大军 司马无伤四人 自然也是看到了 圣怀安红袍金甲 策马而来 快速地来到老兵前 噓 他策马停下 看着身上满是鲜血伤痕的老兵 皱起了眉头 怀安 太好了 我还以为 今天要交代在这了 老兵脸色苍白一笑 说 这是怎么回事 圣怀安眼里满是煞气地问道 那几人 是大楚司马家的人 找到了我的行踪 我逃到草原来 一直被他们追杀 还好遇到了你 要不然我这条老命 就交代了 老兵闲死还生 心有余悸地说道 上一次 还是二十多年前 也是这样被司马家族的人追杀 圣怀安从空间中 拿出一瓶七阶疗伤丹药来 这些丹药 都是自他斩杀的 昆仑道宗阳神强者空间戒指中 得找到的 叔 这是一瓶七阶疗伤丹药 你快点扶下 前面几人 我送他们上路 圣怀安说道 老兵接过玉瓶 点点头 行 他们就交给你了 然后拿出丹药 来扶下疗伤 司马无伤四人追上来 看着圣怀安 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区区大宗师初七 也敢插手他们的事 没错 圣怀安身上显露出来的气息 就是大宗师初七 阁下是谁 此人乃是我们的敌人 为何要多管闲事 不怕把自己搭进去了 司马无伤冷冷地说道 呱噪 圣怀安懒得多说废话 几只苍蝇 随手拍死就是 他直接一拳打出 司马无伤四人瞬间瞳孔一缩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四人被一拳打爆成血雾蒸发 司马家 我还没有去找你们 你们自己倒是先找上门来了 圣怀安冷然 若非刚好遇上 只怕是老兵就死在这司马家的手上了 大军来到近前 浩浩荡荡的大军 气势雄浑 说 你这是怎么了 上官说要开口问道 圣怀安叫老兵书 他们自然也跟着叫书 对于圣怀安一拳轰杀四尊大宗师 他们见怪不怪 他们将军杀阳神都轻轻松松 更别说是几个大宗师了 那些都是我的仇家 我的消息暴露了之后 被他们找到追杀 老兵回答说道 这些家伙 不知死活 将军必定会灭了他们的 他们知道圣怀安的性格 此事不算完 此次出征如何 顺利否 服用了七阶疗伤丹药 老兵的伤势也在缓慢地恢复着 很顺利 我们打到了胸部王庭 武成将这些天的经历都说了出来 当听到武成说 圣怀安现在已经突破到五圣境界后 老兵惊讶的嘴巴里能塞下拳头 什么 怀安已经突破五圣 还斩杀了四五尊阳神 这几天他被追杀 根本就不知道外界传的消息 不错 我已经突破五圣 等回去 我带你去踏平那大楚司马家 圣怀安笑着对老兵说道 老兵神色恍惚 他看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谁能想到 这么快就踏入五圣之境 这种修炼速度 万古难得一见啊 现在老兵无比的庆幸 当初在圣怀安弱小的时候 帮助过圣怀安 传授圣怀安大日新京 现在有圣怀安这尊五圣荡靠山 他的腰杆瞬间就挺直了 好 我们去踏平那司马家 老兵恨恨地说道 此仇不报非君子 来而不往非礼一眼 司马家必须灭 走吧 回河溪 大军并没有在草原上多逗留 直接回河溪 两天后 回到河溪郡 繁忙的草原上 已经有不少的伤队了 大军凯旋归来了 大军凯旋归来了 看到大军归来 驻守警戒的士兵激动地大喊 胡兵 周元 陈之福等人 接到消息 快速跑来迎接 将军凯旋回来了 侯爷 留守的将士们高呼着 迎接盛怀安等人凯旋归来 来往的商客 看着气势汹汹的大军 一个个心神激荡 这就是何夕 军吗 果然不愧是大魏强军 光看那气势 就不是一般军队所能拥有的 威武 威武 留守的大军高呼 很快 不少商队也跟着高呼起来 威武 在万众欢呼声中 盛怀安带着大军归来 与此同时 太监小喜子也自大军中走出来 看着凯旋归来的盛怀安 现如今 冠军侯修为已经突破五胜 神威盖世 斩杀昆仑道宗四尊阳神 传遍天下 谁人不知 带着圣旨而来的小喜子 走到盛怀安前面来 笑着看向盛怀安 见过侯爷 恭贺侯爷凯旋归来 小喜子恭敬地行礼道 公公客气了 盛怀安微笑点头 侯爷 我带来陛下的册封圣旨来 请侯爷接旨 小喜子笑着说道 哦 是吗 小喜子拿出圣旨来 开口说道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今有忠勇无双 神威盖世冠军侯盛怀安 北征匈奴 养我大魏天威 逼退匈奴大军 使我大魏收复燕帝三周 冠军侯盖古今 修为公餐造化 战功累累 功勋赫赫 册封为大魏圣武王 见帝不败 赐黑龙袍 统领北京六十万大军 镇守大魏北境 获大魏北疆安宁 钦此 圣武王 接旨吧 小喜子恭敬的地上圣旨 姿态摆得很低 这可是大魏王朝为二的武王 身份堪比女帝陛下 谢陛下 圣怀安微笑地接过圣旨 没想到 刚回来就接到了册封圣旨 一下又成为了大魏的武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圣怀安部下的大军 一个个欣喜地高呼 圣怀安被册封为武王 他们是无比的高兴 圣怀安成为了武王 他们的前途 也就越来越明亮宽敞 参见圣武王 见圣怀安授封武王 那些商队 一个个高呼 朝圣怀安一拜 诸位勉劣 圣怀安守一抬 那些躬身行礼的人 纷纷被一股力量托起 果然 圣武王修为 已经达到了武圣 那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少人在心中暗想到 小喜子又让人 抬出一件黑龙袍来 圣武王勉下 这是您的王袍 小喜子开口说道 嗯 圣怀安守一挥 那件黑龙袍 就被他收了起来 走 回军营 今夜庆祝凯旋 圣怀安高呼道 是 哦耶 将士们一个个欣喜高呼 公公留下来 与我们庆祝 圣怀安又对小喜子说道 不了 圣武王勉下 我还得回京 向陛下赴命了 小喜子微笑着说道 那行 王武 给公公一点茶水钱 好路上用 圣怀安说道 王武拿出了一百两银子 给小喜子 谢过武王勉下 拿到赏钱后 小喜子就带着人告辞回京了 回到军营 大军开始准备庆祝晚宴 谢天谢地 恕你安全找到了 将他们 胡兵看到老兵没事 高兴地说道 当初四尊大宗师联手而来 老兵不敌逃跑 他们也帮不上忙 一直担忧 现在看到老兵没事 他们也才安心 我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时长 张大牛抹着眼泪说道 哭沙哭 晦气 我又不是死了 给我哭丧 我命大 死不了 老兵没好气地看着张大牛说道 这头憨牛 真的是憨厚地让人头疼 何西郡城快要建好了 很多商队也在郡城周围搭上帐篷 何西郡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几十万人在这片草原上 足以形成一座大城 夜晚狂欢庆祝 不少商队也受气氛感染 跟着庆祝了起来 何西郡城 府衙 主干街道 已经建好 城市中心 一座座五层房屋拔地而起 屋檐下挂着红灯笼 宽敞干净的街道 能容纳四辆马车并驾齐驱 出了中心圈 就是普通百姓住宅 都是一径的二层宅院 盛淮安手上有几十万奴隶 建一座古城 并不需要多久 盛淮安授封武王传遍整个大魏 有人羡慕就有人嫉妒 大魏在天一尊武王 气势更盛 盛淮安去巡视了一圈 何西郡城的建设 都是按照他的要求来建设的 城内街道贯穿东西南北 街道宽敞 一座座房屋建起 街道两旁都是预留的商铺 对于这些商铺 已经有无数人眼馋不已 不少官员 世家都脱关系 找到了陈之府身上来了 就想谋划那些商铺 只可惜这些商铺 盛淮安叮嘱过 他有大用 谁来走关系都不好使 王爷 这些商铺 已经有不少的盯上了 无数人找到了我这里来 闹得我整日头疼 陈之府开口说道 无妨 你通通打发了就是 就说我会另行通知 到时候 我会公开出售 拍卖谁给的钱高就卖给谁 盛淮安笑着说道 一旦与西域的商道打通 我们何西郡城 到时候将会恢复 曾经的繁华和热闹 陈之府憧憬地说道 那是必然 只不过 想要打通商道 还需要剿灭盘踞在 河西与西域之间的 高原狐杰 过几天 我要去一趟大厨 等我回来 灭了那高原狐杰 就可打通连接西域的商道 那些高原狐杰 盛淮安并没有放在眼里 若是他想 现在就可起兵 去灭了那些高原狐杰 可他现在 需要先去一趟大厨 大厨司马仕 差点杀了老兵 这个仇不可不报 他也需要 大日新京后半步功法 大厨是必须要去一趟的 在城里转了一圈 士兵监督着奴隶 加快修建城池 然后盛淮安又巡视了 几个大牧场 几大牧场 放养着牛羊战马 七八百万 这些都是他们 和西军的资产 将军务都安排好后 走吧 说 我们去大厨 好 很多年 没有回去了 老兵点点头 他本就是大厨人 为了逃避司马家族 才远离大厨 逃到大卫边关 隐姓埋名 盛淮安带上老兵 王斩 王武 便出发前往大厨 此去大厨 路途遥远 他并不打算多带人 说 你家里还有人吗 王武询问道 老兵摇摇头 道 早就没了 就算是有 只怕也是被司马家族的人 追杀的隐姓埋名了 那啥 王武挠挠头 没事 老夫我早就看看了 老兵淡淡一笑 也许这就是江湖 哪有什么祸不及家人 有的就是斩草除根 谁会给自己 留下祸患的种子 他得罪了司马家族 以大处司马家族的势力和作为 老兵不认为自己 还有什么亲人在 此去 灭绝司马家族 盛怀安安慰地说道 好 此去我要让司马家族中的 蚂蚁都死绝 蚯蚓也要挖出来树屁 老兵恨恨地说道 司人策马狂奔 及时在大地上 没办法 他和老兵可以遇空飞行 可王长和王武不行 司人离开 知道的人很少 就只有盛怀安身边的几人 对外说的是闭关修炼 稳固修为 军队 盛怀安是交给洋夜管理训练 一路风雨兼程 半个月后 司人穿过了大卫边境 来到了大楚 大楚地处大陆东南 多江河湖泊平原 粮食种植广袤 到了大楚 司人换乘大船 一路往东 顺着离江而下 这大楚可耕种面积之广 三国之罪 看着两岸的粮田迁末 王武忍不住说道 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世家大族把持 低层百姓 只能沦为殿农 老兵开口说道 大楚地广 粮田多 土壤肥沃 可还不是有人饿死 盛怀安没有说话 这就是封建王朝 实力至上的事件 普通人只能温饱 资源被强者 世家大族等占据 即便是皇帝 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前方就是剑门侠 穿过剑门侠 就是大楚荆州 过了荆州 就是荆州了 整个荆州 都被司马家把持 司马家就是土皇帝 大士家 皇权都插不进去手 老兵对盛怀安说道 可见那司马氏 再大楚 俨然不弱于皇族 不少宗门 都比不上司马氏 毕竟 那是一个有五圣坐镇的大势力 许多门派中 最强者也不过是大宗师 前方 巨大的离江 四一把剑 将那高耸的大山 直披成两半 那崖壁 笔直 像是一剑斩出来的一样 因此 被世人称之为剑门侠 大传过剑门侠的时候 圣怀安并没有感受到残留的剑意 应当不是人为 大自然之力 有时候便是这般的鬼斧神功 好生壮观 不少第一次见的人 抬头看着江岸两边 高耸入云 笔直的崖壁 据传 这剑门侠 以前是一座大山 上古时期 大楚这片土地上的一个绝世 见到强者 与人战斗 一剑斩出了现在的剑门侠 才有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壮观景象 一个老者开口说道 能一剑斩出这般宽大的峡谷 这得多强 此般手段 当是神灵 大船上的江湖侠客 伤对贵人 无不感叹 王爷 你能做得到吗 王五小声地问道 王斩还有老兵 也是看着圣怀安 眼神里满是好奇 圣怀安可是在世武圣 陆地神仙境界的阳神 手段实力非凡 圣怀安摇摇头 道 此般手段 只怕是武帝境界的剑道强者 一剑斩出这般宽大的 长几十公里的峡谷 仅凭他现在的实力 还有些困难 大船穿过剑门侠后 入眼一马平川 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山都成了一个个小土包 两岸河网密布 梁田千墨 一副江南水乡模样 这片大地上 才真正地适合人类居住 王斩忍不住说道 大卫很多地方 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 深山老林中 还总是孕育出大妖 那像这大楚 很多地方 都是平原 圣怀安点点头 这一望无际的肥沃土地 能养活无数的人 这天下分裂太久了 应当统一 中原大地 两千年前 可是统一皇朝 这个伟大的目标 就让他来实现吧 圣怀安在心中想着 男儿当建立千古伟业 一路上 四人都很低调 圣怀安直接施展了倒数 隐藏了容貌气息 存在感很低 并没有遇到什么找茬 或者是英雄救美的戏码 穿过荆州 进入荆州 路上 不时就可以见到 身穿司马家族服饰的弟子 在欺压百姓 却无人敢站出来说话 想不到 这些年 司马氏家族的子弟 越来越张扬跋扈了 老兵开口说道 走吧 先去周城 灭了司马家的人 这些人自然会有人处理 来到荆州城 站住 入城 每人交一两银子 城门口 圣怀安几人被拦下 嘿 长见识了 王武直呼 这司马氏 好牛掰 入城 都给每人收一两银子 王展摸出四两碎银 丢给门卫 城门口的士兵 这才让他们进城 王武 先去找一个酒楼住下 圣怀安吩咐道 交给我 很快就搞定 很快 王武就去找了城内一家大酒楼 这大厨和大卫的服饰 也颇有一些差异 他们这时入乡随俗 在进入大厨的时候 就换了衣服 来到荆州城住下后 圣怀安并没有着急动手 王武 你去打探一下 这司马氏 都有哪些嫡系成员 圣怀安让王武去查一下 这司马氏的嫡系人员 查清楚后再一网打进 不留一个 我尽力 王武不敢打包票 这是大厨 他们的口语 都不似本地人 打探起来 怕是有难度 而且这荆州都是司马氏的 打探司马家的消息 很容易就被司马家发现 圣怀安点点头 没有应行要求 夜晚 这荆州城灯火通明 夜市也极其的繁华 比大卫都还要繁华几分 站在酒楼上 圣怀安欣赏着这夜市美景 何妨萧小 难敢传我司马府 一声怒吼 传遍了整个荆州城 糟糕 不会是王武被发现了吧 王展听到吼声后 担忧地说道 不会 他应该不会这般鲁莽 圣怀安摇摇头 还我徒弟来 否则 本宫灭了你司马氏 一道强横冰冷的气息 威压全城 嗯 怎么是他 圣怀安眉头挑动了一下 谁要灭我司马氏 下一刻 另一道雄魂的气势升起 进城上空 两道强横无比的气势碰撞 让无数人感到心头惶恐 那是 司马氏武圣的声音 是谁 赶来司马府闹事 有人惊恐地说道 对方必然也是 武圣级别的强者 否则怎么敢去司马府闹事 那不是贤命长吗 司马家武圣 有好些年没有露面了 不少人议论纷纷 那音乐宫神母 怎么跑大出来了 王展满眼诧异地说道 没错 那道冰冷的气息 他们认识 音乐宫的那尊女武圣 音乐神母 音乐神母 看着出现的中年男子 眼里寒意浮现 司马晴天身材健硕 身上流动着火焰的气息 一身实力 已经达到武圣中期巅峰 一只脚踏入武圣后期 那气息 比音乐神母还要强上一筹 音乐神母眉头微皱 眼里寒意闪烁 你司马家的人 抓了我徒弟 今日不将我徒弟交出来 别怪我 我不客气 司马晴天 看着对面的冰雪美人 哈哈一笑 不客气 好大的口气 美人 不若你 也来我司马府坐坐 找死 音乐神母一掌打趣 滚滚寒气 似要冰封一切 城里无数人都感受到 空气中气温都降低了几度 哼 本尊看你貌似还是个厨 修炼寒音之道 想来音源雄厚 足以让本尊突破武圣后期了 司马晴天眼里闪过一丝淫欲之色 显然是将音乐神母 当成顶炉来看待了 哼 司马晴天一拳打出 滚滚火焰翻涌 轰向音乐神母打来的一掌 漆黑的夜空中亮起了光芒 两尊武圣 身龙神光 照耀天地 天哪 两尊武圣 那是一尊女武圣吗 两尊武圣在周城上空交手 无数人都抬头看着 滚滚寒气与烈焰碰撞 虚空都在破碎 不少普通人感受如遭雷击 耳膜出血 武圣交手的强大力量鱼波 震耳欲聋 如同雷鼓在耳旁炸响 普通人怎么承受得了 啊 头好疼 不少普通人捂着耳朵蹲了下去 音乐神母被强大的力量震得后退了几步 俊美 无瑕的脸上浮现几分凝重 这人的实力要在他之上 虽然他也是五圣中期 可是与之比起来相差很多 美人乖乖束手就擒 可免受皮肉之苦 否则 我可保证不了 你那无瑕的脸能完整无损 司马擎天一脸坏笑 此女绝对是上好的卢顶 必定能助他突破五圣后期 司马擎天 势必要将音乐神母抓住 哄 音乐神母身上含一大掌 千玉袖手打向司马擎天 天地间都出现了朵朵雪花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司马擎天冷笑一声 然后一个闪身 身上火焰笼罩 挥一拳打向音乐神母 两人在高空中大战 恐怖的渔波 让城里的无数百姓惶恐无比 还好两人控制着力量 没有波及下方城池 否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战斗渔波震死 好恐怖 不少五修看向夜空中大战的两尊五圣 眼里满是惊恐与羡慕 五圣 站在五道顶点的无上人物 一言可决定无数人的生死 享受人间繁华尊贵 修五之人 谁不想成为五圣 那司马家族的老祖五圣 貌似比以前又强大了 哼 那司马老鬼 以女子为顶路修炼 不知道遭踏了多少良家女子 有人恨恨地说道 司马家七霸晋州几百年 无数人早就苦不堪言 奈何司马家族老祖 淫威太盛 少有敢反抗者 音乐神母与司马擎天大战 几百招后 他就感受到 自己渐渐落入下风 踏入中原后 他遇到的五圣 实力貌似都很强大 哼 司马擎天一拳轰出 拳四烈火 凶猛无比 轰打在音乐神母肩膀上 将音乐神母打飞出去 看到这 王展开口道 王爷 那音乐神母落入下风了 嗯 我看到了 慎怀安点点头 你不去救他 王展感到无比意外 慎怀安太淡定了吧 那么漂亮的冰雪美人 还与之认识 难道不正是英雄救美的时刻 要是他有五圣修为 早就冲上去 英雄救美了 我为什么要去救 打不赢他不会跑啊 慎怀安说道 英雄救美 然后美女以身相许 救这个冰美人 他只怕是连手 都得不到拉一下吧 呃 王展愣了一下 这话还怪有道理的 司马家这尊五圣 曾经也是个绝世天骄 从沙伐战斗中崛起 两百年前突破五圣 从此司马家族崛起 风光无限 整个晋州 都变成了司马家的地盘 老兵开口说道 能修炼到五圣境界的 谁不是绝世天骄 资质不够的 不是被人杀了 就是已经变成了土堆黄土 很快 王武跑回来 王爷 可查道有用消息 慎怀安点点头问道 有 不过不多 王武回答道 说说 这司马家 一尊五圣老祖 就是在与音乐神母大战这位 然后司马家族 有八尊大宗师 宗师强者二十多人 其他族人无数 王展说道 他只打探这些消息 不敢过多深入打探 八尊大宗师 已经死了四个 那还有四个 王展开口说道 一族八尊大宗师 超过无数宗门了 慎怀安的神殿一扫 覆盖在司马府 四尊大宗师也在 二十多道宗师气息 先天强者数十 绝大多数嫡系 看来都是在府上的 看来 今天就要动手了 慎怀安目光 落在夜空上 司马晴天的身上 今夜音乐神母出手了 打破了靖州城的平静 他们想继续打探消息 是不可能的了 司马家族 绝对会加强警戒 就算是无法彻底斩草除根 也无妨 那些司马家的敌人 也不会放过那些 在外的司马家族之人 老兵神色激动 此仇终于可以报了 慎怀安一步登天上 司马晴天 瞬间就看到了慎怀安 你也是他的同伙 难怪赶来我司马府闹事 司马晴天感受到 慎怀安身上的气息 淡淡地说道 武圣初七而已 赶来撩拨他 司马家的虎须 那就一起打死 不是 我是来杀你的 慎怀安笑着说道 就你 来杀我 哈哈 司马晴天大笑了起来 一个武圣初七 看气息刚突破不久的人 要来杀他这个老牌武圣 当真是他今天听到的 最好笑的笑话 圣将军 看到慎怀安 音乐神母那冰冷的脸上 露出一丝喜色 紫西仙子 别来无恙 慎怀安笑着点点头 还说你们不是一伙的 哼 敢冒犯我司马 是 难得杀了 女的当顶炉 助我修行 司马晴天冷酷无比 第 第三尊武圣 看到慎怀安的身影 不少人都被震住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下出现两尊武圣 来找司马家族的麻烦 大日心经后半部 在你身上吧 慎怀安看着司马晴天说道 你怎么知道大日心经的 司马晴天 神色瞬间大变 目光死死地看着慎怀安 看来就在你身上了 慎怀安点点头 对方如此反应 也对 大日心经这种级别的功法 怎么会不带着身上 是那人告诉你的 司马晴天 目光盯着慎怀安 音乐神母 也被他放弃了 不错 那大日心经前半部分 在你身上 司马晴天 眼神火热起来 嗯 在我身上 慎怀安笑着点头 好好好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司马晴天激动地大笑起来 交出大日心经 本尊可以饶你不死 司马晴天目光盯着慎怀安 眼里放光 就像是看到绝世仙女 你接我一拳 若是能接下 我可以给你 慎怀安笑着说道 哼哼哼哼 就你 本尊奸你十拳都无妨 司马晴天讥笑 好 慎怀安挥拳 瞬间朝司马晴天打去 司马晴天凝聚血气真元 形成护体钢气 同时身上燃起无尽火焰 像是一尊火焰神灵 抬手朝慎怀安打来 他怎么可能站在那里 给慎怀安打 哼 一声巨响 响彻天际 整个靖州城人 都呆呆地看着夜空上 那三道如同神灵般的身影 司马晴天呆呆地看着慎怀安 对方冲他微笑 一脸人畜无害 然后他的目光 又看向自己的胸膛 那里被一拳打出了一个窟窿 心脏彻底粉碎 他的护体神通 血气真元刚照 都没能挡下那恐怖的一拳 你 然后 司马晴天的尸体 从夜空中落下 音乐神母呆呆地 看着慎怀安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目光 一拳轰杀一尊五圣 这可是一尊 即将突破到五圣后期的强者 可是现在 却被慎怀安一拳轰杀 但是一想到慎怀安 还未突破五圣境界 就几乎与他打成平手 音乐神母又释然了 这种绝世妖孽 怎么能以常理来看 现在慎怀安修为 突破五圣境界 实力竟然达到五圣后期 这让音乐神母内心 是非常的震惊 想要突破到五圣境界有多难 音乐神母是知道的 一百个大宗室圆满 都不一定出一个五圣强者 而地面上 无数人看着司马擎天的尸体 从天空中坠落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眼神里满是惊骇 司马家的老祖 死了 无数人都难以相信 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老祖 不 司马家族的人 看到这一幕 眼神里都是惶恐和难以置信 显然司马家族的人 没有想到自家老祖 会被人一拳轰杀 这个结果 是司马家族不能接受的 也是无法承受的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障眼法 假的 老祖神功盖世 怎么可能会被击杀 司马炎此刻壮弱疯狂 五圣老祖死了 他们司马师的天就塌了 老祖怎么可能会死 老祖是无敌的 司马家族的四尊大宗师 癫狂的大吼 圣怀安一把抓住 司马擎天的尸体 将其空间戒指取来 而后将司马擎天的尸体 丢向司马府 哄 司马擎天的尸体 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来 司马家族的人 看着模样凄惨的老祖尸体 一个个呆若目击 在司马擎天的空间戒指中 圣怀安顺利地找到了 大日心经的后半部分 还找到了司马家族修炼的 五圣功法 苍延诀 一部活属性的 五道修炼功法 圣怀安来到司马府上空 偌大的司马府 司马家族人无数 看到圣怀安的身影 眼里无比的惊恐 就是此人 竟然斩杀了他们司马家的 五圣老祖 司马擎天 威压靖州两百多载岁月 今日身陨盗消 老兵来到了圣怀安身旁 免下是何人 为何要对 我司马家老祖出手 司马炎神色惶恐地 看着圣怀安 他们愤怒 但面对圣怀安 更多的是惊恐 他 问司马家族的 五圣老祖 都不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击之敌 要抹出他们司马事 便只是一掌的事 说 你要自己动手还是 圣怀安没有回答 而是淡淡地对老兵说道 现在 整个司马府所有人的生死 只在他一念之间 看着曾经的敌人家族 老兵有种要冲下去 大杀一番的冲动 就是这司马氏 害得他远走他乡 隐姓埋名 只怕是家族 现在也已经不在了 哎 怀安 你将他们都杀了吧 让他们走得痛快一点 老兵叹了一口气说道 行 圣怀安点点头 我先找一下我徒弟 音乐神母来到圣怀安身旁 嗯 你自己找一下 音乐神母神念一扫 就在一间房屋里 找到了他弟子 找到弟子后 音乐神母身影一闪 就去到那间屋里 便看到弟子被绑在床上 看到被屈辱绑在床上的弟子 音乐神母怒火中烧 师父 你可终于来救我了 洛西泪水早已枯花了脸 方年还不过二八的洛西 容貌清秀出尘 俨然是一个美人 正因为其貌美 才会被司马家族的弟子看上 趁着洛西一个人外出 将其绑来 想要用墙 但凡音乐神母慢来几分钟 洛西就被司马家族的弟子 给玷污了 司马氏族人 该死 音乐神母眼里满是杀意 很显然 游历中原的音乐神母 已然不再是那个 清纯的神母 体会人间七情六欲 也是人生的修行 音乐神母手一挥 一道寒光 就斩断了 绑在洛西身上的绳子 洛西脱困后 像是一个受尽屈辱的小女孩 扑进了音乐神母的怀中 师父 洛西以为以后 再也见不到师父了 洛西哭着说道 别怕 师父来救你了 走 师父带你去杀人 音乐神母眼里 满是寒意地说道 本是冰雪女神的她 更加冰冷 紫西仙子 找到爱徒了吗 我要出手斩杀敌人了 盛怀安看到 音乐神母的身影说道 嗯 小洛西 是谁绑的你 指出来 师父替你报仇 音乐神母说道 而小洛西 还没来得及开口 圣怀安已经出手了 他双指并肩 斩出一道剑光 然后 剑光照亮了整个司马府 司马府上的人 纷纷倒下 眼睛睁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阁下为何要屠杀 我司马氏族人 我司马氏 可得罪过阁下 看着族人一个个倒下 司马言目自欲裂 司马无伤那老匹夫 与我争夺大日 心经经文 你们司马氏 对我追杀了二十年 前不久又派出 四尊大宗师去抓我 怎么 你司马氏忘记了 老兵冷声道 什么 是你 司马言目光 落在老兵身上 那四祖他吗 司马言心里 有了不好的预感 呵呵 老夫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你说呢 老兵冷笑 报应 报应啊 当初我司马家 就应该全力追捕你 何来这般劫难 司马言凄惨大笑 他们司马家 彻底没了 圣怀安一见诛杀了 司马府上的所有人 就连一个仆人都没有放过 自从进入晋州后 司马家族所做的种种 圣怀安杀了司马府上的所有人 就没有一个会是错杀的 司马家族家主司马言 那四尊大宗师 二十多个宗师 先天强者 所有的司马族人 几千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司马氏彻底覆灭 在圣怀安手上 收割了一波杀戮 圣怀安身上的杀戮值 突破了十万 师 师父 绑我的人 被他杀了 洛西看到圣怀安杀了那么多人 被吓到了 眼神里满是惊恐 看着圣怀安大开杀戒 音乐神母并没有说什么 圣怀安身上的煞气 让他多感到心惊 这可是一尊杀神 整个戎敌部落 差点被他给杀灭族 他是师父的朋友 你要叫师伯 音乐神母开口说道 是 师伯 洛西胆小地看着圣怀安 圣怀安看着洛西 微笑着点点头 将司马士族人诛杀殆尽 圣怀安开 使搜刮司马家族的财富 王展 王武 也赶来帮忙 老兵也出手 帮忙着 搜刮司马家族的财富 司马家族积累了两三百年的财富 都落到了圣怀安的手中 手里的空间戒指都装满 装不下 圣怀安又将剩下的金银财物 灵药等 装入空间带走 搜刮完 圣怀安财与音乐神母叙旧 紫西仙子怎么到这大处来了 圣怀安笑着问道 到处走走 走着走着 就来到这了 音乐神母一笑 刹那的笑容 似仙女展颜 美艳众生 圣怀安都看待了 这个冰雪美人 竟然学会了微笑 好一会 圣怀安才收回心神 说道 走吧 离开此地 紫西仙子要不一起 嗯 好 音乐神母点点头 众人离开司马府 静州城的午休 才敢来到司马府上 看着一地的鲜血和尸体 无数人都惊骇 这司马市 这是惹到了多狠的人 直接被灭族 这司马家 怕不是惹到了杀神吧 有人忍不住咽口水说道 那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冲击着他们的心神 一个个宗师 大宗师 这些可都是司马家曾经的大人物 现在就这样躺在血泊中 那司马家族的五圣老祖的尸体 就这样躺在坑中 胸前一个大窟窿 看起来是那么的猙獰 我弟乖乖 全部杀了 这简直就是灭族啊 凡是在司马府上的司马家族人 都死了 一个都没留 曾经风光无限的司马家族 也有被人灭掉的一天 有人忍不住感慨道 带来说 在司马家族的院团查